同一时间,海岸悬崖边,满身是血的柳玉娘倒在地上,眉目紧闭,已经晕了过去,帅帅鸭也倒在血泊中,洁白的羽毛上满是血迹。 林小璐站在一众东宁修士的尸体中,手里掐着蒙面少女的脖子,将她单手提在半空。 她眼神冰冷地看着手里的少女,脑袋一歪,我认识你,你是那个小鸟游。 少女满身是血,已经无力反抗,脖子也被掐着说不出话,只能绝望地看着她。 林小璐安静地看着她,良久,将她拉近到面前,面无表情地说道,你下去陪宇宫千岁吧。 说完,咔嚓一声,小鸟游的脖子被她捏断。 杀完人,将尸体丢进海里,林小璐恢复了玩世不恭的模样,扶起柳玉娘和帅帅鸭。 好在这两头不是人的东西还活着,自己刚才要是晚来一步,她俩就真没了。 刘姐姐,醒醒,刘姐姐,老大你别摇了,她晕过去了。 帅帅鸭无力地眯着鸭眼,看着方才誓死保护自己的柳玉娘叹道,这妞儿不错,回头我跟吴够说说,让玉娘丢我飞。 林小璐,懒得搭理帅帅鸭,林小璐目入凝重地看着左后方已经登岸的八旗大蛇。 刚才八旗大蛇通天彻地一击她自然也看到了,也明白为了挡下那一击,俄眉所有人几乎都用尽了全力。 此刻面对登岸的八旗大蛇,自己和其他人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过不了多久,所有人都会死。 林小璐这样想着,她不知道自己在这场战斗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虽说在同龄人中她自信已经独步天下,但在这样的战斗面前,自己依旧是蝼蚁。 嗯,和大唐,俄眉一起英勇战死,其实结局也不算太坏吧。 妹妹都十四岁了,虽然舍不得,但小丫头总归要长大的。 而且,她现在的实力那么强,以后哪怕神舟覆灭,找个地方躲起来闭关,迟早会出人头地的。 死亡将近,少年显得很平和,虽然脑瓜里在胡思乱想,但却并未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人总是要死的,再说了,自己离开家乡以后还过得这么开心,活得这么精彩,倒是也不亏。 不过如果要死,自己得第一个死,她可不想等不够。 唐龙,阿一,所有的伙伴都死了以后再死,那样她会崩溃。 死亡不可怕,心死了才最可怕,就像当初的丹炎大叔一样。 老大老大,你想啥呢?帅帅鸭叫了两声,林小璐才回过神。 我想去送死。 帅帅鸭,满身血的鸭子坐在血泊中,挠了挠头,觉得有些脑壳疼。 两久,她抬头看向林小璐,其实吧,如果要打败八旗大蛇,并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此话一出,林小璐先是一愣,随后猛地看向帅帅鸭。 场中,帅帅鸭也同样一脸,严肃地看着她,四目相对。 帅帅鸭说道,老大,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闻言,林小璐抬手给了她一个抖,少咬闻嚼字,快放。 帅帅鸭被拍倒,然后抱着脑瓜再次坐起,扁着嘴道。 老大你的大羹青铜器是很特殊的东西,非常罕见。 这玩意儿尺寸大,足够结实,分量也不小,如果可以让八旗大蛇把她吞了,我敢保证八旗大蛇消化不了,到时候就会像人吞针一样,她就有可能被打败了。 林小璐听到这个办法,顿时眼前一亮,但随后她又有些迟疑道。 你是说,大羹青铜器会在她肚子里把她的五脏六腐滑伤有这个可能,不过可能性有些低。 帅帅鸭解释道,原因竟腰兽的身体防御不用想,强悍的一逼,而内部脏气什么的,虽然会柔软许多,但大羹青铜器,想将其划伤,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还是很困难的。 不过这玩意儿,让她吞下去,至少也能让她难受难受。 林小璐闻言皱了皱眉,她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只能让她难受难受,也太费了。 所以需要有外部压力,那压力从哪来? 场中,林小璐思索了一阵,随后忽然想到了什么,目中闪过一丝激动。 我可以跟着一起下去啊,帅帅鸭。 悬崖上,林小璐兴致勃勃道,你看哈,我的身体也很结实,体内有内力,还有硬气功,被她吞了以后应该可以撑住一段时间,只要不是被咬应该就不会当场死掉。 而我下去以后,我就用全力砍她,我的力气也不小对吧,砍她里面还砍不了吗? 可是,你会死的。 帅帅鸭急了,瞪着鸭眼道,八旗大蛇这样的大腰,体内就如同炼狱一般,你肯定会死。 死死无生。 这有啥的?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置之死地而后耻? 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对,就是这句话。 林小璐脑瓜一昂,意气风发地笑道,吴狗天天在我面前装逼,说什么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开玩笑。 地狱这种听起来就很掉的东西,是他想入就能入的,那至少也得是我冬瓜村一把才能入啊。 吼吼吼吼吼吼吼,帅帅鸭文言,差点没被气死,坐在地上费力地扇着翅膀,焦急劝道,老大你别冲动,你根本不了解里面的情况,不要贸然做这种事,做死也不是这么做的。 我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喂,老大你干嘛老大喂? 林小璐,你要干嘛? 你放开本鸭,你放开我。 沙比,你他妈放开我。 岸边,林小璐降帅帅鸭和柳玉娘抱起,然后毫不犹豫往海里一扔。 随后,他对着海中嗷嗷大叫的帅帅鸭插腰大笑,反正拿八旗大蛇没办法,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帅帅鸭,你好好活着,回峨眉辅佐我妹妹,我们下辈子见,到时候我还给你当老大。 吼吼吼吼吼。 哄。 巨大的八旗大蛇猛然冲破大地,身躯游动之间地面大片大片的碎裂,峨眉修饰根本阻挡不了他的前进, 只能无助且绝望地一遍遍发动灵力攻击。 他们逃不掉了,正面是八旗大蛇,周遭还有东营修士的围追堵截。 而即便有个别逃掉了,又能逃到哪里去放东营人进大堂,放东营人进神舟。 场中,唐龙看了看那越来越近的恐怖身影,然后扭头看向身旁大口喘息的吴够,吴够小师傅,你也不走吗? 吴够脑瓜直摇,非常认真的说道,贫僧也是真汉子。 闻言,唐龙忍不住笑了一下,觉得吴够好可爱。 他擦了擦脸上的血迹,将情上先藏在心里最深处,然后看向身后正在疯狂吃鸡腿的阿依。 阿依上仙,你吃好了没快了,最后一口。 阿依蹲在地上,两只手各抓着一只乳鸡腿,左一口右一口吃得不易乐乎,脸颊也撑得溜圆。 而吃完之后,他就对着南方的天空一跪,含糊不清地说道,师傅,弟子要去为了天下苍生蟒一波了,须迷剑八弟子,看来是没有机会,练成了。 不过师傅您放心,等弟子死了以后,一定在天上保佑您自己,练成须迷剑八,然后自己就自己。 说完,阿依提着竹中剑起身,来到吴够和唐龙中间,舒服地打了个嗝儿,然后拔剑一指,弄死他。 吼! 巨大的蛇吼声传来,八旗大蛇的八颗蛇头漫天乱舞,吼声遍布,足足十六眉蛇眼泛着毫无感情的残忍光芒,扫视着周遭不断攻击自己的修士。 然而,纵使被犹如海啸般密集的灵法轰击,修士们却依旧破不开八旗大蛇的防御,面对这样的妖兽,原鹰镜以下的攻击仿佛挠痒痒一般,非常无力。 天空之中,灵剑长老方无修立于剑端,看着这不断嘶吼的大蛇,苍老的墓中满是绝望。 掌门脱不开身,凭自己这些老家伙,根本对付不了他。 他抬起头,看了看云层上,还在和黑云斋缠斗的叶青鸾,墓中闪过一丝绝燃。 无愿为峨眉而死。 方无修心思一动,整个人赫然准备以身寄剑。 而就在这时,他忽然看到一个渺小的身影,出现在八旗大蛇犹如高山一般的伟暗蛇身上。 其他攻击的修士也陆续看到了这一幕,一时间所有人都看得一愣。 那不是林小璐吗? 他在干嘛?天空中,阿姨感受到林小璐正在飞快爬上蛇身,故意脸猛逼地对无垢问道。 路哥在干嘛无垢也是,完全猛了。 玄庭在阿姨身旁,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少年。 高空之上,正在奋战的叶青鸾和江宁也注意到了这一幕,二女同时一惊。 此刻,仿佛无限延长的八旗大蛇背上,林小璐正卯足了镜向上飞奔。 而八旗大蛇正在被无数修士进攻,对于他的存在直接忽略,只自顾自应对面前铺天盖地的灵法。 So! 破空声响起,少年一个猛灯,神区立刻扶摇直上,飞身落到中间蛇头的场景上后继续不顾一切地跑。 他速度飞快,一边跑一边看着那越来越近的蛇头顶部,目光中充满了战意。 好! 一声冲天的巨吼震出,八旗大蛇的脖子猛地一舞,跑到一半的林小璐陡然被高空猛烈的刚风吹动。 身子一僵,下一刻他就因为惯性被八旗大蛇甩飞。 天空中正在对地的江宁见到这惊险的一幕顿时花容失色。 好在下一刻,飞到高空的林小璐就猛地甩出狭长的幽州大索,一把捆住舌头上凸起的角质层,然后将自己飞身拽入舌头。 在所有修士和士兵的注视下,少年悍然落在舌头上,落地姿势帅的一逼。 看着那身处舌头顶端被刚风吹得长发乱飞的少年,黑云摘目录冷笑。 你们峨眉的弟子竟如此不知死活,以为近身就可以伤到八旗大蛇了吗?愚蠢至极。 叶清完文言也是没有反驳,他也不知道林小璐爬到舌头上是要干嘛,拿刀砍他的头小璐力气再大,也破不开原因的防御吧。 下方,一位隐藏在暗处的少女仰起头,看着身处舌头之上的林小璐,同样面露不解。 而正当他疑惑林小璐要做什么时,下一刻,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疯狂的一幕。 只见巨大的舌头之上,林小璐插着腰仰天大笑,然后猛的一个急跑,来到舌头前缘处一掌撑在舌头上,然后身体探出舌外,在高空中甩出一道半圆,同时自空中抽出硕大的大根青铜器。 最后凭借惯性,整个人顺势滑入八旗大蛇历声咆哮的口中。 吼磕磕嗨,八旗大蛇的那条舌头似乎被呛到了,吼声停止,连连咳嗽,难受得只想把某个东西吐出来。 所有人都猛了,将宁更是看着消失的林小璐双目失神,就连他的对手东银剑圣都看得一愣,不解地挠头道。 你们神舟人现在都这么不合情理的吗? 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少年将大灯青铜器插进一处充满任性的柔软中,死死抵抗着喷涌而来的兴气。 他明白,八旗大蛇这是要把自己给吐出来,因此拼了命地抵挡住兴气,足足过了好一阵,兴气消散。 他才两脚一灯黑暗中的柔软,将刀拔出后,整个人顺着漆黑灼热的隧道直往下坠,一路上持刀疑通乱砍,黑暗中滚烫的血浆,见到他身上滋滋冒着青烟,把他烫得直吼。 这原因竟腰瘦的鞋比火焰还烫,林小璐疯狂运转着内力抵抗,同时大叫着一路向下,大根青铜器划出的狭长伤口,更是喷涌出大鼓大鼓的血水。 战场上,八旗大蛇的一个舌头疼的撕心裂肺,长颈乱甩疯狂大吼,其他七个舌头则一脸猛逼地看着他,不知道这位兄弟在搞什么鬼。 而鹅梅修士们,见到这一幕后,也立刻明白过来,纷纷对舌身取义的林小璐敬佩不已,同时拼命围攻八旗大蛇。 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攻击虽然没伤到八旗大蛇,但八旗大蛇的八颗舌头,却开始同时惨叫。 惨叫声一阵高过一阵,还倒在地面上疯狂翻滚,似乎是正在忍受难以想象的剧痛,将整个地面都轰杂得地震不断。 与此同时,一处淡淡的银绿色空间内,大根青铜器插在充满韧性的肉里,露出小半截刀身和刀柄。 而满身蛇血的林小璐就蹲在刀上,好奇看着下方淡绿色的河流。 他这一路上并不好受,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进入蛇道以来的腥臭就不说了,蛇血强烈地灼烧,让他的衣服尽数溶解,皮肤上也满是烫伤。 而且这期间,他感受到许多次的四周挤压和压力腥风,他明白这些都是八旗大蛇,想要把自己吐出来,不过好在自己用大根青铜器插进蛇肉稳定身体,最终硬生生撑了下来。 此刻,林小璐看着下方散发着淡绿色荧光的河流,微微思量后觉得,这应该就是八旗大蛇的胃了。 这里空气很少,不过他倒没什么关系,身负胎西觉得他可以长时间憋气,眼下最难受的就是这个河流怎么过,自己要是贸然掉下去,估计会被融化。 记得小时候在膳食堂,猴三第一次给自己做火锅,然后里面有牛肚,自己当时第一次吃这玩意儿,就好奇这是啥。 猴三告诉自己,这是牛的胃,是消化食物的器官。 因此,林小璐才不敢轻易下去,毕竟自己要是被消化了,那不就成屎了吗? 好好的,谁愿意坐屎,自己又不是大师兄。 他蹲在刀上皱眉沉思了一会儿,两久,他扭头看向大根青铜器插出的裂缝,最后嘴角一脸,露出一个坏笑。 嘿嘿嘿嘿,死好。 战场中,巨大的八旗大蛇疼痛加剧,倒在地上惨叫连连疯狂翻滚,整座地面都被他给震出轰隆隆的声响。 只因他体内的少年,正拼尽全力,一点一点地扒开他的胃。 扑吃。 炽热的蛇血,从渐渐扩大的裂缝中,疯狂喷涌,直对着林小璐的脸喷,但即便被烫得嗷嗷大叫,林小璐也依旧不停,他使出全身的劲儿,扒一会儿裂缝,又在大根青铜器上蹦一会儿,一蹦一蹦踩得大根青铜器不断向下,裂开的口子,也就这样被撕得越来越大。 其喷出的血浪仿佛在给林小璐做淋浴。 住手!你特么不要再跳了!杀笔你特么放开!我们不杀你了,你给老子出去! 林小璐身后,三个透明的灵体出现,对着林小璐骂骂咧咧,他们是八旗大蛇的三魂七魄。 灵魂现在也是真的急了,拿面前这奇奇怪怪的少年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少年的肉身非常强悍,被蛇血喷了这么久,还满身力气,而且憋气也猛,手里还有这么大一把大砍刀。 要知道,如果是其他结单镜修饰进来,估计早就被蛇血烧死了,根本到不了这里,毕竟自己体内有压制灵力的环境,可这家伙根本没有灵力,就很离谱,实在是太特么恶心了。 场中,林小璐整个人挤在裂缝里,整个人拱起来,用后背和双脚分别顶着裂缝两边,然后腰部发力一边顶一边蹬,一点一点地将裂缝撑大。 大哥!大哥!我错了大哥!大哥,你出去吧求你了!我叫你爹行不行! 八旗大蛇的魂体们都快吓哭了,一个个好说歹说的劝林小璐,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试过攻击他的灵魂,却发现这小子的灵魂非常强悍,似乎有某种东西保护,古怪至极,然后他们就开始威胁恐吓他,却没想到,越恐吓这小子越来劲,现在只能无助求饶。 这特么多什么鸟人,自己以后再也不来神舟了。 操!啊!场中,拼命发力的林小璐,面红耳赤嗷嗷大叫,指使出吃奶的镜头,把裂缝撑开,然后抱着大根青铜器,继续往里面钻。 闷热,潮湿,血腥的环境下,少年一点一点地撕裂蛇肉前进,承受着疯狂的血浆冲刷,剧烈的疼痛,甚至让他想到了沐浴受血的时候。 不过现在的这些受血并不是八旗大蛇的精血,以前老大给自己沐浴的受血都是妖兽体内最精纯的血液。 喂!你们最精纯的血液在哪儿?林小璐问向后面紧跟着的魂体。 你出来!你出来!我们就告诉你! 魂体们急迫回应道,林小璐自然不信八旗大蛇的鬼话, 见他们不说,便继续往里面钻。 也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林小璐推着大根青铜器刺破蛇位,看到了一处非常神奇的圆形空间。 这里同样可以看见东西,四周是散发着淡绿色光芒的肉壁,光芒把满身血的林小璐都照耀成了青色, 而空间中央,正有一颗比他人还要巨大的翠绿色圆球,悬停在空中,慢悠悠地飘浮旋转着。 见到圆球的林小璐一愣,这特么是个傻小子,你可以出去了。 魂体在他周围警告道,这是我们的蛇丹,里面是原因。 你如果攻击他,里面的精纯蛇血标出会立刻将你融化成骨头。 没错,我们现在已经被你重伤,只要你出去,我们会自行离开神州,今后再不进来。 你年纪轻轻,没必要破开蛇丹和我们同归于尽。 最后一位灵体更是庄严道,你如果不相信,我们可以发誓, 如果你离开后,我们还要作乱,那就死于天洁雷霆之下,永世不得超生。 看着眼前三个透明灵体一一发誓,灵小璐思考了一下, 良久,他忽然眼前一亮,原来这个蛇丹里面就是你们的精纯蛇血。 三个灵体一愣,一个个不可思议地看着灵小璐。 为什么这小子看起来好像很馋? 场中,灵小璐哗啦一声从裂缝中跳下,落到淡绿色的肉壁上, 然后二话不说,就冲向了圆球。 魂体们见状顿时极了,一个个差点没哭出来。 大哥,大哥别激动。 爹,亲爹,亲爹不要啊,不要啊。 吼吼吼吼,我终于可以第三次受血断体了。 灵小璐一个飞跃,在空中甩起大根青铜器,对着圆球就是一刀。 魂体们见状大害,不要啊。 破!巨大的兽丹被砍出一条小缝,一道翠绿的血浆喷到灵小璐脸上。 和前面的灼热红血不同,这里的蛇血在接触灵小璐面容的瞬间, 就让灵小璐感到一股极致癫狂的剧痛。 这股剧痛绝非人力可挡,只一个照面灵小璐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整个人后背拱起,疯狂颤抖。 他没有吼,而是无声地跪着抽搐。 兽丹被破,血浆一股股地喷洒在他身上, 没过多久,灵小璐就变成了一个绿色的血人, 跪在地上疼得不断进鸾,最后他彻底支撑不住, 身子一歪,一头跌倒,然后整个人蜷缩成一只大虾不断抽搐, 喉咙里也开始发出噩噩噩的的嘀吼。 与此同时,战场之中,吼,倒在地上的八旗大蛇八手同笑。 随后在力声嘶吼之中赫然起身, 飞腾到高空之中,最后舌头一掉,狠狠扎进了东海, 掀起海啸般的巨浪。 所有人都猛猛地看着这一幕,良久,场中的一位士兵忽然喜极而泣, 大声哭喊,八旗大蛇退了。 受血断体之法,是不可以用第三次的。 因为受毕竟原不同,受血中满是残忍,暴虐,嗜血等不安因子。 曾经有一个跟你一样不甘平凡, 但却毅力惊人的少年用了第三次受血。 而很可惜,虽然那少年也是毅力惊人, 心智如磐石一般坚定,但第三次受血绝非人力可挡。 那少年最后虽然活了下来, 但神智却受到影响,变成了一头人形妖兽。 小鹿,谁都会迷恋强大的力量,这是人之常情, 但有些东西,对于人而言,是禁区,这是注定之举。 更何况,小鹿你的这第三次受血,用的可是原因禁妖兽, 你觉得,你能承受下来吗? 浑浑噩噩的迷茫中,林小鹿仿佛听见了李明如的尊尊教导。 她张了张嘴,想要回应李明如,结果却发不出声音, 整个人焦急得不行。 接着,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中, 她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林尚仙,我们又见面了, 您是爱看我的吗? 林小鹿看着面前的张勇大叔一愣, 随后想跟他说声好久不见, 但却依旧只能看着,发不出声音, 于是他向张勇的位置跑去, 可却怎么也靠近不了他。 渐渐地,张勇身旁又出现了小栓子的身影, 她拉着张勇的手, 看着林小鹿开心笑道, 林哥哥,你来看我们了。 林小鹿嗷嗷大叫, 依然发不出声音,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而在栓子和张勇陆续出现之后, 早被砍头的丹炎也随之出现。 她看着林小鹿面无表情道, 林尚仙,您不该来这里。 对,小鹿尚仙不该来这里, 快回去吧。 林哥哥快回去吧,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呢。 林小鹿张嘴大喊, 却什么也喊不出来, 张勇,小栓子, 丹炎三人责对着他摆手, 然后渐渐消失。 此刻,淡绿色的空间中, 林小鹿蜷缩缩在满身的绿色血浆之中, 不断静蓝颤抖, 自身的神智和意识也已经变得时有时无, 似乎随时都会消失一样。 她的头颅渐渐扬起, 整个人因为剧痛而弯曲成了一张弓。 原因受血绝非人力可挡, 就像当初李明如说的那个变成妖兽的少年。 而此刻的林小鹿就是如此。 凶狠,暴虐, 试杀, 种种疯狂占据她的大脑, 如同潮水一般要将仅存的神智吞噬。 无尽的血色海洋中, 林小鹿的神智化作一片绿叶, 无助地飘荡着, 似乎随时都要被血海淹没。 原因受血并不是说毅力强大, 精神坚韧就可以抵挡,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人的范畴。 此刻, 林小鹿的皮肤已经开始渐渐融化, 整个人看起来争鸣恐怖, 好似一具血尸, 她张着嘴无声嘶吼着, 眼神中的神智也变得越来越吸收。 妹,妹, 无情的售吼声冲天起, 少年抱头嘶喊出最后两个字, 彻底崩溃。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她体内的一晶晶和胎息诀, 忽然同时开始运转, 就连平时只有睡着时, 才能修炼的折龙睡单弓, 也自行运转起来。 三大功法同时调动, 一时间林小鹿内力自行周天, 清凉的内力几乎是转瞬之间, 冲破身体所有大穴, 滋润四肢百骸, 疏通经络, 横扫一切不适, 最终更是纷纷上涌, 直入百会大学。 当一道仿佛来自远古的钟声 在脑海中响起, 接着林小鹿便感到一股清凉猛的打进意识, 仿佛黎明破晓一般, 生生撕开所有的黑暗, 照耀住她仅存的神志。 而此刻, 翠绿色的空间中, 一条青绿色的小蛇正盘旋在空中, 居高临下, 愤怒地看着苦苦挣扎的林小鹿, 区区凡人, 也敢窥探原因之呢? 你即便活下来, 也会彻底变成妖兽, 本作可不一样, 只要原因还在, 本作迟早可以重新修回巅峰, 到那时, 本作定要你神舟万劫不复。 冰冷高傲的话语说完, 小蛇便欲离开, 可它几乎是刚要消失, 原本已经快要化为妖兽的林小鹿, 却忽然身体一僵, 紧接着, 一股冲天的气浪便从她的身体周围爆发出来。 见到这诡异的一幕, 小蛇顿时吃了一惊, 以她活了百年的见识, 愣是没认出少年身上爆发出的气。 这特娘的是什么东西? 场中, 少年停止了挣扎, 安安静静地躺着, 好似睡着了一般, 小蛇则在她面前看着, 似乎是好奇她发生了哪些变化。 小蛇慢悠悠围着林小鹿飞了一圈, 结果却没什么发现。 而正当她有些疑惑不解时, 呲吼。 冲天的咆哮声突然响起, 原本倒在地上的少年忽然一跃, 一把抱住空中错愕的小蛇, 然后在她惊骇的目光中张开了血盆大口。 三个月后, 东海海岸边某沙滩处, 一个浑身, 只带了两枚银色手环的少年啪哒啪哒踩着海水, 来到了温暖的沙滩上。 海边阳光明媚, 清风微荡, 少年的被吹得一飘一飘, 潇洒至极。 少年名叫林小鹿, 不久前刚醒。 见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便继续往内陆地区走去, 她要去嘚瑟嘚瑟, 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达到了老牛逼近。 半个时辰后, 镇子上的人都去逃难了, 鹅梅和大唐梅打赢, 从一户没有人家的屋子里出来。 林小鹿身上穿着一件农夫的衣服, 好奇打量着空荡荡的小镇。 不知道自己沉睡多久的她, 此刻有些疑惑, 这个小镇也是属于大唐的, 不过此刻却没有一个平民, 同样的也没有尸体, 好像所有人都突然离开了一样。 难道大唐梅守住, 林小鹿挠了挠头, 然后身影一闪, 瞬间消失。 哄! 远处的一面土墙猛然破碎, 灰头土脸的她, 则猛逼地站着。 娘的, 忘了收尽了。 林小鹿拍了拍自己的脑瓜, 一脸尴尬, 自己现在还不太适应身体强度, 之前从八七大蛇肚子里 钻出来的时候也是, 因为急着上岸, 结果用力过渡, 差点在海底冲出小范围海啸。 毕竟现在的自己, 简直就是人形猿鹰妖兽, 如果不把握住力道, 很容易出事情, 像八七大蛇的个头, 都快赶上半个峨眉了。 那样的力气的大到什么地步, 估计都无法预计了吧? 场中, 林小鹿颇有些期待, 不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力气, 如果使出铁山靠啊, 铁头弓啊, 四两拨千斤啊, 这些武学, 招式得是什么样子? 真是想想都开心, 嘿嘿, 等干死东营, 以后就去找大师兄试试手, 他一定很愿意让自己是。 少年心情愉悦, 两手插都慢悠悠地跑出小镇, 奔着大唐的方向而去, 因为还不能很好控制速度的缘故, 当林小鹿到达营地位置的时候, 天色已经见黑, 而当他看到空无一人的营地时, 整个人直接就梦了。 场中, 安安静静地, 没有一点声音, 熟悉的帐篷, 士兵, 全都没有, 只有一片焦炭般的土地, 和夜晚微微吹过的风。 见到这一层废墟的营地, 少年心头一紧, 速度陡然加快, 化作一道流光飞奔冲出, 在地面留下长长的沟渠。 没过多久, 他就来到了滨海之城外的第二座城池。 这里的建筑什么的, 倒是还在, 只是城中依然无人, 空空荡荡, 俨然是一座空城。 林小鹿不坐停留, 继续飞奔。 终于, 在他来到第四座城池的时候, 他终于见到了人。 此时, 黑夜笼罩着的城墙上正驻扎着数名士兵。 而当林小鹿从黑暗中走出的时候, 士兵们纷纷如临大敌, 一支支弓箭也瞬间抬起, 死死对着他。 见到活人, 少年立刻狂喜, 摆着手大喊, 我是神州人。 城墙上的士兵闻言一愣, 随后中间有位士兵看清楚林小鹿的脸, 然后大惊失色。 小鹿上仙宁, 不是死了吗? 林小鹿。 城墙上, 士兵们见确实是林小鹿, 一个个纷纷大喜。 其中更有不聪明的士兵嚎啕大哭, 守护神州, 实在是好上线。 见那名士兵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林小鹿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夜晚, 城池中某处小面摊钱大叔, 再来一碗。 随着第28碗牛肉面放下, 林小鹿意气风发, 豪情万丈地大喊, 把四周围观他吃面的士兵看得嘖嘖称奇。 真不愧是小鹿上仙, 吃面的速度比阿一上仙快多了。 没错, 唐龙兄弟也远远不及。 兄弟们, 我发现了一个盲点。 有位士兵说道, 一个人的境界实力什么的, 其实很可能就是按照吃东西来划分的, 就像夜掌门也是嘴巴不停。 我上次听他跟陛下说, 他能一口气吃二十个大西瓜, 还不打嗝。 士兵们继续热烈议论, 林小鹿则把头埋在面碗里, 胡伦吞早班吃下第29碗牛肉面。 他已经把事情都问清楚了, 大唐和鹅眉并没有败, 而是打退了东营。 当初八旗大蛇被自己弄死以后, 黑云斋和掌门姐姐搏斗了整整一天一夜, 终于奋出胜负, 掌门姐姐赢了半招。 随后东营修士败北, 元气大伤, 黑云斋和东营剑胜退回东营。 可惜的是, 当时大伙为了对付八旗大蛇用尽手段, 没有余力将东营人全部歼灭, 让他们逃了一小部分, 不过情况也还好, 毕竟剩下的那小部分已经不足为据, 等神州这边战乱平定, 势必会打进东营本土, 如此血海深仇, 神州不可能放过他们。 而在和东营的战斗结束以后, 叶青鸾便率领峨眉修士, 和江宁以及铁甲营一起去了全真, 去对付那个什么万灵鬼母, 所以周围才见不到什么人。 场中, 林小璐一边哼吃哼吃吃面, 一边含糊不清地询问道, 大叔, 我死了以后阿宁是不是很伤心啊这个, 末将不是很清楚啊。 一位士兵挠着脑瓜子想了想, 然后开口说道, 当时战争结束以后, 末将看到吴构小师傅嚎啕大哭,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最后活活哭晕过去。 对的, 我也看见了, 一起哭的, 还有阿一上线。 唐龙兄弟也哭了, 只不过唐龙兄弟好像比较坚强, 没有他俩哭得那么夸张。 夜长们哭得也挺厉害的, 我听到他一边哭, 一边说什么师弟要骂死自己之类的话, 最后还掏出一枚芒果吃, 吃了八个芒果以后, 也哭晕过去了。 场中, 士兵们, 你一句我一句, 回忆着当时的情况。 陛下也哭了, 我看见的。 一位士兵突然夸张地比划道, 陛下当时, 对着八旗大蛇坠落的东海, 眼眶红了, 可是他却硬生生忍住了, 陛下当时因为悲痛而紧紧握拳, 手指把手心都给刺破, 整张手握得鲜血淋漓。 此话一出, 其他士兵纷纷惊讶, 一个个对江宁恭敬不已, 直说自己的陛下虽然不是男的, 但却比男的还要坚强。 小鹿上先, 您也要去全真骂一名士兵看着陛小鹿询问。 陛小鹿一边吃第三十碗面条, 一边点头, 要去的, 我现在已经突破到了老牛逼境, 肯定要去装装逼, 不然对不起我这段时间吃得苦。 此话一出, 士兵们纷纷惊奇不已, 他们对修仙者的境界之分并不是很了解, 但这个老牛逼境确实听着都牛逼。 不久, 随着第三十碗牛肉面下肚, 陛小鹿终于吃饱, 畅快地拍了拍小肚皮, 然后打了个长长的宝格。 而他刚吃完, 就有位士兵捧着一卷纸张小跑过来。 小鹿上先, 地图给您画好了, 您按照这上面的位置走, 就可以到全真。 哦, 谢谢大叔。 接过地图, 林小鹿乐哈哈地起身, 和士兵们打了个招呼之后便瞬间消失。 与此同时, 全真, 孟国俊成, 某厢房, 叶青鸾自打坐中睁开双眼, 然后摘下口中已被啃完的梨子。 他看了看一旁的床榻, 见原本在上面休息的姜宁不在, 便用神石一扫, 发现姜宁正坐在房屋外的阶梯上, 独自望着天上明月。 感知到他的心情, 叶青鸾叹了口气, 然后起身出门, 来到他身旁。 睡不着, 姜宁听到声音, 吸了下眼眶里的泪花, 扭头微笑, 喊了声鸾姐。 叶青鸾给他披了件衣裳, 然后在他身旁坐下, 从他借中取出一枚苹果, 吃个苹果吧, 终究是没忍住, 一滴一滴落在红橙橙的苹果上。 见少女哭得厉害, 叶青鸾心头微微一叹。 这丫头倔得很, 白天在人前, 永远是一副沉着冷静的模样, 铁甲银的士兵见到他, 也都会觉得有一种安全感。 仿佛只要这位女皇还在, 他们就什么都不需要担心, 而只有到了深夜, 他才会在自己面前, 流露出脆弱的一面。 哎,头疼, 小路没了, 阿赫也不知所踪, 估计是在战乱中烟消云散, 师弟要是回来, 肯定得痛骂自己一痛, 说不定水果都会被没收, 真是想想都心碎。 这万灵鬼母强大无比, 全真流掌门陨落, 蜀山、龙门、 茅山三宗掌门皆是重伤, 其中龙门的落中则掌门双面已瞎, 茅山的正掌门前不久虽然苏醒, 但身患残疾的他根本无力再战, 而光靠自己和江宁 根本对付不了万灵鬼母和恶道人。 现在全真的明月山已经被鬼王宗占领, 自己只能和茅山、蜀山、龙门、 全真等宗门一起退回到这凡间国都等待时机。 也不知昆仑那边怎么样了, 要是昆仑掌门和上官家主来一个, 自己也不至于这么为难。 安静的月光下, 叶清鸾被这些乱糟糟的事情搞得头疼, 两久, 他看了眼身旁默默流泪的少女, 邻家大姐姐似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鹿不在了, 我也很难过。 不过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 要不回头姐给你介绍个猛男江宁。 见这丫头梦了, 叶清鸾笑了一下, 笑音音地抱了抱她, 好了, 姐给你开玩笑的, 其实姐姐我跟你的情况很像啊。 月光下, 叶清鸾大咧咧地笑道, 你看哈, 我师弟不见了, 你的小鹿也不见了, 我的肩膀上有整个峨眉, 你也有一座大堂, 咱俩可都是妥妥的女汉子啊, 还是要打起精神来的。 闻言, 江宁没说话, 只是心里觉得怪怪的。 他听阿姨说过, 自己这位新任的鸾姐姐在刚得知李明如前辈失踪的时候, 可是一天能哭晕十八次的人。 帅帅鸾也是有和自己聊, 说叶清鸾是靠水果和眼泪修炼到原因的, 除双臂不在的正穿掌门以外, 她是正道原因倒数第一。 因此, 这段时间接触下来, 叶清鸾给她的感觉从来都不是什么女汉子, 而是一个实力强大的林家大姐姐。 阶梯上, 叶清鸾又掏出了一枚苹果, 香甜地吃了起来, 脸颊高高地鼓着, 可她似乎是想起了好久没见的湿地, 吃着吃着, 就忍不住落下两行青泪,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江宁笑道, 宁儿, 这枚苹果有点酸。 次日, 中午时分, 身无分文的林小璐看着面前卖煎饼的摊子, 整个人馋得完全走不动道。 经过半夜的奔波, 此刻的她已经离全真不远, 这还是她半路走错地方, 绕了远路的缘故。 她其实挺郁闷, 原因修饰都会得顺移之法, 自己完全不会, 八旗大蛇用嘴喷光束的那个能力自己也没有, 自己只拥有了八旗大蛇的力量和防御, 然后速度也有了质的提升, 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 赶路还是要靠两条腿跑, 这感觉逼个一下子降了好多。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一把年纪的小摊摊主马里的将一份煎饼用油纸包好, 递给一位客人, 客人接过煎饼后, 瞅了一眼脏兮兮的林小璐, 嘀咕一句, 哪来的臭药饭的便直接离开。 林小璐瞪了那客人一眼, 随后懒得跟他一般见识, 继续缠缠地看着煎饼。 摊主脸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低下头默默做着煎饼, 丝毫没有免费给他吃的意思, 毕竟天下乞丐这么多, 这少年有手有脚的, 自己这小本生意可不心施舍。 场中, 林小璐继续眼巴巴看了一会儿, 然后忍不住上前开口, 老爷爷, 我给你翻几个跟头, 你给我一个煎饼吃呗。 老人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林小璐无奈, 只好沮丧离开。 而他刚一转身, 就看到一个十七八岁左右的少女, 正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 少女穿着一身长裙, 五官精致, 面容娇好, 长发高高盘起, 显得很端庄。 林小璐见到这少女后愣了一下, 觉得这少女的眉眼五官有些眼熟, 但一下子又想不起来是谁。 他看了少女两眼, 便准备直接离开。 而这少女却忽然迟疑道, 你是小璐道长林小璐, 他见着少女居然真的认识自己, 瞬间一愣。 你是谁? 场中少女见真的是林小璐, 美目中瞬间充满了惊喜。 小璐道长您不认识我了我是王云啊。 一处典雅的茶楼之中, 林小璐对着满桌的美食风卷残云, 饿死鬼投胎式的胡吃海塞, 嘴角上都沾满了米粒。 而桌对面的王云则笑盈盈地望着他。 这么多年没见, 小璐道长还是这么能吃。 哈哈哈哈, 见笑。 林小璐一边疯狂往嘴里扒饭, 一边含糊不清道。 王云你变化好大, 我都没认出来你, 你居然都成亲了。 对啊, 我今年都十八了, 在我们这儿成亲都算晚的了。 说完, 王云看着还是那么俊俏的林小璐, 面色泛红道, 小璐道长还是那么好看, 一点都没变。 不过小璐道长你, 为何会这么穷啊? 你以前明明有那么有钱, 当时你买我家的腊肉, 你直接就给了我爹一顶金子。 今时不同往日啊。 林小璐一边啃着鸭腿, 一边解释自己要去全真的事情, 说完后还跟王云聊起了家常。 听王云说, 他的相公是个做药草生意的富商, 人品不错, 对他也很好, 上个月刚成的亲。 老实说, 王云的变化挺大的, 林小璐记得自己十三岁那年, 下山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傻兮兮的凡人小丫头, 现在看着成熟多了, 无论是打扮, 说话, 举止等一举一动都显得非常端庄, 给人的感觉就很舒服。 少年还是挺开心的, 和王云一聊, 就聊了小半个时辰。 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 随时来峨眉找我, 把我的名字到哪儿都好使。 街道中央, 林小璐在以为人妇的王云面前摆了摆手, 和他告别后便转身离开。 而王云看着那渐渐消失在街道尽头的少年, 微微一笑, 随后转身离去。 他并未把去峨眉寻求帮助的话语放在心上, 而这也确实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林小璐, 但他不知道的是, 在许多年后, 他的后人确实得到了林小璐的庇护, 用无垢的话来说, 这便是善缘了。 全真地界, 孟国国骏, 鼠山掌门司徒中虚弱地坐在椅子上, 右手颤抖个不停。 一旁的叶青鸾看了看他, 有些担心道, 司徒掌门, 您的伤势怎么样了, 还能恢复吗? 满头白发的司徒中摇了摇头, 目中满是唏嘘。 他的身后是两张椅子, 分别坐着双目失明, 眼睛上缠绕着燃血绷带的龙门掌门洛中泽, 以及还在昏迷的茅山掌门正川。 江宁跟往常一样, 看了看这三位年迈掌门的情况, 心中越发苦涩。 当初正掌门和洛掌门双双重伤, 全真的刘掌门更是当场陨落, 魂魄都被万灵鬼母吞噬, 只有司徒掌门以消耗受缘为代价, 用南鸣里火箭强行支撑了一段时间, 最终等到大唐和鹅梅前来支援。 而此刻万灵鬼母和恶道人已经突破间界, 彻底掌控全真。 叶掌门说, 如果自己这些人再死在万灵鬼母手里, 魂魄被其吸收, 那他就极有可能突破至天人镜, 到那时就真的没人能奈何得了他了。 可现在自己这边也根本不是对手, 万灵鬼母吸收了那么多魂魄, 其恐怖的实力已经完全超出他的认知, 半个月前他和叶青鸾刚来到全真时, 就曾远远地看见过万灵鬼母, 只一眼他俩就同时断定, 打不过。 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昆仑那边平定, 等昆仑掌门或者上官升过来, 只有他二人能和其一战, 不然。 场中, 司徒忠抬起不断颤抖的手掌, 目露沧桑道, 叶掌门, 将您闭下。 剑笑了, 南鸣里火箭反噬太大, 老夫现在这手, 现在已经连剑都握不住了。 闻言, 二女皆是目露悲痛, 尤其叶青鸾更是唏嘘不已, 司徒忠是他的长辈, 在他还是杰丹进修师的时候, 司徒忠就已经是原因了, 且是明满天下的第一剑修。 他是神周六大掌门中年纪最大的掌门, 比周末和上官升还大, 是跟叶青鸾的师父一个年代的强者, 所有掌门都很尊重他, 毫不夸张地说, 自己和臭师弟都是听着他的传说长大的。 传说, 当年蜀山有意资质平平的剑修, 天性刚正不阿, 一身正气, 炼剑百年时间最终已剑入道, 硬是以平常至极的资质, 修炼至原因境界, 这在神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 而司徒忠巅巅峰时期, 更是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所有宗门对蜀山剑修的看法。 当年因为他的横空出世, 蜀山的剑修甚至都不叫剑修, 而是被世人称之为剑仙, 像东营那个自封的剑圣, 在剑道造诣上就远远不及司徒忠。 可现在, 这位昔日的神周剑仙却已经连剑都持握不住, 这怎能不叫人唏嘘哀叹。 屋内, 叶青鸾正忧伤着, 外面忽然传来吵闹声, 二女一惊, 以为鬼王中的人来进宫了, 连忙就要起身, 结果却是蜀山的一位弟子跑了进来。 这位弟子叶青鸾有印象, 叫谭松磊。 此刻, 谭松磊的脸上鼻青脸肿, 边走边刺鼻血, 随着奔跑, 鼻血洒了一地, 一进门就对着司徒忠告状, 掌门, 我被人打了。 司徒忠文言翻了个白眼, 冲叶青鸾和江宁抱歉一笑, 随后才看向自己这心思单纯, 但却天赋异禀的小弟子。 你又惹了什么事弟子这次真没惹事。 谭松磊一脸委屈到, 弟子在和文竹师妹练剑, 然后就看到一个猛追眼的瞎眼少年说, 弟子的剑决不入流, 弟子气不过就跟他单挑, 然后就被暴打了一顿。 此话一出, 叶青鸾瞬间尴尬, 他知道, 这傻小子遇上阿依了。 阿依也是, 都下凡这么久了, 这喜欢说大实话的毛病, 怎么还是改不了? 他面露苦笑, 连忙对司徒忠致歉, 司徒掌门抱歉, 是小女子教导无方, 小女子这就去抽那个宰种。 说着, 他就掏出狼牙棒, 准备去抽阿依, 司徒忠笑了笑, 连忙阻止。 可他刚拦下叶青鸾, 门外就又有一人跑了进来, 此人是个少女, 身材高挑, 个头比姜宁还要高尚少许, 只是现在半个脸颊高高肿起, 令他看起来有些滑稽。 叶掌门, 你们峨眉弟子太欺负人了, 我的脸都被抽肿了。 场中, 叶青鸾一脸猛逼地望着全真的欧阳瑞雪, 这女娃娃她也有印象, 全真内门弟子中, 最有天赋的少女, 性格彪悍至极, 杀法果断, 似乎肿着高高的脸, 一脸气愤地告状道, 我全真掌门陨落, 在下正在刻苦修炼, 想着有朝一日为掌门报仇, 结果遇上一个奇怪的男的, 说什么, 自己是以德夫人帮的, 见我修为不俗, 想和我切磋武艺, 结果用一根奇怪的棍子, 一棍就把我的脸打肿了, 下手特别黑, 一点都不怜香惜玉。 叶青鸾, 唐龙什么时候加入以德夫人帮了, 不是这些小家伙都怎么了, 林小璐不在了, 叶青鸾一时间头痛不已, 招呼了一声, 江宁就出了门, 而二女刚走到门外, 就看到一个持我鱼竿的少年横飞出去, 一头栽倒在地上, 这不是龙门的叶命吗? 精致典雅的小院中, 围满了各个宗门的内门弟子, 此刻持我鱼竿的叶命倒在地上, 哼哧哼哧地爬不起来, 而打败他的人, 正是一身洁白僧衣的无垢。 叶青鸾彻底猛了, 怎么无垢都开始跟着胡闹了, 场中, 在所有内门弟子的围观下, 帅帅鸭背着小翅膀, 一脸嘚瑟地来到场中, 然后看着所有人大声怒喊, 还有谁? 说吧, 你们在闹什么? 房间内, 叶青鸾抱着胳膊坐在床边, 气愤地看着面前三个少年。 阿一, 吴够, 唐龙三人各自站着, 或抬眼望天, 或低头看地, 还有一个干脆闭目念惊, 而正中央被抽成狗的帅帅鸭, 则擦着鼻血哼道, 本鸭正在带他们修行实战, 为对付鬼王宗做准备。 叶青鸾文言, 差点没被气死, 踢着狼牙棒, 咬着牙道, 修行实战, 那你为何不让他们去和各宗门的真传弟子切磋, 或者去找长老, 因为他们打不过。 屋内, 帅帅鸭养着脑瓜横倒, 我老大死了, 我现在就是以德福人帮的第二任帮主, 辅佐帮那兄弟, 成才是我的责任, 傻妞儿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一大把年纪了, 成天除了吃就是睡, 本帮主都不惜地说你, 赶紧找个人嫁了, 才是正事。 叶青鸾都听冷了, 他看了看帅帅鸭, 然后扭头看向江宁, 宁儿, 去给姐着口过来。 江宁温柔一笑, 好的鸾姐。 帅帅鸭文言吓了一跳, 刚要大叫救命, 房间却忽然震战了一下。 众人一愣, 接着所有人毫不犹豫冲出房间。 此刻, 郡城之中, 峨眉、 蜀山、 全真、 龙门、 茅山, 以及大唐的铁甲营, 整整六大势力迅速集结, 其中各个宗门的真传弟子, 更是瞬间寄出各种法宝, 一个个飞身到郡城上空, 将整片天空占满, 如临大敌般看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全真宗门明月山。 而在这足足四千多名真传弟子, 以及近五十名杰丹晋长老组成的庞大队伍前方, 司徒中迎风而立, 目如历剑般看着明月山上的黑色乌云。 此刻, 巨大的黑色乌云覆盖住整个全真, 完完全全笼罩住了大山, 且隐约间可以看到, 乌云中密密麻麻布满了猙獰嘶吼的厉鬼面容, 那些正是被万灵鬼母吞噬的魂魄。 不要杀我我不想死, 正是九五之尊, 东宁贼寇, 正会怕你荒唐。 妖孽, 老身今日就跟你同归于尽。 娘你在哪? 我好害怕, 无无。 无数或哀怨或愤怒或恐惧的声音自乌云中散开, 那些都是怨铃生前的话语, 音量万千, 直听的修士们头皮发麻, 就连叶青鸾这样的原音大能都被这数以万计的怨铃声音搞得脸色苍白, 身子更是因为恐惧而止不住地哆嗦起来。 而在那地狱一般的黑云之上, 还站着一个身穿道袍的中年男子, 居高临下望着所有修士, 正是鬼王宗现任宗主恶道人。 骏城天空中, 叶青鸾扭头对所有修士大喊, 所有人都把耳朵堵上, 这声音会影响心智。 修士们一听, 连忙用早已准备的棉花堵住耳朵, 以此来降低怨铃发出的声音。 乌云之上, 恶道人看着这一幕后冰冷一笑, 几位掌门, 你们准备好上路了吗? 最前方的司徒中没有说话, 拼尽全力控制住不断哆嗦的右手, 然后强行取出一把剑, 目中满是战役。 见到这一幕, 恶道人顿时不屑吃笑, 司徒, 你太老了, 一个连剑都拿不稳剑仙, 你如何跟平道斗? 你们所有人都会成为万灵鬼母的养料, 到那时, 万灵鬼母便会突破原因, 成为三百年来第一个天人镜。 此话一出, 所有人脸色大变, 而帅帅鸭更是目露凝重, 一双鸭眼中满是苦涩。 自己要不跑吧, 这瞅着好像确实打不过呀, 要不回峨眉把小月带走, 然后找个地方带她躲起来闭关, 等过个两三百年, 小月儿修到天人以后出来, 再给所有人报仇, 一时间, 帅帅鸭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而在修士们对阵鬼王宗之时, 孟国国度之外, 一个正在飞速急行的少年, 生生停下了步伐, 看着面前一身白衣的少女, 满脸好奇。 啊喝, 你怎么在这少女也是猛了, 双目一眨不眨地盯着少年, 小鹿师兄, 你, 你没死孟国边境, 某客栈? 事情就是这样, 我把八旗大蛇吞了, 现在已经达到了老牛逼境, 掌门姐姐估计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敢信吗, 阿赫十七岁的原因? 老大当年估计都没有我厉害, 哈哈哈哈。 饭桌上, 阿赫全程呆滞地看着林小鹿, 看着他在那胡吃海塞, 一语都发不出来, 整个人都仿佛死了一样。 啊喝,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被我的强悍吓猛了? 嘿嘿, 也能理解, 毕竟师兄我的本事已经超过了你的想象力, 但是阿赫你还是要找些习惯啊, 毕竟以后说出去, 你也是我学手人图的师妹, 可不能这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会被别人笑话的。 说完, 再次吃饱的林小鹿放下筷子, 一脸满足道, 走吧, 咱们去全真找大家。 饭桌上, 阿赫猛猛地点了点头, 但随后忽然惊醒, 然后一把抓住林小鹿的手。 林小鹿, 他疑惑地看了看自己, 被阿赫牢牢牵住的手, 目中闪过一丝奇怪, 阿赫你怎么了阿赫脸色一僵, 随即支支吾吾地开口道, 师兄, 我是被八旗大蛇的鱼波震伤的, 现在伤势还没好, 你能不能陪我休息一天, 等我伤好了再上路林小鹿闻言不解, 疑惑地看了看阿赫的脸色, 你这也不像受伤的样子啊, 皮肤很好, 细腻红润有光泽, 而且, 这里离全真已经不远了, 再过几个城池就能到。 说着, 林小鹿在阿赫面前转过身, 背对着他蹲下。 你要实在不舒服, 那我背你去吧, 很快的。 客栈内, 阿赫看着林小鹿的后背和后脑勺, 整个人显得有些蠢蠢欲动, 右手手掌更是捏了又松, 松了又捏, 似乎是在犹豫什么。 而林小鹿见他迟迟没有反应, 便催促道, 快点上来吧, 我只背过我妹妹和阿宁, 今天便宜你了。 话音刚落, 林小鹿就听到扑通一声轻响, 他扭头一看, 发现阿赫已经一头栽倒在地, 双目紧闭, 嘴角更是溢出了血水。 所以说, 原因妖兽和原因修士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就比方说林小鹿, 现在的他根本不能像修士那样用灵力给人疗伤, 只能老老实实给阿赫开了间香房。 中午时分, 阿赫从房间内悠悠醒来, 林小鹿正在一旁扎马步。 见阿赫醒了, 他挠着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 抱歉阿赫, 我没想到你真的伤得那么重, 对不起。 阿赫埋在被窝里, 脸色惨白地冲他笑了笑, 小鹿师兄, 你能出去一下吗? 我想看一下我的伤势, 你应该看出来了, 我受伤的位置是胸口, 你在这里, 我不方便。 林小鹿闻言恍然大悟, 呕了一声后, 非常自然地起身离开。 他在门外无所事事晃悠了一会儿, 没多久, 便再次听见屋内传来声音, 小鹿师兄, 你进来吧。 林小鹿进屋, 看着坐在床边的阿赫关心道, 师妹你的伤势怎么样了老师兄挂念, 阿赫伤得不重, 下午应该就能赶路。 阿赫微笑道, 闻言, 林小鹿也就放了心, 他大咧咧在桌边一坐, 嘻嘻哈哈道, 等到了全真, 师兄就让你见识一下老牛逼近的厉害, 我跟你说, 我在八旗大蛇肚子里的时候可猛了。 当时, 房间内, 林小鹿会声晦涩地向少女讲述自己的经历, 表情夸张, 肢体语言丰富, 阿赫则安静地听着, 脸上也是一副笑意盎然, 很感兴趣的模样。 说着说着就开始吹牛皮, 而正当他吹到一半时, 阿赫忽然起身, 温柔地给他倒了杯酒, 师兄, 你陪我喝一杯吧。 少女有些突兀地倒酒, 让林小鹿微微一愣, 随后他身子前倾, 看着阿赫几乎完美无瑕的脸, 好奇道, 师妹, 原来你也懂活血化鱼之法呀。 啊赫, 哈哈哈哈, 逗你玩的。 林小鹿大咧咧地接过酒杯, 笑道, 啊, 我发现, 自从你不缠着我以后, 你也就没那么讨人厌了。 少女盈盈一笑, 看着他将酒水一饮而尽, 随后少女自己也端起酒杯, 然后在喝酒的时候, 用洁白的衣袖遮住脸, 将酒水尽数倒进了那截之中。 桌上, 林小鹿喝完酒, 继续大咧咧地傻乐道, 咱们得快点去全真了, 到时候把鬼王宗那些人打死, 然后回家。 阿赫扶在桌上, 笑眯眯地看着他。 两酒, 他诱人的红唇微微一翘, 林小鹿, 我没有家。 少年文言一愣, 诧异地望着少女。 少女也目录玩味地望着他, 眉目之中闪烁出一丝冰冷, 然后啪。 一声脆响, 阿赫的脑瓜被林小鹿抽得一歪。 你刚才喊我啥? 阿赫捂着脑瓜愣了半天, 见他还要抬手, 连忙纠正道, 小鹿师兄。 哼, 这还差不多。 林小鹿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随后继续对他笑道, 阿赫你别多想, 虽然你挺讨人厌的, 但我妹妹, 童儿, 阿姨, 还有妙心师姐她们, 还是很喜欢你的, 不要因为自己长得丑就自卑, 就像阿宁也不是很漂亮呀, 但我就是很喜欢她, 主要是因为, 阿宁的品性, 很值得人敬佩。 所以, 你跟我们这么优秀的人在一起, 不要有太多压力, 我们都是很讲义气的。 等回头老大回来以后, 我就跟他说说, 让他给你找一个猛男, 不过你别抱太大希望, 毕竟像你师兄我这么掉的奇男子。 这世间, 估计也找喋喋不休的话语说到一半, 忽然戛然而止, 林小璐身躯僵住, 嘴巴颤了颤, 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少女。 这是最后一滴是仙草毒, 天上所赐。 阿赫看着已经说不出话的林小璐笑道, 大半瓶给了你师父, 剩下的, 在我为夜清完泡脚的时候, 给他滴了几滴进去, 因为想不出合适的理由, 让他内服, 所以, 只能用这种方法, 让他晕厥一会儿, 玉瓶里还剩几滴, 我原本以为用不到了。 好在姐姐保佑, 让我遇到了你。 房间内, 阿赫抬起手, 用冰凉的指尖, 轻轻抚过少年僵硬的脸, 目中一半冰冷, 一半柔情, 小璐君, 东宁羽公, 向你问好哗啦。 林小璐陡然站起, 双目满是血丝地瞪着他, 可下一刻, 他就感到自己浑身经脉堵塞, 内力被封, 紧接着一阵天摊地线, 一屁股坐下。 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双目死死盯着阿赫, 可没过多久, 他就彻底支撑不住脑海中的晕眩, 两眼一黑, 然后哐的一声翻倒在地。 房间内, 少女看了看脚下安详昏睡的林小璐, 两久, 他转手看向窗外。 不知何时, 窗外下雪了, 静谧的雪花, 仿佛天地间洁白的精灵, 熙熙攘攘, 姿态优美地从天而降, 似是要遮盖住世间所有的黑色。 他默默地看着雪景, 凉酒, 红唇微翘, 拖着雪白的下巴, 目光回味, 对着已经睡着的少年轻声说道, 听姐姐说, 我来神州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个大雪天。 十五年前, 神州, 天南静, 娃娃清脆的哭声在白茫茫的雪山中响起, 吸引了一位身穿破烂道袍, 手持圆形扁平酒壶的老人。 老人闻声而来, 在被厚血堆积的松枝堆中, 发现了一个嗷嗷大哭的女婴。 这谁家这么狠心, 把这么小的娃娃丢这儿, 真是造年。 老人唏嘘了一番, 抱起躺在墙堡中的女婴, 见她小脸冻得发紫, 想了想, 她给女婴倒了一滴酒下去。 这本来只是老者的恶趣味, 谁知女婴沾了酒以后, 立刻就不哭了, 把老者看得哈哈大笑。 老人抱着婴儿, 一边用灵力为她供暖, 一边在原地等待女婴的父母出现, 结果整整一个月过去, 都没有人再来。 老人无奈了, 年迈的她, 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女婴, 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她在大雪天中对女婴笑道, 老夫出生野狐, 一生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 本想一个人赤条条地走, 没想到晚年遇上了你, 这么个小家伙。 哈哈哈哈, 老夫有孙女罗老人开心地带女婴回到住处, 将她收为人生中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弟子, 并因这女婴从小身体不好, 体弱多病, 一副容易夭折的模样, 故老人为她取名阿赫, 盼望她今后能像仙鹤一样延年益寿。 而对于这女孩的身世, 性情洒脱的老人也丝毫没有隐瞒, 在女婴懂事以后便直接告诉了她, 阿赫, 为师不给你取姓, 是因为你的爹娘下落不明, 为师小时候就是孤儿, 是无姓之人, 所以便换你阿赫了, 倘若以后你找到家人了, 就跟他们姓就好, 这人啊, 终究是要有根的。 那年, 已经五岁的阿赫听到自己的身世, 并未有什么反应, 反而乃生乃气地对老人回应道, 师父, 阿赫不要找爹娘了, 既然他们不要阿赫, 那阿赫就跟师父宁在一起, 性是什么的, 我才不稀罕。 闻言, 老人心里暖暖的, 但他还是故作严肃地板起脸道, 那不行, 你爹娘当年应该是遇到难处了。 老人在五岁的阿赫面前蹲下, 扶着他幼小的肩膀疼爱道, 阿赫你要记住, 不管是做人, 还是做仙, 都要做到以德抱怨, 宽恕他人的过错, 要多替别人想一想, 这人间啊, 终归还是好人多的。 师父小时候命苦, 没有姓氏, 活了两百多年, 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师父不希望阿赫也没有姓氏, 所以对于你的亲生父母, 如果今后有机会遇见, 阿赫一定不要责怪他们, 明白吗, 人间自有真情在。 哦, 女孩点了点头, 尚且年幼的她, 在心里深深记下了, 人间自有真情在这句话。 之后的几年中, 老人将一生本事倾囊相授, 而让老人惊喜的是, 阿赫是个十足的修行天才, 学什么东西都很快, 他的修行天赋, 即便是比起神舟六大道门中的天骄, 也是不遑多让。 老人平时在山中深居简出, 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 他每次喝大了, 都会宠溺地看着阿赫大笑, 说老天爷眷顾, 让他得到了人世间最好的徒弟。 阿赫自然也是对老人尊敬有加, 把他当作自己生命中唯一的亲人, 那十几年的时间中, 他们师徒俩相依为命, 过上了一段虽然枯燥, 但却非常幸福的时光。 然而, 那时候的阿赫还不知道, 自己的身世, 是有多么的黑暗。 而自己爱戴的师父, 从一开始, 就是一枚棋子, 一枚早在十五年前, 就被利用的棋子。 为的, 就是师父一生中唯一的酒友, 峨眉李明如。 那一年, 依旧是大雪天, 山里来了一对奇怪的人。 具体的细节, 阿赫其实已经很模糊了, 只知道最后, 师父倒在了血泊中, 真爱的酒壶破碎, 晶莹剔透的酒水, 混合着新红的血浆, 一同洒在了洁白的雪地上, 看起来分外刺眼。 当时, 他看到师父躺在血泊中, 用最后一丝力气, 对他呢喃着, 快, 跑, 去, 峨眉, 找。 十五岁的阿赫, 哭喊着, 要为师父报仇。 但随后, 他看到来人中有一个戴着面具的少女, 少女微笑着跟自己说, 好久不见了, 我的妹妹。 在那之后, 阿赫的记忆就缺失了一部分。 在他的记忆中, 师父是为了去某个危险的地方, 去寻求寿源上的突破, 结果不幸惨死在妖兽口中。 而师父留下的遗嘱, 就是让他去峨眉, 找李明如拜师。 这一番假中待真的记忆, 混合在他的记忆中, 让他挡下了叶青鸾的冥魂树。 而从未离开过师父, 从小到大都很少见到生人的阿赫, 再来到峨眉的第一天, 便对一个叫林小璐的少年, 产生了一种异样的熟悉感。 这种熟悉感, 也让失去师父后孤苦伶仃的他, 在峨眉感受到了第一份温暖。 他开始下意识地接触这个少年, 好奇他的一切, 关注他的一切, 最终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情绪, 并觉得这个少年是除师父以外, 自己唯一的亲人。 直到在峨眉平稳过了一年, 待所有人都习惯了他的存在, 且对他的身世深信不疑之后, 他的记忆才完全恢复。 而在那之后, 他也才终于明白了一切的真相。 他不叫阿赫, 他的名字叫宇宫千代, 依邪纳美血统的继承人? 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 包括每隔十五年开启一次的皇天圣楼。 他和异卵同生的双胞胎姐姐宇宫千岁, 在婴儿时期就受密法互换了一部分灵魂。 人有三魂气魄, 他的一魂一魄在宇宫千岁那里。 同样, 宇宫千岁的一魂一魄在他这里, 姐妹俩受密法, 而灵魂双生。 小时候的他之所以体弱多病, 实质上是因为互换魂魄, 魂伤还未痊愈的缘故。 而自己真正的家乡东营, 把自己安排在神州的原因, 实际上也是为了下一盘惊天动地的大棋。 其实, 早在十五年前, 东营就盯上了皇天圣楼, 并且做了两手准备。 要么, 自己的姐姐宇宫千岁夺得天丛云剑, 杀光所有神州天骄。 要么, 宇宫千岁失败, 随后天皇陛下便会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其当场击杀, 让宇宫千岁在这世上消失。 然后由自己这一枚早在十五年前就插进神州的棋子, 来对付那个最终传说, 李明如。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神州人, 自己从小便被安排在神州长大。 为了让自己有合适的败入李明如门下的理由, 东营多方收集情报, 最后认定深居检出, 且和李明如是故交的北川老人, 最为合适, 便特意将当时还是婴儿的自己, 放在她的必经之路上。 而且, 为了让自己不会因为在神州长大而感情用事, 不受控制, 自己从小便和姐姐互换了一部分灵魂, 且姐姐的那部分灵魂被养魂咒束缚, 即便姐姐去世, 那部分灵魂也不会消散, 而是被一直封存在自己体内。 直到败入峨眉一年以后, 天竺来饭, 整座峨眉只剩下李明如一人时, 陛下才找到机会, 开启了属于姐姐的那部分灵魂。 也直到那一刻, 她才彻底觉醒过来, 然后用姐姐的记忆, 灵魂, 视觉, 来完成任务。 可以说, 这场烽火期早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 而自己就是第一枚棋子, 也是最重要的一子。 大雪纷飞的客栈厢房内, 少女看着窗外飘荡过的雪花, 对着脚下的少年自嘲笑道, 小鹿, 我也是在前不久, 觉醒了姐姐的记忆后才明白,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那种奇怪的亲切感, 熟悉感, 其实是姐姐的那部分灵魂所导致。 当时, 你在黄天圣楼, 和姐姐结下了血海深仇, 姐姐的怨念很重, 刻进了灵魂里, 这也间接影响到了我, 所以, 在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 才会有那种奇怪的, 似曾相识的感觉。 说到这里, 阿赫目露泪花, 自嘲笑道, 我估计, 陛下他们也不会想到, 我会把姐姐对你的恨当作喜欢, 然后稀里糊涂就喜欢了你这么久。 说完, 他红肿的眼眶滑下眼泪, 然后看着脚下还在昏睡的少年, 手中缓缓亮出一把短剑, 正是当初羽工千岁取得的那把天丛云剑。 他看着林小鹿, 眼泪在眼眶中来回转动, 轻道, 你师父是被我送到东营的, 那时候, 我已经拜入峨眉一年了, 他非常相信我, 毫不犹豫喝下了满世世仙草的酒, 夜掌门的法器也是被我破坏的, 我用你的头发设法装扮成你的样子, 给他端了洗脚水浸身, 他一点都没有怀疑, 反而夸你懂事。 峨眉真的很好, 每个人都很好, 但是我控制不住, 因为姐姐的灵魂在我身体里, 我曾经真的好喜欢你, 但我现在真的控制不住地恨你, 我要你死, 林小鹿, 我说过, 我一定会杀了你。 屋内, 原本悲痛欲绝的阿赫, 忽然化作当年羽工千岁的猙獰模样, 厉声咆哮地扑向林小鹿, 手中的天丛云剑更是笔直, 刺向他的胸膛, 扑哧, 炽热的泄花飞洒, 见射到阿赫猙獰的脸上, 似乎是感受到了血浆的温度, 阿赫微微一愣, 猙獰的表情也渐渐恢复, 猛猛地看着林小鹿, 地板上, 落到一半的天丛云剑, 被林小鹿牢牢攥住, 血浆洒得到处都是, 阿赫在上, 林小鹿在下, 四目相对, 一时间仿佛回到了黄天圣楼, 林小鹿和羽工千岁, 最后在空中厮杀的时候, 那时候他俩也是这么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当时二人之间还隔着漆黑的铁链, 而此刻的二人中间隔着的则是天丛云剑, 这画面仿佛有了些因果的意思, 咔嚓, 阿赫正愣着, 神器天丛云剑却直接被林小鹿用蛮力给捏碎, 随后, 他嘴角一歪, 露出一个邪魅眷狂的笑容, 什么神器天丛云剑, 老子现在可是堂堂老牛逼近, 想打哪个打哪个, 一段时间后, 满目狼藉的房间中, 林小鹿甩了甩手中的血, 然后对着床榻上安静坐着, 闭目等死的阿赫道, 还好你废话特别多, 不然我可能真要被你弄死了, 其实林小鹿倒下没过多久就恢复了, 估计是那个什么世仙草, 主要是用来对付休闲者的, 对他这样的舞者用处比较有限, 而且他的体格又堪比巴奇大蛇, 所以才能恢复得那么快, 当时他醒了以后, 就听到阿赫在那儿嗶嗶刀, 然后他就想起来, 不过虽然醒了, 但身体的经脉还被堵着, 一时间动不了, 只能一边听他嗶嗶, 一边努力用内力恢复身体, 而最后, 他拿剑刺下来的一瞬间, 林小鹿也终于咬牙冲破堵塞的经脉, 这才逃下一命, 屋内, 林小鹿转悠来转悠去, 想找个趁手的家伙送他上路, 不过一时间又不知道用啥, 一巴掌把这家伙抽死太便宜他了, 自己要找个厉害点的, 林小鹿晃悠了一圈, 没找到趁手的家伙, 想了想, 忽然觉得, 要不自己先把他打残, 然后带回去交给掌门姐姐, 让他来解决, 算了吧, 掌门姐姐估计不怎么会杀人, 自己得找个凶一点的, 场中, 少年一脸纠结, 而床榻上的阿赫却突然睁开双眼, 看着他冷笑, 怎么你舍不得杀我, 嗯, 有点, 啊不是, 林小鹿一脸大魔王的模样吓唬道, 我只是在找趁手的家伙, 你不要以为我会放过你, 你完了, 我跟你说, 我今天肯定弄死你, 你等着, 我这就来为你吃屎, 把你噎死, 听着林小鹿傻兮的话语, 阿赫的眼神呆滞了一下, 随后语气放缓, 看着面前的少年道, 小鹿,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帮我以后, 我就自我了断好不好, 我知道你重感情, 下不去手, 我不劳烦你, 那不行, 林小鹿板起脸, 装模作样道, 阿赫, 虽然你的身世很凄惨, 但我们终究还是敌人, 这次要不是我到了老牛逼境, 我就死在你手里了, 我就一个小要求, 阿赫说完, 忽然往地上一跪, 跪在林小鹿面前, 抬起脸要求道, 我知道我逃不掉了, 但你就当对我体内阿赫的那部分, 发发慈悲, 带我去天南, 去我师父的墓上好不好, 我想随师父而去, 我就这一个要求, 天南离这里不远, 不行不行不行, 林小鹿脑瓜直摇, 你这个女人诡计多端, 我才不会信你, 我太话未说完, 阿赫忽然抬手, 奋力一掌轰在自己咽喉处, 扑, 少女一口血浆喷出, 把林小鹿看得一猛, 而阿赫似乎还嫌不够, 再次抬起两根鲜鲜玉脂, 对着自己美丽的双眼, 毫不犹豫就插了进去, 林小鹿猛了, 彻底猛了, 她看着倒在雪坡中的少女, 一时间一句话说不出来, 这女的有大病吧, 对自己下手都这么狠, 此刻, 少女满脸鲜血, 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无力地对她抬起胳膊, 张开鲜血淋漓的手掌, 那上面是两枚血淋漓的眼珠子, 她挣扎着物业道, 小鹿师兄, 其实, 一开始, 我是准备自己去天南的, 这里离天南不远, 是必经之地, 我没想到会遇到你, 我知道, 我活不了了, 但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你送我过去好不好, 我想, 和师父死在一起, 你看, 我已经废了自己, 眼珠子也没了, 我没办法再害你了, 你背着我去好不好, 你速度那么快, 耽误不了多久的, 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了, 小鹿师兄, 你发发慈悲, 就当是, 看在我们师兄妹一场, 小鹿师兄, 阿赫, 求你了, 孟国, 边城客栈外, 雪花落得很大, 在地面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 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一片雪白, 林小鹿背着奄奄一息的阿赫, 飞速在雪上急行而过, 全城没有留下一面脚印, 对于阿赫的最后要求, 他有过一段时间的纠结, 但还不知道, 皇城已经开站的他见这里的城池, 都还完好无损, 客栈什么的, 也都正常开着, 顾觉得全真那边应该问题不大, 而且想着, 自己都在八七大蛇肚子里待了三个多月, 也不差这点时间, 现在跑得又快, 也就答应了阿赫的要求, 全当是给死刑饭吃最后一顿, 飞快急行中, 林小鹿叹了口气, 其实他也不知道, 自己这么做对不对, 阿赫的事情他里清楚了, 现在的阿赫, 其实就好像一个疯子, 体内有两个灵魂来回切换, 然后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况下, 做了很多恶事, 而面对这种情况, 他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也不知道如果放在凡间, 按照律法会如何评判这样的疯子, 正与邪, 白与黑, 从来都不是绝对存在, 对于阿赫这枚棋子, 他自然很恨, 但他更恨的是他体内与公千岁的那部分灵魂, 以及背后的布局者, 也因此, 他不是很愿意动手杀阿赫, 如果可以让他自行了断, 林小鹿觉得是个比较不错的结局, 雪越下越大了, 双目失明, 眼窝里只剩下两个血窟窿的阿赫, 浮在林小鹿肩上, 呼吸微弱地说道, 小鹿师兄就一直往北跑, 以你的速度很快就能到了, 谢谢你。 飞速前进之下, 林小鹿难得地没再开玩笑, 而是一边前进一边问道, 虽然挺傻的, 但我还是很好奇, 你和羽公千岁平时都是谁在主导啊? 如果你没有受羽公千岁的那部分灵魂影响, 只是单纯得知自己的身世, 还会为东营做那么多恶事吗? 肩膀上, 阿赫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过了好一会儿, 他搂着林小鹿脖子的手紧了紧, 声音中满是自嘲地说道, 小鹿师兄, 我的一生都是被人安排好的, 没有幻想如果的权利, 不过, 师父没有骗我, 他跟我说, 人间自有真情在, 小鹿师兄愿意帮我完成最后一个心愿, 我很开心。 林小鹿抿了鸣嘴, 在雪地上的速度再次加快, 是啊, 不管是谁在主导,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阿赫必须为他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哗, 一声轻响, 踏雪无痕, 共计八百多里地的路程, 在林小鹿的全速急行之下, 只用了一个时辰便抵达了目的地。 在阿赫的指引下, 淋了一头雪的林小鹿背着他, 来到了一处静谧的雪山后侧。 场中, 林小鹿身姿一跃, 掀起漫天雪尘飞到山体中段, 随后内力环扫之下, 积雪退散。 果真在松树林中, 见到一座石碑, 和阿赫所说的分毫不差。 看着墓碑上雕刻着的家师北川老人之墓几个字, 林小鹿对背上的少女轻道, 道了。 小鹿师兄, 放我下来吧。 林小鹿将血迹斑斑的少女抱下, 放置在了墓碑旁, 他已经看不见了, 只能抬起手轻轻摸索, 待摸到墓碑上的字体后, 温柔一笑。 小鹿师兄, 这座山, 就是我的家。 厚厚的积雪中, 阿赫拖着鲜血淋漓的身子, 在地上摩擦出刺眼的血痕。 他抱着墓碑道, 从我进入神州的第一天, 我就是在这里的, 今天, 我依旧还在这里, 小鹿师兄, 谢谢你, 给了罪孽深重的, 我最后的温柔与尊重。 墓碑前, 林小鹿安安静静地站着, 低着头, 眼眸也搭拉着, 不敢看惨不忍睹的少女。 梁九, 他闷着声音道, 我已经带你过来了, 阿赫尼, 死我了断吧, 你害死了太多人, 你不死, 对其他人不公平。 嗯嗯嗯。 少女挣扎着爬起身, 站在墓碑前, 抚摸着冰凉的石碑, 脑海中闪烁着小时候和师父一起修炼的点点滴滴, 回忆着那个总是疼爱自己, 一把年纪, 还让自己骑在他脖子上, 带着自己跑来跑去, 逗自己开心的师父。 片刻后, 他忽然笑了, 扭头对林小鹿笑道, 林小鹿, 你知道吗? 你带我来的时候, 鬼王宗正在和所有人开战, 你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林小鹿, 轰隆。 此话一出, 霹雳, 整个人直接呆愣在原地, 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双目失明, 满身血迹的少女。 而下一刻, 他就瞬间怒吼出声, 羽公千岁。 怒到极点的林小鹿, 瞬间爆起, 闪声来到阿鹿面前, 抬手就是一拳。 Po! 滚烫的血浆喷涌出, 洒在了少女身后的石碑上。 阿鹿身子一颤, 发丝微荡, 脸上的笑容却显得越来越凄美。 林小鹿眼神颤抖, 感受着自己插在他腹中的胳膊, 整个人愤怒不已地看着他, 历声怒斥。 你们东营人真的是死性不改。 腹部被穿, 一身血色长裙的阿鹤, 身子一软, 趴倒在林小鹿怀里。 他抓着林小鹿的衣服, 自言自语地呢喃着, 姐姐, 你想做的最后一件事, 你做到了, 求求你离开我吧, 我真的不想再信羽公了。 好吗? 虚弱的话语说出, 林小鹿怒火中烧的双目, 忍不住一颤。 而阿鹿则缓缓地抬起头, 用已经不成人形的面容对着他, 微笑道, 如果可以死在小鹿师兄手里, 对真正的阿鹿来说, 是最好的结局了呢。 大雪纷飞之下, 林小鹿皱眉看着少女, 片刻后, 其颤抖的双目猛然一宁。 哗! 漫天风雪, 整个天地入木皆是雪白, 已经不成人形的阿鹿, 终于微笑着倒下, 带着羽公异足, 和林小鹿的纠缠倒下。 那一刻, 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宠爱自己一生的老人, 再冲自己招手。 那一刻, 他终于能够脱离羽公千岁的掌控, 在另一个世界, 做真正想做的自己。 那一刻, 他不用再背负羽公之性, 他可以永永远远地做阿鹤了。 少女倒在了石碑前, 朝着天空, 感受着雪花落在脸上的冰凉, 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小鹿师兄, 我的人生很短, 短的, 只能感受一次悲欢离合。 我的人生也很长, 长的, 可以品味一段爱恨情仇。 阿鹤, 东营, 庭院内, 老者看着已经灭掉的烛火, 惋惜地叹了一声, 将棋盘上一枚中央位置的白子取下。 千代也算是完美完成任务了。 不, 完成任务的是羽公千岁, 并不是阿鹤。 李明如摸着下巴, 看着老者冷笑, 羽公两姐妹死了, 你一点愧疚的意思都没有吗? 你们东营人, 真的一点情意都不讲的吗? 情意稍纵即逝, 并不能够长存。 老者给自己倒了杯热茶, 慢悠悠地抿上一口, 惬意着笑道, 明如桑是为千代惋惜他, 可是害死了你们神州无数人, 明如桑还是太心软了呀。 闻言, 李明如直接吃笑出声, 感谢老天皇还能替我着想, 不过你似乎搞错了一点。 李明如对着他笑道, 神州人和你们不一样, 我们恩怨分明, 所以本作很清楚, 害死神州人的是羽公千岁, 是黑云斋, 是你, 并不是阿鹤。 毕竟一个人拿刀杀了人, 哪有只怪罪那把刀。 而不怪罪拿到人的道理说完, 李明如看着老者, 笑容一收, 面无表情道, 阿鹤, 其实是替你们死的。 老者闻言, 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没有回应李明如的话, 面容中也丝毫没有愧疚之意, 仿佛阿鹤的死, 对他而言, 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场中, 他盯着棋盘, 继续对李明如笑道, 明如桑, 面对鬼王宗, 您的师妹, 好像快撑不住了呀。 全真, 孟国国隽。 哄, 一道倩影自天空中滑翔而落, 狠狠地摔在一座宫殿之上, 直将屋顶砸得砖眼瓦朔, 漫天飞舞, 整座宫殿都被其狂暴的冲击力给轰塌。 夜掌门, 鸾姐, 掌门, 树声惊呼响起, 好在夜青鸾很快就顶开一根废墟中的一根横梁原木, 然后捂着高高肿起的脑瓜爬起。 天空中, 无穷无尽的厉鬼幽魂会聚成一片巨大如乌云般的女人面孔, 用那张满是厉鬼面容组成的巨大鬼脸铺天盖地的张嘴怒吼。 鹅眉, 鼠山, 龙门, 全真, 茅山, 整整五个宗门的真传弟子和长老四处飞行对敌, 浮露, 法宝, 飞剑漫天乱飞, 无数道流光四处飞窜, 共同抵抗着巨大的万灵鬼母。 哄, 又是一道巨响, 宁笑不止的恶道人飞身落下, 一掌拍出, 白发苍苍的司徒中立刻被轰飞出去, 伴随着轰轰轰轰轰轰。 一连串巨响, 游进灯窟的司徒中撞碎树面围墙石柱, 侧躺在碎石堆里, 大口大口喘得粗气, 整个人更是连起身都在难做到。 看着重伤的鼠山掌门, 恶道人冰冷一笑, 刚要上前, 左侧忽然飞升而来一人。 天雷诛邪! 恶道人一看, 是双目被废的龙门掌门骆忠泽, 宁笑一声, 直接单手轰破他的阵法, 然后一把擒住他的喉咙。 骆掌门都瞎了还不老实, 嗯, 说吧, 他直接甩起手中的骆忠泽, 一个灌摔将其摔在地上, 硬生生砸出一个大坑。 天空之中, 无边巨大的万灵鬼母张开巨口咆哮, 银灰色的苍龙不甘示弱, 同样对其怒吼, 但下一刻, 就被其铺天盖地的厉鬼淹没, 整条龙体轰然倒下, 直将半座皇宫都给砸平, 尘埃遍地, 灰井冲天。 战争边缘处, 帅帅鸭看着身旁浑身是伤的阿姨急到, 你特么能不能行, 上去刺他们呀。 阿姨都猛了, 哭丧着脸道, 这个鬼太猛了, 我打不过啊, 我和好多人一起上, 结果一个照面, 就被打废了几十人, 我还算运气好的掉在这里, 那边有个龙门的师兄掉下来的时候, 直接掉毛房里了。 帅帅鸭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一眼阿姨, 直骂这家伙没出息。 堂堂修仙者, 即便使道临头, 又能如何耸个毛? 现在场中的情况, 着实有些不妙, 叶青鸾和江宁联手, 都拿不下万灵鬼母, 落中则和司徒中本就受着伤, 也不是恶道人的对手, 其他的真传弟子, 长老什么的, 刚开始, 还能凭借人数优势打一打, 但现在已经越打越不行了, 天空中, 各宗的修士, 一个接一个地被轰飞, 跟特么下雨似的往下掉。 哄! 柳玉娘被万灵鬼母的大范围呼啸扫道, 整个人摔进御花园之中, 溅起大片砂石, 最后一路翻滚着, 叠进池塘。 无垢的万字惊顿, 也是当场爆裂, 非摔进一处马舅之中, 清秀的脸上满是血痕。 帅帅压抬头一看天, 好家伙, 叶命, 谭松磊, 整座孟国皇城已经完全成了废墟, 到处都是修士衰落的轰轰声和惨叫声。 完蛋了完蛋了, 本鸭一世英明要死在这里了。 帅帅压急的抓耳挠腮, 只感觉整个鸭都不好了。 好! 又是一声巨响, 银灰色的苍龙再次轰然落地, 苍龙更是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天空之中, 叶青鸾见状连忙给自己喂下一枚冬枣, 然后挥舞着硕大的狼牙棒, 嗷嗷大叫着, 奋力一轮。 狼牙棒立刻展现出巨大的虚影, 仿佛一座山头似的轰击在万灵鬼母的脸上, 将他巨大的面孔都给轰得凹陷进去, 但只过了一秒他就再次恢复, 面部咆哮之间, 身躯飞卷出无数犹厉鬼面孔组成的巨大圆锥, 顷刻之间就将叶青鸾轰伤。 他一头栽下, 手中的狼牙棒甚至都出现了寸寸裂痕, 口中更是抑制不住地吐出一抹鲜红。 叶掌门, 别白费力强。 不远处, 恶道人瞬间击杀数位阻拦自己的修士, 遥望着他冷笑, 万灵鬼母绝非徒有其表, 他有上万的灵魂, 你们想杀他就必须得杀他上万次。 嗷, 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响起, 天空中的万灵鬼母在怨毒的嘶吼间再次击落苍龙, 而这一次苍龙没有直接落地, 而是在空中退散, 化作了持枪坠落的江明。 虚弱的叶青鸾吓了一跳, 连忙抬手用灵力将他接下。 场中, 江宁的额头上泛着血丝, 虚弱不堪地躺在叶青鸾怀里, 苦涩地对他露出一个笑容, 软解, 我打不过他。 以无力再战的叶青鸾摇了摇头, 然后绝望地看着天空中扑下来的万灵鬼母。 都结束了。 司徒忠, 骆忠泽, 以及场中所有修士都绝望地看着天空中遍布历鬼的巨大面容落下。 司徒忠颤抖着想要起身, 可刚站起就控制不住再次跌倒, 苍老的面容上完全绝望。 满身血的无垢抱着从池塘里打捞出来的柳玉娘, 看了看一旁早已昏迷的唐龙, 默默坐下, 最后一次送起了佛经。 阿姨在远处抱着帅帅鸭, 嗷嗷大哭, 师父, 弟子先走一步了。 你等弟子, 弟子一定保佑你。 啊, 天空之中, 额道人一个飞身来到万灵鬼母之上, 站在他巨大的头颅上对所有人厉笑。 从此, 神舟再不会有其他正道宗门, 所谓的正道宗门只会有一个, 那就是我。 鬼王宗! 看着天空中越来越近的厉鬼乌云, 叶青鸾紧紧抱着江宁, 然后给自己喂了一颗苹果雕筑, 还给江宁喂了一颗。 而就在所有人都彻底陷入绝望, 准备迎接死亡之际, 他们却突然发现万灵鬼母下落的动作, 忽然停住了。 叶青鸾, 江宁, 司徒忠, 骆忠泽, 以及所有身受重伤的修饰, 纷纷一愣, 接着, 他们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同时扭头。 身后, 废墟上空, 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不知何时出现, 正背着双手, 傲视群雄般看着这一切。 天空中, 胜券在握的恶道人, 看到这突然瞬移出现的男子愣了一下, 紧接着, 目中便升起了一道深入骨髓般的恐惧。 而他还未来得及开口, 远处忽然又传来一声忧远而稚嫩的怒吼, 兄弟们, 我来救你们了。 吼声一出, 全场所有人都是一猛, 原本受着重伤的江宁,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后, 更是瞬间睁大美目, 挣扎着想要起身。 下一刻, 在众目睽睽之下, 皇宫最外围的一道院墙忽然轰, 得一声破开, 一个让无数人都感到熟悉的少年, 一头撞了进来。 小鹿, 林小鹿, 鹿哥, 小鹿施主, 帮主, 老大。 一时间, 一大片或惊讶, 或惊喜的声音在场中响起, 搞得天空中意气风发的上官声, 尴尬不已。 自己一打完欧罗巴就顺移过来, 伤都还没好, 就为了过来装个逼, 怎么感觉风头全让这小子给占了? 他气愤的不行, 立在空中, 在心里怒骂上天不公, 自己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装逼, 结果以前每次都被李明如装了, 现在李明如失踪, 自己寻思终于能好好装个了, 结果又被他徒弟装了, 这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 李明如你给我等着, 林小鹿这个小背我不动, 等你回来以后, 咱俩必须真刀针枪干一场, 这一次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兄弟不做了。 场中, 林小鹿被一大群少年少女围着, 听着蛮场人的疑问, 刚想仰天长笑说上两句, 天空中的万灵鬼母, 就爆发出一声无比凄厉的巨吼。 鬼母之上, 恶道人也没把这突然冒出来的少年放在心上, 而是如灵大敌地看着上官生, 上官家主, 欧罗巴已经被你们解决了上官生冷笑一声, 没大理眼前的恶道人, 身后瞬间凝聚出硕大的黑色狗头, 对着万灵鬼母历声咆哮, 其恐怖的阴浪一时间竟与万灵鬼母分庭抗礼。 恶道人见状, 直接招呼万灵鬼母对他扑去, 随后他自己瞬间飞向林小鹿。 他很清楚, 如果是以前, 五个自己估计都不是上官生的对手, 但现在的万灵鬼母已经吸收了无数人的魂魄, 其中更有原音镜大能的魂魄在内, 即便是上官生也不一定就能拿得下, 自己现在只要把这些人全部击杀, 拿他们的灵魂投为万灵鬼母便可彻底无敌。 司徒中, 叶青鸾, 骆中泽, 正川, 以及那条龙魂, 这么多魂魄若能被鬼母所用, 别说是区区一个上官, 就是再加一个周末, 那也不够看。 想到这里, 他首当其冲, 就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蜀山掌门司徒中。 天空中, 上官生身法大展, 冲天的魔气飞快扩散, 生生和万灵鬼母碰撞在一起, 一时间鬼哭狼嚎群没乱舞, 整个天地都仿佛化作了无边地狱。 而与此同时, 恶道人飞身杀向司徒中, 同时立声嘶喊, 司徒, 你的魂魄, 老夫收下了。 场中众多修士, 纷纷惊恐万分, 叶青鸾和洛忠则想要帮忙, 但却根本撑不起身体, 只能眼睁睁看着蜀山掌门面对恶道人。 而就在所有人都在绝望之际, 林小璐却身形一动, 整个人以一种快到极点的速度, 生生挡在蜀山掌门面前。 恶道人看到突然出现的林小璐吓了一跳, 随后见他身上半点灵力没有, 顿时一脸不屑地抬起手掌, 一掌轰下。 躺臂挡车, 找死。 场中, 修士们见林小璐居然敢硬刚元英, 一时间全都目瞪口呆, 就连帅帅鸭都吓了一跳, 以为老大疯了。 而就在所有人都想要让他快躲开时, 林小璐却面无表情地身姿一展, 双臂甩出一股如有实质的内力气浪, 随后对着恶道人同样轰出一掌。 这一刻, 十七岁的少年舞者正对元英竟修士。 啊, 胆小的叶青鸾尖叫一声捂住了双眼, 他害怕见到林小璐支离破碎的样子, 江宁倒是还好一些, 虽同样下的花容失色, 但美目依然睁着, 死死盯着林小璐和恶道人对决。 碰! 恶道人身姿斜斩腾空, 林小璐脚踩大地, 二人双掌一对, 发出一声闷响, 呼。 下一刻, 一股好似无限延长的圆形气浪飞快扩散, 只将满场修士吹得睁不开双眼, 一直蔓延到了天边。 而林小璐脚下的地面更是发出轰轰轰轰轰轰, 得一连串崩溃声和其浪一样成圆形破碎, 且不断蔓延, 几乎让整座郡城都发生了下沉。 那一刻, 风起云涌, 却又天地寂静, 气浪之大将全场所有人都给声声惊住。 司徒忠看着站在自己身前应接圆英一掌的少年, 苍老的目光中赫然爆发出异样的光彩。 所有人都梦了。 江宁睁着美目, 看着和圆英队长的林小璐, 目中满是不敢置信。 蒙着眼的阿姨抬起头, 对着天空泥喃道, 师父, 徒儿现在确定了, 修仙界的结, 绝逼就是路哥。 他会终结天上的。 远处, 帅帅鸭睁大鸭幕, 看了看林小璐的背影, 然后抬起头对着天空, 嘎嘎道, 老里啊, 老大出息了, 你在天之灵, 也终于可以安息了。 天空中, 化作魔王, 正在和万灵鬼母对抗的上官生, 抽眼看了看下方的林小璐, 然后直接就乐了。 李明如你个归孙, 林小璐这个女婿, 老夫认定了, 老夫要把官和石料都嫁给他。 不对, 老夫不但要把女儿嫁给他, 还要把菠萝也嫁给他, 老夫气死你。 全场, 在所有修饰震撼的目光中, 叶青鸾也慢慢露出了眼睛, 而当他见到和恶道人队长的林小璐时, 一双大眼睛瞬间变得呆滞起来。 场中, 他愣愣地看了一会儿, 然后忽然抱住江宁嚎啕大哭, 宁儿, 我以后打不过小璐了, 乌蛙将您顿时哭笑不得, 只好反抱着他安慰, 鸾姐没事的啦, 小璐那么尊敬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这么小, 也是原因静, 恶道人一脸惊疑不定地看着林小璐。 此刻, 二人的手掌还贴在一起, 而林小璐则是对恶道人高深莫测的一笑, 老头儿, 你听说过老牛逼静麻恶道人, 一把年纪的恶道人正猛逼着, 林小璐忽然变长为肘, 直接握住了他的手掌, 然后猛地进步, 甩起左臂抬肘。 八级, 顶心肘。 以八旗大蛇的力气所施展出的顶心肘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点以前是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妖兽不会武术, 而八旗大蛇更是连胳膊肘都没有。 所以, 恶道人很荣幸, 他成为了第一个迎接这种力道下的神肘武术。 场中, 恶道人抑制不住地喷出大片大片的血浆, 那一瞬间, 他的护体灵气就被轰碎, 心脏甚至都险些被撞停。 而他还未来得及反抗, 就被林小璐抓着手, 原地一轮, 筐! 的一声巨响, 恶道人被重摔在碎石地中, 整个人更是发出一声痛吼。 而下一秒, 他面对的就是林小璐的一技重拳, 惊恐之下, 他连忙用瞬移躲开, 飞到空中, 捂着心脏位置连连咳嗽, 嘴里直磕出大片大片的血沫。 你不是很能耐吗? 你别躲呀。 林小璐在下方活动着身体大声叫嚣, 而其他被震撼的修士们此刻也终于反应过来, 纷纷大声欢呼, 陆哥干死他。 小璐冲他。 小璐施主超度他。 陆哥不要给我留面子, 咬他的屁股。 老大, 快让他见识见识, 什么叫牛逼。 场中, 所有人都纷纷为林小璐呐喊, 就连叶青鸾都跟着大喊, 林小璐弄死他。 弄死他本掌门, 让你当膳师堂堂主。 喊完, 他似乎是觉得不过瘾, 两只小手放在嘴边呈喇叭状, 然后再次大喊, 林小璐你要是不弄死他, 本掌门回去就给宁儿介绍猛男。 介绍一百个。 一旁的江宁, 天空中恶道人看了一眼上方激战的鬼雨魔, 然后强行压下体内伤势, 冰冷地盯着林小璐道, 想不到老夫谋算了那么久, 居然半路杀出你这么个奇怪小鬼。 文言, 废墟中的林小璐不甘示弱地开口道, 想不到本人图刚成为老牛逼近, 就遇到你这么个老东西, 喝退。 天空中的恶道人被骂得一愣, 随后怒急返笑, 浑身鬼气冲天, 背后更是生出八条黑色长矛, 仿佛一只大蜘蛛般就扑了下去。 牙尖嘴利。 老夫今日就来领教你的本事。 林小璐不甘示弱, 奋力一跃的同时, 在半空中拔出狭长的大根青铜器, 怒吼, 辐射刀。 二人在空中对撞, 爆发出的威能瞬间掀开, 狂风急扫之下, 只让人睁不开眼。 远处的帅帅鸭都差点被吹飞, 他躲在阿姨后面, 看着这一幕惊道, 我知道老大为何突然这样牛逼了, 他用了八旗大蛇的兽血。 阿姨被微浪鸭得起不来身, 鼻血都被吹飞, 同时满脸疑惑道, 兽血断体不是只能用两次吗? 路哥为何能用三次文言? 帅帅鸭也是猛了一下, 他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道。 不过他虽然不知道, 林小璐为何能承受下第三次兽血, 但他清楚一点, 那就是现在的林小璐对付恶道人应该是没问题了。 现在的林小璐就像是一个把各种武术炼至炉火纯青, 且掌握高深刀法, 体内还拥有内力的原音镜妖兽。 唯一的区别或许就是林小璐没有八旗大蛇大, 没有他那么多的脑瓜, 也不会嘴里喷光。 不过和这些东西相比, 林小璐本身的武艺和内力完全可以弥补这些差距。 而面对这样状态下的他, 恶道人能打过就有鬼了, 除非他用瞬移逃跑林小璐没办法, 不然真打起来, 以他自身的实力来说, 他估计连八旗大蛇都不如, 又怎能打败会这么多武术的妖兽小璐刷。 天空之中, 林小璐甩出幽州大索, 死死缠住恶道人, 一刀接一刀劈头盖脸的劈, 恶道人的灵气疯狂释放, 但却根本打不痛他。 这就是同境界修仙者和妖兽的差距。 同境界下, 修仙者手段繁多, 而妖兽皮操肉猴力量大, 更何况林小璐还有硬气功和内力, 顾面对他的攻击根本不拒。 狂! 一声暴响, 天空中的恶道人领法被迫, 脑门上硬生生挨了一刀, 血浆四溅, 直看得下方众人连连叫好。 小鬼你找死! 气急败坏的恶道人厉声嘶吼, 再次一掌拍出, 林小璐抬刀挡下, 身躯快速飞退, 在空中滑出长长的气浪, 但手中的幽州大锁还缠着恶道人, 随着二人距离拉远锁链瞬间拉直, 下一刻, 林小璐就拽着锁链再次将自己拉过去, 贴脸又是一刀。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上官生也已经冲进万灵鬼母体内, 他面对四周无际而来的鬼海, 双目一凝, 浑身的黑气冲天起, 好似狂魔一般将其轰散, 接着整个人身形一动, 化作巨大的黑色狗头, 一口咬下万灵鬼母的部分身躯, 只一击便将上千头厉鬼吞噬。 喉! 上官生霸气一吼。 望! 狗头仰天长笑, 二道声音之下, 竟逼得万鬼退散。 哼, 鬼终究是鬼, 怎敢与魔相提并论? 天空中, 上官生吐了口淤血, 说出这一句逼格满满的话, 然后看了看下面, 结果发现, 没有一个人看自己, 所有人都在看林小璐对战恶道人, 瞬间郁闷地不行。 正到这些人怎么都不看老夫, 明明老夫这边更精彩啊, 真是气人。 以后自己见证到这些人一次, 就打他们一次, 谁拦打谁。 有些生气的他, 再次看向面前铺天盖地的万灵鬼母, 目中满是不爽。 本家主今天就拿你发发脾气。 哼! 又是一声爆炸般的巨响, 林小璐和恶道人抱在一起, 从高空中摔下, 仿佛陨落的流星般, 将一整座永安殿撞成积粉, 一时间尘埃漫天, 遍地灰烬, 江宁和其他受伤的修士们一起, 看着那浓浓的尘埃, 听着里面不断传来一声接一声的巨响, 目中惊疑不定。 好在不久之后, 恶道人救护, 得一声从尘埃中飞出, 一头摔倒在地翻滚树米, 整个人爬都爬不起来。 哇! 陆哥牛逼! 众多和林小璐相识的少年们, 见状纷纷惊喜欢呼, 陆哥干他, 老大砍死他。 小璐威武! 在无数人的欢呼声中, 林小璐托着大刀从灰烬中走出, 而恶道人则挣扎着起身。 场中, 鼠山掌门司徒中, 看了看身上满是血痕的恶道人, 又看了看浑身上下没有半点灵力的林小璐, 忽然想起了什么, 抬头对着高空中的上官声大喊, 上官家主, 还请留意一下这个贼修, 小璐不会顺移, 且不能让这贼修跑了。 高空之上, 正死死压制万灵鬼母的上官声哼啊哼。 奶奶的, 到现在才想起本家主, 早干嘛去了。 他郁闷地再次轰推万灵鬼母, 然后头也不回地霸气回道, 林小璐, 你只管砍他, 有本家主在, 他跑不了。 此话一出, 几位掌门顿时松了口气, 而恶道人却是气喘吁吁地冷笑, 跑老夫会跑, 你们是不是太小看我鬼王宗了说完, 他捂着重伤肢体, 看着林小璐道, 小鬼, 你以为你打败老夫了林小璐不懈地看着他, 一手提刀, 一手揉了揉受伤的肩膀。 恶道人继续笑道, 我们鬼羞一脉迎人百年, 就是为了叫神舟换天, 怎可被你一个乳羞未甘的小鬼破坏。 说吧, 他猛地一拍自己的心脏部位, 老夫的命就在这里, 有本事, 你就来拿。 说完, 他就猛地挥洒出树道鬼魂, 而林小璐丝毫不拒, 长刀一甩, 刀浪便将这些厉鬼幽魂尽数破碎。 可下一刻, 他就看到恶道人直接飞上了天, 静直奔着上官生而去。 场中众人见到这一幕, 也是一愣, 这老鬼要做什么? 上官生。 淒厉的嘶吼, 从恶道人口中吼出, 正在压制万灵鬼母的上官生, 微微一愣, 随后赫然转身, 一把掐住飞冲而来的恶道人, 直接将他声势浩大的动作掐停。 看着被自己掐住喉咙奄奄一息的恶道人, 上官生有些疑惑。 你是来送死的天空中, 被死死掐住喉咙, 嘴角不断溢血的恶道人, 艰难一笑, 送死我是来送你死。 话音落下, 恶道人忽然张开嘴, 下一刻, 一抹透明的灵体就从他的眼口鼻中飞出, 瞬间绕过上官生, 笔直飞进万灵鬼母不断争鸣咆哮的巨口中。 意向来得太快, 就连上官生都愣了一下, 在他反应过来时, 恶道人的魂魄已经被万灵鬼母吞噬, 这一幕把所有人都看猛了。 而下一刻, 他们就听到一声洪荒七里之音 自万灵鬼母口中爆发出来。 吼! 巨大的七里之音铺天盖地, 静音的整个天空都开始晃动, 上官生的魔气甚至都被压了一头。 此刻, 万灵鬼母在无尽的哀嚎中再次变大, 其巨大的身躯直接盖住整片天空, 将所有人笼罩, 一眼望去, 方圆百里的天空满是恶鬼哭嚎的鬼面云海, 整片天空已经彻底变成了厉鬼幽魂天。 下方, 半点阳光没有的黑暗废墟中, 帅帅压抬头看着这一幕惊骇万分, 目瞪口呆道, 这货居然用自己做养料? 这么狠! 刘妙玄掌门还有恶道人自己, 足足两个原因的魂魄, 再加上成千上万生灵的亡魂, 这特么仿佛无尽的厉鬼咆哮厉吼下, 叶青鸾捂着受伤的身体, 起身对着上官生急喊, 二狗子! 无心禅师和周末怎么还不懒? 被焕晓明的上官生看着头顶的厉鬼幽魂天, 没敢冲叶青鸾发脾气, 而是闷着声音回答道, 我们打完欧罗巴是惨胜, 无心和周末都受了重伤, 包括魔道幽姬也和本家主的仆人鬼谱一起陷入昏迷, 估计短时间醒不来。 上官家主, 血魔老祖和魔厨那司徒中询问, 闻言, 上官生身子一僵,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目露无奈道, 血魔前辈和魔厨都牺牲了。 此话一出, 几位重伤的掌门没在说话, 一个个面露难色。 从刚才万灵鬼母爆发出的威能来看, 他们不确定上官生能否对付。 而身处高空中的上官生此刻也是面露警惕。 他看了一会儿天空中的黑云, 想了想, 忽然对着林小璐一招手, 小璐侄儿, 哎, 林小璐脚下升起一道黑气, 驾着他直接飞上天空, 来到了上官生身边。 少年看着头顶满是厉鬼嘶喊的黑色天空, 神情严谨道, 上官大叔, 我应该怎么做上官生笑了笑, 很简单, 侄儿你的力气似乎很大, 这鬼母还差一次到天人, 咱们还有机会, 一会儿老夫送你进去, 等叫你砍的时候, 你就使出这辈子所有力气给老夫砍, 明白吗? 用你的那个什么那里砍? 林小璐文言连连点头, 表示明白。 天空之中, 上官生摩拳擦掌, 同时扭头对着骆忠泽和司徒忠二人笑问, 两位掌门, 本家主问你们一个问题, 现在本家主在这里保护你们, 你们敢不敢动骆忠泽? 司徒忠, 两位年迈的掌门相继苦笑无脸, 然后脑瓜指点, 上官家主仁德, 当年正魔之争, 是老头子, 我肤浅了。 上官家主雄风, 当年是老夫做得不对。 上官生一听这话, 顿时豪情万丈, 开心地哈哈大笑, 而正当他笑得快活时, 一个有些突兀的声音忽然响起。 上官家主, 你为啥不问问叶青鸾敢不敢动帅帅鸭, 忽然见兮兮地问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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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到一半的上官生, 差点没呛死过去, 咳嗽个不停。 他没好气, 瞪了一眼帅帅鸭, 觉得这货哪壶不开提哪壶, 随后他看向叶青鸾, 面容放缓道, 叶掌门, 借你弟子一用, 可好叶青鸾文言傲娇地抱着胳膊, 然后脑瓜一痒, 不死就行。 上官生文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笑眯眯地拍了下林小璐的肩膀。 哲儿, 本家主这次可都堵在你身上了。 林小璐点头, 双手死死持握着大根青铜器, 并提前用内力将刀刃覆盖, 目中满是狠力。 见此, 上官生满意一笑, 他看着头顶的厉鬼幽魂天, 目中猛地绽放出极致的霸气。 天狗十月绝, 魔犬是天。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上官生身姿一甩, 整个人赫然化作一只犹如山体大小的黑色狗头, 连同林小璐一起包裹在内。 而下一刻, 巨大的狗头就睁着赤红的双眼, 对着头顶的厉鬼幽魂天, 发出冲天的咆哮。 好。 黑色狗头带着冲天的霸道魔气, 狠狠冲入七粒遍布的厉鬼天空之中, 并同时响起上官生无边战役的怒吼。 天下之大, 我上官生只在李明如一人之下。 其他的, 谁来我都不服。 好。 巨大的狗头带着无边怒吼, 瞬间撕碎无数厉鬼幽魂, 冲破一片黑暗。 狗头内的林小璐则是看着一头头厉鬼幽魂被狗头撕碎, 然后死死握着大根青铜器叙事待发。 一时间无穷无尽的厉鬼拼了命地阻挡狗头冲刺, 但无一例外都被这势如破竹的狗头冲得烟消云散。 这一刻的他如入无人之境, 任凭潮水般的厉鬼巨浪挡在面前, 也硬生生将其冲破, 谁拦谁死。 好。 赤红的目光下, 黑色狗头再次争鸣咆哮, 带着林小璐一路飞冲, 成片成片绞杀着厉鬼, 无边际的黑暗尽数被迫, 过多久,在厉鬼的深处便出现了一枚幽蓝色的圆润珠子, 见到珠子, 黑色狗头顿时红眼一瞪, 笔直对着珠子冲去。 轰轰轰轰轰轰。 树生灵暴, 挡在狗头面前的所有厉鬼尽数被弃绞碎, 而就在狗头张开巨口, 死死对着幽蓝珠子吞去时, 两头厉鬼忽然同时挡在了狗头面前。 上官上! 恶道人的魂魄赫然出现, 生生挡在了狗头面前。 而另一头厉鬼, 居然是全真的刘妙玄流掌门。 相比于刚死没多久的恶道人, 刘妙玄的魂魄似乎已经被同化, 没有了生前记忆, 只本能地对着狗头力豪扑来。 而上官生, 自然也不会有妇人之人, 丝毫没有客气撞了上去。 好! 黑色狗头嘶吼到了极致, 和两位原鹰的魂魄狠狠轰击在一起。 而在双方轰撞的瞬间, 狗头内的林小璐便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冲击力。 下一刻, 他便从狗头的眉心处飞出, 越过恶道人和刘妙玄, 静止飞向那幽蓝色的珠子。 小璐! 砍! 上官生大吼! 哈! 林小璐身处万鬼幽冥, 怒目原睁, 清惊暴露, 整个人爆发出浑身的戾气, 抡起大根青铜器, 就砍向了珠子。 硕大的刀刃被制阳, 制刚的内力包裹, 疯狂斩下, 四周的厉鬼见状都爆发出惊恐怨毒的尖叫, 一个个疯了一般, 想要阻拦。 而就在刀刃即将砍在珠子上的时候, 那枚珠子居然飞速往后一退。 见到这一幕, 林小璐凶狠的目光中闪过一丝呆滞, 他依旧高举着大根青铜器, 但珠子却已经飞走, 速度比他还要快, 且周围的厉鬼也已经扑了上来, 下一秒就要将他淹没。 这一刻, 林小璐绝望了, 他甚至能听到后方恶道人猖狂得意的笑声, 和上官大叔不甘地怒吼。 他不会飞, 此刻, 逃出幽州大索也已经来不及, 只能眼睁睁看着珠子飞顿远离, 而就在他彻底绝望之时, 身后忽然传来一股汹涌至极的力量。 呱! 林小璐感到自己似乎被什么东西拖住, 推着自己再次击飞, 快地让周围的厉鬼都来不及阻拦, 直奔飞速躲避的珠子而去。 他下意识低头一看, 拖住自己的居然是刘淼寻掌门的鬼魂。 晴空万里, 碧蓝浩瀚的天空下, 一望无际的黑色鬼云笼罩住大地, 仿佛云海一般不住翻滚着。 修一枚晶莹剔透的幽蓝色珠子 从这黑色的厉鬼云海中飞出, 缓缓转动之间在阳光下闪耀着美丽的光泽。 而下一刻, 又有一个持刀而来的少年从海面中飞出。 少年被一头猙獰的老玉鬼魂拖着, 整个人在阳光下挥起长刀, 一刀斩在翻滚的珠子上。 咔嚓珠子四玻璃一样破碎, 少年回头一望, 只见拖着自己的厉鬼老玉, 在阳光的照耀下渐渐消散。 弥留之际, 猙獰的老玉对少年露出了一个慈祥的微笑, 并张了几下嘴。 虽然没有声音, 但林小璐依旧看懂了柳掌门想对自己说的话。 天若有情, 天亦老, 人间正道, 是沧丧。 精致的棋盘上, 树莓白子突然碎裂, 老者目瞪口呆地看着, 苍老的墓中满是不敢相信, 再无先前的意气风发。 李明如见状笑了笑, 你们啊, 跪久了, 就起不了反抗的心, 渐渐地, 还会敌视其他人, 觉得自己竟然跪着, 其他人也应该跪。 李明如一边用那戒往葫芦里装酒, 一边说道, 黑云百虫, 东赢到你这一带, 算是走到头了。 老者安静坐着, 面如土色, 他身后的黑云斋和斋藤羽一郎也是闭口不言, 墓中满是死灰。 你们还有什么手段吗? 我听着。 李明如扶着下巴问, 闻言, 无论是黑云斋还是斋藤皆是身躯一颤。 而就在这二人都默默低头一言不发时, 老者却忽然对黑云斋沉声道, 通知民众, 神舟将要来袭, 准备实施玉碎。 此话一出, 黑云斋和斋藤双双抬头, 而不明所以的李明如则疑惑看着老者。 玉碎棋盘处, 老者拂袖一甩, 将棋盘上大片大片的白子甩出, 只留下代表东营的一小部分, 随后对李明如冷声道, 明如桑, 棋还没下完。 闻言, 李明如喝了口酒。 与此同时, 全真梦国皇城, 一片废墟中我林小鹿作为东瓜村一霸, 绝非浪得虚名, 八旗大蛇被我单枪匹马弄死了。 不仅如此, 我还成为了老牛逼近, 打败了万灵鬼母, 拯救了天下苍生, 如此丰功伟绩, 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等这边完事以后, 我就要杀到东营, 把老大救出来, 然后让帅帅鸭, 把神舟所有动物号召过来, 让他们一起在东营拉屎, 把东营拉沉。 吴够, 柳玉娘, 帅帅鸭, 唐龙, 阿一, 江宁, 欧阳瑞雪, 张婷, 叶命, 谭松磊, 一大片少年少女猛逼地听着林小鹿扯淡, 然后直夸他好想法。 而另一边, 士兵和修士刚打扫出来的空地中, 上官生扶着受伤的身体, 对郑川, 骆忠泽, 司徒忠三位掌门笑问, 以后还狂不狂了三位掌门连连摇头, 不狂了, 不狂了。 上官生满意地点头, 随后继续见兮兮地笑问, 以后我们魔道能不能来神舟玩司徒忠无怜苦笑, 只要不做恶事, 欢迎魔道过来游玩。 可不可以这个, 欺负人行不行啊, 杀人应该也可以吧, 上官生你别太过分。 司徒忠终于面红耳赤。 哈哈哈哈, 开个玩笑。 上官生大乐几声, 随后再次一脸期待地看着三个老头, 来, 你们三再感谢一次本家主, 刚才声音太小, 本家主没听清楚。 三位掌门, 这边, 他一个劲挤对着三个掌门, 眼看就要把三个掌门给挤对死, 叶青鸾忽然啃着甘蔗凑过来。 二狗, 我师弟还在东营, 你什么时候去救他? 李明如在东营上官生一愣, 叶青鸾点头, 嘴里塞着甘蔗道, 小鹿告诉我的, 他说他在八旗大蛇肚子里的时候, 八旗大蛇的魂魄告诉他明如被软禁在东营。 你什么时候去救他上官生一听, 立刻来劲了, 满脸期待到, 本家主伤得有些重, 伤好了立刻就去。 说完, 他就忍不住仰天长笑。 哈哈哈哈, 李明如居然被东营弄过去了, 他也有惊天。 到时候看本家主怎么嘲笑这个龟孙。 见上官生嘲笑自己失地, 叶青鸾怒了, 拿起甘蔗往他脑瓜上一敲。 你是不是要死? 再嘲笑我, 失地我就跟摇摇告状。 正笑到一半的上官生吓了一跳, 连忙表示自己错了。 没办法, 叶青鸾跟自己媳妇关系非常好, 自己可惹不起。 当天下午, 大唐的士兵和修士们联手打扫完战场, 因为受伤的人太多, 各大宗门的弟子一时间也就没有离开。 而是一块回到了全真柱下, 就连上官生也不例外, 他伤得其实很重, 最后冲入万灵鬼母体内的时候, 全身上下都被海量的厉鬼攻击, 相比之下, 林小璐倒是被他保护得毫发无伤。 渐渐地, 夜晚降临, 大战了一整天的人们终于得到休息的机会, 一个个在全真的房间洞府内休养调息。 夜晚时分, 脚越高挂, 林小璐坐在自己房间前的阶梯上, 捧着下巴, 目光沉寂。 他的脑海中, 不断回闪阿赫惨死在雪地中的画面, 久久不能消散。 林小璐没有告诉任何人阿赫的事, 大家都以为他在滨海之城的时候战死了。 而关于阿赫的事, 林小璐也不准备告诉任何人了, 他要在心里找个地方, 将他永远埋葬。 回想着和阿赫认识的点点滴滴, 短暂, 而又梦幻, 仿佛一场神秘而又诡诀的梦, 如今梦醒了, 他也就不在了。 许多年以后, 我问过很多峨眉的人, 大家都说, 对阿赫没有印象, 她就像一个充满传奇的神秘女子, 仿佛流星一样一闪而过, 久而久之, 甚至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 次日, 清晨陆哥, 我确定了, 你就是修仙界的杰。 房间, 床榻上, 林小璐半躺在被子里, 身子倚靠着床头, 然后看着面前骑夸在自己身上的少年, 一脸猛逼。 阿姨, 杰不杰的一会儿再说, 你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 我们现在的样子, 是很不雅观的。 骑在他身上的阿姨, 脑瓜直摇, 陆哥, 现在崇拜你的人太多了, 一会儿, 他们又要来找你说话, 我实在没有机会和你单独相处, 我要让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林小璐头痛地拍了下额头, 然后没好气看着他, 阿宁就睡在我隔壁, 我喊一声他就会来揍你, 阿姨你知道的吧, 你不是姜宁的对手。 本以为吓一下这大傻子, 他就会从自己身上下去, 没想到阿姨却继续摇头, 并一脸勇敢地说道, 陆哥, 我是不会怕被揍的, 兄弟情, 中千斤。 林小璐。 少年只能任由对方压着自己, 然后颇显无奈地说道, 算命啊, 预言啊这种东西, 不要盲目相信, 什么修仙界的结? 你是担心我变成大魔头吗? 大魔头, 你去找上官大叔, 他才是真正的大魔头。 不不不不, 陆哥, 我希望你早点变成修仙界的结。 阿姨满脸真诚地说道, 你变成修仙界的结以后, 就可以颠覆吴献宗, 把我师父就出来了, 反正修仙界指的是天上, 又不是凡间。 听着少年的话, 林小璐彻底不耐烦, 他觉得阿姨现在越来越傻了, 这家伙以前不是这样的, 也不知道是被谁带的。 房间内, 林小璐见他, 还趴在自己身上步起来, 随后猛地一顶膝盖, 院外, 吴够正好和柳玉娘经过, 师徒俩一边走一边聊着佛礼, 而当他俩路过林小璐的房间时, 忽然就听到一声哀哟哀哟的惨叫, 接着就看到, 阿姨捂着裤裆, 一蹦一跳地从房间内蹦出来。 看着阿姨一边蹦一边叫, 吴够顿时一猛, 阿姨施主怎么了柳玉娘扑斥一笑, 然后故意摇着头挤对道, 不知道啊, 她可能是遇到什么快乐的事情了吧, 师父你看她快乐的, 都跳起来了。 房屋内, 穿着一身白色内衣的林小璐, 打着哈谦走出来, 和吴够柳玉娘打了招呼, 然后又给了蹦打来蹦打去的阿姨一脚。 这会儿时间还很早, 林小璐和吴够, 柳玉娘, 阿姨, 以及被半路拉出来的姜宁, 一同去了全真的善食堂。 听姜宁说, 几位掌门和上官家主现在还受着伤, 等他们伤势恢复, 便准备一起去东营救李明如。 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一阵, 尤其峨眉弟子这段时间, 真的是吃了大苦, 打完天主打东营, 打完东营打鬼王宗, 连续三场战役, 打了近半年时间, 现在都需要好好休养生息。 几个人一路有说有笑地来到善食堂, 一进门, 就发现, 这里已经热闹得不行, 唐龙和帅帅鸭更是早就到了, 正坐在一张桌边吃小笼包。 双方见面, 热情地打起招呼, 一群人有说有笑地开始吃早饭。 或许是因为吸收了八旗大蛇, 修为达到老牛逼近的缘故, 林小璐比以前更能吃了, 饭量一块更是完全拿捏, 轻而易举地就把唐龙和阿姨吃趴下, 而直到吃完饭, 这帮无所事事的少年, 才练功地练功, 修行地修行, 各自嘻嘻哈哈地散去。 说起来全真这个地方, 林小璐实际上是第一次来, 除峨眉以外, 她就只去过茅山和昆仑, 故对于全真还是挺感兴趣, 再加上和万灵鬼母决战时 受到刘掌门的最后相助, 让她对全真这个宗门更加尊敬。 这些老一辈的掌门, 个个都是心怀天下, 有气节的长辈, 值得尊敬。 白雪矮矮的山道里, 林小璐背着手, 抬头挺胸, 昂首阔步, 一路听着路过的全真弟子向自己问好, 嘚瑟得不行, 身后跟着她的江宁看得直笑。 全真确实是块宝地, 膳食堂的小笼包做得很好吃, 不过豆浆没有猴仨煮得好喝, 阿宁等灭完东营, 我就带你去峨眉见识一下猴仨的豆浆。 江宁听到这话, 脸色一红。 昨天林小璐就说过, 要带自己去峨眉玩之类的话, 当时她就有一种要见公婆的奇怪感觉。 嗯, 婆婆自己已经见过了, 还和她成了好姐妹一样的关系, 公公的话, 问题应该也不大吧。 脸色发烫的江宁看着面前走路姿势大摇大摆的少年, 忽然脑瓜一热, 跟上去, 一把牵住了少年的手。 手掌被牵, 林小璐一点反应都没有, 很自然地牵着江宁溜达, 她牵过的人不少, 吴够, 阿一, 唐龙, 陈念云, 东方淡, 周里好多好多, 哪个没牵过, 因此没觉得有啥奇怪的。 俩人牵着手一路溜达, 江宁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很快她就习惯了, 任由自己被林小璐拉着甩胳膊, 心里满是欢喜, 不多时, 身材高挑的欧阳瑞雪, 从他俩身旁路过, 见到这一幕后, 神情夸张地发出一惹的嫌弃声, 然后吴嘴也遇到, 林小璐你厉害了呀, 都会泡妞了。 林小璐, 喝退。 欧阳瑞雪。 山道上, 林小璐和江宁, 继续有说有笑地闲逛, 一路上见到了全真许多美丽的风景, 在旁边考, 帅帅鸭给柳玉娘写情书被拒绝, 然后被无垢训话, 种种稀奇古怪的场景一一出现。 一直到中午时分, 在林小璐准备和江宁回去用饭时, 林见长老方无休, 忽然从天而降, 落在了他二人面前。 林小璐, 掌门传唤, 你和江姑娘过去。 说完, 向来严肃古板的方无休, 瞟了一眼这两个年轻人牵手的动作, 咳嗽了一下, 你俩注意点影响。 被长辈看到, 江宁的脸瞬间红透, 而林小璐却没有松手的意思, 拉着他一脸不屑道, 是阿宁自己要牵我的, 我甩都甩不掉。 江宁, 不久, 全真主电中, 林小璐一路牵着江宁走了进来。 由于几位掌门都在, 江宁有些不好意思被林小璐牵着, 但跟林小璐提了几声, 这兔崽子却愣是不松, 搞得江宁又是开心, 又是害羞, 脑瓜埋得滴滴地跟在后面, 仿佛一个安蠢。 掌门姐姐, 你喊我。 林小璐大咧咧往店内一站, 目光对着重掌门扫尸一圈, 然后忽略上官声, 心中傲娇, 哼,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小璐, 几位掌门在商量区东营的事, 你和宁儿都有原因之能, 也过来听听吧。 哦哦好。 林小璐牵着江宁, 没坐夜清卵旁边, 而是走向了老神在在的上官声, 江宁低着头就跟在他身后, 哪里也不敢看, 在路过司徒掌门的时候, 他甚至听到司徒掌门跟落掌门正掌门低声调侃了一句, 好意对家人顿时脸色更红, 脑瓜埋得更低。 上官大说, 我坐你旁边吧, 上官声睁着一只眼, 撇了一下林小璐和江宁牵着的手。 他倒是也没说什么, 年轻的时候, 上官声最大的梦想就是三妻四妾, 老婆越多越好, 只可惜那时候太年轻了, 遇到了现在的妻子, 亦氏族成了千古恨。 因此, 对于林小璐这个后辈, 上官声是打心眼里不希望他走自己的老路的。 没办法, 作为魔道头子, 这四位模式肯定与常人不同, 脑瓜子要是不奇葩那还叫魔吗? 带林小璐和江宁在他身旁的软榻上坐下, 还受着伤的上官声便看了看二人, 随后忽然突发奇想, 从那戒里掏出一本册子, 笑眯眯地丢给林小璐。 小璐侦儿, 这本秘籍老夫赏赐于你, 回去潜心研究, 别跟你师父似的, 几百岁的人了, 还是个铜蛋子, 老夫以前带他出去瓢, 都嫌丢人。 上官声声音不小, 所有人都听到了, 而如此不要脸的话, 被他一本正经地说出来, 搞得全场, 皆是尴尬不已。 江宁更是脸红地快滴出血来, 尤其当林小璐好奇翻开册子第一页, 他也跟着看到上面的画面时, 整个人更是面红耳赤,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上官大叔, 这上面的人物画得好逼真啊。 翻开书本的林小璐惊讶嘿嘿, 小家伙挺识货的嘛。 上官声猥琐一笑, 下次来南疆找老夫玩, 老夫带你见识更掉的, 保证让你看得挨诱, 叶青鸾你干嘛打我。 大殿中, 彪悍的叶青鸾冲过去, 一脚就蹬在了上官声脸上, 别人怕这磨到头子, 他可不怕, 拽着他就是一顿暴打, 最后更是嗷嗷大叫地挥起狼牙棒, 在上官声和林小璐的脑瓜上, 一人敲了一下, 并一把将林小璐手里的书给抢走。 二狗子你以后, 要是再教我峨眉弟子这些脏东西, 我就告诉瑶瑶, 让你一年不能上他的床。 林小璐, 你以后再敢跟你二狗书瞎换, 本掌门就告诉你师父, 看他不罚你。 彪悍至极的叶青鸾一通操作下来, 吓得全场都一愣一愣的, 尤其当那本书被抢走时, 一旁的江宁既是开心又是可惜。 鸾姐怎么这么严格啊? 那我以后, 难不成要一直主动吗? 真是羞死人了, 少女患得患失了想的。 不久, 叶青鸾, 江宁, 以及几个掌门陆续商量起了事情, 林小璐和上官生这一老一哨, 却是完全没听, 全程神游, 一个擦鼻血, 一个挖鼻孔, 时不时相互对望一下, 然后一起呵呵傻乐。 他俩对商量事情, 安排计划这种东西, 完全不感兴趣, 往椅子上一躺, 低声就开始吹牛逼。 小璐侦儿, 一会儿叔叔我再给你拿几本秘籍, 别让你掌门看见了, 他们这些女人心眼小得很, 哪里懂咱们成熟男人的乐趣。 哦, 上官大叔, 您真是太懂我了, 我就觉得, 只有男人才能理解男人的爱好。 没错, 小伙子果然有悔根, 大叔没看错你。 上官生感叹道, 果然还是年轻好啊。 你像叔叔我, 以前年轻气生不懂事, 加上那时候火气旺, 对女人有浓烈的好奇心, 结果一世足成了千古恨。 小璐啊, 以后你找伴侣, 一定不能找凶的。 我看这僵丫头还不错, 挺听你的话。 嘿嘿, 阿宁对我可好了。 嗯, 确实不错。 那小璐你觉得, 石榴和官怎么样啊场中, 上官生小声对林小璐道, 官就是脾气太臭, 随他娘, 石榴的话比较随我, 性格豪爽不拘小杰。 嗯, 这么一说, 波罗随谁哦他随年轻时候的我。 上官生嘀嘀咕咕唠叨半天, 一时间都忘记了提亲的事情。 而正当林小璐听得有些入神时, 场中商量计划的叶青鸾忽然冲他俩大喊, 你俩聊什么呢? 这嗓子声音极大, 把上官生和林小璐都吓了一跳。 而上官生被呵斥后, 立马咳嗽一声, 没敢对叶青鸾发火, 性性然挠着脑挖道, 没聊啥。 上官家主, 司徒中温和地笑道, 我们几位掌门商量, 想在三天后集结修士, 一同去东营, 不知上官家主意下如何都行, 你们定吧。 上官生舒服地往椅子上一躺, 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作为魔道魁首, 他根本没把东营放在眼里, 要是以前, 他自己就可以做到把东营灭国, 更何况现在的东营原因就剩两个, 这么点够谁打的二狗子你到时候一起来。 叶青鸾说道, 虽然现在战乱基本平息, 但神舟付出的代价太大, 我们必须谨慎行动。 哎呀,知道了, 就李明如, 我肯定去啊, 到时候看我嘲笑不死他。 上官生懒洋洋地打起了哈欠, 全无大佬风范, 搞得司徒忠等掌门尴尬不已, 但他们又不太好说什么, 只有叶青鸾直接开骂, 我弟子还在呢, 你能不能有点长者风范, 好歹你也是小鹿的前辈, 他都快被你带坏了。 瞎说, 上官生拍了拍林小鹿的肩膀, 哈哈笑道, 老夫这折天赋一柄人中龙凤, 有圣人之姿, 还需要带, 真的是, 小鹿要不你加入魔道吧, 挣到有啥好玩的, 以后大叔带你出去浪。 叶青鸾, 看着这一老一少狼狈围歼尖的模样, 叶青鸾差点没被气死, 跑上去又踹了上官生一脚, 然后揪着林小鹿的耳朵, 气呼呼把他拽回到自己身边。 中午时分, 攻打东营的日子定下后, 林小鹿便带着江宁去吃午饭, 他一路拉着江宁小跑到膳食堂, 确定叶青鸾不在后, 开心地从怀里掏出一本书。 阿宁, 你要不要一起看江宁丑了一眼书面, 见上面写着三十六式顿时脸色一直红到脖子根。 膳食堂内, 一同吃饭的几个少年, 见林小鹿神秘兮兮拿着一本书, 顿时好奇不已, 一个个就围了过来, 就连阿一这样的盲人都捧着饭碗, 好奇凑过来。 鹿哥鹿哥, 你拿的什么书啊? 上官家主给你的秘籍我去。 肯定是大宝物,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场中有识货的, 比如唐龙, 看了一眼封面上的书名后心里一阵尴尬, 而其他的修仙少年没怎么去过凡尘俗世, 见识少, 一时间到真被三十六式的名字唬住。 这个灵法居然有三十六招这么多, 我的鼠山剑爵才十二式。 不是很聪明的谭松磊惊呼。 阿一一听, 三十六招也吓了一跳, 他的须弥剑八才八式, 第八式还从来没人练成过。 龙门的夜明更是激动, 他的龙门阵法每一个都只有一招, 故觉得自己真是看到魔道秘法了。 面对魔道魁首赐予的秘籍, 少年们激动不已, 一旁的江宁和唐龙想劝都不知道咋劝, 就连有点文化的无垢都有些好奇。 他虽然知道二字是什么意思, 但却不知这三十六式是何物, 一时间也眼巴巴地期待着。 饭桌上, 林小璐见大家感兴趣, 倒也大方, 本着狗富贵, 勿相忘的理念, 哈哈大笑地翻开书本。 兄弟们,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魔道秘籍。 下一刻, 书本翻开, 众多少年顿时眼前一亮, 整个膳食堂都响起了长长的一声, 哇, 有一说一, 第一次看到这等秘籍, 对于这帮常年修行, 不安适适的少年们来说, 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震撼, 是非常大的。 当然, 这等秘籍, 在正道宗门, 如此堂而皇之地翻开宣传, 必然不被应允, 因此没过多久, 秘籍就被没收, 林小璐等一众少年还受了罚, 其中, 林小璐和阿一, 作为峨眉弟子, 便被叶青鸾派到全真的寒冰矿洞, 去那里凿修行用的玄冰, 其他门派的弟子, 也各自被自家掌门施以各种各样的惩罚。 矿! 冰蓝的矿洞中, 一大块冰块碎裂, 然后被林小璐, 丢进阿一的那戒里, 他一边丢一边感慨, 还是吴构和唐龙好, 他俩一个没师父, 一个师父不在这儿, 司徒掌门罚跪了, 说是要让他跪上三天, 真惨, 还有龙门的夜命, 直接被他师父打了, 鱼竿都差点被折断。 阿一一边对着面前的冰山费力凿冰, 一边回味道, 路哥, 那一是老汉推车, 令我大开眼界, 感觉整个人都升华了, 我准备找个伴侣, 路哥,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听到阿一的话, 林小璐助期搞托沉思, 随后提议道, 通邀的灵寿谷里有一个旅场, 回头哥带你去挑一头。 阿一闻言一惊, 愣为一会儿后忽然激动起来, 路哥, 原来驴也可以的骂, 您懂得真多。 林小璐。 矿洞内, 林小璐上下打亮了阿一几眼, 最后确定, 这会有成为新一代卧龙凤厨的潜力。 漫天冰雪的矿洞中, 林小璐拍了拍阿一的肩膀, 摇头叹息, 阿一, 咱俩相处这么久了, 有时候我真的挺怀念刚认识时的你, 那时候, 大家还不是太熟, 彼此之间也都保留着一丝拘谨, 你和我也都装得人模狗样的, 不像现在, 都放飞了自我。 两个少年一边说话, 一边继续轮着搞头凿兵, 而过了没多久, 阿一又有些气愤地发起牢骚, 都怪欧阳瑞雪, 那娘们真是太坏了, 我们才看到老汉推车, 观音坐连, 老树盘跟三世, 他就跑去告状, 如此密集, 我不能看完, 真是人生一大汗事, 路哥, 回头我就要去找他笔剑, 好好教训他一顿, 让他知道, 咱们已得福人帮的厉害。 说完, 他似乎又想起了密集里的内容, 顾拎着搞头, 来到林小璐面前, 满脸好奇道, 路哥, 你要跟江宁嫂子试一试那些招式吗, 说来也怪, 我看了那上面的招式, 以后就特别蠢蠢欲动, 欲罢不能, 恨不得立马找人试一试, 嘿嘿, 这次我来凡间真值, 不仅发现了美食, 还发现了这么有趣的东西, 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碰, 美好气的林小璐一拳 把这大傻子放倒在地, 然后自顾自继续搞起冰块, 你快点凿兵吧, 我力气大一会儿就能凿完, 到时候, 你就自己在这凿吧, 林小璐一副大哥风范, 而阿姨听到这话, 则是哭丧起了脸, 这千年悬兵实在是太难凿了, 灵力用不了, 只能用蛮力, 路哥, 我感觉失去灵力, 以后自己好费, 阿姨我觉得, 你应该自信一点, 把感觉两个字去掉, 夜晚, 虚实, 手里持着浮沉, 扎着急腰马尾的欧阳瑞雪, 立在庭院中, 对面是蒙着双眼的阿姨, 你不是讹眉的阿姨吗, 这么晚了, 你找我干嘛场中, 凿了一下午冰块的阿姨, 提着竹杖, 面容严肃道, 我要跟你比剑, 欧阳瑞雪, 高挑的少女, 甩了甩手里的浮沉, 我是用浮沉的, 我不会用剑, 阿姨文言一愣, 随后继续杀气腾腾道, 那我就给你单挑, 欧阳瑞雪, 你打小报告, 还毁灭我们男修士爱好学习的精神, 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赌上剑修的荣耀, 欧阳瑞雪, 庭院中, 他看着面前比自己小两岁的阿姨, 觉得这小弟弟, 好像傻兮兮的, 不是很聪明, 不过他也知道, 阿姨是杰丹镜的剑修, 一时间便有些拿不住主意, 欧阳瑞雪, 当初是黄天圣楼中, 杀东宁人最狠的修士, 比其他少年还狠, 性格异常彪悍, 但他并不傻, 他明白自己一个筑基圆满, 肯定不是阿姨的对手, 故随口胡周道, 你一个男的要跟我姑娘家打, 这就是你剑修的荣耀吗, 阿姨文言一愣, 个子比阿姨还要高一些的欧阳瑞雪, 抱着胳膊, 继续忽悠道, 我今天身体还有些不舒服, 你又是男的, 打败我也是圣之不武, 这样吧, 等我明天身体养好了再来, 和你一决雌雄, 如何文言, 脑瓜一根筋的阿姨想了想, 觉得也不是不行, 不将竹杖往地上一插, 随后盘腿坐下, 行, 那我就在这里, 等你, 见这家伙在自己屋外打坐, 一副不达目的事不罢休的模样, 欧阳瑞雪翻了个白眼, 然后迈着大长腿转身回屋, 并在屋门上贴了张符, 防止这大傻子半夜偷袭自己, 不久, 一夜的时间匆匆过去, 太阳高挂, 欧阳瑞雪打开屋门, 刚一出来就看到阿姨坐在自己门外, 你还没走他猛了一下, 当然, 我要跟你单挑, 赌上剑修的荣耀, 阿姨执着地说道, 欧阳瑞雪文言, 尴尬地看了看这家伙, 随后继续忽悠, 我们全真弟子, 每天早上都要去三清堂做早课送到京, 你等我做完早课吧, 说完, 他就直接出了院子, 把阿姨独自留在庭院内, 欧阳瑞雪离开后, 一边走一边抱着胳膊冷哼, 还赌上剑修的荣耀, 真是嘎得不行, 傻弟弟, 你就好好等着吧, 哼当日一整天, 阿姨都在院子里打坐等待, 连最心爱的饭都没去吃, 就为了等欧阳瑞雪回来, 然后教训他, 结果这一等, 就一直等到天黑, 而当他终于忍不住想出去找一找欧阳瑞雪时, 欧阳瑞雪才终于回来, 身后, 还跟着一大帮中年女修, 阿姨见到这些中年女修愣了一下, 刚想问他们是谁, 欧阳瑞雪就对着这些女修告状道, 几位师姐, 就是这个人, 仗着自己修为高腰欺负我, 还美名奇约单挑, 昨晚更是堵了我一整夜, 此话一出, 阿姨顿时猛了, 而下一刻, 就有一个身穿超大号道袍, 又高又胖, 仿佛小山一般的全真女修, 站在他面前, 持着超大号的浮尘, 居高临下瞪着他, 小子, 我全真掌门陨落, 你就来欺负我小师妹, 你真当我全真弟子好欺负吗? 阿姨仰起头, 用神识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大胖子中年女修, 瘦弱的小身板顿时吓得一哆嗦, 这位师姐, 凝视大胖子女修冷哼一声, 怒道, 全真真传弟子, 杰丹静, 赵蒙妹, 话音一落, 一大波全真的真传女弟子, 便直接把阿姨围了起来, 一个个手持浮尘浮尘, 虎视眈眈瞪着他, 居然欺负我们小师妹, 亏你还是个男人, 以为自己是盲人,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杰丹静和助击静单挑, 你也好意思, 姐妹们, 打他, 眼尖自己要被群殴, 阿姨瞬间绷不住了, 他刷, 得一声拔出竹中箭, 很有骨气的怒喊, 怕你呀, 我是以德夫人帮第一剑修, 今天就让你们这群女人, 剑是剑是剑修的容, 啊, 话还未说完, 同为杰丹静, 体重足足有二百斤的赵蒙妹, 便一把将她扑倒, 周围的女修也是冲上去, 劈头盖脸, 一顿抱踹, 最后, 赵蒙妹更是甩着大胖蹲身体, 在阿姨身上旋转跳跃, 然后冲天起, 再从天而降, 一屁股把她坐在陷进土里, 一时间整个小院都在颤, 画面惨不忍睹, 直叫人触目惊心, 阿姨的惨叫一声高过一声, 欧阳瑞雪在后面看得哥哥直乐, 让你欺负我, 哼臭弟弟, 场中, 赵蒙妹用枣盆, 一般大小的屁股坐在阿姨腰上, 掰着她的两条腿, 一边掰一边立问, 扶不扶, 阿姨嗷嗷大叫, 大喊, 不扶, 赵蒙妹见状, 直接将阿姨甩起来, 跟林小姬仔似的抱着她一个重摔, 接着灵力调动, 一个泰山压顶下去, 扶不扶, 我就不扶, 赌上剑修的荣耀, 死鸭子嘴硬, 我赵蒙妹今天就一屁股做死你, 阿姨旁, 欧阳瑞雪见阿姨被打得鼻青脸肿, 鼻血横流, 是又好气又好笑, 一直到阿姨快被打残, 她才笑嘻嘻地上前, 拉住几位尸姐, 一堆女修见阿姨, 已经没有战斗能力了, 也就作罢, 把她好一通教育后, 陆续离开, 两久, 月光下的院子清静了, 欧阳瑞雪看着趴在地上, 直抹鼻血的阿姨, 直笑得前仰后合, 随后在她面前蹲下, 递了条白色丝巾手绢, 擦擦鼻血, 阿姨可怜巴巴地接过手绢, 往脸上一抹, 把白色的手绢擦成红色, 然后哼哧哼哧道, 你胜之不武, 说好了单挑搞群殴, 你等我回去叫人, 闻言, 欧阳瑞雪傲娇地哼道, 你境界比我高, 我打不过你, 难道还不能智取吗说完, 她看着鼻青脸肿的阿姨, 目录有些赞赏道, 想不到你还挺硬气, 被揍成那样了, 都不求饶, 是条汉子, 那肯定, 我们以德夫人帮, 就没有求饶之辈, 欧阳瑞雪, 你给我等着, 等我养好伤, 再来找你单挑, 赌上打住打住, 欧阳瑞雪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这家伙, 无奈道, 什么赌上见修的荣耀, 这种话好傻, 谁叫你的陆哥教的, 陆哥说这种话说起来很有逼格, 逼格这种话, 听起来很嘎的好吗, 欧阳瑞雪说完, 一直小怨大门, 你可以回去了, 受着伤的阿姨, 闻言不服气地哼了哼, 然后扶墙走向了院门, 而到门口时,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 扭头摘下鼻孔里的手绢, 这手绢还你, 你用得血淋淋的, 还给我干啥, 欧阳瑞雪没好气瞪了她一眼, 然后不耐烦地挥手, 手绢送你了, 赶紧滚蛋, 我要修炼了, 哦, 那我拿回去洗干净, 再来还你, 说完, 阿姨才迟着主杖离开, 月色下, 欧阳瑞雪看着少年离去的背影, 忍不住笑了笑, 这峨眉的家伙, 傻傻的还挺有趣, 夜晚时分, 阿姨先去了一趟膳食堂, 吃饱喝足后才回了居住的客房, 他们作为其他宗门的弟子, 住的是长长一排大瓦房, 每个人一个房间, 然后外面有一个共用的院子, 而当他顶着月光回到院子的时候, 就看到院内坐着一排排的少年, 这些少年皆是中午看过那本秘籍的人, 无垢唐龙林小鹿谭松磊夜命等等都在, 此刻他们正坐在一起, 听着帅帅鸭在面前大放厥词, 鹿哥, 你们在干嘛阿姨来到林小鹿面前蹲下? 林小鹿抽给他一个小板凳, 随后听到, 秘籍不是被收了吗? 大家还没看尽兴, 不过帅帅鸭很有经验, 主动给大家讲课, 大家可激动了, 你看谭松磊, 他眼睛都放光了。 场中, 帅帅鸭看着面前的一众少年, 连笔带话继续讲道, 本鸭纵横压场多年, 什么样的鸭没见过, 因此对于这公母之事, 本鸭自认, 还是有些心得的。 今日给诸位讲课, 讲得不好, 大家多担待。 好。 众少年激动地直拍手。 当天夜晚, 帅帅鸭才华进展, 唾沫横飞, 彻彻底底带这帮正道少年,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少年们自然也是听得津津有味, 面红耳赤, 一时间仿佛邪教开大会一般。 最终, 一个时辰的课程, 在热烈的掌声中完毕, 场中的少年们知道, 他们今晚, 注定睡不着了。 次日, 中午时分, 夜清卵悠哉悠哉地在峨眉闲逛, 明天就要去东营了, 因此, 他想出来走走, 然后等明天好好大开杀戒一把。 走在全真的雪道上, 他一边走一边啃着甘蔗, 赏着雪景, 不久, 他路过一对少年少女, 接着, 他就下意识听到了少年少女的话。 狗师妹, 师兄我昨晚得高人指点, 突然开窍, 发现自己原来也是喜欢师妹的, 师妹你做师兄的道理吧。 师兄你怎么了, 你以前不是说要专注修行, 不会考虑道理之事的吗师妹? 那时候是师兄太年轻了, 不懂道理二字的真正含义, 如今受高人指点, 师兄已经毛色顿开, 大不一样了, 还望师妹成全。 夜清卵听着这对少年少女的话, 瞅了两眼, 发现是毛山的弟子, 随后微微笑了笑。 这毛山弟子还挺浪漫的, 都知道追姑娘, 不像自己那群小弟子, 全是修炼狂, 男欢女爱一点都不懂, 哼哼, 果然还是我峨眉的家教好呀。 他继续悠哉悠哉地闲逛, 而逛了没多久, 就看到远处的果园中, 正有一名少年对着果树说话。 夜清卵见状愣了一下, 仔细一瞅, 这不是龙门的夜命吗? 这小孩今天怎么没去钓鱼? 好奇之下, 夜清卵施展听风诀, 远远地开始听夜命说话, 不久, 夜命的话语声便传到了他耳朵里。 大树, 我昨晚得高人指点, 醍醐灌顶, 准备去跟世姐表白, 你说, 我会不会成功? 虽然我是昨晚才发现自己, 对世姐感兴趣, 但我觉得我对世姐是真心的, 真心地对她感兴趣。 为了她, 我以后可以少掉一些鱼。 偷听的夜清卵, 闻声有些疑惑。 夜命怎么也突然情斗出开了, 还有什么高人指点, 这个高人是谁, 带着心中的不解, 夜清卵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 结果一路上看到无数少年, 一个二个的不是在表白, 就是在表白的路上, 她甚至看到一个全真的弟子, 抱着一个少女的腿, 嚎啕大哭, 一边哭一边喊, 师姐你就接受师弟吧, 师弟好爱你啊, 这一幕, 直接把夜清卵看猛了。 这是, 春天来了, 关于少年们情斗出开的事情, 自然传到了各门派掌门的耳朵里, 而对于此事, 几位掌门倒也没说什么, 年轻人嘛, 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上官生甚至觉得, 这些掌门有些小题大做, 还洋洋得意地说自己13岁, 就会偷看女孩洗澡了。 而对于这魔道魁首的话, 几位掌门都聪明地没有去接, 而是一起看向夜清卵, 夜清卵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一脚就踹了上去。 下午, 全真大殿, 几位掌门和林小璐, 江宁, 以及全真的新掌门, 一位结单巅峰的长老坐在一起, 商谈起了反攻东宁的事情。 对于这种商谈, 觉得无聊的林小璐继续和上官生神游, 根本没听, 只大概知道, 掌门是在商谈进攻东营, 要不要带弟子去。 一部分掌门认为, 没必要带弟子一起去, 毕竟东营只剩下两个原因, 按照上官生原因巅峰的实力来说, 一个人就可以给他们打爆。 但也有一部分掌门认为, 神州经历小半年的战火, 不少弟子都有清静之人, 死在战乱之中, 现在大局已定, 神州既然有优势, 就应该带弟子们去一道反攻, 让弟子们拥有亲手报仇的机会, 也算解去一道心魔。 而除此以外, 一部分争议, 毕竟即便是侦途了东营所有修仙者, 总不能把凡人也途光, 那有为伦理刚长, 和东营的恶行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场中, 林小璐翘着二郎腿, 看着叶青鸾和几个掌门吵来吵去, 觉得他们闲得淡疼。 上官大叔, 掌门姐姐也真是的, 把东营弄成不好吗? 那么费劲。 这帮正道修士就是这样, 干啥都磨叽地要命。 上官生扶着下巴, 一脸不屑道, 按照老夫的想法, 就该把东营的修仙者全部杀光, 魂魄都给炼了, 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 然后再把岛屿一炸, 把东营的凡人也都抓过来, 杀凡人杀多了确实不好, 那就干脆废物利用。 男的世代为奴, 女的世代为仓, 也让他们为神州百姓做点贡献。 一旁的林小璐闻言愣了一下, 他忽然觉得, 狠还是上官大叔狠, 自己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对了小璐侄儿, 石榴这两天跟你联系了吗? 上官生忽然问。 联系了, 他昨天跟我聊天来着, 说想来找我玩。 文言, 上官生摸索了一下下巴, 随后看着林小璐笑道, 你说, 等灭了东营以后, 老夫让石榴, 瓜, 还有菠萝, 去你们峨眉做做客怎么样此话一出, 林小璐顿时眼前一亮, 行啊, 我跟花蝴蝶关系可好了。 上官生文言哈哈一笑, 并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林小璐的肩膀, 行, 就这么定了。 你们这些小辈好好培养一下感情, 正好这次老夫救了正道这几个老顽固, 想必他们也不好意思再拦着我们魔道的人进来了。 两章幕以上, 一老一哨继续说笑交谈, 一时间颇有忘年之交的意思, 而过了一段时间后, 几个掌门终于商量完毕, 司徒中更是对上官生尊敬道, 上官家主, 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 考虑到神州大局刚稳, 东营又轨迹多端, 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意外, 决定带着所有杰丹进你上修室, 共同讨伐东营。 此话一出, 上官生顿时吃笑出声, 司徒, 你现在也太小心了吧, 年纪大老糊涂了, 区区一个东营, 就剩两个原因了你还这么小心上官生话里话外, 都对东营充满了鄙夷, 满脸不屑道, 有本家主在, 你和业掌门, 再加上老洛, 老郑, 小鹿折儿, 和姜丫头, 足足七个原因, 这么大的排场还不够你, 是不是太看得起东营那憋三地方的司徒中尴尬了一下, 他知道, 上官生的注意力不会太集中, 故主动跳过这个话题, 继续说道, 关于东营的凡人, 我们大家是这么想的, 毁掉一切关于东营修仙者的东西, 不管是法宝, 功法, 还是记载等等, 全部毁掉, 然后让他们自己生活, 今后凡人中要是继续出现修仙者, 只要不行恶事, 我们也就不再管, 不知上官家主意下如何上官生意撇嘴, 比试道, 娘娘腔, 司徒中, 你们这帮正道的, 还是太特娘的软弱了, 上官生意气风发, 带着屁腻天下的霸气说道, 小孩子都知道斩草出根的道理, 你们一个个活这么多年了, 难道不知道, 你们不想杀太多人, 这一点本家主可以理解, 但也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要我说, 无论男女, 全部抓回来, 男的为奴女的为娼, 不听话的直接杀了, 老人小孩可以不管, 反正老人活不了多久, 八岁以下的小孩呢, 也能留他们一条狗命, 毕竟上天有好生之德嘛, 不能这么做, 骆忠泽脸色一极, 非常严肃地反对道, 上官家主, 你把老人小孩留在东营, 他们有生存的能力吗, 这不还是变相, 让他们走向死亡吗, 这肯定不行, 上官生见自己被反驳, 翻了个白眼, 然后对着骆忠泽一撅嘴, 呸, 妇人之人, 骆忠泽, 场中, 林小璐看着上官生, 和几个掌门开始吵架, 一时间有些头疼, 他现在终于知道, 为何会有震魔之分了, 说实话, 他觉得上官大叔的想法, 虽然有些激进, 但确实一劳永逸, 毕竟东营人的险恶他见识过, 确实是丑陋到了极点, 赶尽杀绝没毛病, 可几位掌门的想法, 确实也没错, 毕竟他们只是不想残害凡人, 所以这就很尴尬, 只能说是理念不一样吧, 场中, 两帮大佬继续吵个没完, 一直到最后, 都没争出个所以然来, 到最后还是, 叶青鸾听得不耐烦了, 说明天到了东营, 以后再看情况决定, 众大佬这才性性然作罢, 而林小璐也开始摩拳擦掌, 他一想到明天, 就可以去东营大杀四方, 还能见到许久未见的老大, 就高兴得不行, 夜幕降临, 林小璐吃饱喝足, 从膳食堂出来, 一路溜达到了小院, 正好见到江宁, 柳玉娘, 以及毛山的张婷, 坐在一起说笑, 其中, 柳玉娘还拿了一把瓜子在磕, 于是她便非常自然地走过去, 抢走她的瓜子, 然后坐在江宁边上, 一边嗑瓜子, 一边听几个姑娘聊天, 几人聊得基本, 也都是明天去东营的事情, 偶尔还会聊一聊, 这段时间, 谁谁谁在一起了, 谁谁谁给谁谁谁写情书了, 估计姑娘都比较喜欢聊这些吧, 几个姑娘说笑着话, 笑声很好听很清脆, 一时间气氛闲得融洽, 而过来一会儿之后, 张婷忽然有些好奇地看向林小璐, 小璐有想过什么时候, 和江宁澄清骂这个问题来得猝不及防, 把正客瓜子的林小璐搞得一愣, 身旁的江宁也是脸色飞红, 不敢看她, 见林小璐冷冷地, 柳玉娘笑呵呵几对道, 怎么昨儿帅帅鸭给你们讲了那么多特殊知识, 你就没对阿宁有想法对呀对呀, 江宁那么漂亮, 小璐你拉过江宁的手了吗张婷一脸八卦地问, 目中满是期待, 面对这种问题, 林小璐顿势不限, 拉手算什么, 我和阿宁天天拉手, 说完, 她直接牵起江宁的手掌, 在柳玉娘和张婷面前甩呀甩, 江宁也不反抗, 任由她牵着自己, 见江宁一脸幸福的模样, 张婷顿时羡慕得不要不要的, 忍不住幻想自己的周离从天而降, 然后也牵着自己的模样, 嘿嘿, 怎么样, 厉害吧, 林小璐开心道, 下次我还准备挑战一下帅帅鸭说的, 亲江宁一口, 此话一出, 张婷和柳玉娘顿时发出搞怪的, 哇哦, 小璐你好变态欧的坏笑, 江宁也是听得面红耳赤, 眼眸中甚至都泛起了一层水雾, 林小璐哈哈直乐, 觉得好玩, 而正当她准备再继续吹嘘一番 自己下一步的神勇时, 一个背着常见的少年忽然昂首阔步, 抬头挺胸走了过来, 月光照耀下, 少年一出场, 就让林小璐, 柳玉娘, 张婷, 以及江宁四人, 清楚地看到少年脸上的红色唇印, 那一瞬间, 四人全猛了, 松磊, 你这是, 院中, 谭松磊潇洒的一撩额前碎发, 吓瑟道, 陆哥, 昨日我得帅帅压指点迷惊, 毛色顿开, 今儿一大早就去向文竹师妹告白, 文竹师妹果然也倾心于我, 最终在和我共游了一天全真学景后, 在我脸上留下了这枚唇印, 说完, 谭松磊一脸傲娇地看向几人, 对柳玉娘问道, 刘姐, 你亲过别人, 或者被别人亲过吗? 柳玉娘淡定摇头, 谭松磊哈哈一笑, 继续问向张婷, 张婷, 你那张婷羞涩一笑, 然后摇头, 谭松磊又问向江宁, 嫂子, 你亲过别人吗? 江宁哭笑不得的摇头, 最后, 谭松磊看向林小璐笑道, 陆哥, 你被姑娘亲过吗? 林小璐点头, 我娘和我妹妹都亲过我, 谭松磊, 所有人, 月光下, 谭松磊炫耀地摆弄着脸上的唇印, 然后拉了个小板凳, 和几人坐成一个圈, 开心笑道, 陆哥, 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鼠山谭松磊, 是年轻一代中, 第一个被姑娘亲的, 所以我决定, 今天晚上不用洗尘单了, 也不洗漱, 明天就顶着, 唇印在全真逛, 好好炫耀一下, 让大家都见识见识我鼠山的雄风。 扑痴, 三个姑娘, 文言, 全都笑出了声, 林小璐也是一脸无奈, 她都不知道, 谭松磊要是真这么干, 司徒掌门都被弃成什么样子, 看了看谭松磊, 又想了想越来越傻的阿姨, 以及许久未见的上官波罗, 林小璐心里忽然起了一丝担忧, 自己作为以德夫人帮的帮主, 手下的兄弟, 好像没几个正常的, 想了想, 她发现, 好像也就唐龙, 陈念云, 东方诞, 无垢四人比较正常, 而这四人中, 真正有勇有谋的, 也就只有唐龙和陈念云, 唉, 这样下去是不利于社团发展的呀, 难办, 次日, 清晨时分, 浩瀚云海之上, 巨大的玉如意, 冲破漫天飞舞的云层, 遨游天际, 和鼠山的巨剑, 全真的浮沉, 龙门的紫鸡龙, 以及茅山的巨大福禄, 一起并驾齐驱, 直奔东宁而去, 声势浩荡, 咔嚓, 红彤彤的苹果, 被林小璐咬下一口, 咔嚓咔嚓吃的贼香, 陆哥, 你哪来的苹果阿姨在旁边直勾勾地问, 掌门姐姐给的, 说完, 林小璐把苹果递到阿姨嘴边, 这货也不客气, 直接啃了好大一口, 你昨晚干嘛去了, 我都没看到你, 我去找欧阳瑞雪了, 阿姨嘴巴里塞着苹果, 一边吃, 一边含糊不清道, 上次他给了我一条手绢, 我洗干净, 准备还给他, 可是他没要, 说上面有我的鼻血他, 不想要了, 哦, 林小璐点点头, 和阿姨趴在玉栏杆上, 随口问道, 你跟他单挑了没, 阿姨挠了挠头, 脸色有些古怪地说道, 我去找他以后, 他说我境界比他高, 跟他单挑属于欺负人, 就提出要跟我闻斗, 哦, 林小璐好奇, 怎么个闻斗法提到这件事, 阿姨瞬间悲愤, 跟告状式地说道, 他叫我下围棋, 输的人要向赢的人喊一声好汉饶命, 然后他就赢了我一晚上, 陆哥他太欺负人了, 一晚上, 都把我喊累了, 林小璐, 一直以来, 林小璐都以为天上的人是非常厉害的, 要么像上官大叔那样霸气, 要么像老大那样洒脱, 再要么像无形蝉食那样充满智慧, 可结果呢, 阿姨直接打破了他对天上人所有的幻想,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毕竟这家伙, 可是邦内除自己和妹妹以外第一站立, 这样下去, 会有损社团形象的, 云海翻腾的天空中, 林小璐展开了对社团未来发展的深深思考, 而带着这种思考, 他们一行人也渐渐抵达了东海, 碧蓝的海面上, 吃完苹果的林小璐遥望着渐渐浮现眼帘的岛屿, 双目一眯, 所有的不正经和玩世不公都开始消散, 一股不符合年龄段的杀意开始呈现, 与此同时, 东营庭院中, 现任天皇黑云斋和剑圣斋藤羽一郎也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同时起身, 黑云斋对面前的老者汗手低头, 闷着声音道, 父亲, 神舟来复仇了, 老者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面前老神在在的李明如, 从那戒中取出一把只有匕首大小的武士刀, 哟, 怀剑都拿出来了李明如看着武士刀笑道, 看来老天皇是真准备以死相搏了场中, 已经被黑子完全反攻, 白子, 只剩寥寥地棋盘对面, 老者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明如桑, 神舟不愧是神舟, 面对东营, 天竺, 欧罗巴, 鬼王中的联手, 还能反败为圣, 我东营败在神舟手中, 不冤枉, 说完, 他见黑云斋和斋藤羽一郎已经顺移离开, 便好奇询问道, 明如桑, 在下还有一事不解, 李明如懒洋洋地趴在棋桌上, 说来听听, 明如桑所说的, 那个叫林小路的少年, 为何能破掉这死局老者脸上的皱纹展开, 笑道, 明如桑, 我实在是想不通, 我觉得, 一个少年是没有办法在这场风火期中, 起到关键作用的, 或许那个少年是明如桑的弟子, 有过人之处, 但要说他是破开这死局的关键, 未免还是有些太让人吃惊了, 李明如扶着下巴, 不屑一笑, 结果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不是不愿意接受, 而是不愿意相信这场风火期, 会因为一个少年而终结, 他甚至连修仙者都不是, 老者目光如炬地看着李明如, 继续沉声道, 明如桑, 您是想用这个少年来侮辱我们吗, 还是说他的爹娘很不一般, 他有什么隐藏的血脉天赋扑斥, 听到这里, 李明如直接就笑出了声, 他提着葫芦笑了好一阵, 两久, 才将笑容收起, 鄙夷地看着老者, 飞云百虫, 你觉得本作需要侮辱你们, 还是说你们配让本作侮辱李明如不懈吃笑道, 你不就是不甘心败给一个普通少年吗, 扯东扯西地说这么多, 还什么血脉, 天赋, 血脉天赋是你爹老者, 场中, 李明如做了口葫芦里的酒, 然后笑问, 你们世人算数都不会算了吗, 我就问你, 这世上所谓有血脉, 天赋, 的人, 和普通凡人相比, 哪个多老者一愣, 自然是普通凡人更多, 普通凡人的数量, 相比于这些天之骄子, 要多了数万倍不止, 那不就得了, 李明如继续笑道, 自古以来, 每个真正开辟新时代者, 都有自身的机缘, 这不假, 但他们无一例外, 都是毅力强悍, 绝对自律之辈, 并且, 很大一部分, 都不是你说的血脉传承者, 因为血脉传承者, 大多只是, 受了天道和祖辈的避拥, 含着, 金汤匙出生的人而已, 没错, 这些强者的后代, 确实更容易诞生强者, 但也只是概率比普通人的后代更大而已, 不代表普通人中, 就不会出现天赋异禀, 精彩艳艳之辈, 相比较之下, 强者终究是极少数, 他们的后人, 和所有普通人的后人, 在数量上相比, 自然也是极少数, 因此, 无论再怎么计算, 在数万万普通凡人的绝对数量面前, 强者的后代, 其实不值一提, 毕竟两边人数的量摆在那里, 这就不是一个概念, 场中, 李明如似乎是想到了林小璐从小到大的经历, 故稍显化多地继续说道, 凡是皆有镜头, 即便是, 所谓的强者血脉, 也同样有镜头可循, 那些镜头, 最初也都是要从一个平平无奇的傻小子开始, 而对于这样的镜头, 我称呼他们为新时代, 说完, 李明如似笑非笑地看着老者, 轻道, 恭喜你, 黑云百虫, 你和你的东营成为了新时代的垫脚石, 棋盘对面, 老者微微一颤, 两久, 他浑浊的目光放到了漆黑的未出翘怀剑上, 怀剑是东营分类为短刀的剑, 长度基本与匕首相仿, 比泪差要短, 以前的作用是作为随身的工具刀和防身用的隐蔽小刀使用的, 后应在需要切副的时候, 怀剑的尺寸更加顺手, 东营便开始用怀剑这种短刀来切开肚子, 但是这种伤势其实并不致命, 所以一般要等很久, 甚至几个小时才会失血而死, 非常痛苦, 老者清楚, 李明如是肯定不会做自己的借错人的,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只是默默拿起了怀剑, 并将其打开一半露出里面寒光四射的半截刀身, 家父曾经就是用的这把和全手梁切剖腹自尽, 当时, 刚成为新任天皇的我, 是他的借错人, 说完, 他刷, 得一声将刀合上, 然后继续看向面前的棋盘, 目光中, 开始绽放最后一丝光芒, 明如丧, 你所谓的新时代, 老头子我是见识不到了, 不过对于武士而言, 即便是剖腹自尽, 那也是屈辱的死法, 只有战死沙场, 才能受到永恒的荣光, 而不愿意做武士的平民, 我会将他们变成武士, 让他们接受那份荣光, 李明如闻言, 上下瞅了他两眼, 东营, 京都上空, 一身黑色长袍的黑云斋, 立在空中, 看着远处, 越来越近的树作法器, 面无表情地, 对身后一名修士道, 百鬼夜行大阵, 都布置下去了马回陛下, 已经全部布置下去, 京都, 奈良, 镰仓, 以及柱子岛, 全都布置下了阵眼, 一旁, 斋藤与一郎, 看了看黑云斋,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但他也没说什么, 他虽是原因, 但也是武士, 忠诚, 还是摆在了第一位, 场中, 他看着珠子叹了口气, 似是有些不舍, 但随后还是猛然掐碎, 下一刻, 一道黑色的光线瞬间飞升到高空之中, 随后仿佛烟花一样炸开, 竟形成一片巨大的黑色云木, 仿佛当初夜清卵的法器一样, 瞬间覆盖住整座东宁, 隔着黑色云木, 黑云斋目光适血地看着远处的神舟修士, 对身后的修士冷声下令, 开启百鬼夜行大阵, 海面上空, 上官升副手而立, 逼格惊人, 背后则依次并排着一位魏元英大能, 除了林小璐和江宁, 他俩一个不会飞, 一个不画龙也不会飞, 因此被夜清卵一手一个提着, 在这足足七位元英进后方, 是密密麻麻五个宗门的杰丹修士, 在如此战斗力的衬托下, 眼前的东宁真可谓是渺小至极, 场中, 上官升看着整座东宁被黑色圆罩笼罩, 顿时不屑吃笑, 以为套个龟壳就有用了喝说吧, 他便潇洒地拂袖一甩, 一道利吼的黑犬立刻从袖中甩出, 仿佛流星陨落般飞射, 狠狠轰撞在黑色圆罩上, 然而, 毫无反应, 见黑色圆罩完好无损, 上官升愣了一下, 几位掌门也齐刷刷看向了他, 二狗, 你行不行夜清卵撇着嘴问? 上官生老脸一红, 然后嘎笑了几声, 刚才本家主只是小事牛刀, 夜掌门莫及, 且看老夫神威, 说完, 他便身姿一闪, 瞬间飞到黑色圆罩上空, 然后怒吼着灰洒出, 冲天魔气, 化作一颗巨型黑色狗头, 狠狠咬了上去, 狗头内的上官升, 接下来的一系列画面, 看得神舟所有人眼皮一阵暴跳, 只见黑色的大狗头围着巨大的黑色圆罩, 这边咬一下, 那边咬一下, 全程嗷嗷大叫, 愤怒至极, 直发出汪汪汪的咆哮声, 但却愣是拿着古怪的黑色圆罩, 毫无办法, 全程无能狂怒, 怎么看怎么傻, 白发苍苍的司徒中看了一会儿, 不禁有些疑惑, 以上官家主的实力来说, 不应该破不开, 东营有什么法宝, 可以扛下上官家主的魔犬是天吗, 他们有个毛, 还不是天上舍下来的, 帅帅鸭握在林小鹿怀里, 目中满是鄙视, 这帮东营人也就配缩在这龟壳里了, 此刻的海面上, 笼罩住整座东营的黑色圆幕, 坚挺无比, 任凭黑色狗头, 如何咆哮怒咬都纹丝不动, 见状, 司徒中便拔剑说道, 诸位一起用力, 破了这件法器, 话语一落, 场中几位掌门纷纷祭出灵法, 一时间数个原因级别的手段释放而出, 好似流星雨一般, 飞过海上长空, 尽数轰击在了原罩上, 然而却依旧毫无作用, 叶青鸾都看猛了, 只感叹, 这罩子不比师弟赐予自己的那件法宝刹, 防御力几乎一个级别, 傻妞儿, 你瞎想啥呢, 听到叶青鸾的惊叹, 帅帅压扁嘴道, 老李, 给你的玄天仙藤根筋, 可以无限使用, 根本不是东赢这个能比的, 东赢这个罩子, 我看着像是那种一次性的法宝, 只不过不知道, 这法宝可以持续多久, 黑罩上, 上官声嗷嗷大叫咬了好一会儿, 最后实在咬不动了, 只能无奈地恢复本体, 退回到众人身边, 整个人也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见他喘得厉害, 叶青鸾打句道, 二狗子你有点虚啊, 哎, 真是苦了, 我家瑶瑶了, 上官声美好气翻了个白眼, 一边擦汗一边道, 哪有人开绝招能一直开的, 魔犬, 是天很消耗灵力和体力的好吗? 场中, 几位掌门一时间也没了什么主意, 眼见着黑色罩子破不掉, 便想着要不原地驻扎, 他们觉得, 这罩子如果真如帅帅鸭所说, 是一次性法宝, 那就肯定有时间限制, 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会自行消散, 反正胜券在握, 等等看,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而就在几位掌门又开始讨论开小会时, 敏锐的帅帅鸭忽然发现, 这个黑色圆罩虽然抵御了圆鹰的攻击, 但海面上贴着圆罩的海水却可以飘进去, 因为它在海面上是个半圆, 立在海里的缘故, 而海面波涛汹涌, 可以发现, 海水会很自然地飘流进去, 这让帅帅鸭顿时眼前一亮, 然后抬头看向林小璐, 而林小璐也正好看向了她, 老大你看到了林小璐连连点头, 我好像能进去, 嘿嘿, 恐怕不光你能进, 帅帅鸭坏笑一下, 随后看向身后正在啃鸡腿的阿姨, 那个大傻子, 对, 就是你, 你轰一下罩子试试看, 阿姨闻言, 一手捏着鸡腿, 一手寄出一道剑气, 果不其然, 剑气滑破长空, 转瞬射进罩内, 而随后, 帅帅鸭就对着众掌门道, 实锤了, 这破罩子, 其实不咋地, 只能阻挡原因, 原因以下, 不管是凡人还是修士, 都可以进入, 预知的房屋内, 司徒中摸着长长的胡子, 皱眉思索道, 天皇黑云斋, 剑胜斋藤, 两个原因在里面, 如果只派弟子和长老们进去, 恐怕有危险, 这不还有我老大呢吗, 我老大也能进, 我老大的老牛逼进不具原因, 可是对方有两个原因, 小鹿终究只有一个人, 还是有些冒险, 叶青鸾说完, 看向一旁的江宁, 宁儿, 你能进去吗, 江宁点了下头, 鸾姐我能进去, 不过苍龙之魂也属于原因手段, 他进不去, 只能我自己进, 呃, 那你还是别进去了, 欲如意上, 众人围在一起商量着事宜, 领小鹿则扛着大根青铜器, 在旁边一脸跃跃欲试, 掌门姐姐我不怕, 我想去一条二, 挑战一下我的软肋, 大人说话, 小孩别打岔, 林小鹿, 房屋中, 预置的桌面上, 上官生一脸气愤地拍着桌子, 直拍得砰砰作响, 早知道本家主就不来了, 兴致匆匆地过来, 结果进不去, 不能亲手救李明如, 无法在他面前装逼, 真是气人, 二狗子你在拍我的桌子试试, 我特么弄死你, 场中, 叶青鸾拎着狼牙棒, 追着上官生打, 一边追一边骂, 你在跑, 你在跑司徒中看得头疼, 则继续说道, 这东营下的倒是一手好棋, 这是明知要死, 也要拉着我神州的中间力量陪葬吗? 司徒掌门,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洛中则分析道, 东营的修士, 其实和神州相比狠手, 他们入京神州, 几乎就已经派了所有的修士, 这还是和天竺, 欧罗巴, 鬼王宗一起配合的情况下, 而那些修士, 现在也禁数在神州被除, 我估计, 除了天皇和斋藤那两个原因以外, 东营已经剩不下几个修士了, 如果小鹿可以对付一个原因, 其他所有的结单禁弟子一起上的话, 是可以再打败一个原因的, 只不过损失会比较大, 会死很多人, 那不成, 我们不能再死人了, 一旁, 两袖空空的正穿, 看向夜清卵, 说道, 夜掌门, 如果小鹿可以进去的话, 老夫觉得, 可以让他先去探个路, 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 如果真的没几个修士, 只是有两个原因的话, 那我们, 再好好商量一下, 正在追赶上官生的夜清卵一愣, 随后有些担心到, 黑云斋和斋藤还在, 小鹿一个人太危险了, 我他话未说完, 一旁的林小鹿, 就再次眼巴巴凑了过来, 掌门姐姐, 你让我去吧, 两个也没事, 他们不一定就是我的对手, 而且我不深入, 即便打不过, 我也可以跑啊, 我还可以只把脑瓜子伸进去瞅两眼, 如果有危险, 就立刻缩回来, 对, 这个方法好, 一旁的上官生哈哈大笑, 还是我小鹿折聪明, 你们这帮老顽固, 一个个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 嗯, 夜掌门我不是说你, 众人, 不久, 在无数修士的注目下, 林小鹿翻身从玉如意上跳下, 落入海水中后, 运起轻功在海面上狂奔, 不多时, 便来到巨大的黑色园罩前, 接着, 几位掌门和一众修士, 就看到林小鹿用内力立在海面之上, 然后把脑瓜伸进黑色罩子, 毒留身体在外面, 而没过多久, 他就把脑瓜收了回来, 小鹿, 里面情况怎么样夜侵卵急迫地冲他问, 海面上, 林小鹿甩起幽州大索, 捆住天空中玉如意上的预感, 然后一把将自己拽飞上来, 回到玉如意上, 大伙都好奇地看着他, 而林小鹿则快速说道, 我看到了很多像人又不像人的东西, 所有人, 场中, 林小鹿对着众人比划道, 我脑袋一探进去, 就看到许多傻兮兮的人, 在漫无目的地站着, 好像没什么神志, 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 黑云斋和那个什么剑圣, 就顺移到了我面前, 二话不说, 就对我发动攻击, 不过, 我毕竟是老牛逼近, 被那个剑圣砍了一刀后, 就缩回来了, 众人闻言, 不禁下意识看了看林小鹿的头, 发现他的脖子上, 果然有一道深深的红印, 顿时吃了一惊, 这小子的头, 到底是有多甜? 小鹿, 没有再遇到别的什么吗? 司徒中问, 林小鹿老是摇头, 没有了, 见状, 几个掌门再次思索起来, 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 其实并不多, 要么就是等, 等黑色赵子自行消散, 要么就是派出所有的结单进修士, 和林小鹿一起入内, 不过这确实太过于冒险, 欲如意上,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几位掌门都陷入了深深的纠结当中, 没过多久, 上官生就开始不耐烦起来, 你们是真能莫解, 直接进马, 灭个东营, 都要缩手缩脚的, 丢不丢人? 司徒中无奈道, 上官家主, 大家也是想想一个万全之策, 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想个毛, 有什么好想的, 都特么羞到原因了, 还需要脑子妈说完, 他拍着林小鹿的肩膀道, 小鹿侦儿, 你十七岁就能有现在的本事, 风华绝代, 冠绝古今, 你觉得你还需要脑子骂林小鹿想了想, 然后有些不确定地挠了挠头, 场中, 正当所有人都不说话时, 帅帅压忽然开口道, 傻妞儿, 当初八旗大蛇来犯的时候, 你觉得他实力如何? 听到这个问题, 叶青鸾看了眼帅帅鸭, 随后认真点头道, 八旗大蛇是很厉害的原鹰大腰, 如果只是我自己的话, 一对一估计不是对手, 那如果让你, 和当时的江宁联手呢, 叶青鸾闻言一愣, 随后不确定地看了看帅帅鸭, 这个, 不好说, 场中, 帅帅鸭继续嘎嘎叫道, 即便是同为原鹰, 那也是有高低之分的, 就像同为凡人, 那也有一个能打几个普通人的壮汉, 比如上官家主这样的, 哈哈, 这鸭子不错, 会说话, 上官生赞许地看了看帅帅鸭, 场中, 帅帅鸭立在鱼杆上, 让自己能和其他人一样高, 然后对林小璐说道, 老大, 我觉得, 你可以再进去一次, 和黑云斋以及斋藤过过手, 到时, 你不要离黑幕太远, 如果打得过就弄死他们, 如果打不过, 大不了立刻跳回来, 反正你现在的身体强度, 跟八旗大蛇一个级别, 他们很难弄死你, 这是不是太冒险了一旁的江宁, 瞬间新提到嗓子眼, 你让小璐同时对付两个原因, 他打不过的, 一旁的林小璐倒是没什么所谓, 而且他也比较好奇, 好奇自己目前的极限在哪里, 上次对付恶道人的时候, 他虽然是全力出手, 但最终打败, 恶道人只受了轻伤, 因此, 他一直觉得自己对付普通的原因镜问题不大, 一条二也不是不可能, 见其他掌门还在纠结, 林小璐直接点头硬道, 我去, 我要把天皇的头砍下来, 叶青鸾看着他, 想了想, 然后没说话, 上官生倒是一点担心的意思都没有, 拍着林小璐笑道, 小璐折儿有志气, 老夫看好你, 说吧, 上官生笑哈哈摟着林小璐的肩膀, 看向一众掌门, 行了, 别纠结了, 再纠结下去, 黄花菜都凉了, 老夫觉得鸭子的想法不错, 瞧你们耸的, 文言, 在场大佬们也就没再说什么, 叮嘱了一番后, 便让他出发, 不久, 林小璐再次从玉如意上跳下, 五大宗门的修士则纷纷在法器上看着, 看着他渺小的身影, 毫不畏惧冲进黑色圆照, 江宁在一旁担心得不行, 叶青鸾则搂着他贴心一笑, 宁儿别担心, 小璐其实很机灵的, 他刚进去, 位置离黑幕不远, 哪怕打不过也能跑掉, 一旁的上官生倒是没觉得林小璐会跑, 他副手而立, 信心满满地笑道, 小璐折不比原因近, 他太过于特殊, 老夫觉得, 即便是黑云斋和斋藤联手, 也不一定就是小璐折的对手, 此话一出, 所有掌门都愣了一下, 他们没想到, 上官生居然这么看好林小璐, 而一旁, 站在玉栏杆上的帅帅鸭, 思索了一番后, 也突然看着漆黑的黑色圆照道, 你们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老大一个人把他们全砍了, 东营, 京都, 林小璐背靠黑色天幕, 站在一地被自己砍碎的怪人中, 看着远处悬停在城池上空, 黑色天幕下的黑云斋和斋藤, 他踢了踢, 已经碎成瓦片一般的怪人尸块, 听着周围越来越多的咆哮嘶吼声, 对天空中的天皇和剑声问道, 你们的修饰呢, 这些怪人是什么东西天空中, 黑云斋冰冷一笑, 用神舟语道, 这些人都是朕的子民, 现在被朕炼制成了堪比宁气尽修为的半人半鬼, 花音落下, 林小璐顿时一愣, 紧接着, 他就看到远处的城池房屋中涌出无数猙獰咆哮的凡人, 他们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无意不是瞪着黑气缭缭的双眼, 仿佛行尸走肉一般向自己奔涌, 林小璐甚至还看到了婴儿, 在地上嘶吼着往自己这里爬的婴儿, 小子, 这就是我东营的玉碎, 以东营数千万子民的生命为代价, 所实施的玉碎, 巨大的黑幕笼罩下, 整个东营一片昏暗, 林小璐看着眼前海啸般奔涌的人群, 其中还夹杂着几个仅存的东营修士, 片刻之后, 他的双目开始渐渐发红, 眼前的这一幕, 让他想起了周家村的那个村长, 林小璐无法理解天皇的心理, 作为君王, 不应该是像江宁那样爱名儒子的吗, 怎么就能把全国的人变成怪物, 就为了对付神州, 这简直不可理喻, 少年看着这帮已经不人不轨, 宛如行尸走肉一般的平民百姓, 整个人气的直抖, 两久,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闭上了双眼, 这样的民族, 还是不要存在了吧, 天空中, 黑云斋和斋藤剑林小璐似乎准备动手, 身姿也同时移动, 带着手段快速飞下, 东营与神州的恩怨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没什么好说的了, 一时间, 天空中是快速飞来的两位东营猿鹰, 地面则是海啸般扑来的东营人, 而闭着双眼的林小璐, 手后也开始呈现出五色绽放的彩色霞光, 场中, 逼着双目的林小璐, 单手持握大根青铜器, 透明的内力, 仿佛柔软的无形气泡, 包裹住整个刀身, 然后在地面轻轻一个横切, 如切春泥般, 在地面展出一道长长的沟壑, 不仅全程无半点声音, 还带出了丝状的内力气流, 这一刻的他, 在内丹完全绽放, 功法完全融合的状态下, 形成了一个内力沉丝的境界, 这是他第一次达到这种境界, 林小璐自己也不清楚, 自己是如何达到的, 毕竟他不是帅帅鸭, 没有那么丰富的理论知识去理解, 他只能大概感觉到, 似乎是因为自己一直以来坚持不懈的修炼功法及内力, 并获得了八旗大蛇一般的强悍身体, 终于在刚才本该愤怒天皇行径, 却将愤怒转化成纯粹杀意的情况下, 内力境界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或许这就是以前帅帅鸭说的, 一件事情只要积累得多了, 久了, 在未来的某一刻就会水到渠成嘶吼, 野兽般的咆哮伴随着两位猿鹰飞来的刚风吹散一切, 林小璐睁开已成透明的双眼, 随后面对着天上地下同时扑击而来的敌人, 举刀, 行弓步, 压身, 竖斩, 呼吃, 一声爆响, 直接炸裂空气, 下一刻, 密密麻麻进上百道丝线般的刀器自大根青铜器的刀尖绽放, 犹如蜘蛛网一般承扇形垫簸木涌, 一时间上百道极细的刀器铺天盖地地斩向面前一切物体, 原本成千上万飞奔的怪人以及少量飞行的修饰, 直接在中途化作一块块碎肉, 各种血腥的碎肉瞬间铺满全城, 不仅如此, 在上百道蔓延的丝状刀器之下, 城池中的各种建筑也被这一道道近乎无限延长的丝状刀器切割成数块, 下一刻, 城池中的建筑就纷纷支撑不住, 一片一片地相继坍塌, 直发出轰轰轰轰的巨响, 掀起浓浓的浓烟, 至此, 少年一刀之威, 崔城, 半空中, 黑云斋看着身上破碎的鳞袍顿时心惊不已, 整个人又惊又怒地看着这一刀崔城的少年, 一旁的斋藤与一郎则是持握着一长一短两把武士刀, 整个人呈格挡之势, 但同样震惊于林小璐这一刀的威力, 他看着下方的少年, 面色同样难看到了极致, 陛下小心, 这少年已经达到剑气话语, 雨滴成丝的境界, 不好对付, 剑气哪来的剑黑云斋瞪了一眼斋藤, 指着林小璐手中的大羹青铜气怒斥, 你管那叫剑, 那特么都快比镇人粗了, 此刻, 大半座京都城池已经彻底倒塌, 目光所至, 全变成了废墟, 虽然林小璐还能听到远方传来的售吼, 但短时间内, 他知道, 凭这些怪人的速度, 是赶不到这里的, 他起身, 面无表情地看向天皇, 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死人, 从刚才自己斩出的那一刀, 他已经彻底明白, 在使用这全新境界的内力, 且不要命的情况下, 黑云斋和斋藤都将不是自己的对手, 因此, 他要砍死这帮逼, 天空中, 黑云斋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两久, 双目一冷, 下一刻, 他便和斋藤与一郎同时消失, 并直接出现在林小璐面前, 死, 枪, 内力与灵法对抗, 剑气刀浪遍布, 将已成废墟的地面, 斩出无数道碎痕, 声势惊天, 狂, 急挥而来的大羹青铜器, 与黑云斋的坟泉相撞, 烈火弥漫间, 势地百里, 哄, 林小璐以一敌二, 身姿闪动之间, 愣生生用大羹青铜器, 破开两位原鹰的压制, 逼得对方二人, 双双撞入城池废墟, 所过之处, 寸瓦不留, 嘶吼, 怒吼之下, 少年的辐射刀空一刀化万千丝线, 以破晓之力, 生生打退斋藤的神道双拘流, 同时, 少年胸口被黑云斋的粉罐八荒轰击, 火光弥漫间赫然飞退, 而黑云斋与斋藤也同时飞退出去, 三人皆撞碎大片大片的碎石岩堆, 直阵的满场遍布炸裂之声, 场中, 黑云斋看着自己满身的碎衣, 又看了看一旁同样目录, 惊骇的斋藤与一郎, 心中不禁越发恐惧, 刚才的一瞬间, 他们和这少年从交锋到散开不过才一夕时间, 而就是这一夕, 他们便已连续交锋数十下, 结果却是皆有负伤, 这少年居然真可以以一敌二, 此刻, 几十米外, 胸口受了一记焚泉的灵小鹿, 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然而下一刻, 趴在地上的他就陡然抬头, 目中依旧是毫无感采地看着黑云斋, 黑云斋见他如此, 喘了口气, 有些惊叹道, 小娃娃, 以你现在的年纪, 能有这样的本事, 即便是敌人, 老夫也不得不说一句配轰, 一道刀器直接砍出, 话未说完的黑云斋连忙抬手一挡, 结果脸上还是被砍出一道口子, 整个人都退了一步, 面前, 林小鹿平静地看着他, 仿佛根本不在乎黑云斋说的什么, 而被伤到的黑云斋则是彻底恼怒, 他不再废话, 身姿一动便和斋藤再次起手, 林小鹿也猛地起刀一卷, 耍出一套有些奇怪的刀法, 大羹青铜器硕大的刀身, 被他持在手中四处挥舞, 直舞出道道呼啸尖锐之音, 而相比于林小鹿朴实无华的招式展现, 黑云斋和斋藤的就华丽多了, 黑云斋的双拳直接燃起熊熊的焚烧烈火, 身躯四周更是遍布冲天火浪, 在头顶凝聚出一片火云, 斋藤与一郎也不例外, 他手握双刀, 目中满是杀翼, 全身上下的剑气化作漫天淡蓝色的剑光, 赫然已将自身包围, 直发出硕硕硕硕硕的剑气声, 而就在这二人同时, 祭出强大灵法, 准备动手之际, 远处舞刀的林小鹿猛然身姿一转, 然后收刀, 高举, 奋力一斩, 呼, 又一道疾风之声响起, 下一刻, 两位原音竟大能出手的动作竟同时一停, 无数道看不见的细丝刀器化作一张无形大网, 直接将他二人覆盖, 黑云斋的坟厌停下了, 斋藤的剑气也一同停下, 二人连忙用灵法阻隔刀器, 但依旧不敌, 脚下的地面都不断发出崩溃之声, 到处都是崩出的刀痕, 他二人直接就僵持在了原地, 这些可摧经断育的透明细丝, 竟已将他二人牢牢锁住, 稍微动一下, 护体灵盾都挡不住, 黑云斋整个人都梦了, 他刚才还在奇怪, 林小鹿瞎捂什么, 原来是在释放这些, 有古怪气流形成的细丝, 此刻他的周围, 到处都是看不见的细丝, 稍微动一下身上的灵袍, 便不断崩溃, 搞得黑云斋只能这么僵着, 一旁的斋藤与一郎同样不好受, 他的双手虽还持握着五十刀, 但却根本动弹不了, 连刀都已经被细丝卷住, 其中更是有一道细丝切碎他的灵盾, 紧紧贴在气脖子上, 他明白, 自己现在只要微微移动, 那就是伸手分离的下场, 二人都面色凝重地僵着, 仿佛被一张大网牢牢网住了一半, 空气中, 看不见的丝线, 尽数汇聚在林小鹿的刀尖上, 他冰冷地盯着这二人, 压着大根青铜器, 凉酒, 随后猛地一撤步, 刷刷刷刷刷, 铺天盖地的细丝瞬间回收, 黑云斋和斋藤同时一个量抢, 再不敢犹豫, 直接瞬移。 下一刻, 细丝回卷, 他二人同时出现在林小鹿身后, 背靠黑色光幕, 对着收刀的林小鹿轰杀而去。 这小子不会瞬移, 即便见气话语, 雨滴成丝又能如何? 小娃娃, 你能耐震合? 黑云斋立声怒吼, 而林小鹿却速度飞快, 仿佛早料到他会瞬移到自己身后一般, 瞬间转身, 抬刀用大根青铜器挡住他燃起冲天火光的拳头, 一时间火光四箭, 大根青铜器都被烫成了赤红色。 一旁的斋藤与一郎也赫然出刀, 拼尽全力一刀斩出, 结果林小鹿浑然不顾, 一拳轰在大根青铜器上, 黄豹的力量透过大根青铜器, 直接将黑云斋震退, 随后一把握住斋藤落下的武士刀。 这一刀斋藤含怒, 而出威力巨大, 直接将林小鹿的手砍得鲜血淋漓, 但握刀无数次的林小鹿脸色丝毫未变, 抓着他的刀刃一拽, 然后进步左臂一抬。 八级, 顶心肘。 轰。 斋藤与一郎瞬间被顶飞出去, 一头穿过身后的黑色光幕, 跌落在东营之外的海洋中。 离开灰暗的东营, 见到光幕外刺眼的阳光, 感受到冰凉的海水, 斋藤与一郎悚然一惊, 顾不得剧痛的胸口就要冲回去, 可下一刻, 他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挡住太阳, 宛如魔神般的身影。 被阳光照耀成金色的海面上, 上官生看着面前目露绝望的斋藤, 思想一笑。 你是迷路了吗? 小可爱与此同时, 光幕之内, 黑云斋见斋藤与一郎飞出光幕, 整个人直接梦了。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面前的林小璐, 随后脸色陡然变得猙獰, 暴怒道,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 你早算到, 我们会顺移到你后面攻击。 面对他的问题, 林小璐没说话, 他不想跟死人说话, 只是甩了甩手上的血, 然后看向自己的小腹, 那里插着一把泪插。 斋藤与一郎是用双刀的, 因此, 他的刀被自己握住以后, 他也没闲着, 左手直接持握泪插捅了自己一刀, 这把刀从自己的左边腹侧刺入, 从后腰穿透露出小半截血淋淋的刀身。 嗯, 肾好像被穿了。 帅帅鸭给大家讲课的时候专门提到过, 男人的肾非常重要, 不然以后很难获得幸福。 怀着对江宁愧疚的心情, 林小璐默默地将泪插拔出, 然后随手丢掉地上, 发出清脆的叮当声。 接着, 他才继续面无表情地抬起头, 看死人一样地看着黑云斋。 面对这少年, 依旧毫无波澜的目光, 年过数百的黑云斋, 居然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老实说, 他对眼前的林小璐, 其实是有印象的, 就是林小璐来临船偷袭那一次, 自己打了他一掌, 差点就把这小子击杀。 可这才过了多久, 就风水轮流转了。 此刻, 林小璐的后方, 新一批的东营民众已经相继穿过废墟, 一个个铺天盖地地往这里赶赴, 野兽般的嘶吼声到处都是, 林小璐却并不理会, 只是盯着黑云斋。 黑云斋的脸色也变得越发泛青, 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对付眼前已经受伤的少年。 声音越来越近了, 黑云斋微微惊恐过后, 身躯瞬间消失。 下一刻, 他再次出现在空中, 遥望着下方的少年伺机而动。 而林小璐对他的消失也并未在意,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他提着刀, 转过身, 看着再次向自己奔来的东宁凡人, 然后赫然挥刀。 对于自己现在的实力, 林小璐已经有了定位, 他明白黑云斋不是自己的对手, 但如果他一直顺移, 那自己也确实砍不到他, 但他不可能这么做, 而且他也不敢出东营, 外面有上官大叔和一众掌门。 所以, 黑云斋现在是想试试用这些半人半鬼来消耗自己。 嗯, 没什么关系, 这些人已经不是人了, 自己也算是给予他们解脱, 所以全部杀光就好了。 场中, 细丝般的刀气再次绽放, 崔库拉朽间便毁灭了面前所有人。 男人, 女人, 老人, 小孩, 一个不剩。 杀完面前这一批, 林小璐站在宛如巨大屠宰场一般的废墟中, 持着刀, 抬起头, 继续望着黑云斋。 黑云斋也面色难看地看着他。 林小璐默默等待着, 他在等待新的人来这里。 来一批, 一刀杀一批, 然后等待新的人跑过来, 再杀一批, 黑云斋迟早会下来。 嗯, 很简单, 动动手的事情。 不久, 一段时间过去。 陆哥你怎么样了, 掌门让我来看看。 光木边, 阿姨探头探脑地, 伸进自己的脑瓜, 对着尸山血海中的林小璐询问道。 挺好的, 你告诉掌门姐姐, 让他准备迎接老大就好。 哦, 陆哥你不需要帮忙吗? 不需要, 原因会瞬移。 你们进来帮忙我, 还要费力救你们。 哦, 阿姨点点头, 随后面朝已经被血浆和碎肉堆满的废墟, 满脸惊讶。 陆哥, 你这是杀了多少人啊? 滚蛋。 好嘞。 赶走阿姨, 已经不知道杀了多少东宁人的林小璐, 继续看着黑云斋。 黑云斋也恼羞成怒地看着他。 这小子目前一共砍了三刀, 每一刀释放出的刀器都会分成无数刀丝线, 且近乎无限蔓延。 而在如此大范围的刀器之下, 这些只有宁气劲的人鬼根本就不够看。 虽然这一点其他原音镜的修饰也能做到, 毕竟原音镜修饰每一个都拥有移山填海之能, 但从未有人这样快速杀戮过, 即便是上官生都不会。 可他现在一刀杀一成, 却已经连眼睛都不眨了。 一刀挥出就是成千上万条人命。 毫无波澜。 在如此疯狂不断的杀戮之下, 东莹是真的会被杀绝, 而且还是无意义地被杀绝。 因为白鬼夜行大阵练出来的这些人鬼都是由普通凡人变成, 虽然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但终究只有宁气劲左右的实力, 即便速度相较于生前确实快了不少, 但依旧不会飞。 而他每次挥刀都能砍出进一座城池大小的真控地带, 后面的人鬼就要再次奔波这么远的距离才能抵达, 这期间他便可以得到尽情的休息。 想到这里, 黑云摘心头绝望到了极点。 父亲原本是想着可以用天照大神赐予的防御法宝来阻挡元英镜修饰进入, 然后等着他们派杰丹镜进来, 再用这些人鬼消耗, 配合自己和摘腾两个元英联手, 以死来消耗掉神舟的中间力量, 削弱神舟的实力。 谁曾想, 居然进来一个如此古怪的小子, 不仅战力比普通元英更强, 而且还不受黑幕压制, 这难道就是李明如所说的新时代开创者吗? 心头绝望的黑云摘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见下方的林小璐还在继续看着自己, 他心里彻底明白, 即便是再多的人鬼, 也不够一个元英尽杀的。 渐渐地, 他终于忍受不住, 待伤势被俘下的丹药治疗完毕, 他便瞬间来到林小璐身后。 他就不幸了, 这少年还受着伤, 自己却已经用灵力和丹药疗伤完毕, 自己还打不过他, 瞬移而来的黑云摘历声嘶吼出一句东宁语, 浑身上下充斥出宛如岩浆般的赤红, 对着林小璐就是全力出击, 而还在失血的林小璐也没跟他客气, 赫然转手, 持刀横斩。 枝亚, 栽着樱花树的庭院大门, 被人从外面推开。 浑身是伤, 盗跑已成红色的林小璐, 提着血淋淋的人头走了进来。 林小璐看了看庭院内粉色的樱花树, 想起了一个故人, 他在樱花树下呆愣愣地站了一会儿, 随后继续往里走, 手里黑云摘的头颅还在稀稀粒粒滴着血, 将地面散落得樱花花瓣染红, 很好看。 来到黑色的屋檐下, 林小璐见到了背对自己的熟悉身影, 而直到此刻, 他的眼神才开始渐渐恢复清明。 他来到李明如身边坐下, 看了看棋盘对面沉默的老者, 然后又看了看黑白相间的棋盘, 接着啪! 得一声, 林小璐将黑云摘的头拍在棋盘上, 鲜红的血染红了整片棋盘。 老大, 我来了。 林小璐抬起头, 擦了下脸上的血字, 黑云摘死得很惨, 我把全部的窝刀树在他身上用了一遍, 然后才砍到他的头, 他死了以后把眼睛闭上了, 于是我自作主张把他的眼皮剥开, 让他死不瞑目。 文言, 李明如差点没乐出声, 然后拿起酒糊落, 递到林小璐面前, 臭小子, 现在会喝酒了吗? 他面对已经小半年没见的师傅, 少年鼻子一酸, 眼眶也开始有些泛红, 方才的杀意, 冷漠, 成熟, 全都如潮水般褪去。 看了师傅好一会儿, 少年忽然咧嘴一笑, 开心地抱住酒糊落, 仰头就喝了一大口。 这酒怎么样李明如笑问? 这酒真好喝。 黑色的屋檐下, 林小璐抱着酒糊落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很多酒, 李明如笑眯眯地看着他, 棋盘对面的老者也同样安静望着他, 他想好好看看, 这个所谓的新时代是个什么模样。 两酒, 林小璐喝饱了, 放下酒葫芦, 脸色红红地打了个酒鸽, 老者继续看着他, 而李明如则懒散地趴在棋盘上, 拿起一根筷子, 捅起了棋盘上黑云斋的鼻孔。 见自己儿子的头颅被鞭尸, 老者无奈, 明如丧, 请不要再捅了。 不行, 你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权利。 李明如直接拒绝, 并招呼林小璐笑道, 小璐来跟围试一块筒。 嘿嘿, 好啊。 棋盘边, 师徒俩一人拿了一根筷子, 对着黑云斋的鼻孔捅来捅去, 把他的鼻孔撑得圆溜溜的。 老者见状, 深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默默地拿起那把槐剑。 知去先, 不用我徒弟帮你剖吧。 李明如笑道, 老者摇了摇头, 将腰间束带解开, 叠好, 咬在嘴里, 然后掀开上衣, 露出小腹, 随后双手反握怀剑抵在腹部, 腹部的肌肤立刻感受到了冰冷的剑锋。 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猛一用力。 Pull! 一抹血浆飙出, 尽数撒在了棋盘上, 更显烟红。 老者脸色发白, 胸膛快速起伏之下, 用手中刀刃一点一点地划开肚子, 露出里面血红色的内景。 良久, 他身子一歪, 倒在踏踏米上, 整个人因为剧痛而不断地哆嗦着。 鞋染红了踏踏米, 弥留之际, 他颤颤巍巍取下口中的腰带, 用寂灭的目光看着师徒二人。 良久, 他的目光错开李明如, 只看向了林小璐。 他的手按在血泊中, 整个人因为疼痛而不住地静弯抽搐, 腹部狭长的伤口中, 血浆混合着碎肠, 缓缓往下躺, 眼睛则一眨不眨, 看着那朝气蓬勃的少年。 直到最后, 他的嘴蠕动了两下。 你难道, 你叫什么名字林小璐文言, 瞅了他一眼, 然后道, 我叫林小璐。 老者的目光渐渐呆滞, 最后在剧烈的疼痛中闭上眼, 同时口中最后说道, 林中, 小璐, 真是个, 很好的名字。 说完, 他彻底没了气息。 见老者死了, 林小璐想了一下, 然后起身跑过去, 把他的眼皮翻开。 嗯,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李明如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一幕, 理解不了这小子的恶趣味。 老大, 我们回去吧, 掌门姐姐等你好久了。 李明如哭了一声, 懒洋洋地起身伸了个懒腰。 老大, 我现在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叫老牛逼境。 我还开创了一个新的刀数, 威力可大了。 哦, 什么刀数名字我还没想好, 想取一个听起来就能让敌人吓一跳的名字。 老大,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嗯, 回头你演示给维师看看, 维师给你取一个嚣张点的招式名。 嘿嘿, 好呀。 师徒二人说笑着一同离去, 留下两道幽远的背影。 这, 便是这座庭院中最后的景象。 三日后, 峨眉主峰, 青鸾殿, 峨眉所有弟子, 细细嚷嚷地站在广场之中, 连同李明如在内的九位长老也都在。 高台上, 叶青鸾翘着二郎腿, 一边耀武扬威地抖腿, 一边大口大口啃着甘蔗。 甘蔗啃了一阵, 他问向一旁的方无休, 人都到气了吗? 方无休点头, 齐了, 掌门。 叶青鸾点点头, 将嚼完的甘蔗吐出来, 然后起身来到高台边缘, 在一众弟子面前清了清嗓子, 本掌门今天给大家开个小会。 现在神州风火已经平定, 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今天呢, 主要是有两件事情要宣布。 说完, 他看了下场中的弟子们, 见所有人都聚精会神看着自己, 连林小璐都在乖乖听自己说话, 故非常满意地点点头, 背着手继续说道, 第一件事。 过段时间, 会有三名魔道小辈, 来我峨眉交流。 此话一出, 峨眉弟子们顿时一惊, 一时间议论声不断, 毕竟这是近百年来, 魔道第一次要来正道交流, 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幕。 当然, 在发生战乱的半年时间里, 魔道击退欧罗巴, 拯救正道武宗的壮举也已经传开, 因此, 虽然峨眉修饰会议论, 但也并不会反对, 相反, 他们很好奇魔道的人实力如何。 毕竟交流嘛, 肯定是要动手的。 一时间, 厂中许多年轻一辈都有些跃跃欲试。 高台上, 叶青鸾见大伙反响热烈, 接着笑道, 到时候他们来了, 你们给本掌门好好揍他们。 此话一出, 许多年轻弟子都忍不住露出炽热的战役, 纷纷叫好。 厂中, 叶青鸾无嘴笑了笑, 随后继续说道, 第一件事就是如此, 至于这第二件事, 那便是从明日开始, 我厄梅将会开始一个新的脉戏, 第十脉。 此话一出, 全场再次哗然。 要知道, 厄梅自赤梅祖师成立之初, 便是九脉。 此刻居然要开第十脉。 这又是历史性的一幕。 高台上, 叶青鸾将所有人的反应尽收眼底, 然后高调宣布, 金本掌门和几位长老商议, 此脉名为武尊, 专为天下凡人而建立。 且原摘青一脉弟子林小璐, 从明日起, 便为武尊一脉第一任长老, 林小璐, 上台。 一时间所有人都梦了, 每个人都齐刷刷看向了场中的少年, 少年则嘚瑟地吹了下额头前的碎发, 然后昂首阔步,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上了高台。 所有人都愣了一会儿, 而下一刻, 人群中的东方弹就忽然挥拳大喊, 林长老威武。 那喊声一出, 无数少年少女纷纷高声跟喊, 林长老威武。 林小璐见大伙这么给面子, 顿时开心地直笑, 尤其那一生生林长老实在太美了, 真是风水轮流转, 自己也特娘地做长老了。 此刻, 台下的李妙心看到这一幕也是开心不已, 对身前的李明如笑道, 师尊, 九年前的时候, 小璐还因为舞者的身份不被宗门接受, 现在大家都已经接受她了呢, 真是叫人感慨。 李明如闻言也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看着少年的目光中满是骄傲。 这是自己最头痛, 但却最喜爱的徒弟, 是自己一把屎一把尿清守卫, 不对, 亲手交出来的。 此刻的高台上, 叶清鸾拉着林小璐在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供台, 以及一众请出来的峨眉历带掌门牌匾, 和祖师爷林卫面前下跪磕头, 当着峨眉所有人的面, 告知了峨眉列祖列宗新任分脉之事。 随后, 叶清鸾又亲手给林小璐换上长老特有的纱袍, 纱袍呈黑色, 背后绣着烫金色的五尊两个大字, 在阳光下朔朔生辉, 看起来还真有那么几分威武。 见林小璐穿上纱袍, 开心地摆弄个不停, 叶清鸾也是忍不住笑道, 来, 小璐, 给大家说一下, 你是如何一步一个坑, 哦不对, 是一步一个脚印, 走到今天, 成为峨眉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长老的。 此话一出, 林小璐立刻激动地来到高台边缘, 看着下方所有的修士们, 一时间整个人豪情万丈, 净险逼格。 而下方, 无论是摘兴的小院, 李妙兴, 唐龙, 秦聪聪, 田团, 阿依, 猴仨, 帅帅鸭, 还是其他分脉的东方旦, 陈念云, 于楚楚, 汤元, 唐兴, 等所有人几乎都一同欣喜地看着他。 见大家都在看自己, 林小璐顿时脑瓜痒得更高了, 他双手插腰, 开口就是一声放荡不羁的长笑, 吼吼吼吼吼叶青鸾一听这傻里傻气的笑声, 顿时忍不住无嘴笑了出来, 台下的峨眉弟子们也是纷纷乐出了声, 就连平日里一些严肃古板的长老都笑骂了两句。 场中, 林小璐异常高调地清了下自己的嗓子, 然后看着台下人潮涌动的同门师兄弟们说道, 能够成为长老主要是归功于我的优秀, 毕竟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刻苦练功, 且心怀天下的正义之士, 这种正义从我八岁时就开始了, 相信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那时候的我就已经没有缺点, 凭借高尚的人品和人格魅力, 让好多人都喊我帮助, 当然我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人, 活了十七年, 一个调字就可以全部概括。 至于我是怎么在十七岁这个年纪就能当上长老的, 那还得从我小时候第一次和别人打架话还会说完, 已经听不下去的叶青鸾就一脚把这家伙踹下了台, 然后对所有人笑道, 林长老讲得非常好, 非常真诚, 今后我讹眉弟子, 千万不要跟他学。 林小鹿。 之后, 叶青鸾继续向所有人宣布了五尊一脉第一批弟子名单, 他们分别是唐龙、 田托儿, 以及和唐龙确定情侣关系的秦聪聪。 说起来, 秦聪聪是个意外, 他自知修仙资质比较低, 觉得自己是个用智慧吃饭的女孩, 玩了又死活想跟着唐龙, 因此毅然决然弃仙从武, 这让林小鹿都不得不感叹唐龙的魅力, 估计都快赶上自己了。 下午时分, 峨眉一众各自离开, 一个个该干嘛干嘛。 而林小鹿则在善食堂邀请了一众好友, 共聚善食堂, 祝贺自己新官上任。 以后别人见到自己, 就要喊自己林长老了, 真是想想都令人激动。 当天下午, 汤圆、 东方诞、 于楚楚、 陈念云所有人都来祝贺, 并嚷嚷着要去武尊一脉的山头看看。 老实说, 林小鹿自己也还没见过这个山头, 叶青鸾告诉他, 说下午就会给他安排好, 然后带他去。 因此, 他也信誓旦旦地说过话, 吃完饭就带大家去看。 这两天, 林小鹿过得还是挺惬意的, 自己就出老大以后, 黑色陵墓消散, 上官大叔和一众掌门便同时出手, 将整座东营清理干净。 那里现在已经是一处荒岛, 并属于神州管辖。 而在那之后, 他也就和江宁无够告别。 他俩一个回了无心禅师身边, 一个回了大唐处理国事。 江宁还说过段时间他忙完国事, 就会来峨眉找自己玩。 所以现在的林小鹿是很闲的, 每天除了和帅帅鸭研究研究一斤以外, 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小月儿在一起玩, 再要不然就是去和李明如吹吹牛逼。 经历过半年的杀戮, 如今的他无疑更加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将他们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 一顿饭吃了近半个多时辰才结束, 少年们悠闲地在膳食堂门口晒着太阳, 一边晒一边瞎聊, 猴三则忙前忙后地给他们拿瓜果零食端茶倒水。 此刻, 小月儿抱着帅帅鸭, 坐在柳树下的桌边, 眼巴巴地看着林小鹿折千指贺。 林小鹿很无奈, 自从自己告诉小月儿, 阿赫在战场中消失以后, 这丫头就一直难过得不行, 时不时就会抱着帅帅鸭, 挤出几滴眼泪, 自己也想学阿赫那样, 折千指贺逗妹妹开心, 可无论是她还是甜头儿, 显然都折得没有阿赫好看, 这就很尴尬。 好了, 桌上, 少年拿着折好的千指贺放在妹妹面前。 好看吗? 少年期待地问。 小月儿看着粘巴巴的千指贺, 绷着小脸, 过了半天才违心地憋出一句, 一般林小鹿顿时无脸。 场中, 汤圆和东方蛋坐在一起, 嘀嘀咕咕说着话, 时不时, 汤圆就会掏出一枚丹药, 递到东方蛋面前。 而东方蛋每次都会惊恐地脑瓜直摇, 看得出来, 他应该不会吃汤圆的丹药。 除此以外, 其他几人也在各自玩自己的, 其中, 唐龙不愧是五尊一脉定下的大师兄, 现在已经开始教导秦聪聪一些基本功, 俩人还在教导中眉来眼去, 你浓我浓, 四处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 于楚楚则是和田童儿混在一起, 田童儿继承了林小璐狂野粗暴的思想, 说话的同时, 时不时就会翻两个跟头, 并一本正经地告诉于楚楚, 女孩子就是要像他这样才能有人喜欢。 说起来, 陈念云确实是最正常的那一个, 他正在和阿姨谈剑。 陈念云经过这次闭关, 修为上好像确实增长了不少, 剑术方面也时不时令阿姨赞叹两下, 二人在院中各自持剑, 比划来比划去, 时不时相视一笑,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俩才是一对。 如此和谐的一幕, 让林小璐也经不住感慨, 还是讹美好啊, 有妹妹, 有朋友, 有疼爱自己的老大, 师姐, 掌门。 嗯, 果然还是这样的生活才惬意嘛, 真希望能永远这样维持下去。 时光渐渐流逝, 不久, 便到了深时, 深时这个时候, 往往是一天中阳光最显金黄的时候, 叶青鸾和李明如也是在这个时候, 来到膳食堂, 找到了这一众少年。 见掌门来了, 少年们自然是立刻拜见, 林小璐也不例外, 拉着小月儿老实拜见, 然后一脸期待地看着叶青鸾, 掌门姐姐, 我的五尊一脉山头。 叶青鸾和李明如相视一笑, 随后叶青鸾就一把揪住林小璐的耳朵, 走, 姐带你们去看看。 一大帮少年立刻嘻嘻哈哈地跟着叶青鸾, 一同去了五尊一脉, 而当他们抵达的时候, 所有人都梦了。 林小璐看着眼前溅在峨眉峰中断的山洞, 一脸猛逼。 山头呢, 怎么只有一个山洞, 自己独立的膳食堂呢, 自己的外门弟子呢? 场中, 叶青鸾拍了拍一脸猛逼的林小璐, 笑道, 小璐这就是你的五尊一脉了, 你看看喜不喜欢林小璐。 看着他绝望的脸, 一旁的李明如颇显无奈地解释, 峨眉一共只有十峰, 没有多余的山峰, 为师跟你掌门商量了一下, 就在这里给你建立了一座洞府。 对, 叶青鸾点头笑道, 这座洞府周围已经布置好了一处处小庭院, 唐龙, 铜儿, 匆匆都可以住在这里。 林小璐挠了挠头, 脸上写满了不满意, 叶青鸾却完全没发现, 而是继续笑道, 小璐, 今后你五尊一脉就在青鸾殿下方, 以后每次召开什么大会, 别人都要从你这里路过, 到时候都会跟你打招呼喊你林长老, 你想想多开心。 可是, 我也没有自己的膳食堂啊。 林小璐猛逼道, 我该上哪吃饭去? 这还不简单。 叶青鸾大咧咧地一笑, 峨眉峰在酒峰中间去哪里都进, 本掌门一会儿就给你特批, 你五尊一脉可以去任意一座山头的膳食堂用饭, 一共九座膳食堂, 你可以轮着吃, 正好换换口味。 林小璐? 无奈, 他只好郁闷地看向唐龙他们, 问道, 你们觉得如何唐龙无脸不说话? 甜头儿的脸色也有些尴尬, 可叶青鸾在这儿他也不敢说不好, 于是低头看地。 秦聪聪倒是没什么所谓, 一本正经的点点头, 小璐道长我觉得挺好的, 以后我们闲了, 就搬个板凳座门口, 看看人来人往也挺有趣。 见三人没啥意见, 林小璐只得勉为齐男同意了下来, 然后招呼他们搬家。 之后的一个时辰里, 几人忙里忙外把东西都搬到了心中门, 之后, 林小璐便跟李明如去了摘星风顶。 这会儿, 天色已经开始渐渐变黑, 李明如坐在山洞内的铺垫上, 手里拿着一本书册看得起劲, 而林小璐则坐他对面抱着酒葫芦痛饮。 老大, 你的酒好练。 一口酒下肚, 少年只感觉自己的舌头都有些许发麻。 李明如点了点头, 随后翻了一下书页, 笑道, 为师喊来, 是跟你说个事, 过几天, 为师要出一趟远门。 正喝酒的林小璐一愣, 随后疑惑地看着李明如, 老大你又要去哪儿? 李明如见到他的反应, 笑了一下, 知道徒弟关心自己, 故笑道, 多月去见一些老朋友, 一个多月以后就回来, 记住, 别跟你掌门说, 等为师走了再跟他说。 文言, 林小璐顿时眼睛一眯, 抱着酒葫芦, 满脸狐疑地看着李明如。 老大你要出去一个月那么久, 还不让我告诉掌门姐姐, 老大你, 不会是要去嫖吧李明如? 林小璐见李明如愣了一下, 顿时心中笃定, 一拍大腿道, 老大你果然, 是要去嫖, 真厉害, 不愧是我老大, 居然一嫖嫖一个月, 嘖嘖嘖, 看着林小璐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 李明如没好气瞪了她一眼, 随后略显无奈道, 为师出门的这段时间, 你就好好在峨眉待着, 过两天, 不是魔道的三个小家伙, 要来嘛, 你就找他们玩, 对了, 小月儿从明天开始, 也要准备结单了, 她是天道筑基, 天赋又高, 结单会非常快, 为师会等到她结单之后再离开。 哦, 行我知道了, 老大你放心去吧, 嫖开心险。 李明如, 山洞中, 她再次翻了下书页, 随后一边看书一边说道, 你昨日展示的刀法, 为师想了许久, 取了一个自认比较恰合的名字, 你要不要听听看林小璐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连连点头。 李明如笑了笑, 道, 惊鸿话语, 与您长思。 林小璐。 她挠了挠头, 撇嘴道, 老大这名字很一般啊, 而且好绕口, 不如叫牛逼无敌, 砍人快得狠刀绝怎么样小璐, 你能不能有点意境? 李明如无奈, 咱们神舟自古以来, 取名字就讲究一个意境之美, 而你取的名字, 太过直白了些。 嗯, 可是我还是觉得, 这个名字不罢切。 说完, 林小璐再次兴致勃勃道, 老大, 要不然叫一刀下去, 要你老命, 谁都特么别活刀法怎么样李明如直接无脸, 整个人气都胃疼。 见李明如胃疼, 林小璐才连忙作罢, 无奈地表示自己愿意用这个名字。 哎, 没逼格就没逼格吧, 反正自己以后的路还很长, 以后肯定会创出更调的招式, 到时候就用那些牛逼轰轰的名字, 然后创一个系列, 就叫牛逼轰轰刀法。 夜晚时分, 某国度, 一个身穿五彩缤纷小花裙, 扎着两个丸子头的姑娘, 正坐在一家客栈中, 小口小口喝着红薯粥。 姑娘的对面, 是一个坐在板凳上, 脚步粘地的矮个子女孩, 和一个浑身穿金带银, 脖子上挂着特大号金项链的少年。 金项链, 金扳纸, 金丝长袍, 目中顿时充满了贪婪。 少年注意到他们的目光, 想了想, 随后对身旁个头极矮的少女道, 大姐, 那些人在看我, 你说他们是不是发现了我磨刀二公子的身份, 想来拍我马屁矮个子女孩, 正在吃烤地瓜和糖葫芦, 她以前在磨刀没吃过这些, 现在正吃得开心, 故被打扰后非常生气, 凶巴巴地瞪了少年一眼, 我吃饭的时候不许打扰我, 不然我就把你插在茅房里, 让你发酵。 少年文言缩了一下脖子, 不敢再继续说话。 而一身花裙子的少女也没吱声, 她对二哥和大姐的吵架已经习以为常了, 现在的她只想着能够快点到峨眉, 然后去找鹿崽子玩。 桌边, 上官菠萝继续吃起了荷叶鸡, 一边吃一边道, 这次来神州真是太好玩了, 这里的东西也很好吃, 咱们南疆虽然大, 但太平级了些, 没这么多好玩意儿。 说完, 他抬起头, 看向远处几个直勾勾盯着自己的时刻, 自来熟道, 你们总是看着本少爷, 是想给本少爷当狗腿子吗过来? 本少爷, 看看你们够不够格。 几个喝酒吃肉的时刻一听, 顿时面面相去, 其中一个大胡子壮汉想了想, 对上官菠萝抱拳道, 敢问公子从哪来南疆? 时刻们一听, 直接猛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南疆在哪。 大胡子壮汉继续看了看上官菠萝身上的金子, 眼神中的贪婪越来越重, 他四处张望了一下, 继续笑道, 公子穿金带银, 家里一定很富裕吧? 怎么没见你家大人上官菠萝一愣? 大人他想了想, 然后朝上官哈密瓜撅了下嘴, 我姐带我们出来玩的。 几个壮汉立刻看向上官哈密瓜, 一看他是个女的, 而且个头跟小孩似的, 顿时露出轻蔑的笑意, 大胡子更是端着酒走过来, 大咧咧拍了下上官菠萝的肩膀, 不怀好意地笑道, 相逢便是缘分, 这位公子交个朋友可好上官菠萝, 他看了看壮汉, 想了一下, 然后从那戒中掏出一块厚实的纯金金砖, 你没有灵力, 长得也不好看, 给本少爷当狗腿子都不配, 所以交朋友还是算了吧, 这块金砖赏你了, 回乡下买两头小猪痒痒。 所有人, 一旁的上官十六, 见到这一幕差点没乐出声, 他懒得搭理这条傻狗, 自己跟着大姐和这条傻狗, 从昆仑进入神州腹地以来, 这样的事情已经出过很多次了, 隔三差五就会有人想来偷东西或者是抢劫, 毕竟自己这傻狗哥哥一点都不懂得低调, 就差把我是有钱人五个大字写在脑门上了, 而每次遇到基于财富想要抢劫的, 他们也几乎不会动手, 因为自己这傻狗哥哥每次都会赏赐人金砖, 而这些金砖每次都能远远超过对方想要抢劫的量, 一块不够就给两块, 两块不够就给一箱, 给到他们搬不动为止, 只要钱够多, 罗道让对方崩溃就不需要动手, 反而能狠狠羞辱对方一把, 反正天竺的几座金矿和半个欧罗巴大陆都已经被老爹打下来了, 现在他们磨到最愁的就是那些金矿太战地方, 金子多的都不知道怎么花。 次日, 清晨时分, 峨眉风中断, 五尊一脉, 林小鹿搬了个小板凳, 坐在洞府门口, 和帅帅鸭一同研究着一惊。 这两天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是小月闭关了, 老大说过几天, 等他出关之后他就会成为结单净。 其次今天一早, 田童儿去了清卵店, 由叶清卵给童儿进行第一次受血断体, 因为他是女孩, 而受血断体是要脱外衣的, 所以林小鹿不方便跟着就没去。 他打算等以后童儿厉害了, 自己再有新的女弟子时, 就由童儿来帮其他女弟子受血断体, 这样就会比较方便。 林长老好, 嗯, 金金好, 林长老好, 早上好逗的, 早饭吃的什么小鹿哥好? 什么小鹿哥? 叫林长老, 小鸣今天怎么起这么晚鼻涕擦擦? 杨先生看到了, 又得罚你。 山道上, 许多大清早前往十字堂学习的小道童 陆续从武尊的洞府前路过, 并和林小鹿打着招呼。 林小鹿也热情地一一回应, 他觉得这些孩子今后都是以德夫人帮的栋梁。 一旁的帅帅鸭见林小鹿看这些小孩, 一副慈祥长者看晚辈的模样, 只感觉无力吐槽。 别人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年轻一些, 但自己这老大却好像非常希望自己变老, 然后出去以老卖老地装逼。 嗯, 真不是人。 不久, 一人一压继续在洞府门留着一惊, 一遍遍对着经文复盘逆推, 寻找经文里的奥妙。 林小鹿现在已经将一惊惊, 折龙睡当宫, 以及胎息诀, 禁术炼至大圆满, 一身内力浑厚无比, 眼下唯一能钻研的, 也就只有这玄之又玄, 妙之又妙的一惊。 他其实也挺着急, 因为一惊是他眼下唯一能钻研的东西, 其他该学的不该学的都学会了, 如果一惊无法参透, 那他就会一直止步于此。 要知道才十七岁的年纪, 才修炼到老牛逼近, 就修炼不下去了, 这是会令人绝望的好吗? 简直没有未来可言。 此刻, 帅帅鸭就一脸严肃地给他讲道, 老大, 经过本鸭的猜想, 一惊三篇中的龟藏一篇, 有一种可能, 是用气去引导其他的气。 林小鹿, 见他不懂, 帅帅鸭继续解释道, 龟藏中明确表述了, 气与气之间各不相同, 但也有相同之处。 而如果从龟藏入手, 找到某种规律, 那便可以用自己的气, 感受其他人的气, 以达到万事万物化整为灵, 在自己面前无所顿藏的效果。 说完, 帅帅鸭目光悠悠地看着林小鹿, 老大,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如果你找到了这种规律, 那即便, 你无法使用灵气, 不会修仙, 但也可以以本命真气为基点, 然后感知到别人体内的灵气运行, 从而得知对手的下一步动作。 甚至你可以感受到, 世间万物的气, 感受所有的呼吸, 预判天气, 预判山川河迈走向。 到那时, 所有修仙者在你面前, 都会自动暴露出弱点。 当然你能不能打破他们的弱点, 那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听到这里, 坐在板凳上的林小鹿沉思了一下。 实际上他这段日子, 天天跟着帅帅压学一经, 文化水平在他这个年龄段, 已经实属不低, 因此, 现在可以直接瞄懂, 并且很快联想到其画面。 他明白, 如果自己真能做到帅帅压所说的那种境界, 那但凡是同一境界, 自己恐怕就会彻底无敌。 毕竟, 灵气也是气, 自己能感受到对方的灵气运行, 对方却看不见自己的, 这一点确实就掉爆了。 洞府门口, 一人一压, 继续抱着一斤手抄本研究, 时不时就会交流两句, 思想碰撞一下。 而正当林小鹿孜孜不倦地学习知识时, 唐龙和秦聪聪忽然走了进来。 秦聪聪眼眶红红地, 似乎刚哭过。 你俩怎么了吵架了林小鹿好奇地看了眼这对少年少女。 唐龙脸色尴尬, 略显无奈地拉着秦聪聪道, 我把贺颖宗的事情告诉聪聪了。 林小鹿? 院内, 林小鹿惊了一下, 随后看着眼圈红肿, 哭得一抽一抽的少女, 有些迟疑地挠了挠头。 娘的, 自己都快忘了贺颖宗的事情了。 抱歉啊大聪明, 我当初不告诉你,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你别难过。 秦聪聪扁着嘴,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躺。 梁九, 他无嘴抽气道, 小鹿道长, 这不怪你, 我明白的, 毕竟我那么聪明, 我就是想, 想回去看看。 说完, 他便再次气不成声, 整个人直哭地说不出话来。 对于秦聪聪的要求, 林小鹿自然不会拒绝, 直接答应道, 没问题, 我让唐龙陪你一起, 回趟贺颖宗, 大聪明, 你想什么时候出发没到中午之前, 秦聪聪便和唐龙一起离开了峨眉, 家族被灭, 秦聪聪想立刻赶回去, 这也是人之常情, 因此, 林小鹿并没有做挽留, 况且, 如今神舟平定, 唐龙不仅实力不俗, 为人果断老练, 行走江湖的经验也丰富, 故没什么好担心的。 而当时间来到中午的时候, 用完第一次受血的童儿也回来了, 如今的他, 已经正式达到中牛逼近, 这让林小鹿很欣慰, 当即传授了他一斤斤。 一斤斤, 现在唐龙也在练, 只要童儿能修炼成一斤斤, 洗斤伐髓髓, 他就会修出内力, 到内室凭借内力, 他和唐龙过第二次受血, 就问题不大, 不用像小时候, 自己过二次受血时那么痛苦, 没有内力, 只能凭借抑制硬抗。 因为林小鹿已经发现, 内力是可以帮助人抵抗受血肆虐的, 就像第三次, 自己用八旗大蛇的受血和原因, 如果没有内力, 自己即便不死也会妖兽化。 中午十分, 通腰一脉, 灵兽骨架。 玉马子, 你来峨眉修炼以后, 速度变快了呀。 刚吃饱饭, 并且嘱咐童儿好好修炼一斤斤后, 林小鹿便来到了灵兽骨, 此刻正笑呵呵地骑着黑色骏马, 在驴场里跑来跑去侧马羊鞭, 搞得那些被圈养的驴羡慕不已。 阿姨, 你要不要来骑马驴场的驴圈内, 蒙着双眼的阿姨, 骑在一头驴背上摇头。 陆哥, 我这两天心有所悟, 我觉得, 我快修炼出须弥剑六了。 在院子里骑着马, 一圈又一圈疯跑的, 林小鹿文言直论, 道, 等你修炼出来, 跟我过过招。 嗯, 行。 不久, 阿姨牵着驴出来, 骑上, 和林小鹿一起溜达来溜达去, 同时说道, 陈念云好像快结单了。 而且我发现,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他比试比试。 聊到缠儿愣子, 林小鹿倒确实很久没见他拔剑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的剑是个什么模样。 嗯, 等过两天自己没事做, 就去找他, 以林长老的身份去卖卖了。 嘿嘿。 场中, 两个少年继续骑着马和驴瞎跑。 小鹿, 你怎么在这正骑马的林小鹿忽然听到声音? 扭过头一看, 是唐欣? 旅场门口, 唐欣手里拎着装牛奶的桶, 似乎是刚忙完, 此刻目中正有些好奇地望着自己。 林小鹿翻身下马, 来到唐欣面前欢喜地看着他, 笑道, 罗刹鬼婆, 你的称呼要改一改了, 要叫我林长老。 唐欣? 他没好气瞪了林小鹿一眼, 随后吐槽道, 你俩是不是趁我挤牛奶偷偷溜进来的? 怎么可能? 林小鹿一脸义正言辞道, 我和阿姨在门外喊了, 你估计没听见我俩就进来了。 唐欣文言狐疑地看了他两眼, 勉为其难地选择相信, 毕竟以小鹿现在长老的身份, 即便真偷偷溜进林寿谷, 那也没有人会责怪, 掌门可宠这家伙了。 不久, 旅场中的一棵张树下, 唐欣和林小鹿并肩而坐, 一边看着阿姨骑驴溜达, 一边说着话。 唐欣现在, 和林小鹿记忆中有些许不一样, 样子还是那个样子, 只是性格好像温柔了许多, 不像小时候, 那时候的自己面对唐欣, 就像一个小弟弟, 面对一个泼辣凶悍的大姐姐, 而现在的她, 显得很文静。 或许是每日和林寿谷的动物相处, 时间长了就比较有耐心了吧。 张树下的草坪中, 唐欣双腿并拢, 胳膊撑在膝盖上, 用手拖着下巴, 和林小鹿谈天说地, 聊了一阵后笑问。 我昨天听妙欣说, 你和大唐的女皇帝成连里了林小鹿点点头, 然后小心翼翼地看了她一眼, 生怕罗刹鬼婆生气。 意外的是, 唐欣并没有不高兴的意思, 反而笑盈盈地看着她道, 那个女皇帝好看吗, 见她没有生气, 林小鹿松了口气, 随后笑道, 长相都挺一般的吧, 和罗刹鬼婆你差不多, 主要将您是个令人敬佩的姑娘, 很坚强, 我觉得性格上很合得来。 文言, 唐欣点了点头, 随后夸奖道, 小鹿你长大了好多, 知道看人不能看外表了。 听着唐欣的话, 林小鹿恩了一下, 随后和唐欣双双陷入沉默。 自从上次她和罗刹鬼婆闹了误会以后, 她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不过她发现, 罗刹鬼婆是个很明世里的人, 就像现在, 她能感受到, 罗刹鬼婆在努力让自己放松, 让自己和她恢复成小时候那种姐弟般的感觉。 毕竟无论是修仙者, 还是自己, 寿命可能都已经超过了普通凡人, 即便自己不能真正长生, 但一身精纯的内力摆在这儿, 延年益寿是肯定的了, 所以这还有那么多年要活, 自己肯定是要和罗刹鬼婆和好的。 人嘛,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毕竟罗刹鬼婆也是自己很亲近的人, 要是一直绷着, 大家都会很累。 二人安静地坐着, 一时间相互都没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唐欣才忽然扭过头, 然后抬手捏了下林小璐的脸。 林小璐, 场中, 唐欣捏着她的脸颊笑道, 我已经跟师父商量, 准备过段时间, 晋级真传弟子, 然后去避死关了。 林小璐一愣, 整个人猛猛地看着面前的唐欣。 张树下, 唐欣继续笑道, 林寿谷到时会有新的那门弟子来接手。 小璐, 到时候, 我们就很少能见面了。 希望下次见面, 师姐能看到你和那个大唐女皇在一起。 闻言, 林小璐继续猛猛地看着唐欣。 她知道避死关意味着什么, 那是真的避避就是数年, 无重大事情否则基本不会出关。 她仔细地看了看唐欣, 似乎是想记住她现在的模样。 随后, 林小璐眼眸一颤, 然后像小时候一样抱住了她。 罗刹鬼婆, 我会想你的。 唐欣也是美目泛红, 轻轻拥抱了一下林小璐, 仿佛抱着自己弟弟一般, 贴着她的肩膀笑道, 师姐也会想你的, 别难过小璐, 我们的好多师兄师姐都是这么过来的, 先路漫漫, 道足且长。 你们摘心的李耀熙师兄, 不也要做真传弟子避死关了吗? 大家都是一样的。 李耀熙也要避死关, 林小璐文言一正, 那自己得赶紧再揍她一顿, 不然以后她避死关了, 就没得揍了, 总不能她避关避到一半, 把她拖出来打吧。 不过她现在也没有那个心情了, 一想到今后,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见不到罗刹鬼婆, 她的心里就满是不舍。 拥抱完, 鼻子有些犯散的林小璐眼巴巴看着唐欣, 唐欣则宠爱地对她笑道, 好好和你的小女皇待在一起, 好好对人家, 不许像欺负师姐一样给别人起外号。 知道吗? 林小璐看着唐欣, 艰难地点了点头。 夜晚时分, 正在房间内修炼的李耀熙忽然感受到了什么, 随后整个人直接从打坐中惊醒, 奇怪, 我都快避死关了, 小璐怎么还不来揍我第二日上午, 峨眉地界大姐, 傻狗, 你们快点啊, 时了你急个什么? 个头只有一米四几的上官哈密瓜翻了个白眼, 然后抬起小手, 对着背自己的上官菠萝就是一巴掌, 啪, 你怎么走那么慢? 上官菠萝的后脑勺遭受爱的抚摸, 差点没被打哭, 整个人委屈道, 走路当然慢了, 姐你等着, 我飞过去, 啪, 上官哈密瓜闻言又是一巴掌, 凶巴巴地道, 我就要走路看风景, 继续背我, 上官菠萝眼泪汪汪地背着他一路小跑, 过了好一阵, 当他终于看到峨眉的山门时, 顿时大声哀嚎, 特么地终于到了, 累死老子了, 啪, 上官哈密瓜再次一巴掌把他拍倒, 凶道, 好什么好, 咱们魔道中人这样好, 你丢不丢人, 不到一个时辰, 挨了三巴掌的上官菠萝都快被打猛了, 气愤地伸着脖子大喊, 姐, 你能不能别打我脑瓜了, 听到弟弟的怒吼, 上官哈密瓜顿时翻了个白眼, 哪个魔道中人不打人的, 你应该感恩戴德, 做我上官的弟弟, 居然能活这么大, 一旁的上官十六也是插腰笑道, 就是, 啥狗你作为我哥哥, 被我打不是应该的吗, 上官菠萝看着这俩一唱一和的姐妹, 顿时心头绝望, 好在已经到峨眉了, 三人打闹了一阵后, 便一同进了峨眉山门, 这位道友, 我们是魔道上官家的, 还请通报一声, 山门口, 上官十六对一名守门修士抬手作一, 修士一听是魔道的, 好奇看了看着高矮不一的三人, 随后便抬手客气道, 三位请跟我来, 在修士的带领下, 兄妹三人好奇地上了峨眉主峰, 上官十六更是迫不及待地问道, 鹿崽子在哪里姑娘是说林长老吧, 修士笑了笑, 温和回应道, 掌门已经下令, 三位此番来峨眉交流, 就由林长老来招待三位, 在下这就带你们去见他, 上官十六闻言立刻雀跃不已, 水灵灵的眼睛都完成了可爱的月眼, 一旁的上官波罗也是感慨道, 想不到鹿哥都混成长老了, 不知道峨眉美女多不多, 一定要让鹿哥带我去见识见识, 上官哈密瓜倒是没说什么, 东瞅瞅戏看看, 他觉得峨眉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一路过来皆是绿柳成荫, 春意盎然, 不像南疆, 而兄妹三人有说有笑的刚走没多久, 不远处的草丛中忽然冒出一颗人头, 这颗人头有着一副醒目的斗鸡眼, 此刻正盯着他们咕噜噜地转, 汤师兄, 见到人头, 修士连忙对人头的主人拜见, 草丛中汤圆缓缓起身, 他是来此处找一些枣熟和做丹药药饮的, 没想到看到了三个陌生人, 你们是魔道的上官十六, 看了两眼汤圆, 点了下头, 你好, 我叫上官十六, 你好, 欢迎你们来额眉, 说着, 汤圆就从那界中取出三枚丹药, 然后友好的递到三人面前, 目光真诚且和善道, 吃药吗? 五尊洞府前, 林小璐盘腿坐, 他的面前摆放着一块额卵石, 此刻他在努力感受额卵石的气, 一旁的帅帅鸭捧着书卷打量来打量去, 他也不知道这么练龟藏对不对, 先试试吧, 没办法, 对于易经, 他和老大只能慢慢摸索, 场中, 林小璐全身内力运行, 呼吸极浅, 心跳也异常缓慢, 整个人仿佛死尸一般毫无动静, 他在不断地用真气去感受额卵石, 想要连接石头的气, 连接他的点, 归藏里写, 世间万物皆是由无数的气点构成, 这些点很小, 小到了极致, 因此, 即便是无生命的石头, 也会有气, 只是现在, 自己还没有感知到, 此时, 他体内的真气仿佛平静的湖水, 他以灵魂和真气来反复感知石头的内外, 他在等, 等什么时候, 自己的真气湖水在屋外界干涉下起一丝波澜, 就说明他连接成功了, 许久, 缓缓流淌的无形真气, 透过石头外层极微小的缝隙, 进入石头内部, 在里面四处流动, 许久, 许久, 咔嚓一声脆响, 鹅卵石忽然破碎, 化作一堆粉尘, 林小璐错愕地睁开眼, 一脸猛逼地看着, 自己又失败了, 老大, 你的真气最后还是破坏了石头的内部结构, 你要再稳一些, 帅帅压嘎嘎道, 你必须将其化作比头发丝还小一万倍的气流, 才有可能感知到石头内最小的点, 啊好难啊, 林小璐无脸, 我们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呀, 怎么可能把真气变得比头发丝还细小一万倍吗? 林小璐无奈地起身, 这已经是他不知道第多少次失败了, 他长须短叹了一阵, 随后准备换个石头继续练习, 而他刚捡起一块鹅卵石, 远处就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鹿崽子, 林小璐扭头, 看到了上官石榴, 阳光下, 一身花裙子的上官石榴, 仿佛一个花仙子, 翘生生地站在山道边, 露出光滑且戴着银色手环的手冲少年挥个不停, 整个人在阳光下, 更是闪闪发光, 他旁边还站着一个抱着胳膊, 一脸不高兴的凶悍小姑娘, 和这矮矮的小姑娘站在一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上官石榴才是姐姐, 林小璐领着帅帅鸭走过去, 好奇看了上官石榴两眼, 随后道, 你咋不用手链通知我, 我好去接你们, 我妹妹不是为了给你个惊喜吗? 上官哈密瓜翻了个白眼, 然后瞅了瞅周围的环境,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也太寒酸了点, 离我们家差远了, 那是我们峨眉简朴, 说完, 林小璐看了看四周, 疑惑道, 菠罗呢, 说起上官菠罗, 上官石榴顿时一脸尴尬, 略显无奈道, 我哥遇到了一个自称军师的家伙, 然后吃了那个军师的丹药, 然后就晕过去了, 林小璐, 场中, 上官石榴开心地抱起帅帅鸭转圈, 咯咯咯地笑道, 好久不见了, 帅帅鸭, 帅帅鸭被他甩得晕头转向, 嘎嘎叫道, 确实是好久不见了, 石榴你先放本鸭下来,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 抬头望着林小璐, 面无表情道, 林小璐, 带我们去见你师父李明如, 我爹给他带了些东西, 然后再带我们去见峨眉掌门, 这是礼貌, 行, 不过要不要先去把波罗弄醒啊? 林小璐迟疑, 没事不用管, 上官哈密瓜果断开口道, 他只要不死就行, 不久, 林小璐带着上官哈密瓜和上官石榴去了摘兴峰顶, 见了老大, 上官哈密瓜给老大带了一箱酒, 是上官生特意嘱咐他带的, 不得不说, 他们老一辈的感情还是很好, 林小璐看得出来, 自己老大对于上官哈密瓜这位故人之女也是很满意, 直说二狗子后继有人, 确实, 虽然花蝴蝶不着调, 还懒, 都16岁了, 修为好像也还是很差劲, 但上官哈密瓜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同辈之中, 除了林小璐和小月儿以外, 能吻压他一头的, 估计也只有阿姨, 而且, 他的性格非常冷静稳重, 除了脾气坏, 牙子臂爆和个头矮以外, 几乎没啥缺点, 见过李明如, 林小璐又带两个女孩儿去见了叶青鸾, 一路上, 姐妹俩吸引了很多峨眉弟子出来看她们, 上官十六傲娇活泼, 哈密瓜高冷个子矮, 姐妹俩站在一起, 显得非常有戏感, 一路上, 林小璐听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 哇, 这就是魔刀大小姐和三小姐吗, 看起来好强, 待见完叶青鸾, 林小璐才带着二女回到五尊一脉, 并且给他俩安排了独立的小院子住下来, 而直到此时, 上官波罗也还没有回来, 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林小璐, 你们峨眉除了你以外, 还有比较强的同辈人吗, 院内, 上官哈密瓜, 看着正在锁自己妹妹猴的林小璐不屑道, 一路看过来, 我见到的年轻人感觉实力都不怎么样, 闻言, 林小璐一边锁着上官十六的猴, 一边道, 我妹妹在闭关, 高手的话, 我把阿姨喊过来, 介绍给你们认识, 要不然还有我的义子陈念云, 他应该也能跟你过过招, 场中, 上官十六脖子被锁, 嗷嗷大叫挣扎个不停, 两条腿直灯, 林小璐则对他怒道, 还狂不狂了, 居然敢偷袭我, 花蝴蝶你越来越飘了, 林小璐你, 最好放开本小姐, 不然我就找阿宁说你出去, 还让本小姐付钱, 你特么还敢威胁我铁头功, 啊, 俩人打闹了好一阵, 林小璐才松开女孩, 然后回屋拿了带瓜子出来, 嗷瓜子, 一会儿我带你俩吃饭去, 两个女孩各自抓了一把, 在小院里一边晒太阳, 一边嗷瓜子闲聊, 一旁练功的童儿也凑了过来, 抓了一把, 蹲在林小璐身旁吃得贼开心, 上官十六和田童儿是认识的, 故两个女孩一边吃一边瞎聊, 聊着聊着, 上官十六就笑问, 童儿, 你师父最近有没有去嫖没有? 田童儿老实摇头道, 师父很久不嫖了, 每天都在修炼一惊, 这样啊, 哎对了, 那个阿赫呢, 怎么没见到他上官十六好奇的左右望了望, 询问起了阿赫的消息, 当初林小璐和阿赫去魔道, 故他们都认识阿赫, 阿赫在对付东营人的时候阵亡了, 田童儿解释道, 连尸体都没剩下, 上官十六文言愣了愣, 随后没再说话, 倒是上官哈密瓜坐在小摇椅上, 一摇一摇地说道, 打仗有所牺牲, 在所难免, 说完,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眼林小璐, 节哀顺变, 林小璐点点头, 没说什么, 几人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晒太阳闲聊, 而过了好一阵, 院子外的山道中, 忽然爬上来一个鼻血横流的少年, 正是上官波罗, 路哥, 有个仔种欺负本少爷, 本少爷要弄死他, 一见到林小璐, 上官波罗就气愤地跑过来, 可他刚跑到一半, 摇以上晒太阳的上官哈密瓜, 就脱掉绣花鞋, 一把砸在了他脸上, 再嚎那么大声, 老娘剁了你, 把鞋子捡回来, 脑瓜被砸, 上官波罗丝毫不敢反抗, 擦着鼻血, 屁颠屁颠地将绣花鞋捡回来, 然后委屈巴巴地给自己姐姐穿上, 而当他给大姐穿完鞋, 想起身问问那个斗鸡眼的仔种, 是混哪里的时候, 忽然看到, 正在一旁拉韧带热身, 准备一会儿出去跑步的田童, 阳光下, 田童儿小麦色的健康肤色, 闪闪发亮, 又长又直的大长腿, 格外醒目, 略显紧身的静装穿在身上, 更加显露出, 拥有独特野性美的身材, 此一个瞬间, 上官波罗刚刚擦完的鼻血, 就再次躺了出来, 然后, 他不急不慢地从那界中取出一把梳子, 潇洒地整理了一下发型, 来到童儿面前, 彬彬有礼地笑道, 这位姑娘你好, 在下上官家二公子上官波罗, 姑娘你的眼睛真好看, 田童儿看了他一眼, 江湖经验丰富的他, 瞬间明白眼前这个不明物体想干什么, 捂着嘴笑道, 你追女生的方法也太傻了, 上官波罗, 场中, 童儿将长发扎起来, 对林小璐笑盈盈地喊了声, 师父我去跑步了, 哦, 林小璐点点头, 院内, 热完身的童儿冲眼睛都不眨地, 上官波罗勾了勾手指, 调戏道, 想追我呀, 不用灵力跟我赛跑, 追上, 我我就给你个机会, 说完, 童儿就一个瞬间冲了出去, 而上官波罗愣了一下, 随后就鼻血横飞, 金项链直甩地追了上去, 边追边对着童儿的背影大喊, 美人, 本少爷来了, 磕着瓜子的上官石榴, 见到这一幕, 顿时觉得有些丢人, 林小璐倒是还好, 一边磕瓜子, 一边老神在在地装逼道, 真羡慕这些年轻人, 永远都充满了活力,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翻了个白眼, 林小璐, 我弟弟应该跟你童年, 哈密瓜你别看我年纪小, 但我经历得多, 因此, 我有一颗伤痕累累的心, 装逼的话语随口说完, 林小璐忽然发现周围有杀气, 一扭头, 就看到上官哈密瓜满脸杀气地盯着自己, 你刚才, 喊我什么林小璐一愣, 随后挠了挠头, 十一道, 瓜儿老娘特么弄死你, 上官哈密瓜瞬间炸毛, 仿佛小野猪似的扑了过去, 小院中, 上官十六, 看着被林小璐锁吼的姐姐, 只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对一旁的帅帅鸭打拒道, 你老大, 现在好像每天都很闲啊, 有那么多时间陪我们玩, 做长老了吗, 身份不一样了, 帅帅鸭小口小口喝着热茶, 然后看着被林小璐灌摔在地的上官哈密瓜, 客官评价道, 你姐姐也挺厉害的了, 整个神州的年轻一代, 估计没一个能打过她的都快赶上阿姨了, 嘿嘿, 还行吧, 我姐继承了老爹的罗刹体质, 上官十六笑着说道, 上官三兄妹的到来引起的反响还是比较大的, 许多峨眉的弟子都会好奇过来见识一下魔道风采, 而最引人瞩目, 最像魔道的无疑就是上官哈密瓜, 用林小璐的话来说, 这小矮子永远是一副双手抱在胸前, 臭着脸的模样, 搞得每个人都好像欠他钱似的, 相比之下, 刁蛮任性的上官十六都像乖乖女了, 至于上官波罗, 他一点都不像魔道的, 反而有点像地主家的傻儿子, 此刻, 摘心一脉的膳食堂内, 上官哈密瓜正看着狂吃鸡腿的阿姨, 然后满脸不屑地对林小璐哼道, 这瞎子就是你说的高手老娘可不想欺负伤残人士, 林小璐这会儿正在吃红烧肉, 吃一口红烧肉就一口米饭, 贼香, 而在桌子下面, 上官十六的脚正踩在他脚背上, 然后还冲他几眉弄眼一阵嘚瑟, 听到上官哈密瓜的问题, 林小璐便对阿姨招呼道, 阿姨, 一会儿吃完饭, 你带上官出去切磋一下吧, 哦, 璐哥, 需要我把他打成什么呀阿姨, 很直白地问, 你看着来吧, 他是客人又是女孩, 所以你也别太认真, 剁条腿就行, 林小璐言简意该地回答道, 桌上, 甜团正大口大口抱着玉米啃, 因为用过受血的缘故, 他现在的饭量也是肉眼可见的载长, 而他旁边坐着的, 则是已经跑步跑吐, 吐得什么也吃不下的上官菠萝, 今天下午, 他追着甜团跑出去没过多久就被甩开, 根本追不上, 团儿到现在还在嘲笑他, 软啪啪的不像个男人, 一桌子人显得很安逸, 有说有笑地吃着饭, 林小璐和上官十六, 几眉弄脸个不停, 俩人在桌子下面, 你猜我一下, 我猜你一下, 到最后, 俩人更是直接踢起来, 搞得整张桌子都晃来晃去, 之后的两天时间里, 林小璐一直和上官十六待在一起, 二人是很好的朋友, 林小璐带着他逛遍了每一处风景, 认识了东方淡, 汤圆, 陈念云, 于楚楚他们, 而上官十六也很开心, 每天鹿仔子鹿仔子地叫个不停, 从见到林小璐以来, 他脸上的笑容仿佛就没停过, 相比于他俩, 上官菠萝则每天舔着脸, 跟在甜团身边献殷勤, 二人这期间还切磋了一次, 而已经达到中牛逼近的童儿, 愣是和上官菠萝打了个平手, 当然, 这是在他没有用法宝的情况下, 至于磨刀大姐上官哈密瓜, 他被阿姨揍了, 被揍得很惨, 很惨, 很惨, 这日, 中午时分, 艳阳高照, 峨眉峰十字堂外的溪流瀑布处, 上官哈密瓜坐在石头上, 脱掉鞋, 一双小巧玲珑的脚丫, 放进清凉的流水中, 然后捂着被打成熊猫眼的眼睛, 咬牙切齿道, 奶那个熊, 老娘迟早打死那个王八蛋, 凶完, 他看了看远处和林小璐并肩坐在一起, 时不时发出迎铃笑声的妹妹, 又看了看正在陪天童儿做俯卧撑的弟弟, 整个人顿时更加生气, 真是两个白眼狼, 姐姐我被人打了, 你俩却跟没事人一样, 哼, 生完气, 哈密瓜目光一动, 看向眼前, 一个站在溪流中, 手里抱着醋狙, 留着鼻涕看自己的小男孩, 你看什么看, 小男孩被吓得一哆嗦, 手里的醋狙也吓得掉进了水面上, 他捡起醋狙, 然后看着上官哈密瓜继续好奇道, 姐姐, 你的眼睛怎么黑了? 上官哈密瓜? 小男孩好奇瞅了他两眼, 然后问道, 姐姐我叫小明, 你要一起玩球吗? 上官哈密瓜顿时翻了个白眼, 自己堂堂磨到大小见, 跟你个小屁孩玩球, 我看你长得像个球。 与此同时, 摘心封顶, 山洞中, 李明如看着面前十四岁的少女, 非常满意地点头笑道, 小玉儿, 恭喜结丹。 对于结丹成功, 林小玉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 只是有些好奇地看着李明如问道, 师父, 你要走了吗? 李明如点头, 多则两个月, 短则一个月为师就会回来。 师父, 您是要去天上吗? 小玉儿继续问。 李明如微微一愣, 她诧异地看了看小玉儿, 有些惊讶于这丫头的聪慧。 随后李明如笑了笑, 点头道, 有一个故人想开办一个传授知识, 有教无类的学院, 因此召集了几个老朋友商量事情, 为师前去附会。 师父, 会不会有危险小玉儿直白地询问道, 徒儿能感受到, 师父现在很虚弱。 文言, 李明如哈哈大笑, 为师再活个三五百年, 那也不成问题, 小丫头不用担心。 说完, 她站起身摸了摸小玉儿的头道, 为师不在的这段日子里, 小玉儿要听你哥哥的话, 你哥哥现在已经有了保护你的能力, 别看他平日里傻乎乎的, 那小子在关键时刻心思缜密着呢? 说完, 李明如便出了山洞, 冲小玉儿摆了摆手, 随后漫步走出悬崖, 在空中渡步, 最后渐渐消失在云海之中。 白雪挨挨的山顶, 小玉儿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然后转身一蹦一蹦地下了山。 姐姐, 把球踢过来。 死小鬼看招! 哈? 阳光下, 波光灵灵的溪流之中, 上光哈密瓜和一群小孩, 欢快地踢着醋鸡, 所过之处, 直见起大片大片晶莹的浪花。 而不远处, 林小璐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 上官石榴则在给他捏肩。 鹿崽子, 你和阿宁就这么在一起了, 本小姐感觉有些平淡, 不然还能怎么在一起, 至少也该像戏区里说的那样, 经历过一些生离死别, 轰轰烈烈的故事, 那样才撞脸。 上官石榴站在他身后, 一边给他按肩一边道, 我跟我大姐二哥来峨眉的时候, 在一个樊城国家, 看了一出大戏, 那里面就是唱得很凄美的爱情故事, 都给我感动死了, 我当时一激动, 直接赏了那戏班子十几块金砖。 说完, 他拍了下林小璐的肩膀, 给你按完了, 现在换你给我按, 快起来快起来。 林小璐无奈起身, 将鱼竿给了上官石榴, 上官石榴则嘻嘻哈哈地坐下, 一边钓鱼, 一边将脚放在水里, 扑腾扑腾地乱甩。 你慢点甩啊, 鱼, 都被吓跑了。 林小璐给他按着肩, 然后捏了捏他的肩膀道, 花蝴蝶, 你要多锻炼了呀, 你看你身子软的, 一点肌肉都没有。 对了, 你现在什么修为宁气五层。 林小璐, 他整个人瞬间梦了, 这货居然还没住街, 他这几年都干什么了? 记得上官大叔说过, 花蝴蝶的天赋并不低, 或许比不上他大姐上官哈密瓜, 但应该是要比菠萝强的, 结果这货都十六岁了, 还特么是宁气。 这丫头到底是有多懒, 似乎是感受到了林小璐的猛逼, 上官十六满不在乎道, 又不是每个人都想长生的, 本小姐的人生目标, 就是吃好喝好睡好玩好, 长不长生, 对于本小姐来说, 根本不重要。 说完, 他扬起脑瓜, 把头放在林小璐肚子上, 然后对着林小璐甜甜一笑, 鹿崽子, 你现在都堪比原因了, 以后本小姐要是谁都打不过, 你也会永远保护本小姐的, 对吧当然。 林小璐一边给他捏尖, 一边自然点头道, 出来混最重要就是一个异字, 你作为我的小弟, 谁欺负你, 就是咸病肠。 哥哥哥哥。 上官十六文言直笑得花枝乱颤, 随后翘生生瞪了他一眼, 谁要做你小弟, 难听死了真是。 说完, 他继续把吃着鱼竿, 操控着鱼线, 在溪流面上甩来甩去, 同时问道, 鹿崽子你说我们要不要去找阿宁, 或者吴购王我好久没见到他俩了。 给他捏尖的林小璐挠了挠头, 面色有些迟疑道, 无心似离额眉太远了, 大唐的话倒是还好, 不算远, 我们可以去大唐玩一阵。 那也行。 上官十六笑问,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对于去大唐, 其实林小璐自己也有去的想法。 和东营开战的时候, 他对大唐的铁甲银, 狄将军等人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因此, 他想去传授将士们一金金之法, 让大唐的舞者学会一金金, 修炼出内力之后, 开启兽血二阶。 包括折龙睡丹弓, 太戏绝, 这些林小璐都不准备藏私, 他可以直接送给天下人, 去尝试让天下舞者站起来。 因此, 面对上官十六, 想去大唐玩的想法, 林小璐直接点头与诺道, 我随时都可以。 你不管理, 你的武尊一卖了上官十六, 目录惊喜地扭头看他。 没事, 有帅帅鸭呢。 暗闻间, 林小璐坐在了上官十六身边, 有些自嘲地挠了挠头, 我们武尊一卖人狠手。 掌门姐姐说, 至少要等到明年夏天, 去凡间招收弟子, 以后人才能多起来, 所以现在也没什么事, 帅帅鸭知识渊博, 完全可以坐镇。 上官十六有些欢喜地点点头, 刚想问林小璐明天去大唐怎么样,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清响, 哥哥。 上官十六纹身回头, 看到了一个身穿藏青色道袍, 头上扎着两个小丸子的女孩。 上官十六起身, 来到小月儿面前激动道, 你结单了小月儿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一眼第一次见到上官十六, 好奇道, 哥哥, 这个姐姐就是你的连礼江宁姐姐吗? 啊,她不是。 林小璐解释道, 她是我跟你说过的花蝴蝶。 文言, 小月儿恍然大悟, 小手一指上官十六大喊, 原来你就是哥哥说过的花蝴蝶精。 上古大怪兽! 上官十六顿时一连猛, 而林小璐也连忙捂住自家妹妹的嘴, 并发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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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起来其实挺尴尬的, 林小璐上次还跟江宁说带她来峨眉玩, 并且介绍自己妹妹给她认识, 没想到她还没来, 花蝴蝶先来了。 此刻的西流边上官十六和上官哈蜜瓜 正一起逗弄着小月儿。 小月儿对他俩也还行, 看得出来不讨厌他俩, 这倒是让林小璐松了口气。 不过画面还是有些喜感, 因为上官哈蜜瓜比小月儿还要矮一点, 所以搞得他俩好像同龄人一样。 小丫头你这么小就是结单了精英的西流中, 上官哈蜜瓜一脸震惊地看着脸上稚气未脱, 满满婴儿肥的小月儿。 而当她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上官哈蜜瓜顿时一脸郁闷。 自己老爹还说自己是魔道第一天才, 天赋比他还高, 未来可期, 可结果来了峨眉以后。 林小璐, 阿姨就不说了, 现在居然还有个小月儿, 这三可都比自己小啊。 这特么都是一群什么怪物。 小月儿, 怎么评价我们西流中花蝴蝶抓着小月儿的手笑问, 他都怎么说姐姐的面对这个问题。 小月儿非常坦白地说道, 我哥哥, 说你特别懒, 从来不修炼, 前世是一只千年咸鱼, 因为太咸就把自己给咸死了, 然后这一世变成了一只花蝴蝶精, 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吃屎, 活了这么多年, 就知道是好吃尿好喝, 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上官十六。 哈哈哈哈, 小月儿, 那你哥哥是怎么评价我的上官哈蜜瓜继续笑问? 小月儿看了看上官哈蜜瓜, 再次直白说道, 我哥哥说, 哈蜜瓜姐姐, 你天赋一柄, 会召唤始至巨人。 上官哈蜜瓜, 扑齿哈哈哈哈, 笑死本少爷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远处的上官菠萝直笑得前仰后合, 过来后摸了摸小月儿的脑瓜笑道, 还是我鹿哥的评价犀利, 简直一针见血啊。 此话一出, 上官哈蜜瓜顿时一个飞踹, 将他踹飞, 口中更是嗷嗷大喊, 老娘今天废了你。 哈? 上官十六也提着花裙子, 光着脚哗啦哗啦哗啦糖水来到钓鱼的林小璐面前, 气鼓鼓地瞪着他。 感受到上官十六的杀气, 林小璐抬起头, 和善地冲他露出一张笑脸, 花蝴蝶, 人无完人, 无够说过, 做人要学会放下。 放你大爷林小璐, 本小姐弄死你, 都别活。 哈? 当晚, 一行人在膳食堂用过晚饭后, 林小璐便独自去了青丸店, 跟叶青鸾提了去大堂玩的事情。 因为妹妹刚刚结单成功, 所以林小璐想把她也带上, 毕竟小月天天闷在峨眉修炼, 偶尔也是要带出去放放风的。 对于林小璐去大堂, 叶青鸾倒也没什么意见, 以她现在堪比原音镜的实力, 去哪儿都不会有危险, 因此直接给了批准。 需要把玉如意借你们用吗? 青鸾店中, 叶青鸾一边咔嚓咔嚓啃啃啃啃着黄瓜一边说道, 可以让小月儿操控玉如意。 文言, 林小璐摇了摇头, 掌门姐姐, 玉如意速度太快了, 我和花蝴蝶他们喜欢坐马车, 沿途有好多风景可以看。 叶青鸾点头, 表示可以给她安排马车。 小璐你出去玩, 本掌门不反对, 不过最多只能去玩一个月, 要在你老大之前回来, 明白吗? 林小璐点头表示明白, 和叶青鸾寒暄几句过后, 便道了声, 掌门姐姐晚安转身离开。 在她离开以后, 叶青鸾也继续捧起了一本医学书籍, 一边啃黄瓜, 一边砍书。 因为, 童儿要修炼一斤斤, 前几天帅帅鸭便特意来找自己, 让自己这段时间学学针灸, 回头好帮童儿施以银针, 洗精发髓。 而作为一个称职的掌门, 叶青鸾自然没有拒绝, 这几天正疯狂学习医术。 夜晚, 清冷的月光下, 林小璐就着夜色, 一路回到五尊一脉的小院, 结果刚一进院门, 就看到上官哈密瓜在追着上官波罗打, 杀声震天, 搞得整个小院到处都是杀猪一样的惨叫。 此刻的小院中, 童儿正虎虎生风打着拳, 帅帅鸭捧着一斤在研究, 上官十六则光脚躺在摇椅上, 身子蜷缩成一只大虾米打着盹。 林小璐看了一圈, 和几人说了话话后, 也就直接回房练功。 明儿去大堂, 一路上可以用来修炼的时间不多, 因此, 他想多练练功。 一夜无话, 第二日, 天晴, 当少年醒过来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的, 便是床边坐着的小月。 见林小璐醒了, 小月立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熊抱, 然后满脸期待地问道, 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啊, 小月很少能出去玩, 因此, 整个人都兴奋地有些迫不及待。 林小璐坐起身, 伸了个懒腰, 然后有些睡眼朦胧地揉了揉眼睛, 一会儿我吃过早饭就出发, 小月, 你跟妙心师姐说过了吧? 嗯, 说过了。 小月没开眼笑道, 师姐说, 让我好好玩, 然后要听哥哥的话, 不能瞎跑。 林小璐笑着捏了捏妹妹的小圆脸, 随后下床穿上鞋, 然后习惯性背着妹妹出门。 这个点还很早, 上官三兄妹个个都没起来, 院外只有童儿在热身。 林小璐当即招呼自己这小徒弟一起去吃早饭, 背着妹妹和童儿一路说笑着, 去了膳食堂。 虽然童儿没说, 但在他心里, 自己的这个小师傅对于妹妹一直是个好哥哥, 对于自己也一直都是个好师傅。 嘻嘻哈哈地吃过早饭, 林小璐去见了妙心师姐和阿姨, 便继续背着妹妹回自家小院, 然后嘱咐童儿和帅帅鸭看家, 随后便和上官十六他们一同下了山。 马车还是当初林小璐和叶青鸾一起去昆仑时的马车, 马则是他熟悉的马子。 不得不说, 马子这段时间在峨眉待久了, 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 不仅更通人性, 而且耐力和力量也有了质的飞跃, 独自一马便可以驾着五人乘坐的马车, 快速狂奔, 简直稳得一逼。 驾! 驾! 马车的车板上, 林小璐甩着缰绳, 兴高采烈地驾马狂奔, 身旁则坐着擦鼻血的上官菠萝。 马子, 你现在真是今时不同往日, 想当初你白天跑一天就跑不动了, 晚上还要背你跑, 现在你的持久力真强, 以后跟着你的母马肯定有福, 你这样下去, 早晚成精。 林小璐夸奖了一番黑色骏马, 骏马也仰头喊了一声以示回应, 表示, 你这话说得一点都对。 而正当一人一马展开跨种族交流时, 一旁擦鼻血的上官菠萝忽然问道, 路哥, 我姐今天早上又打我了。 你想听听, 这次打我是因为什么吗? 因为什么上官菠萝一边擦着血流不止的鼻血, 一边低声忧怨道。 他说, 是因为我过两天可能会惹他生气, 所以提前打我一顿预防一下。 林小璐? 及时的马车上, 林小璐扭头看了一眼上官菠萝, 目光中带着联系。 你姐平时一定很疼你吧? 嗯, 那是真的疼。 车板上, 上官菠萝将大金项链往脖子后面一甩, 然后看着驾马的林小璐继续问道, 路哥, 铜儿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你说我, 如果要追求他, 有机会吗? 有啊。 林小璐看了看瘦瘦的上官菠萝, 道, 你先把鸡肉练出来。 上官菠萝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一个修仙者练什么鸡肉啊? 那你能喝酒喝过铜儿吗? 林小璐继续问。 上官菠萝, 他昨天和田铜儿喝过, 那简直就是个酒神, 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你看看, 你浑身软啪啪的, 又不爷们, 还傻。 你这样不思进去, 能追到我徒弟就有鬼了。 林小璐不懈道, 要不然你就一对一把铜儿打败。 那样的话, 他可能还会高看你一眼。 说完, 林小璐便再次一抖江绳, 大喊了一声, 驾荒野山林的道路中, 马车一路急行, 两个少年也是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 足足奔波了大半天后, 他们便来到了大院。 这里是林小璐小时候和唐欣, 陈念云, 于楚楚, 东方旦一起招收弟子的国家, 因此, 他对这里的印象还是挺深的。 本来大家就是出来玩的, 一行人倒是也不怎么着急。 快到晚上时, 林小璐便驾着马车, 悠哉哉进了一座城池, 随后便找了家客栈下榻, 准备吃点东西。 小月儿, 上来。 嗯。 马车边, 小月儿踩在木板上一跳, 一把扑到林小璐背上, 直发出咯咯咯咯的笑声, 一旁的上官石榴也看得直了。 上官哈密瓜见了, 也招呼道, 煞比弟弟, 何在我也要背。 上官波罗无奈地跑过去, 背对着女孩弯腰, 然后上官哈密瓜也是纵身一跃, 扑到了上官波罗背上。 一行人在客栈门前嘻嘻哈哈了好一阵, 随后才进了客栈。 这个点正是饭点, 客栈里的人还是不少的, 满满堂堂皆是时刻, 林小璐背着妹妹, 将她安排坐下后, 便高声喊了店小二, 熟练地开始点菜, 猪肉炖粉调来一盆, 火炉烤鸭八汁, 别的什么清蒸鲁鱼, 叫花鸡, 冬瓜排骨汤你看着来吧, 哦对了, 这个酱牛肉。 二十分, 你店里有什么好酒吗? 慌忙鸡菜鸣的店小二推荐道, 客官您真有眼光, 咱们店小, 但酒在整个大月都是出了名的, 这个猴儿酿, 不知客官听过没有几个少年人皆是一愣, 而见到他们的表情, 店小二立刻心中了然, 笑道, 这猴儿酿是我们前程山里的猴子, 平日里采白果于树洞之内, 最初是为了筑藏越冬粮食, 但若当即不缺越冬粮食, 猴儿们便会忘记曾储藏过一栋白果, 然后这一栋白果便逐渐发酵, 而后酿成百果酒。 他介绍道, 本店掌柜的表姐夫在山里当差, 因此每年猴儿酿总能获得一些, 尝过的客人皆是赞不绝口, 只是这个价格, 嘿嘿, 要略微贵一些贵, 零小鹿愣了一下, 随后一拍上官菠萝, 菠萝, 撒钱, 好嘞陆哥, 上官菠萝毫不犹豫一甩袖子, 那杰立刻跟变戏法式的甩出一块块金砖, 扑通扑通地直往地上掉, 只把店小二看得目瞪口呆, 把你们店里的猴儿酿全都拿出来, 本少爷今天要跟陆哥不醉不归, 对, 我们要不醉不归, 上官十六人来风式地大喊, 上官哈密瓜看了看这三个人, 小白眼忽闪忽闪翻个不停, 小月儿倒是没什么反应, 他虽然没喝过酒, 但还挺好奇猴子酿的酒会是什么味道, 没过多久, 韭菜一上齐, 尤其是酒, 将店里所有的猴儿酿搬出来, 足足一个半人高的封闭大酒坛, 引得店里的其他食客频频注目, 酒坛上桌, 林小璐像模像样地拔掉酒塞子, 下一刻, 一股混合着酒香和果味的气味瞬间弥漫开来, 林小璐也直接眼前一亮, 客栈内的食客们也是被吸引, 笑道, 小孩儿, 你们几个人喝得了那么多吗, 别浪费了呀, 挑衅的话语说出, 林小璐还未回话, 已经彻底人来风的上官十六, 就一踩桌子, 养着脑瓜哼道, 浪费有我哥和鹿崽子在, 哪个不服气的就来比试比试, 此话一出, 在座的食客们顿时露出笑意, 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老酒鬼, 而林小璐等人看着也着实有些年轻, 故食客们根本没将林小璐这些半大小子放在眼里, 当即便有人高声笑道, 行啊, 咱们大家来斗酒, 谁输谁负账, 来就来怕你啊, 看热闹不闲时大的上官十六, 一拍上官菠萝的脑瓜, 傻狗, 上, 老实说, 上官菠萝的酒量其实很一般, 而这猴儿酿虽然果味浓厚, 口感也很干纯, 但后劲却是非常大, 和他斗酒的汉子喝的是荷花蕊, 虽然后劲不及猴儿酿, 但也差不了多少, 而那汉子喝得也急, 上官菠萝刚喝不到两碗, 汉子便已经三碗下肚, 此刻的上官菠萝便已经脸色涨红, 最后当他亮亮呛呛喝第三碗时, 终究是不胜酒力, 晕晕乎乎地说起胡话来, 相比之下, 数碗唇酒下肚也是脸不红心不跳, 笑哈哈看起了笑话, 上官菠萝已经阵亡, 林小璐当仁不让, 立刻接了他的班, 端起一碗猴儿酿, 一饮而尽, 动作之豪迈, 令人叹为观止, 鹿仔子厉害, 干掉他们, 上官十六, 全程大呼小叫, 有一说一, 林小璐的酒量, 相比于上官菠萝, 还是要强不少的, 不久之后, 三碗猴儿酿下肚, 他也只是些许微醺, 而大堂中豆酒的食客, 在喝下第五碗后, 也终于支撑不住, 由身旁有人接替, 继续对阵林小璐, 两伙人继续豆酒, 一碗接着一碗好饮, 其他的食客们, 也是看得津津有味大声叫喊, 而在林小璐喝完第六碗猴儿酿之后, 他也开始头重脚轻, 脑瓜子通红地坐下, 不行了我喝不下了, 上官你来替我喝吧,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摇头, 高冷地表示自己不会喝酒, 哈哈, 鹿仔子看本小姐大, 场中上官十六阶梯林小璐, 端起他用过的酒碗满上, 随后一手插着细腰, 一手端着酒碗, 对着食客们哈哈大笑, 你们完蛋了, 今天咱们的酒拳让你们负账, 说吧, 少女变脑瓜一样, 直接一饮而尽, 动作比至林小璐, 方才竟还要豪迈几分, 一时间场中的其他食客, 也被他的气势吓了一跳, 这小姑娘年纪不大, 难不成还是个酒神, 我去, 花蝴蝶你可以啊, 挺厉害的, 最熏熏的林小璐, 也一脸惊讶地看着花蝴蝶, 小月儿和上官哈蜜瓜, 也一同看着, 没办法, 上官十六喝酒的样子, 真太霸气了, 跟特么喝水似的, 不久, 满满一碗酒下肚, 上官十六一只脚踩着桌子, 抬着雪白的小下巴, 然后在所有人面前大喊一声, 好晕啊, 喊完, 他就小白眼一番扑通一声, 栽倒在林小璐怀中, 林小璐, 全场所有人, 花蝴蝶, 醒醒, 花蝴蝶, 啪, 林小璐喊了两声, 见没动静, 便直接甩起一个抖, 将怀中少女的脸, 抽出一个巴掌印, 结果一声五彩缤纷的少女, 还是毫无反应, 反而在他怀里拱了拱鼻子, 还打起了鼻鼾, 咕噜咕噜的声音, 直向头小猪, 林小璐彻底猛了, 这, 这特么不能喝就不要硬撑啊, 像自己, 喝不下就喝不下了, 这醉了, 往自己怀里一躺算怎么回事, 他抱着上官石榴, 幽怨地瞅了眼, 正在啃叫花鸡的上官哈蜜瓜, 上官哈蜜瓜则直接瞪了他一眼, 意思很明显, 姐不会喝酒, 你别打姐主意, 场中, 时刻们看着林小璐继续打句道, 小孩, 输了吧不是, 哈哈, 咱们也不要你的酒钱, 就是这猴儿酿, 你们也喝不完了, 可否给咱赏一口, 咱们平时可喝不起这么好的酒, 林小璐闻言郁闷地撇了撇嘴, 他倒不是不愿意分享猴儿酿, 只是单纯想赢而已, 不过眼下确实已经输了,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愿赌服输, 林小璐当即准备将剩下大半坛酒分给大伙, 而就在他将上官石榴扶到桌边坐着, 准备给在场时刻分酒时, 一旁的小月忽然吸了吸酒香, 然后眼巴巴看着酒坛道, 哥哥, 我还没喝过酒, 我也想喝一次, 行, 妹妹想喝酒, 林小璐也没拒绝, 小月儿带着好奇, 浅尝到这回肝, 果香扑鼻的酒水后, 圆溜溜的眼睛顿时一亮, 哥哥, 不如让我跟他们斗酒吧, 他兴致勃勃地说道, 林小璐, 一段时间后, 林小璐看着满场不省人事的壮汉, 又看了看身旁抱着小肚子, 小脸微红惬意打着酒格的妹妹,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上官哈密瓜也猛了, 抱着叫花鸡, 小嘴张得圆圆地, 看着小月儿直说不出话来, 哥, 酒还挺好喝的, 比豆浆强, 嗯, 小月儿你, 这是第一次喝酒吗, 林小璐有些不确定地问, 小月儿脑瓜指点, 妙心师姐不让我喝酒了, 猴三哥哥他们, 也从不给我酒喝, 说这个东西是淡喝的, 场中, 上官哈密瓜, 感叹了一下小月儿害人的酒量, 随后把店小二喊了过来, 要了几间厢房, 林小璐, 你把我妹妹带回房间, 说完, 上官哈密瓜, 便拖着不省人士的上官波罗上了楼, 因为, 她是拖着上官波罗的一条腿上楼, 故上官波罗的头仿佛弹球一样, 一路咚咚咚咚地磕上楼, 声音极大, 看着都疼, 林小璐无奈, 将脸上带着巴掌印的上官石榴, 扛在肩膀上, 牵着小月儿上了厢房, 小月儿酒喝得虽多, 但整个人毫无醉意, 非常清醒, 小璐放心地将她安排好房间, 随后便扛着不省人士的上官石榴, 去了一间女客厢房, 厢房内环境还是不错的, 很典雅, 桌上还摆放着可以安神的香薰, 进屋后, 林小璐便将上官石榴往床榻上一丢, 你说你不能和海逞强, 真是会惹事, 给少女脱掉小皮靴, 把鹅绒被给她简单盖上, 林小璐便准备直接离开, 而就在她刚要回自己房间, 床榻上的上官石榴忽然发出一声 嗡嗡嗡的呢喃声, 然后她就睁开了眼, 小脸红红地看向林小璐, 鹿崽子, 我们喝银了吗银了? 哦, 嗯, 我的头好痛, 好晕啊, 上官石榴扶着脑瓜子坐起, 然后又摸了摸脸, 死我的脸也好疼, 火辣辣的疼, 鹿崽子你过来看看, 本小姐的脸是怎么了? 闻言, 林小璐心虚了一下, 蹲在床边装模作样, 打量了一番少女印着巴掌印的脸, 道, 挺好的呀, 红彤彤的, 仿佛一枚大苹果, 可爱得要命, 真的可是我感觉好疼, 你把镜子拿过来, 哎呀, 花蝴蝶, 你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林小璐一本正经地说道, 要对自己有些自信, 我就觉得, 你现在特别好看, 美的吓人, 突然被夸, 上官石榴愣了一下, 随后醉醺醺的她, 便咯咯咯乐出了声, 眉开眼笑道, 想不到鹿崽子, 你还挺有眼光, 不错不错, 慎得本小姐心意, 嘿嘿, 还行吧, 主要我从小就贼他妈诚实, 从来不骗人, 房间内, 俩人都带着几分醉意, 一时间, 画匣子也打开了许多, 上官石榴摘掉脑袋上扎头发的小花绳, 散着垂落至肩膀的头发, 盘腿坐着, 和林小璐瞎聊, 时不时就会捂着嘴, 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显得快活至极, 当晚, 这俩人热火朝天地, 聊到深夜子时, 上官石榴才有些不舍地感到困倦, 脸上挂着笑容沉沉睡去, 与此同时, 某方天地之中, 一名眉宇中透露着自在洒脱, 气质慵懒, 相貌英俊的中年道士, 漫步行走在无边的金色云海之中, 他持着酒葫芦边走边喝, 一路欣赏着云海中翻腾的真情一首, 有狭长璀璨, 不怒自威的金色长龙, 也有展翅高飞, 高贵典雅的幽兰孔雀, 还有背负着碧绿山岩, 行动迟缓的大王八, 一头头在人间难得一见的原因近灵兽, 在这金色云海中, 却异常繁多, 数不胜数, 只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梦幻感, 两久, 中年倒是驻足不动, 安静地看了一会儿灵兽们, 然后嘖嘖称奇地感叹道, 好久不来天上, 现在乍一看这些小可爱, 居然都给本座看饿了, 中年倒是感慨完, 喝了口酒, 刚欲离开继续赶路, 身后却响起了一道出尘的声音, 明如大哥, 你居然真的来了, 听到声音, 李明如摸了摸鼻子, 尴尬地扭头, 看着身后一身金色宫装的美艳妇人, 笑道, 纵横道人出关, 自然是要来见一见的, 说完, 她上下打量了一番美妇人, 看出现在的她, 只是以天人魂体的状态出现, 顾眉头轻轻一皱, 小凤凰, 你还被困在宗内, 美妇人笑盈盈地点了下头, 似乎并未对自己被封印在太古东皇宗而生气, 反而看着面前的李明如, 满脸喜悦道, 明如大哥, 美妇人话未说完, 远处的金黄云海中, 忽然涌现出一道霞光, 直接打断了她的话语, 云海中的霞光绽放, 渐渐凝聚成一道人形, 最终, 一个满头白发, 身穿粗不麻衣的老翁出现, 见到这老翁, 纵使是李明如, 也难得尊敬了一下, 笑道, 见伤前辈, 美妇人也是庄重拜见, 东皇见过剑伤前辈, 和美妇人一样, 眼前的白发老翁, 同样是魂体状态, 她和蔼可亲地看了看面前二人, 随后仿佛面对老朋友一样, 对李明如笑道, 好久不见了, 明如, 我的弟子, 你带得可好李明如微微一笑, 阿姨乃服侍之剑, 上穷必落下黄泉, 弟子被夸奖, 老翁显得很高兴, 大笑了几声, 便对着李明如和美妇人一招手, 一同去道元宫吧, 纵横道长出关, 穆昭哥应该等我们多时了, 说完, 剑伤便乘风而起, 李明如和东皇也一同跟着, 三人化作三道霞光飞出, 顷客之间便来到了另一处地狱, 这里是一座漂浮在金黄云海上的伟岸宫殿, 宫殿前簇拥着两条通天石柱, 石柱上更是有两条金色玲珑盘在其中, 李明如等三人出现之后, 两条金龙立刻从石柱上飞下, 化作两名金甲卫士, 对着三人拜见, 三人不坐停留, 说笑间一同飞身进入宫殿, 而他们还未进入内殿便听到了里面熙熙攘攘的说话声音, 不久便看到了里面的人, 只见宽敞的内殿之中摆放着无数张长达十几米的长桌, 桌边更是已经坐满了各色各样的人, 他们当中既有满身金光, 面容慈悲的佛陀僧人, 也有一身黑衣, 浑身诡气森森的蒙面老者, 有看起来只有小孩模样的诡异道人, 也有道骨先锋, 一身正气的慈祥长者, 有浑身散发着阴冷气息, 目露严肃的美人仙子, 也有身穿古朴盔甲, 长着浓眉大眼的威武魔将, 而当李明如三人进入大殿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便几乎同时把目光投了过来, 原本熙熙攘攘的话语也立刻停止, 每个人的面容中都露出了神色不一的光彩, 李明如倒是很淡定, 被上千双眼睛盯着也不觉得尴尬, 她看了一圈, 发现好像没位置了, 便提着酒葫芦走向最近的一名黑衣老宝, 起来本座没地方坐了, 老宝一愣, 随后抬起满是皱纹的脸, 瞳孔中的眼眸也直接变成了幽蓝色的树桶, 抱歉了李道长, 老身的这个位置可不外见, 沙哑的声音一出, 不管是剑伤还是东黄皆是眉头一皱, 但他二人都只是灵体, 根本帮不上忙, 而此刻的大殿之中, 足足上千位来自各个世界的天人静强者, 都在用看笑话的目光看着李明如, 其中满身金光的佛陀僧人更是双手合十, 笑眯眯地开口道, 阿弥陀佛, 李施主, 道元宫的宫殿确实太小了, 如若不闲, 一会纵横前辈出来, 你站着听, 那也是可以的。 此话一出, 全场顿时哄堂大笑, 东黄的脸色也变得更加难看, 见伤倒是还好, 他年纪大了, 气息内敛, 东黄则只比李明如还要小几岁, 脾气火爆, 但此刻的他也知道, 自己是以灵体现身, 所以根本帮不上忙。 场中, 一位长着一双蓝色眼睛的大胡子老者, 大声笑道, 站着听吧, 人要有自知之明, 你还以为你是当初哈哈哈哈。 大便之中, 刺耳的嘲笑声音不断响彻, 面前的黑衣老宝, 见自己有这么多人撑腰, 顿时更加嚣张, 对李明如沙哑着嗓音道, 李道长, 今时不同往日, 老身劝你, 还是知趣些为好。 说完, 老宝便怡然自得地扭过头, 一副没把李明如放在眼里的模样。 然而下一刻, 金碧辉煌的宫殿中, 一千多位来自各个未面世界的天人静修士们, 看着眼前的画面, 集体金柱。 只见一位身穿石灰色长裙, 目露死灰色瞳孔, 周身飘舞着不断化作灰烬的飘带的美丽仙子, 正一只手按着黑衣老宝的头, 将他整颗脑袋按进一尊巨大的圆形石柱上。 原本满是嘲讽奚落的大殿, 一时间变得鸦雀无声。 而在这全场震惊之下, 仿佛灰烬一般的仙子, 按着已经一动不动的老宝, 扭过半张脸, 用那双死灰色的瞳孔, 冰冷地看向所有人, 李明如本宫宝了。 哪个想出我厚土眉头的, 就来试一试。 大殿中, 几乎所有人都被灰烬仙子的目光震住, 那死灰色的瞳孔, 仿佛永恒的灭绝, 令所有人不寒而栗。 场中, 东皇一脸忧怨地看着李明如, 然后又瞪了一眼灰烬仙子, 见伤老人的表情也很微妙, 不住地抬头看穹顶, 仿佛看不见这三人之间微妙的气氛。 而李明如则是在心中哀叹, 自己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啊小鹿, 千万别走为师的老鹿哟。 她哀叹了好一阵, 然后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对灰烬仙子笑道, 静姑娘, 多谢涕再下出头。 文言, 灰幕泛冷的女人扭头看了李明如一眼, 目中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看完李明如后, 便挑衅式地看了看东黄, 只把东黄看的小拳头都捏了起来。 自己若不是被封印了, 只能以魂体现身, 哪里能轮到落无尽装逼, 真是气人。 而正当这两个女人目露火花, 针尖对麦芒时, 鸦雀无声的大殿深处, 不声不响地站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平常, 穿着上只是普普通通的暗色道袍, 面容五官, 也很稀松平淡, 是那种扔进人群记不住的普通面容。 要说唯一有什么特别的, 或许就是, 她的眼睛, 古井无波, 无悲无喜的双眼中, 带着一丝非常奇特的神采, 仿佛镜中花, 水中月, 让看到, 这双眼眸的人, 不自觉会感受到一种, 虚实不分的诡异感。 千人大殿中, 随着此人的起身, 上千名修士皆看向了她, 每个人的目光中, 都带着一丝恐惧, 明明他们每一个, 都是一方天地的强者, 但在这平平无奇的中年道士面前, 却仿佛见到上股凶兽的兔子, 打心底里感到恐惧。 宛如灰烬的洛乌镜, 也看向了此人, 原本冷立的灰色瞳孔, 忍不住微微一颤。 倒是闲庭细促地走来, 经过按着黑衣老宝的洛乌镜, 却从始至中没有看他眼, 而洛乌镜的脸色, 却已经难看到了几点, 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 那是一种夹杂着恐惧, 与愤怒自己, 居然如此恐惧地颤抖。 寂静无声的宫殿中, 中年道人就这么一步, 一步来到了李明如面前, 然后双眼无光地看着李明如。 面对这诡异神秘的中年道人, 李明如依旧是笑呵呵的, 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的欠揍模样。 两旁的东皇和剑商, 也都面色凝重地看着这道人, 其中年迈的剑商, 更是自目光中涌现出一股封尘多年的剑意。 但面对这两位宗主的目光, 中年道士依旧不理, 只目光平静地看着李明如, 自始至终,眼中便只有他一人。 这股诡异的气氛令整个大殿安静到了极致。 而就在这股气氛开始令所有修士觉得难受, 个别较年轻的, 甚至连气息都不敢外露之际, 店外忽然传来一声爽朗的笑声, 明如啊,好久不见。 声音打破诡异的寂静, 一时间让所有人松了口气, 下一刻,就有三道身影从门外进入。 这三道身影, 左侧,唯一中年人, 中年人这一身黑色绣绒长袍, 头戴黑色免留, 目露威严,气势不凡, 仿佛千古帝王。 右侧,唯一老者, 穿一身黑袍,身材矮小, 双目狭长, 虽说目中满是凶悍, 但架不住,气质略显猥琐,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又老又凶的矮个子小老头。 而中间围首的身影便是一位身材高大, 身穿蓝白儒雅长袍, 体格壮硕的老者, 方才说话的,也正是这老者。 见到这三人, 中年倒是古井无波的眼神, 终于微微动了一下。 无尽三人也是明显松了口气。 场中,提着酒葫芦的李明如 也笑呵呵地对着三人一一拜见。 晚辈李明如, 见过大唐开国皇帝, 姜前辈。 见过上官老祖, 上官前辈。 见过之方天儒祖, 众迷前辈。 三个称呼, 一声接一声地响起, 每一声落下, 都会引得全场大能,心头一颤。 场中,人高马大, 气势如红, 却又满脸学问的老者, 笑呵呵拍了下李明如的肩膀, 跟他说着话, 小老头,上官老祖, 也仿佛在看一个优秀的晚辈一般, 与他热情交谈着, 言语间还感慨道, 明如小侄, 后辈子孙不才, 传到上官生这一代, 是真特娘的丢人, 说起来那小子天赋是够了, 可是人太过愚笨, 这辈子, 升天人只怕是有点难了, 他三个娃娃中, 也只有大女儿勉强能说得过去, 还望明如小友回去以后, 多替老夫抽打一下上官生那孙子, 明如小友别怕, 就直接告诉他, 你是以他祖宗的名字去抽他的, 闻言, 李明如尴尬一笑,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 而他正和几位长辈说笑攀谈之时, 场中那位身穿黑色龙袍的威严中年人, 却只和李明如点了下头, 随后便大踏步走向面无表情的中年道人, 来到道人面前, 中年人狠狠瞪了他一眼, 随后直接开口, 朕今日来此, 只为了一件事, 木昭哥, 你可以阻拦朕, 朕会立刻跟你翻脸, 你与朕动手, 朕虽然不敌, 但毁了这道员弓, 朕自信也可做到, 到那时, 你也会被纵横道长赶出去, 因此, 你可以试一试, 一番道名厉害的话语说出后, 中年男子就直接越过了他, 大踏步向场中一男一女走去, 随着他的脉步, 那一男一女顿时心头惊惧交加, 牙关都止不住地开始颤抖, 而中年道人只是冷眼看着, 但确实没有阻拦, 似是他的威胁起到了作用, 场中, 无数人的瞩目下, 中年人这黑色龙袍, 气势冲天, 带着难以想象的通天真龙气息, 来到脸色惨白的一男一女面前, 周围的其他修士纷纷低头, 一副视而不见的模样, 就连这二人身旁坐着的金身和尚, 也是闭目低声念惊, 念得贼特么认真, 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 忤逆大唐开国皇帝江太清地逆拎, 此刻, 中年帝王身上的气息, 直压得一男一女喘不过气来, 其中那名女子, 更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而男子则勉强伸着脖子道, 东莹已经被神舟灭了, 我和伊贤那美都失去了民众信仰, 没了信仰, 我和伊贤那美帝修为注定在南京进, 江太清, 我话语还未说完, 江太清就猛然一瞪眼,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直呼正名, 此话一出, 狂暴的气息瞬间在大殿中肆虐出来, 气息甚至都化作狂暴的龙银之声, 一时间, 全场上千名修士都低下了头, 就连那位神秘的穆钊哥都眯了眯双眼, 李明如也是看得嘖嘖称奇, 感慨道, 江皇不愧是继承了祖龙的帝王, 这股祖龙意一出, 真是叫人喘不过气来, 忍不住就想下跪叩头, 高大威武的仲弥先生, 文言笑了笑, 嘚瑟道, 明如你看, 老夫就可以不受影响, 你可知是为何李明如想了一下, 随后猜测道, 莫飞先生, 尿得比常人略高恐仲弥, 扑斥一旁, 不管是上官老祖, 还是剑伤, 又或者东皇和洛无尽, 全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李明如真是一点都没变, 说话还是这么骚里骚气的, 孔仲你也是差点没被呛死, 没好气瞪了一眼这个后辈, 吹胡子瞪眼道, 老夫那是富有诗书气自华, 有文人风骨, 是读书人, 你这兔崽子, 还是这么没大没小的, 你都跟谁学的李明如笑道, 跟帅帅呀, 孔先生文言一噎, 聪明地不再说话, 几人说笑的同时, 大殿中被江太清一声怒斥的中年男子彻底支撑不住, 直接和女子一同跪倒在地, 整个人汗如雨下, 再不敢起身, 而江太清则扶起双手, 目露冰冷杀意地看着, 梁九, 他再次开口道, 要不是纵横道长拍木桶去了趟龙肿, 朕还不知道, 你们这两条狗仗着有木招歌撑腰, 居然往下接放了那么多手段, 害了我大唐如此多的子民, 说吧, 他目光一扫, 狠狠看了一眼场中的金身小和尚, 以及几个白发蓝眼睛的老者, 这些人面对江太清的目光, 根本不敢与其对视, 全都低着头,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见状, 江太清冷笑一声, 目光再次看向跪着的天照, 和一邪纳美, 然后猛然抬手, 场中, 江太清和这二人瞬间消失, 悄无声息,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个头较矮的上官家老祖, 见到这一幕, 冷声一笑, 有江皇出手, 这一下算是彻底清静了, 嘖嘖嘖, 东赢从人道神全没了, 真是过瘾, 几人文言纷纷一笑, 而不远处的穆昭歌, 则恢复了古井无波的表情, 只再次看了一眼李明如后, 便转身离开, 东赢已经没了, 天照和一邪纳美, 不会再有大用, 自己也确实没必要, 为了这两人, 去和南缠的江皇动手, 毕竟那老东西, 继承了史皇帝的祖龙义, 即便是自己, 短时间也难拿地吓他, 宫殿中, 随着穆朝歌的离开, 李明如也和几位前辈, 有人闲聊说笑着入座, 而这一次, 再无人敢不给他们让位, 而随着满堂修士入座, 片刻之后, 便有一个穿着简单的年轻道士, 从大殿暗门中走出, 年轻道士走出后, 规矩地往边上一站, 下一刻, 大殿中央, 一座巍峨的假山之下, 亮起一抹璀璨流光, 随即, 一位鹤发童颜, 拄着拐杖的慈祥老者, 从流光中走出, 诸位道友, 好久不见了, 温和的话语落下, 所有修士站起, 纷纷汗手拜见, 场中, 没有拜见老者的, 只有孔仲尼和剑商, 他二人和老者是一个年代的, 因此用了友人礼, 并没有像李明如这样的小辈, 用大礼, 老人笑呵呵地看了一眼众人, 随后仿佛一位慈祥的长辈一般, 让所有人坐下, 这次老朽出关, 能有这么多友人来祝贺, 真是令我道元界彭壁生辉, 老朽这边先谢过, 场中, 众人纷纷回应着李宇, 礼貌的不行, 只有位置最前方的穆钊哥, 一直上下打量着老者, 打量了好一阵, 他才面无表情地收回了目光, 并微微汗手, 而老人也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继续笑道, 相信诸位已经听说了, 老朽这次换诸位道友前来, 是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 老朽和仲尼先生研究了许久, 这次, 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此话一出, 鸦雀无声, 只是场中体格壮实, 慈眉善目的孔仲尼站了起来, 笑呵呵冲, 大家点了下头, 并比划了一下自己高高隆起的二头鸡, 搞得好多人脸色直发黑, 不过他们也没办法, 自从那位前辈消失以后, 整个修仙界, 公认最接近归须近的人, 便是纵横道人, 其次, 才是当年号称风华绝代, 凭借一人一酒一张嘴, 秀遍修仙界的李明如, 而此刻纵横道人出关, 并且提出想法, 他们自然得听, 何况还有孔仲迷在, 老一辈的天下第一纵横道人出关, 再加上向来与世无争的, 如足孔仲迷相助, 即便是丽压群雄的吴献宗, 一时间也不敢说什么, 凡间, 大唐编成冰糖葫芦猪头肉炸年糕腥道的胭脂水粉红兰花叶做的, 来看一看啊, 林小璐站在热闹的集市中, 一边吃着手里的炸年糕, 一边听着城里的说书人讲故事, 鹿崽子给我吃一口, 自己买去, 哥哥我也想吃, 来, 啊, 热闹地说书小摊前, 林小璐给小月喂了一大口炸年糕, 把一旁的上官十六看得小白眼直翻, 不远处, 个头极矮的上官哈密瓜, 扛着一根插满糖葫芦的葫芦棍, 大方地给一群小孩分享糖葫芦, 刚被打过一顿的上官菠萝, 则在旁边跟着, 林小璐也是才发现, 上官哈密瓜似乎很喜欢小孩子, 自己买糖葫芦吃, 见到有孩童眼巴巴地看自己后, 便直接买了一整个糖葫芦棍给他们分, 还别说, 上官哈密瓜站在这群孩童中间和孩童们差不多高, 毕竟他个子矮, 脸又比较小, 故看起来跟十一二岁的小孩一样, 几人在集市中逛了一大圈, 才再次回了马车, 准备去大唐黄东, 大唐在阿宁的治理下还真不错, 车厢内, 林小璐给小月儿带上刚买的花环, 感慨道, 我小时候第一次去大月, 那里就有许多乞丐, 而那还是大月的黄兜呢, 没想到大唐连边界小城中都没有乞丐, 人迷安居乐业, 路上也随处可见巡逻的捕快, 治安也好, 真不错, 对啊, 本小姐刚才还看到一个捕快在教训一个哇哇哭的小胖子, 告诉那小胖子不许欺负学堂里的同学, 笑死我了, 马车内, 几个少年人说笑了一阵, 纷纷感慨大唐的繁华, 随后林小璐便离开车厢, 和还在流鼻血的上官菠萝驾驶马车, 干净整洁的官道中, 黑色骏马拉着马车缓缓而过, 上官菠萝拿着一盒臭豆腐, 一边吃一边擦鼻血, 对于上官菠萝被打, 林小璐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奇怪了, 他已经看出, 打上官菠萝已经成为了上官哈密瓜每天必须做的锻炼, 这俨然是一种类似于爱好和习俗的东西, 因此见怪不怪, 至此, 少年哼着曲儿, 甩动着缰绳, 直奔大唐黄兜而去, 大唐的领土面积还是很大的, 远非神州其他小国可比, 从大唐边城到中心黄兜, 马车踏过八座城池, 走了整整一天一夜, 一直到第二日的中午时分才抵达目的地, 而当林小璐一行人大摇大摆, 来到守卫森严的皇宫后, 便立刻有士兵认出了他, 并高呼一声小鹿上仙, 此刻, 燕阳高照之下, 探出小脑瓜, 看着皇宫门口一片片热情迎接的士兵, 美目顿时睁的老大, 鹿崽子, 想不到你在大唐这么受欢迎, 嘿嘿, 还行吧, 林小璐笑道, 我跟大唐铁甲营的兄弟, 同吃同住过一段时间, 还一起打过仗, 说完, 他便和一众士兵说笑了几声, 然后在一位偏将的带领下, 驾马车进了皇宫, 皇宫宽敞的大道中, 上官石榴把帘子掀开, 和上官哈密瓜, 小玉儿一起好奇, 张望着皇家风景, 上官波罗也在林小璐身旁, 看得津津有味, 而林小璐则跟带领的士兵热情闲谈起来, 他确实很受欢迎, 一路行进, 不管是威武的士兵, 娇俏的宫女, 还是忙碌的太监, 但凡看到他的都会热情上来打招呼, 而面对这些人, 林小璐也丝毫没有架子, 一举一动之间反而显得很老成, 他直接跳下车, 拒绝了士兵牵马车的举动, 一路上跟士兵谈笑风声, 笑语不停, 相比之下, 上官十六他们虽然对凡人也是一视同仁, 但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马车内, 小玉儿看着和士兵聊家常里短的哥哥, 没来由觉得有些崇拜, 他忽然发现自己哥哥懂得好多东西, 而且, 哥哥好像很能体会这位士兵大叔生活得不容易, 还能主动帮他分析将来要娶媳妇, 要娶什么样的, 说的居然也头头是倒,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也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向来高冷的他也是难得夸奖了一句, 林小璐似乎挺懂普通人的生活, 路过高深的皇城宫道, 少年牵马来到一处宫殿, 一位太监立刻上前迎接, 小璐上仙, 太监一路小跑过来, 见到林小璐立刻就要单膝下跪, 林小璐则一把拦住他, 然后上下打亮了一眼太监的脸色, 道, 太监大叔, 你这几日气色不太好啊, 太累了这位自称身残之间的太监苦笑了一下, 对林小璐说道, 上仙观察得准, 陛下前几日一直忙于梳理国事, 小人日夜陪同在陛下身旁, 因此熬了几宿夜, 啊您这么拼的嘛, 陛下是一国之君嘛, 大唐能有陛下这样的天子, 是福分, 小人作为臣子, 也是行的分内之士, 哦, 那狄将军呢, 林小璐好奇询问, 回上仙, 狄将军一般不在宫内的, 都是在边疆守卫, 哦, 林小璐点了点头, 随后招呼几人下马, 并将马子和马车交给了几位小太监, 面对仙人, 大唐的官员其实已经见怪不怪, 并未像普通小国家那般谄媚, 因此, 太监大叔对于上官十六等人, 只行了小礼, 毕竟大唐的信仰是江宁, 只有队曾经一同打过仗, 并且和江宁关系密切的林小璐, 他们才会格外尊崇, 小璐上仙, 上午陛下已经上过潮了, 这会儿正在御花园的水云楼等待上仙, 陛下还专门让御膳房的大厨准备了许多美食, 此话一出, 林小璐顿时双目一亮, 直呼阿宁终于大方了一回, 这一次再见到阿宁, 林小璐本来是很高兴的, 但令他比较郁闷的是, 见到阿宁的第一眼, 他就和上官十六叽叽喳喳抱到一起去了, 完全没搭理自己, 这就让他很尴尬, 此刻, 装修简朴的阁楼内, 桌上摆满了一叠叠精致的菜肴, 林小璐和小月, 以及哈密瓜, 波罗姐弟俩全程看着上官十六和江宁在那里大呼小叫, 娇笑个不行, 好在这里没其他人, 不然他们只怕会傻眼, 向来庄重的陛下, 原来也有这么小女儿的一面, 不过江宁的打扮很漂亮, 修长的素色长裙, 很好地勾勒出他玲珑的身段, 长发盘在脑后, 显得整个人非常端庄, 搭配上清秀的五官, 整个人一举一动之间, 都有一种特殊的风情, 哥哥, 这就是你的那位相好姐姐妈小月, 一边往嘴里塞着冰糖熬制的木枣, 一边鼓着脸颊, 看着容貌身段姿态都非常端庄的江宁评价道, 我感觉没有十六姐姐好看, 不过身材比十六姐姐好, 个子也比瓜姐姐高好多, 桌对面, 正在啃降猪蹄的上官哈密瓜, 听到这话顿时一听, 眼珠子都瞪了出来, 不过他捧了一会儿小脸后, 没冲小月发火, 而是在桌下, 狠狠踩了林小璐一脚, 平白无故被踩的林小璐一脸猛逼, 而上官哈密瓜则狠狠瞪了他眼, 一副耀武扬威的模样, 林小璐脸色茫然, 他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不知道这小癌子又发什么疯, 一旁的上官波罗注意到了这一幕, 不禁也有些疑惑, 自己这老姐为何会把气撒在路哥身上, 而不是直接冲小月发脾气, 小月实力太强不应该啊, 无论是小月还是路哥他都不是对手, 要怕应该连路哥一起怕才对, 而且老姐的性子自己也了解, 绝不会因为打不过某个人就怕他, 该发飙照样会发飙, 可是现在, 上官波罗咒没思考了一会儿, 随后觉得是老姐觉得小月年纪比较小, 童言无忌, 所以就找他哥哥算账, 嗯, 一定是这样, 阁楼内几人继续胡吃海塞大快朵移, 而上官十六和江宁两个女孩许久未见, 一见面便说笑了好长时间, 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江宁才转向其他人, 热情地对第一次见面的上官哈密瓜等人, 表示欢迎, 尤其是小月, 作为林小璐的妹妹, 江宁也表现得非常喜欢, 全程待客恰到好处, 既不会过分热情, 也不会让人觉得被冷落, 相处下来, 小月就觉得很舒适, 她觉得自己哥哥果然是个优秀的人, 身边的朋友每一个都好棒, 而对于江宁这位未来嫂子, 她也在心里默默打出了勉强说的过去的评价, 毕竟林小璐在她心里, 优秀地简直难以想象, 你们一声不响的就来了, 来之前都没什么消息, 搞得我都没时间准备, 饭桌上, 江宁喜笑颜开道, 回头我就去把国事暂且交给丞相, 然后带你们在皇宫里好好转一转, 不过不能太久, 也就两天吧, 闻言, 林小璐突然兴致勃勃道, 阿宁, 要不你把国事交给我处理吧对啊, 本小姐也想尝试处理一下国家大事, 上官十六七代道, 阿宁你, 正好可以休息几天, 国事就交给我和鹿崽子就好了, 此话一出, 江宁的笑容顿时僵了一下, 然后直接摇头, 毫不犹豫地表示拒绝, 开玩笑, 这种事他怎么可能交出去吗, 好在林小璐与上官十六也就图个新鲜, 被拒绝也没什么反应, 一桌少年人继续其乐融融地用着午饭, 年轻人是比较容易接纳新朋友的群体, 午饭吃完的时候, 江宁就已经凭借极高的人格魅力, 跟所有人打成一片, 他带着几人在皇宫的御用花园闲逛, 他很细心, 问了小玉儿有没有什么想完的东西, 在得到答复后, 便立刻取了自己而试完的纸鸢, 手把手交着小玉儿放, 一时间满花园到处都是小玉儿银铃般的笑声, 于是乎, 鸟与花香的御花园中, 江宁和上官十六带着小玉儿一起放纸鸢, 上官波罗则在不远处和几个宫女密切攀谈, 时不时抖一下胸前的金项链, 说上一两句骚话, 把宫女斗得面红耳赤娇羞个不停, 一时间, 几人中只剩下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在一处石桌边坐着, 大眼瞪小眼, 毕竟林小璐爱好不多, 除了吃和洗屋以外, 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东西, 上官哈密瓜也差不多, 除了修炼就是打人, 现在勉强在加个冰糖葫芦, 因此也是属于很闷的那种人, 不过, 虽然干坐着有点无聊, 但林小璐还是很惬意的, 看着花园内妹妹开心的笑容, 她没来由感慨了一声, 人生真是太特么美好了, 身旁的上官哈密瓜坐在圆形石凳上, 扶着下巴看着和姜宁热情谈笑的石榴, 有些疑惑道, 我妹妹好像很喜欢这位姜女皇, 对啊, 她俩在一起玩过一年多呢, 林小璐说道, 当初我, 阿宁, 花蝴蝶, 吴狗, 还有帅帅鸭一起闯荡江湖, 花蝴蝶和阿宁是唯一的两个女孩子, 感情自然很好, 文言, 上官哈密瓜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随后看着花园内的姜宁, 评价道, 这位姜女皇是个很聪明的姑娘, 只要她想, 我估计没有人会讨厌她, 还行吧, 我以前认识过一个更聪明的姑娘, 林小璐一边说, 一边接过一位宫女递过来的茶水, 并道了声, 谢谢, 更聪明的姑娘上官哈密瓜扭过头, 看着喝茶的林小璐好奇道, 谁不告诉你, 上官哈密瓜, 林小璐喝了口茶, 觉得味道很好, 便把茶盘推到上官哈密瓜面前, 这茶很好喝, 上官你尝尝, 上官哈密瓜高冷的结果, 先试探性地抿了一口, 随后眼前一亮, 抱着茶壶咕嘟咕嘟地就往嘴巴里倒, 把一旁的林小璐看得直了, 因为上官哈密瓜个子小, 所以, 她抱茶壶喝茶的样子, 有些像帅帅鸭, 显得很滑稽, 不久, 一大壶茶水, 被上官哈密瓜喝完, 她的小肚子, 也肉眼可见地鼓了起来, 而她刚一由未尽地放下茶壶, 便发现, 林小璐正盯着自己的小肚子看, 另一边, 上官菠萝潇洒地一甩额前碎发, 让头发和金项链一起甩动, 露出一个自以为帅到炸裂的笑容, 随后对面前几位面红耳赤的宫女笑道, 美女, 今天晚上有空吗, 本少爷带你们出去喝酒, 怎么样实不相瞒, 本少爷贼有钱, 还特么会法术, 而且见识过的美女, 都称本少爷为魔道剧情, 剧情哦, 字面意思, 美女你们懂吗几个宫女, 被调戏得离开也不是, 答应也不是, 一个个红着脸说不出话, 而正当上官菠萝想在进一步时,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炸裂般的声音, 林小璐, 你特么松开老娘, 老娘今天废了你, 上官姐姐, 我敬你比我大一岁, 你别不识好胆, 你肚子鼓起来, 我就好奇看了一下, 没别的意思, 而且, 我还给你道歉了, 你特么给老娘死, 花园中, 个头只有一米四起的上官哈密瓜, 被林小璐按住脑瓜, 短短的小胳膊也被反锁在背后, 气得嗷嗷大叫, 还不停, 想用脚灯塌, 结果因为腿太短而蹬不到, 整个人只能不断无能狂目, 见到这一幕的上官菠萝先是微微一愣, 随后狂喜, 一脸激动地拉着宫女们坐下, 本少爷虽是磨到巨拨, 但最喜欢看陆哥降妖除魔了, 尤其这个魔还是万恶的大姐, 真是大快人心啊, 陆哥, 让大姐见识见识, 不用给我留面子, 远处, 正带着小月儿放纸鸳的江宁, 也被这俩人的打架斗殴, 吓了一跳, 连忙想去阻止, 谁知上官石榴不以为然地拉住了她, 哎呀阿宁没事了, 我大姐心高气傲, 阿宁你要是去帮她, 她反而会觉得你瞧不起她的, 江宁, 这世间还有这么奇怪的女孩, 上官石榴继续笑道, 鹿崽子有分寸的, 不用管他俩, 咱们玩咱们的, 江宁迟疑了一下, 随后点头, 一下午的时光很快过去, 不久, 夜幕降临, 皇宫招待外宾的宫殿中, 正在表演杂技和歌舞, 上官哈密瓜的鼻孔里, 插着止血用的棉花, 闷闷不乐地坐着, 身边是同样鼻孔插棉花的上官菠萝, 因为上官哈密瓜被揍的时候, 他笑得太开心, 因此也跟着受了顿毒打, 而且伤得比上官哈密瓜还要重, 歌舞升平的店内, 林小璐正在给小月儿包荔枝, 小月儿则目不转睛地看着杂技表演, 粉嘟嘟的小嘴被林小璐喂得鼓鼓的, 宁儿, 明天我们去哪儿玩能不能出宫呀, 上官十六在自己的小坛桌前一边包着大虾一边道, 我想看看大唐有没有什么好的风景, 穿着淡色长裙的将您盘着长发, 盘腿坐在铺垫上, 微微迟疑了一下后说道, 我明天早上跟丞相商量一下吧, 看看能不能微服私访, 这便装出宫, 如果行的话, 我带你们去大唐的观音庙会玩, 那儿每天都有很多人的, 嗯嗯, 好呀, 我都好久没和你逛街了, 上官十六开心地点头, 随后扭头对林小璐大喊, 鹿崽子, 张嘴, 阿上官十六俏皮地丢出包好的大虾, 粉嫩的虾肉顿时画出一个高高的抛物线, 精准落入林小璐的口中, 而林小璐也细以为常, 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继续自顾自地给妹妹包荔枝, 这略显亲密的一幕, 让上官菠萝和上官哈密瓜都微微愣了一下, 从小玩到大的姐弟俩不约而同看向了妹妹上官十六, 江宁以及林小璐三人, 不过上官十六和林小璐 色平静, 江宁似乎也没觉得哪里不妥, 依旧是笑盈盈的, 仿佛早就细以为常了一样, 他俩也就没再放在心上。 第二日, 侧蚂眠的少年脱离折龙睡单宫的梦境, 吸了吸鼻子, 随后朦胧睁眼, 从床榻上坐起, 一扭过头, 便看到了房间桌上, 扶着下巴笑看自己的家人。 你醒了, 江宁温柔地看着林小璐, 桌上摆着一份丰盛的早餐, 来吃早饭吧, 祭司粥, 烤地瓜, 玉米, 磨磨, 还有酱瓜。 林小璐揉了揉眼睛, 从床边锦盒里取出一枚洗尘担服下, 疑惑道, 阿宁你做得恩。 江宁有些脸红地说道, 玉米稍微烤得有些糊, 别的应该都还好, 小璐你试试。 嘿嘿, 好啊。 林小璐大咧咧下床, 往椅子上一坐, 然后摇起一勺, 周色进嘴巴。 慢点, 好喝吗? 江宁一脸期待地问。 我早起给你做早饭, 忙了快大半个时辰了, 你还这么挑点。 少女幽怨地瞪了林小璐一眼, 气鼓鼓地道, 全部吃完, 不许胜。 林小璐一听这话不禁乐了, 胜就这么点够谁吃的。 桌上, 林小璐对着早饭一阵大块朵頤, 吃得贼欢食, 江宁见他吃得香, 也显得很开心, 时不时会拿出手卷, 帮他清理一下嘴角。 我已经跟丞相商议过了, 这两日大唐也没什么事, 很安稳, 一会儿咱们就出宫去玩。 说着, 江宁起身, 美搭搭在林小璐面前转了一圈。 小璐你看我这一身, 变装好看吗? 林小璐一边啃玉米, 一边打量了一下江宁身上的衣服。 今天的江宁, 穿着一件涂白色的袖和望蓝赠衫, 水清色缠织纹之长裙, 通过丝带缠住胸腹位置的裙摆, 显得下身裙摆很长。 妆容也很简单大方, 用林小璐的话来说, 就是头发一半盘起来, 别上了点点银白珠花, 余下的则一直流到腰部随风摇曳。 不算华丽, 但确实看得很舒服, 给人一种江南女子温婉可人的感觉, 尤其江宁常年习武, 身段很好, 衣服穿在身上更加显得苗条。 还行吧? 林小璐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还行我挑衣服挑了好久的。 江宁美好气道, 你到底懂不懂欣赏? 当然懂, 我觉得你冬天穿红色大肠的时候要比现在好看一丢。 所以, 你喜欢红色江宁美目泛光? 对啊, 红色比较好看。 吃完玉米, 林小璐将剩余的粥一股脑合下, 然后满意地拍了拍肚子, 我要去外面活动下身体, 不然不得尽。 阿宁我们什么时候出去玩江宁文言笑出了一个小酒窝, 我都行, 小璐你去练功吧, 一会儿我就去喊十六和小月。 修仙界, 道元宫, 伟岸道宫的顶部, 一身流光自然滑躺的老人, 拄着拐杖, 看着下方一一离开的修饰大能, 对身后二人笑道, 明如, 昭哥, 感谢你二人能同意老朽的提议, 也没有在到会上大动干戈, 老朽这项谢过。 老人身后, 独自饮酒的李明如笑了笑, 道, 纵横前辈客气了, 您是我和小巢的前辈, 在您面前, 我跟他自然不敢放肆。 没有什么前不前辈的, 老头子只是比你们早生了一些时日而已, 而年龄的增长并不能带来智慧。 闻言, 无悲无喜的沐昭哥扭头看了李明如一眼, 而李明如也同样看向了他。 他二人之间相互对视, 一个微笑, 一个面无表情, 其后方则站着十几道人影, 全都密切看着这里。 剑伤, 东皇, 落无尽, 一身金色袈裟的和尚, 以及数位闭眼白发的老者。 场中, 沐昭哥看了李明如一会儿后, 对老人的背影点了下头, 随后转身离开, 李明如也是如此, 提着酒葫芦和沐昭哥 并肩走向自己的朋友们。 路上, 二人并肩而行, 并无交流, 一切都显得很平静。 而走到一半时, 目光冷淡如时光的沐昭哥 却忽然一转身。 杀! 所有人都未反应过来, 也根本看不清沐昭哥的动作, 只感到周遭的灵气都猛地沸腾起来, 整座道员工都微微一颤。 这一击来得非常快, 且毫无征兆, 但指得也快, 沐昭哥的手掌 在距离李明如面部二寸的时候 就直接被李明如一把拿捏住。 刚才的一瞬间, 李明如身上的气息短暂提升到了天人静。 场中, 沐昭哥的身上升腾起血红色的鳞芒, 李明如的则是幽蓝色。 而除了依旧背对着他俩的纵横道人以外, 其他人无不紧张起来, 双目圆睁地看着李明如和沐昭哥。 纵横道人没有转身, 仿佛没有休息到 这二人的短暂交锋, 依旧拄着拐杖, 看着远处被他二人淋漓搅动的无边云海, 不知在想些什么。 明如兄, 沈舟的事, 我很抱歉。 沐昭哥第一次开了口, 声音平静中压抑着一丝浓浓的杀意。 而李明如持着他的手腕, 洒脱一笑, 不用抱歉, 冤有头债有主, 小巢, 你会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沐昭哥闻言沉默了一下, 随后他轻声解释道, 我只想谋得大道。 说完, 沐昭哥再次抬头, 看向李明如, 明如兄, 你会让你的徒弟林小璐去纵横前辈的学院学习吧? 毕竟他不是修仙者, 下界的知识又太少, 那孩子要想更进一步, 只有从浩如渊海的通天海中寻得机缘。 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李明如, 平静道, 明如兄, 别让那孩子来, 不然, 他会死。 李明如闻言微微一挑眉, 嘴角也一同翘起。 小巢, 我不信你敢忤逆纵横前辈的意思。 沐昭哥闻言, 目光依旧平静地看着他, 道, 我是不敢忤逆, 但, 他如果离开学院, 我一定让他魂飞魄散。 玉天机已经算出, 那孩子可能是修仙界的结。 闻言, 李明如笑了, 似乎是被什么笑话逗乐了一般, 道, 为兄也算了一挂, 你最近会变秘。 沐昭哥。 场中, 李明如捏着他的手腕, 第一次收敛了脸上的放荡不羁, 洒脱的双目中也十分罕见地露出一丝杀意。 他看着面前的道人, 轻道,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 我会让我的徒弟和几个小辈来学院寻道。 如果这几个小辈有什么事的话, 小巢, 我保证, 修仙界再不会有无限宗。 此话一出, 沐昭哥的瞳孔瞬间一缩, 而下一刻, 他就被一股难以想象的巨量冲击, 整个人忍不住往后一退, 整个人惊疑不定地看着李明如。 远处的金身和尚看到这一幕后也是微微一震, 手中的念珠都停止了波动。 许久之后, 道元宫顶, 老人依旧高丽于此, 他感受着李明如和穆昭哥二人各自离去, 苍老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无奈。 许师大道在说笑, 我被修士输了道, 许师大道蒙了眼, 我被修士和聚高。 大唐, 大观音寺观音娘娘, 我听阿宁说, 你贼特么灵, 拜你可以梦想成真。 那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客气了, 我现在已经是老牛逼近的大能, 整个天下能打过我的都没几个, 因此我也没啥梦想了, 唯一就是希望我身边所有朋友都活得贼特么开心, 尤其我妹妹小月儿。 哦对了, 观音娘娘, 我还有个对象, 就是阿宁, 麻烦你保佑阿宁, 让她变壮一些, 变成大胖子, 我也不介意。 她太瘦了, 观音娘娘, 如果你让我愿望成真, 那我下次来就给你带猪头肉吃。 说完, 林小鹿撅起屁股磕了下头, 一脸庄严肃木地起身。 身旁, 上官十六脸色古怪地看着她。 你看观音娘娘那么胖, 不吃猪头肉我才不信。 上官十六, 阿宁和我妹妹去哪儿玩了起身的林小鹿, 看了一圈, 没见到其他人。 阿宁带你妹妹去看万佛殿了, 我姐和我哥, 好像在四天王殿。 说完, 上官十六便拉着林小鹿出了观音庙, 在相克繁多的庙堂里闲逛起来。 这座观音庙是大唐规模最大的寺庙, 来来往往的善男性女极多, 显得很热闹。 俩人一边在各个菩萨殿里游逛, 一边嘻嘻哈哈说笑着话, 气氛一时间很愉快。 而当他俩路过大雄宝殿时, 刚好看到上官哈密瓜坐在门口的 球签问吉摊位上, 向一位老和尚问卦。 林小鹿和上官十六对视一眼, 便一起坏笑着溜了过去。 此刻, 人来人往的大雄宝殿中, 上官哈密瓜正皱着绣眉, 看着面前的老和尚急问, 老头儿, 你别跟本姑娘说那些乱七八糟的。 你就说我到底还能不能长高, 不然我不给你香火钱。 摊位前, 一把年纪的老和尚, 看了看上官哈密瓜的面相, 然后慈祥笑道, 小施主莫及, 你现在还小, 今后一定可以长高的。 小脾气火爆的上官哈密瓜, 瞬间炸猫, 红着脸大叫, 老娘今年都十八了, 小你个头。 老和尚背吼得一愣, 然后看了看得头矮小, 长着一副娃娃脸的上官哈密瓜, 迟一道, 小施主, 撒谎是不对的, 你家大人呢, 上官哈密瓜。 林小璐在后面看得顿时哈哈大笑, 而上官哈密瓜见他在这里, 瞬间怒气转移, 瞪着眼睛转头。 不久, 寺庙中, 上官十六和一众相克, 猛逼地看着林小璐单方面抱揍上官哈密瓜, 什么直拳, 百拳吸击肘击过肩摔通通用了一遍, 直看得人触目惊心。 呀哈。 林小璐从正面将上官哈密瓜的脑瓜锁在叶下, 然后估着他的头跳起来, 往地上一摔, 上官哈密瓜顿时痛叫一声, 脑瓜处地, 摔得小白眼直翻。 一旁的上官十六看得哭笑不得, 刚想去拉架, 就听到外面传来一声怒吼, 抓色狼。 这个人调戏四里的尼姑。 殿堂外, 一位榜大妖元, 手持金刚缠杖的武僧, 追着到处逃窜的上官波罗大吼, 上官波罗则一边跑一边嗷嗷大叫, 大和尚, 你不要不识抬举, 本少爷不屑跟凡人动手。 而且本少爷没有调戏他们, 只是问他们见没见识过魔道剧情, 再说大哥你能瞄懂本少爷的幽默, 说明我们其实是同道中人啊。 臭小子还敢狡辩, 贫僧今日必要将你抓去送官。 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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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下午的安详时光中, 林小鹿一行人游遍了观音寺, 玩得也都挺高兴。 并且, 他见到了上官波罗一个非常不错的优点, 那就是, 这家伙虽然有点憨, 但人品其实还挺不错的, 被观音寺的武僧打成那个B样, 都愣是没还手, 连灵气都没开, 应用脸接人家的金刚缠障, 真特么生性。 夜晚时分, 灯火通明, 热闹非凡的庙会中, 少年少女们上了一条雅致的小船, 在船舱内围着桌子吃起了火锅, 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看着江岸两边人来人往, 庙去横生的风景。 跟昨天晚上的情况差不多, 上官哈密瓜和上官波罗, 还是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 姐弟俩一起坐着, 仿佛两个大渊肿。 这会儿, 火锅锅里红彤彤的火锅汤也早就沸腾, 林小璐放了不少辣子, 火锅沸腾后, 空气中似乎都起了一些辣味。 江宁将一盘切好的羊肉倒进锅里, 粉嫩的羊肉片在锅里滚了几滚变熟透, 随后他便夹了一些出来, 放进林小璐装满酱料的碗里, 差不多可以吃了。 江宁笑道, 然后看向船舱的造房, 掌柜的, 黄酒热好了没有啊, 快乐客观, 马上就好。 林小璐边上, 小月儿吞下一块血豆腐, 烫得直哈热气, 小手对着嘴巴直扇风, 边扇边疑惑地看向上官哈密瓜。 瓜姐姐, 你咋不吃上官哈密瓜捂着被打肿的脑壳? 恨恨瞪了一眼, 正在吃大口大口羊肉的林小璐, 脑瓜子疼, 吃不下。 一旁的上官石榴文言扑哧一声, 捂着嘴笑道, 没事啦姐, 你用灵力修复一下就好了。 上官哈密瓜瞪了一眼自己这妹妹, 觉得这丫头重色轻友, 自己白疼她了。 上官, 今天揍你, 是你先对我动手的, 不能怪我。 林小璐塞着羊肉卷, 鼓着脸颊道, 再说了, 那个老和尚夸你小, 说你年轻, 作为女孩子, 你不是应该很高兴的吗? 怎么会生气? 哼。 上官哈密瓜显然是真的生气了, 不想搭理林小璐, 顾舞着脑瓜扭头, 随后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弟弟, 然后平白无故给了他一拳。 上官菠萝, 四哥哥这个火锅好辣。 小月儿吃了一块红油油的生菜叶, 贝拉的小脸通红, 江宁健壮忙给他倒了杯凉茶, 一会儿我们吃完火锅可以去庙会逛逛, 那儿有绿豆粥卖, 正好解密, 还有好多好吃的。 行啊, 哦对了阿宁, 你们这儿有唱戏的吗? 上官十六兴致勃勃地询问, 他现在对戏曲很感兴趣, 想拉着林小璐一块去听戏。 有的, 江宁抬手指了指窗外河岸, 那边就有个戏台子, 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唱戏的, 一会儿我们可以去看看今天唱的啥。 大唐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戏曲文化的国家, 从很早以前便开始有自成一脉的戏曲风格, 并形成了一种优远的民间艺术, 深受百姓喜爱。 夜晚的庙会大街华灯初上, 歌舞升平, 到处可见一片繁华, 林小璐背着小月儿和阿宁十六等姑娘 一起来到人几人的唱员, 唱这个字, 指的是表演歌舞杂戏的艺人, 又称唱人、唱优、唱继、唱女。 而唱员就是这些艺人表演地方的名字。 宽敞的瓦片大院内人满为患, 听戏的人们围得满满当当, 即便是站在最外围也能听到里面 敲锣打鼓和咿咿呀呀的唱枪声。 截然好多, 我没买到雅座的票。 将您挤开人来人往的人群跑过来, 手里放着几张刻有纹路的木签。 只买到一些散座的, 我们凑合一下吧。 没事,都一样了。 已经化身细泥的上官十六, 结果木签, 开心地跟大伙一分, 然后他就提着花裙子往人群里拱。 因为围观的人太多, 又不好用蛮力挤进散座。 故林小璐背着妹妹大喊, 让一让让一让, 开水来了。 周遭的看客一听开水来了, 立马乖乖让出一条道, 待见到几个小家伙乘机跑进去后, 才骂骂咧咧地反应过来。 哈哈哈哈, 鹿崽子,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上官十六拽着林小璐一路小跑, 然后和大伙将签子交给戏院伙计, 便被带着来到一排排木仪板邓处。 这会儿戏已经开始了, 看台上正有一位披红带绿的弹爵捂着红音枪, 咿咿呀呀地唱着词。 上官十六一看立刻美目惊喜, 这个弹爵好像江宁啊。 花蝴蝶傻了吧, 这演的就是阿宁。 说完, 林小璐看着戏台上英姿飒爽的淡爵迟一道, 这演得好像我们在滨海之城打仗的画面啊。 一旁的江宁文言笑着点头, 对啊, 这出戏就是讲述峨眉和大唐共推外敌的, 经过戏源的师傅改编演绎出来, 目前是大唐最火的曲目, 我在宫里都有所耳闻。 几人说笑间, 台上戏幕也已经演绎到了热食, 尤其那位饰演江宁的淡爵捂着红音枪, 和几个演绎东宁人的丑爵一番比比划画, 指引着台下看客不断叫好。 花蝴蝶也是热情地拍着小手, 好, 唱得不错, 傻狗, 傻, 上官波罗马里的招来一名伙计, 直接将两块沉甸甸甸甸的金砖丢了上去。 台上的表演者们看到这一幕顿时表演得更加卖力, 唱腔高昂, 动作精湛, 让林小璐和小月儿等第一次看戏的人都大呼精彩。 当晚, 一行少年人一直玩到了深夜, 之后才意犹未尽地回了皇宫休息。 而之后的几天时间中, 一行人也是将大唐皇城挨个逛了一个遍, 每日都是嘻嘻哈哈地疯耍。 品尝大唐的特色美食, 小月儿更是每天脸上都挂着笑容, 几乎从没停止过。 就这样, 他们在大唐皇城一待, 便足足待了半个月之久。 好吃吗? 正午十分的房间内, 身穿一身红色薄纱裙的少女扶在桌上, 满脸期待地看着少年将银耳汤塞进嘴巴。 银耳汤进口, 少年仔细品味了一阵, 微微思索了一会儿后点头, 好吃。 江宁顿时喜笑颜开, 美滋滋地笑道, 那以后, 我天天给你做。 嗯, 这样不好吧, 林小璐很有自知之明地说道, 阿宁你是一国之君, 平时那么忙, 哪来那么多时间。 说完, 他好奇地瞅了瞅江宁的脸, 道, 阿宁, 虽然你脸上抹了胭脂, 但我眼睛贼尖, 一眼就能看出你的黑眼圈。 阿宁你是不是又熬夜批阅奏折了文言, 江宁也没有隐瞒, 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小璐你们难得来一次, 我自然想多, 和你待在一起, 所以, 这几天都是你们回去休息以后, 我才开始批阅奏折。 啊, 那我回头跟孙长老, 要一些养身子的丹药吧, 身体重要。 林小璐难得体贴了一把, 少女文言更绝甜蜜, 微笑道,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只有俩人所在的房间内, 江宁脸色微微泛红, 有些不敢看林小璐的眼睛, 只滴着脑瓜说道, 小璐, 有件事, 我觉得是时候跟你商量一下了。 啥事将你脑袋埋得滴滴的, 似乎是有些难为情, 顾声若文言道, 就前两天, 我的丫鬟看我太累, 就问我, 为什么不让你来帮我? 就这, 林小璐微微愣了一下, 随后大咧咧地笑道, 这有啥, 按您你把国事交给我就好, 实不相瞒, 我特别擅长熬夜。 不只是这样, 江宁赌气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手指头点来点去, 目光也飘忽不定道, 大唐几个老臣, 还有我的贴身丫鬟, 太监, 大副他们, 最近都陆陆续续来问我, 准备什么时候那后? 林小璐, 那, 后, 嗯, 江宁点了下头, 不敢看林小璐, 顾眼睛, 看着天花板, 撅着嘴, 有些六神无主地说道, 我已经十八岁了, 正常来说, 早该嫁人了, 不过我身份比较特殊, 嫁人肯定不行, 因此只能娶个相公, 所以小璐你明白的吧, 朕需要一个皇后, 林小璐, 房间内, 热闹的气氛忽然安静下来, 江宁等了一会儿见眉动静, 心虚地目光下移, 发现林小璐正一脸呆滞地看着自己, 江宁顿时心头一紧, 以为他不愿意, 连忙解释道, 小璐你放心哈, 你嫁给朕以后, 朕可以生两个娃, 一个随朕姓江, 将来好继承大统, 另一个随你姓林, 将来随你败入峨眉, 两个娃, 朕都会一样喜欢的, 而且朕可以发誓, 今后绝不拿妃子, 也绝不再娶别的男人, 说完, 他脸色胀红, 偷偷抬起头看着林小璐, 听到, 意下如何老实说, 那一刻的林小璐, 是猛的, 他不知道, 像他这个年龄段的少年, 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 会怎么想, 反正他是猛的, 因为这跟他想的有些不一样, 虽然他不是个迂府的人, 但还是觉得, 做皇后怪怪的,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当然潜意识里他有想过, 会有这么一天, 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 他还是有些不知所措, 自己, 要被江宁娶了, 自己, 要成为异国之母了下午, 上官十六的房间内鹿崽子, 你要成为皇后了, 鹿哥, 你要成为大唐之母了, 呸, 死变态, 哇, 我要做姑姑了房间内的圆桌上, 上官三兄妹和小月儿, 纷纷大呼小叫, 而此刻的林小璐, 还处在猛逼当中, 他挠了挠头, 一脸无奈地看着面前四人, 你们说, 这种事情, 我应该怎么办, 我总觉得被阿宁娶了怪怪的, 哎呀, 鹿崽子你, 不要那么迂腐吗? 上官十六, 一脸坏笑地说道, 本小姐认为, 做人不能拘泥于小结, 只要你和阿宁真心相爱, 你管他娶你还是你娶他呢, 就比如那啥, 谁上谁下都一样吗? 所有人, 林小璐无脸, 那倒不是了, 只是哎呀, 只是什么只是, 多好玩, 上官哈密瓜坐在凳子上, 整个人捂着肚子, 笑得直蹬腿, 老娘现在只要一想到你和江宁坐在一起, 然后面对文武百官时的样子, 就觉得好笑, 说完, 上官哈密瓜一脸搞怪地清了清嗓子, 挑起了上官菠萝的下巴, 然后压低声音喊道, 啊, 朕的皇后, 快来随朕事情吧, 上官菠萝非常配合, 娇滴滴地摆出羞涩的模样, 哎呀, 皇上不要嘛, 皇上温柔点皇上用力这姐弟俩配合得天衣无缝, 只把林小璐看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而小月和上官十六却浑然不觉, 一大一小笑地前仰后合, 小月更是边笑边无脸, 菠萝哥哥演得好骚气, 哥哥哥哥笑死了, 面对小月的夸奖, 上官菠萝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笑哈哈拍了下小月的头盗, 小月很有眼光嘛, 本少爷也是第一次, 屋内, 林小璐看得眼皮一阵暴跳, 一时间都有些后悔, 来找这几个家伙商量, 真是自取其辱啊, 一屋子人笑了好一阵, 上官十六才渐渐停下来, 然后看着林小璐好奇道, 鹿崽子你怎么想, 难道你不愿意嫁给阿宁吗? 也不是不愿意吧, 我就是觉得怪怪的, 有什么好怪的? 上官哈密瓜插着腰, 一脸霸气测漏地说道, 哪有只能男人能娶女人, 女人不能娶男人的道理? 再说了, 你嫁给江宁以后, 也可以那妾啊, 又不影响, 对啊鹿哥, 男人有一两百个妾室, 是很正常的事情, 上官波罗非常认真地劝道, 我上次就听见我爹说梦话, 嘴里喊着什么, 第369号小妾快来事情, 你像本少爷, 今后就准备取满一千个老婆, 来给我爹长脸, 他话刚说完, 上官哈密瓜就飞身, 一脚将他踹飞, 上官十六也直接对上官波罗骂道, 鹿崽子才不像你那么浑, 他只会和一个人在一起, 一生一世一双人才好, 上官哈密瓜也边踩边喊, 你还想娶一千个老婆, 你特么试试, 老娘今天就淹了你, 哈? 房间内, 上官哈密瓜拽着上官波罗一阵抱锤, 直锤的鼻血漫天乱飞, 把林小璐都看无奈了, 眼见这三兄妹打闹了半天都没有停手的意思, 他便拉着小院出了门, 门外, 明媚的阳光充分照耀着小院, 林小璐拉着笑个不停的小院来到一处凉亭, 这会儿没什么人, 花园里也很安静, 小院跟着林小璐来到凉亭的时宜上, 好奇道, 哥哥, 你怎么拉林小璐拉着他坐下, 微微沉默了一会儿, 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小院, 你对阿宁是什么态度挺好的呀? 小院甜甜一笑, 主要是哥哥喜欢就好, 嗯, 我喜欢其实还挺喜欢阿宁的, 不过, 怕你会有想法, 林小璐轻易地揉了揉他的头, 怎么会? 小院坐在林小璐身边, 对他笑道, 哥哥也该澄清了, 而且, 即便哥哥成亲, 那以后不也还是要跟小院在一起吗? 而且, 小院还会有小侄子小侄女, 到时候, 咱们就又多两个亲人了。 迎林般的话语说出, 林小璐微微愣问一下, 心思敏感地他注意到了一点, 小院说的亲人, 似乎是单指自己和江宁成亲后, 所生下的孩子, 而不是指的江宁本身, 这一点, 让他觉得更加有些怪异, 不过他也没多想, 只当是妹妹口误, 继续开口道, 我就答应下来和阿宁成亲可以啊, 不过哥哥应该先告诉妙心师姐和师尊吧, 哦对对对, 还得跟师姐和老大说一下。 林小璐拍了下脑瓜, 哈哈笑道, 正好咱们也该回家了, 这次回去, 就跟老大和掌门姐姐说一下, 虽然是被阿宁娶, 但你哥哥我这么优秀, 肯定得让阿宁明媒正娶。 嗯。 小月儿开心地坐在林小璐身边, 掰着手指头数道, 哥哥要有大花轿, 新衣裳, 红盖头, 各种首饰, 被褥, 鸡蛋, 肥猪, 肥羊, 肥牛, 还要有肚兜。 林小璐听得哭笑不得, 觉得自己这妹妹, 真是越说越离谱, 抱着她直笑。 自己也要成亲了呀, 爹娘在天之灵, 看到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 自己把妹妹照顾得那么好, 现在又是和皇帝老爷成亲, 放在村子里, 铁定是光宗耀祖, 他们也一定高兴, 嘿嘿, 等回峨眉以后就给爹上炷香, 把这消息告诉她。 两日后的上午, 林小璐一行人, 和江宁在皇城门口告别。 上官哈密瓜, 上官石榴, 波罗, 小月儿四人坐在马车上, 看着江宁和小璐在远处说话, 纷纷露出了打趣的笑容。 两边的士兵, 太监, 宫女, 也挤得满满当当, 一个个又想看又不敢看, 只好用眼角余光打量。 在许多人的注视下, 穿着一身大红色长裙的江宁, 脸颊羞红地, 给林小璐手腕系了一根红绳。 然后, 在众目睽睽之下, 全程红脸的她, 忽然在少年额头上亲了一下, 速度飞快, 把林小璐亲得一愣, 而这一幕, 也引得上官石榴等人, 纷纷发出搞怪的哇哦声。 上官波罗, 更是站起身大喊, 嫂子, 亲嘴, 亲额头太素了。 上官哈密瓜也看热闹, 不嫌事大, 嗷嗷大叫。 林小璐, 你要是个男人, 就亲回去。 一番打闹之后, 林小璐和江宁短暂分开, 约定回鹅眉跟长辈说好就再过来, 随后才顶着脑瓜上的唇印, 走向马车。 而整个皇宫的太监, 宫女, 士兵, 大臣足足上百号人见他准备离开, 便第一时间单膝下跪, 一个个憋着笑高呼, 恭送林皇后。 林小璐。 其他人, 哈哈哈哈林小璐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就是, 归途总比来路要快, 至少他是这样以为的, 他感觉从大唐回鹅眉, 比从鹅眉去大唐要快上许多, 明明这一来一回的时间都差不多, 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 归途比来路要快。 两天后的中午, 鹅眉, 摘新风, 老大, 白雪挨挨的山峰顶部, 林小璐大呼小叫来到了山洞, 身后还跟着随同上官和妹妹等人。 按照时间, 李明如也应该回来了, 因此, 林小璐一回到鹅眉就马不停提来了山顶, 准备告知李明如自己想和阿宁澄清的事情, 而当他踏进山洞时, 当场就是一论。 身后的上官哈密瓜, 菠萝, 石榴, 以及小月儿来到后, 也齐刷刷愣了一下, 只见点着篝火的山洞内, 已经坐满了人。 不断坐葫芦喝酒的李明如, 正在咔嚓咔嚓啃啃甘甘蔗的叶青鸾, 把持佛珠的无心禅师, 正在翻书, 且时不时猥琐一笑的上官生。 除此以外, 还有默念经文的吴购, 啃炸鸡腿的阿姨, 以及翘着二郎腿烤火取暖的帅帅鸭。 六人一鸭, 围坐在山洞篝火中, 似乎正商量着什么事情。 这么多前辈齐聚一堂, 把几个少年人看得一猛, 上官哈密瓜更是最先反应过来, 看着上官生一脸猛逼。 老爹, 你怎么来了阿吴购小和尚好久不见了? 上官十六人来风式地扑向吴购, 吴购脸色一红, 非常自然地躲开, 然后看着上官十六脑瓜着地。 场中, 林小璐满脸疑惑, 他看着李明如, 十一道, 老大, 你们这是, 李明如笑呵呵地招呼几人坐下, 然后对着这一众年轻人笑道, 原本还想去找你们几个小家伙, 现在正好, 一并说了。 林小璐, 山洞之中, 李明如隔着篝火, 提着酒胡萝, 对几个少年神秘一笑, 小家伙们, 你们想去修仙界吗? 林小璐。 一旁, 正在看书的上官生, 不耐烦地撇了李明如一眼, 狗贼你, 能不能不墨迹? 上官生对林小璐几人笑道, 其实也没啥大事, 天上最近有位前辈出关, 搞了一个修仙界学院, 准备从各方世界挑选一些年轻辈的天骄, 去天上修行, 为今后成为天人净打基础。 每方世界的名额, 只有五个人。 无形禅师波动着念珠, 慈祥地说道, 天上灵气浓郁, 而且机缘凡多, 绝非凡间可比, 在那里修行, 无论是修行境界, 还是修行思想, 都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山洞中, 叶青鸾啃着甘蔗, 接过无形禅师的话语继续说道, 好像是因为, 最近几百年以来, 自行飞升天人净的人越来越少, 以至于天上人才凋零。 而天上的那位前辈, 又觉得天上资源繁多, 天上的天人净修饰, 根本享用不完, 于是便有了培养新人, 行有教无类的想法。 林小璐等一群少年, 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们被这突然的消息搞得有些猛, 一时间面面相去, 有些不知所措。 而李明如也纠正了一下叶青鸾的话语, 道, 起因并不是这个, 主要还是因为域外的侵扰, 如今各方天地的凡间飞升者越来越少, 导致天人净的修饰只少不多, 这样一来, 他们面对域外的侵扰, 就渐渐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纵横前辈, 才违背天道意愿, 强行插手, 用修仙界充裕的灵力和机缘, 来培养下一代天人净。 说完, 李明如抬头道, 之前神州被各个国度侵略, 本质上也是无限宗, 想让神州的凡人和修仙者完全统一, 让凡人不再信奉我们, 而是和我们一起, 全部信奉天上修仙界的修饰, 以此来让天上的灵气更加浓郁, 让所有天人净的修为更进一步。 长生大道何其难, 光靠自己, 成功几乎无望, 而用凡人的信仰来补充天地灵气, 则显得非常重要。 一番话语说出, 听傻了的林小璐理了理思路, 便大致理解。 怪不得之前各个国家的修士, 跟谋划好了一样, 同时进攻, 天上人还出手帮忙, 当时自己以为他们就是单纯的坏, 想要侵略神州, 并没有想过他们为了什么而侵略。 现在他懂了, 原来是天上人想让整个神州合并, 然后无论是修士还是凡人, 都信奉天上, 用信仰来让天上的灵气更加浓郁, 让他们的修为更进一步, 然后寻求长生, 并对付那个什么意外。 不过这个方法, 林小璐觉得挺蠢的, 因为这会让凡间的修仙者变得很弱, 毕竟大家都信奉天上, 就没有凡人信奉凡间的修仙者了, 久而久之, 凡间的天地灵气就会减少, 然后影响修为, 今后想出现可以非生的修士就更难了, 天上也就不会有新的人。 而相比之下, 老大说的那个纵横前辈的方法, 好像还算不错。 修仙者学院, 从各方世界寻找有潜力的年轻人, 去天上修行学习, 来为今后成为天人静修士, 对战那个域外做准备, 这才叫做良性循环。 山洞内, 几人陆续理清楚事情原委, 而随后, 李明如就笑眯眯地说道, 几个小鬼, 我们这些老伙计商量了一下, 目前已经定下了这次去修仙者学院的人。 叶青鸾嘴巴里塞着甘蔗, 在一旁接话道, 林小璐, 林小玉, 阿一, 吴构, 上官哈密瓜。 中午时分, 摘青丰顶的山洞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山洞内, 只剩下林小璐和李明如师徒二人。 林小璐盘腿坐在铺垫上, 李明如则歪着脑瓜, 摸着下巴思索。 你要和江宁成亲? 嗯, 可是明天为师, 就要带你去学院报到? 老大, 要不您让那个学院等我一会儿, 您也知道, 我这么掉的人, 让他们等事, 看得起他们。 林小璐一脸期待。 李明如? 山洞中, 李明如无奈地拍了拍额头。 要是别的都还好, 但纵横前辈他还真不好这么说, 毕竟他是自己的前辈, 曾经有恩于自己, 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压制住全盛时期自己的人, 更何况自己现在甚虚的一逼。 因此, 李明如想了一会儿, 又看了看自己这徒弟, 最终迟疑道, 要不, 小璐你别去了林小璐。 澄清是人生大事。 李明如喝了口酒, 道, 人活一世, 能有一个陪自己相濡以沫共度余生的人, 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而且为师想过了, 小璐你本身不是修仙者, 因此去学院的话, 用处大不大是未知的, 毕竟纵横前辈再为师看来也颇为神秘, 倒不如在凡间澄清,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这样也挺不错, 结一段好姻缘。 山洞内的气氛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林小璐的脸上闪过一丝犹豫, 随后看着李明如略显迟疑地问道, 老大, 如果我去天上的话, 大概要去多久啊, 一年时间。 篝火前, 李明如解释道, 目前天上的纵横前辈和仲尼先生定下来的修行时间是一年, 之后则是会根据修行成果在做安排。 如果你的江姑娘愿意等的话, 一年以后你再跟她澄清, 倒也不是不可以。 林小璐点了点头, 脑海中天人交战, 自己如果让阿宁等一年的话, 问题应该不大。 那时候她19岁, 然后自己18岁。 她是挺想去的, 一来这段时间以来, 自己都没有找到继续变强的方法, 一经也迟迟没有找到突破口, 去天上找找机缘, 好像也挺不错的, 尤其还有妹妹阿易无垢陪在自己身边。 二来, 自己对所谓的天上, 确实还挺好奇的, 毕竟没去过。 要不, 就跟阿宁说一下, 一年后在澄清, 山洞中, 李明如也并未着急, 而是静静地等待着小鹿做决定。 自己这徒弟, 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其中缘由, 李明如相信她会分析清楚的。 看着面前眉头紧索的少年, 李明如仿佛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其实以道理来说, 男儿行于天下, 不应该讲儿女私情, 但或许是因为曾经的某些经历, 让李明如觉得, 倘若小鹿愿意放下习武的执念, 拥抱心上人, 过安静日子, 那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毕竟, 小鹿在凡间已经是天花板一类的人物了, 可以过得很开心。 老大, 我想好了。 山洞内, 沉思的少年忽然抬起头, 露出绚丽的眼神。 李明如仰着头往嘴巴里倒酒, 并咋巴着嘴道, 嗯, 想如何老大, 你带我去大堂吧。 林小鹿说道, 我去跟阿宁说清楚, 我要去天上寻找更强的武学。 听到这句话, 李明如丝毫不意外地放下酒葫芦, 并在心中苦笑了一声。 果然, 这小子选了跟自己当处一样的路。 不过, 有自己照看, 小鹿应该不会走自己的老路, 吧, 嗯, 去天上见识见识也好。 毕竟那里有三千世界各个地方的天骄之辈, 是真正的大舞台。 而以小鹿现在不讲道理的原因进修为, 到了那里, 铁定能给自己长脸。 想到这里, 他心思定下, 起身道, 既然小鹿一已决, 那为师自然支持你。 说着, 李明如便从那界里倒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丹药, 福禄, 法宝, 秘籍什么都有, 直堆成一座小山, 把林小鹿都给看得一愣一愣的。 看着不断翻找的李明如, 他疑惑道, 老大, 你在找啥李明如瞥了一眼他手腕上将您给的红绳, 笑道, 为师, 带你去见徒媳妇, 怎么能空着手去, 更何况你还单方面违反了约定, 让人家等你一年, 那为师肯定得补偿一下徒媳妇, 莫要让大堂说咱们额眉失了礼数。 林小鹿文言一愣, 随后嘿嘿直傻愣, 真不愧是自己老大, 想的就是周全。 不久, 李明如整理好了两盒滋补身体, 延年一寿的丹药, 以及一面可滴血认主的护心静, 便单手一抓林小鹿肩膀, 化作一道白红冲出山洞, 直上云霄。 隔了寥寥不过几天, 林小鹿就再次回了大堂, 只不过, 这次是带着家长来的。 因为明天一早就要出发, 所以时间比较紧, 林小鹿和李明如落入大堂皇宫之后没有迟疑, 直接就去找了正在院内习武恋枪的江宁。 李明如全程提着酒葫芦, 慢悠悠地在后面跟着, 她看着两个小家伙见面, 少女惊喜地抱住自己徒弟, 然后美滋滋和自己徒弟说着话, 见到这甜蜜的场景, 李明如的心中也是起了一丝感慨。 世间美酒三千类, 唯有情酒能常醉。 世间文字八万个, 唯有情自醉伤人。 不知是不是自己真的年纪大了的缘故, 最近一段时间, 自己常常会触景生情, 总是想起以前的人和事, 或许上了年纪的人就容易如此, 容易怀念过去。 李明如喝着酒, 捋了捋自己的长发, 发现长发中出现了几根刺眼的银白, 洒脱一笑。 凭自己的修为, 居然都有白头发了。 泽泽, 岁月不饶人。 此刻, 小院内, 林小璐对面前身穿红色装束的少女, 一本正经说道, 阿宁对不起, 实在是事发突然, 天上有作为我而建的学院, 然后他们的院长求着我去上学, 我本来已经义正言辞地拒绝她了, 如果不去她的学院学习, 那她的学院还不如不见, 还说, 只要学一年就好, 让我一年以后再来和你澄清。 我看她一大把年纪的, 就没好意思拒绝, 毕竟你也知道, 我现在已经是老牛逼近了, 下一步就是逼王近, 那逼王肯定是要多装装逼的, 可是在凡间装逼, 不是大丈夫所为, 所以我想去天上装逼给神仙老爷看, 让他们见识见识, 来自人间之隔, 阿宁你会理解我的, 对吧江宁? 她猛猛地听着林小璐不着调的话, 然后微微纠结了一下, 其实等一年, 确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时间不算很长, 一年后, 自己也还很年轻, 小璐也是, 所以江宁虽然有点小郁闷, 但也没说什么, 反而有些担心地问道, 小璐, 你都和谁去啊, 会不会有危险听到这个问题, 不等林小璐回答, 作为前辈的李明如就笑了, 图西夫放心, 小璐适合阿一, 吴够, 小月儿, 还有上官哈密瓜一同去的, 而且, 帅帅鸭也会前去, 不会有事, 面对于大唐有恩的李明如, 江宁自然是很尊敬的, 第一时间便选择了相信, 而且被称呼图西夫的她, 也很高兴, 顾红着脸点点头, 然后依依不舍拉着少年的手, 低着脑刮道, 那朕, 那朕就等你一年, 回来以后, 你嫁给朕, 不许附朕, 拉钩, 祝帅帅鸭同学生日快乐, 病情早日康复, 学业有成, 怎么吃都不胖, 拉了钩, 随后少女欢喜一笑, 上前抱住了心爱的少年, 李明如在一旁看着, 回味着甘纯的酒香, 忍不住于心中感叹, 年轻真好, 敢爱敢恨, 洒脱逍遥, 年少一回, 怎能不经历一段恋情的这, 才叫少年啊, 下午, 深时, 林小璐随李明如回了峨眉, 并且开始, 和大伙一起准备去天上, 因为事发突然, 且除了阿姨以外, 所有人都不了解天上, 因此, 在这方面, 阿姨就显得非常有发言权, 我不要回天上, 我要留在峨眉吃鸡腿, 小院内蒙着双目的阿姨, 抱着一棵大树嚎啕大哭, 乌垢在一旁怎么劝都不好使, 急得执念阿弥陀佛, 林小璐没搭理这大傻子, 拉着从贺颖宗回来的唐龙嘱咐道, 阿龙, 我走了以后, 童儿和秦大聪明, 就全交给你了, 一斤斤, 折龙睡丹宫, 还有胎西绝的秘籍, 一定带着他们练, 争取一年之内都练出内力, 院内的石桌上, 面向硬朗, 气质沉稳的唐龙点头, 小璐你放心去就行, 我和聪聪已经说好了, 等明年峨眉招收弟子的时候, 他和童儿一定给咱们五尊一脉, 招收大量弟子, 对呀师父, 您放心去吧, 田徒儿摆弄着自己的二头鸡笑道, 弟子一定将五尊一脉发扬光大, 林小璐闻言大感欣慰, 笑呵呵地点了下头, 随后看向眼眶红红, 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秦聪聪, 大聪明, 贺颖宗的事, 你都放下了吧, 以后峨眉就是你的家, 秦聪聪哽咽着点了点头, 然后不舍地看着林小璐, 凯人道长, 你早点回来啊, 我跟唐大哥在峨眉等你, 林小璐闻言拍了拍他的肩膀点头, 随后冲唐龙眨了眨眼, 等我回来, 希望吃到你俩的喜酒, 此话一出, 唐龙和秦聪聪皆是脸色一红, 秦聪聪也破涕为笑, 开心了一些, 陆哥, 小璐, 正说话间, 几声呼喊声传来, 林小璐回头一看, 是自己的一帮发小, 陈念云, 汤圆, 东方淡, 于楚楚, 等一大批少年少女全都出现, 齐刷刷地来为自己送行, 一时间将五尊一脉的院子, 堵得到处都是, 而林小璐面对这些和自己从小玩到大的伙伴, 也是发自内心的一笑, 和大家紧紧相拥, 令他意外的是, 陈念云突破了, 每日刻苦修行, 足足闭关一年有余的陈念云, 终于突破, 成为了同龄人之中纪阿依, 上官哈密瓜, 小月后的第四位结单靖, 反超同辈中的欧阳瑞雪, 叶命, 周黎, 谭松雷等天骄, 彻彻底底成为了高手, 场中, 已经二十岁的他一身白衣, 怡戎潇洒, 眉宇之中更是满含英姿, 就像林小璐以前评价的那样, 这家伙, 有一颗成为天下第一的心, 我也是刚知道你要去天上, 真羡慕你, 可惜现在名额已经定了, 不然说不定我也能混个名额, 陈念云说完, 垂了下林小璐的胸口, 目录不舍地笑道, 我后面还要继续闭关, 等下次你和阿姨回来, 我们练一练, 哈哈, 行啊, 陆哥, 这是我新炼制的丹药, 你带去天上, 看能不能碰, 一拳打飞汤圆后, 林小璐看了看, 还是那么胖乎乎的东方蛋, 然后紧紧抱住了他, 东方蛋也不舍地抱着林小璐,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道, 陆哥, 我还是只有住激净, 我的天赋和你们, 比实在太一般了, 我托咱们社团后腿了, 对不起, 文言, 林小璐直接笑了出来, 然后拍了拍东方蛋的后背, 这有什么的, 阿旦你不用担心, 等大哥我牛逼以后, 一定带你一起牛逼, 带你娶一百个老婆, 天上地下任条, 东方蛋文言, 激动得胖脸一颤, 惊喜道, 真的吗, 陆哥当然是真的, 两个少年勾肩搭背, 林小璐更是骄傲地笑道, 陆哥, 骗过你没有东方蛋脑瓜直摇, 没有, 哈哈, 那不就得了, 但你就好好在罗妹修炼, 等哥回来, 嗯, 好, 一时间, 五尊一脉到处都是告别的人, 不远处的上官哈密瓜, 也和弟弟妹妹详细叮嘱着, 并答应了上官十六照顾林小璐的要求, 虽然他心里觉得, 以林小璐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照顾, 但也还是答应了下来, 当天, 告别持续了很久, 而等天色渐晚, 大伙都一一散去之后, 林小璐和小月又去见了李妙星, 在摘星, 李妙星一直都是个特殊的存在, 她仿佛望复衙上等待夫婿归来的妇人一样, 一直守护着摘星这座山峰, 即便有时候李明如不在, 其他人都不在, 她也一定会在那里, 在金黄色的葵花地中, 守望着摘星所有在过的人,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而对于这样一位看着自己长大的师姐, 林小璐对她的尊重,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老大李明如, 此刻, 葵花地中的小院下, 师姐听师父说, 这个修仙者学院有来自各方世界的天骄年轻人, 小璐和小月到了那里, 以后要跟他们好好相处, 多学一些东西提高修为, 到时候教导你们修行的, 也都是, 曾受过纵横前辈恩惠的天人静修事, 机会非常难得, 李妙星穿着淡蓝色的道袍坐在门口, 温柔地对林小璐和小月儿笑道, 师姐等你俩回来, 放心吧师姐, 我一定给咱们额眉长脸, 林小璐一脸骄傲道, 我听阿姨说了, 天上虽然灵气充足, 但二十岁以下的人, 也没几个到达原因的, 我到了那个学院, 以后一定很牛逼, 完了, 老大还说, 天上的世界, 不像咱们这儿这么和谐, 往往会非常残酷, 经常厮杀动手, 师姐你是了解我的, 我最喜欢跟人动手了, 一天不砍人, 就会感冒, 小月儿也在一旁连连点头, 我哥哥很厉害的, 师父说, 即便是我现在也不是我哥哥的对手, 师姐你就放心吧, 对啊, 阿姨和哈密瓜实力也不弱的, 而无垢是强在心境和灵魂上, 他们上天以后, 一定会在我林小璐的带领下, 彻底于三千世界扬名, 闻言, 李苗星笑了笑, 抱了抱这两个孩子, 他明白, 小璐是故意在自己面前说这些略显孩子气的话, 但还是很高兴, 因为小璐即便是七岁了, 但在自己和师父面前, 依旧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次日, 清晨花, 一尊巨大的九葫芦冲破云霄, 撕开无数云层扶摇直上, 直冲漆黑如墨的玄霄, 李明如盘腿坐在九葫芦上, 看着面前的五个少年人和一只鸭子, 笑道, 去学院的注意事项, 老夫都已经给你们说明, 都明白了吗? 林小璐等一众少年纷纷点头, 表示明白, 李明如见状便继续笑道, 这次你们上天之后, 一定要团结一致, 三千大世界, 每个世界都至少会有三个名额, 因此保守估计, 参加的学生也会有一万人以上, 到那时, 你们要共同面对, 尽可能地提升修为, 在天上寻得自己的机缘。 说完, 李明如看向林小璐道, 小璐, 小月儿是你的至亲, 吴够, 阿姨, 上官丫头也都是你的好友, 而你是他们当中最强之人,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嘿嘿, 老大放心。 林小璐大咧咧地笑道, 有我在, 没人可以欺负咱们。 没错, 我路哥天下无敌。 阿姨大叫, 吴够温柔笑道, 小璐施主, 从来没有被同龄人打败过。 小月儿, 我哥哥最厉害了。 上官哈密瓜抱着胳膊, 略显不服地哼了一下, 然后不情愿地哼道, 如果我也是男的, 我一定超过林小璐。 看着这帮少年人, 李明如笑了笑, 随后再次嘱咐道, 在天上, 面对其他学生, 该动手就动手, 物尽天择, 不用惧怕。 不过天上的师长都是天人静, 绝对不可顶撞忤逆, 尤其是你, 小璐。 老大你放心, 我绝对不顶撞师长。 林小璐拍着胸脯子保证道, 我去了以后就先给师长们磕个头, 让他们以后想打我, 都不好意思。 李明如, 吴够, 上官哈密瓜。 阿姨, 我却, 真不愧是路哥, 果然有智慧。 小月儿, 哥哥哥哥, 哥哥和阿姨哥哥好可爱。 帅帅呀, 老大真是未雨绸缪, 高瞻远瞩。 看着这帮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胡话, 李明如面露苦涩, 只感觉自己气得胃疼。 高空之中, 他再次嘱咐几句, 且详细介绍了修仙界之后, 便不再啰嗦, 毕竟阿姨本就是天上人, 他虽然不聪明, 但也应该会比较了解, 帅帅呀, 又是仲尼先生的灵宠。 而仲尼先生, 已经被纵横前辈任命为代理院长, 因此, 有帅帅压兜底, 问题应该也不大。 此刻, 葫芦还在急速飞行, 他见差不多了, 便站起身, 看着碧蓝云海之上越来越黑的天空, 抬手一指。 下一刻, 李明如的指尖, 催发出一道笔直的彩色霞光, 飞入深空, 然后如入湖面一般, 在整片漆黑天空中, 荡漾出一圈圈流光一彩的波纹。 这股波纹异常巨大, 且连绵不绝, 一时间, 整片天空都仿佛化作了一片湖水, 那一瞬间, 林小璐感觉眼前一片混沌, 他下意识握紧了妹妹的手, 而下一秒, 混沌消散, 他的眼前瞬间亮起。 漆黑的天空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金黄的伟岸天空。 葫芦下方, 则是无尽的金黄云海。 周围, 广袤无垠的金黄云海中, 漂浮着各种各样的假山巨石, 时不时还能看见, 各种从未见过的真情异兽, 在云海中飞腾而过。 眼前的一幕, 让林小璐, 小月儿, 上官, 吴构等第一次来到修仙界的人都看猛了, 纷纷震惊于此处的壮观美丽。 李明如将这几个晚辈的目光尽收眼底, 笑道, 修仙界的争斗可比凡间残酷多了, 不要被外表的美丽所迷惑。 说完, 他便操纵着葫芦继续腾飞, 越过无尽云海, 直奔一座浮在云海中的神秘岛屿。 看着那座翠绿的岛屿, 少年们显露出深深的期待, 林小璐紧紧牵着妹妹和她相视一笑, 然后站在葫芦上共同向云海飞去。 两道半圆形的巨大扭曲石柱冲天起, 各自呈现一个半圆, 对称出一道巨大的圆, 而圆形顶部的中央空荡处则飘浮着一块巨大的金色石牌, 石牌上刻着修仙者学院五个大字。 此刻, 林小璐牵着小月儿, 抬起脑瓜仰望着牌匾, 则则称其道, 真不愧是神仙老爷住的地方, 这牌匾都是飘着的, 第一次来天上, 这四周的景象确实比本鸭想的还要壮观。 帅帅鸭一边观察着脚下松软的泥土的一边说, 鸭施主也是第一次来天上吗? 吴够问。 对啊, 我家先生上天的时候又带不了我。 林小璐、吴够、小月儿、帅帅鸭, 三人一鸭不停地感慨这天上的神奇。 而一旁抱着胳膊的上官哈密瓜则养着脑瓜子道, 管他天上还是天下, 没相干, 咱们进去吧。 等一下, 阿姨还没吃完。 林小璐忽然喊了一声。 此话一出, 其他几人同时扭头, 看向在一旁啃鸡腿的阿姨。 吴够都看梦了, 惊讶道, 阿姨施主, 你怎么把鸡腿带上来的我放在那界里面的? 阿姨一边吃鸡腿, 一边鼓着脸颊道, 我昨天把峨梅所有膳食堂的食物都放进那界里了, 够我吃一年的。 其中侯三大哥还给我准备了一箱炸鸡腿, 可香了。 所有人, 上官哈密瓜翻了个白眼, 吃货, 真丢人。 小玉儿看了看四周, 见四周除了这个山门一个人也没有, 都是茂密的植被和金黄的天空, 不禁有些疑惑。 哥哥, 师父不是说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吗? 怎么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文言, 帅帅压也看了一圈, 发现真是这样, 于是及时拍马屁道。 玉儿姐, 他们可能是听到我老大的名号, 不敢来了吧。 拉倒吧, 要听也是听老娘的名号。 上官哈密瓜不甘示弱地说道。 学院门口, 正当几个少年人东瞅瞅西望望, 边吵闹边打量周围的环境时, 面前的空地中忽然凭空出现一道红光。 异象一声, 五个少年顿时一惊, 同时停步, 林小璐更是挡在了小玉儿和最弱的无垢前面, 玩世不恭的目光中也瞬间化作凝重。 巨大的山门前, 红光凭空而起, 且猛地化作一朵火符, 最后, 一个红色长袍, 一头红色头发的老道人从火符中走出,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这名道人长着一双红色如火的眼眸, 只一眼便让面前五个少年人感受到浓烈的恐惧, 帅帅鸭更是差点尖叫出来。 除了阿姨, 这是其他人除李明如以外, 第一次见到的天上人也是第一次见到天人静修士。 此刻, 这名红衣红发红木的老道士, 一一打量了一番面前的五个小家伙, 并在林小璐身上多看了一眼, 似是惊讶于他空空如也, 丝毫没有灵力的身躯。 而随后, 他才背负双手,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你们便是来自四南街的少年人林小璐闻言一愣, 随即和大伙一起点头。 来的时候, 老大就跟自己说了, 他们所在的凡间是三千大世界中的第七个主世界, 又被称之为四南, 因此面对眼前这位神秘天人近前辈的问题, 他们便直接点头应下。 一段时间后, 林小璐等人跟着眼前这自称红魔的前辈穿过学院大门, 来到了一条长长的亭道之中。 透过亭口, 少年们可以看到远处一排排古色古香的房屋建筑, 以及岛屿上空漂浮的一座座小型岛屿和祭坛, 每个上面也都建造了大量宫殿和房屋。 你们来得很晚, 算得上是最后一批学生了。 相貌严肃, 不怒自危的红魔一边带着他们穿行而过, 一边声音粗犷地介绍道, 前几日, 各方世界的少年就陆续到了, 这两天都在各自洞府中调整进修等待开学, 你们是最后一批, 明天应该就可以开学。 文言, 几个少年人了然, 怪不得大门口一个人没有。 红魔大叔, 我们以后都是在一起修炼学习吗? 林小璐问。 听到林小璐喊自己的称呼, 红魔愣了一下, 似是对大叔这个词汇有些不适应,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只摇了摇头, 便回应道, 你们不在一起。 仲尼先生想出了一种新的学习模式, 准备在学院里实施。 这个模式很简单, 目前学院共收纳的学生大概是一万两千多人, 然后这些人会被随机分为二十四个系, 然后每个系再分为十个班, 每个班五十人左右。 说到这里, 红魔看了一眼林小璐, 声音沙哑道。 你们会被随机分配到其他系, 其他班。 此话一出, 五人小队的脸色顿时暗淡下去。 人生地不熟的, 他们不想被分开, 尤其林小璐, 他要是跟妹妹分开了, 就不方便照顾他。 场中, 红魔没有理会他们的郁闷, 而是继续自顾自地介绍道, 二十四系, 按照二十四节期来划分, 每个系都有一位天人静强者做系主, 比如老夫就是大鼠系的系主, 是来自火云天的天人静强者。 而每个系下面的班, 则各自会有一名原音静修士做班主, 负责照顾你们这些没来过修仙界的少年。 你们今后在生活上有什么不懂的, 都可以去问你们的班主。 说完, 红魔带着一行少年人来到上了一座山头, 带着他们乘坐一个倒流的瀑布向山顶而去。 老夫现在就带你们去分系, 现在各自的系几乎都满了, 但你们只有五个人, 每个系多加一两个问题不大, 等分完系, 你们就可以去各自西麦的洞府了, 会有系主接应你们, 给你们分班的。 看得出来, 眼前这个满身红的红魔是个话少的前辈, 除了必须要说的以外他是一个字也不愿多说, 带着林小璐等人来到瀑布顶峰后, 便静止走向一处空地, 空地上摆放着一尊圆形石球。 你们依次过去触摸分华时, 他会告诉你们该去哪里。 文言, 几人便老老实实地走向石球, 而排在第一个的便是性格直爽, 脾气火爆的上官哈密瓜。 他迈着略显傲娇的小步伐走过去, 小手大咧咧地往石球上一拍, 而下一刻, 石球就猛然一亮, 两个黑色的大字直接在上面呈现。 双将! 少女按完便被火魔换到了一旁站着, 之后, 阿一上前, 抬手一拍。 黑色大字在阿一触碰到石球的瞬间, 开始变化。 立秋! 阿一按完, 紧接着就是小月, 他好奇地走过去, 瞅了瞅比自己人还高的石球, 然后抬手一拍, 黑色大字再次变化。 轻折! 见到这一幕, 排在小月后面的林小璐, 直接梦了。 自己这五人小队, 是真被打散了呀! 搞毛啊! 小月拍完, 就轮到林小璐了, 他看了看一旁怯生生的妹妹, 有些不好意思地, 看向不苟言笑的火魔, 摆出一张笑脸道, 红魔大叔, 我想跟我亲妹妹一个戏, 要不, 我给您包个红包, 通融一下说着, 刘魔则直接脸色一黑, 然后一抬手。 快点去, 不然, 老夫就把你逐回凡间。 林小璐! 无奈的他, 只好不断在心里许愿, 跟小月儿一个戏, 然后抱着帅帅压上前, 抬手一拍。 场中, 黑色字体再次变化, 且由金哲, 直接变成了双将。 又是双将! 林小璐猛逼了, 不远处的上官哈密瓜也梦了, 他俩居然在一个戏! 场中, 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 一时间大眼瞪小眼, 不知所措地站着, 而红魔则不耐烦地 开始催促无套。 无套老实巴交地上前一拍石球, 随后, 石球便自体一转。 立秋! 无套和阿姨再一个谢。 结果出来, 所有人都猛了, 红魔道人则是有些惊讶地笑了笑。 你们这几个小家伙, 运气还不错, 五个人, 其中四个人都能有相伴的。 场中, 林小璐, 上官哈密瓜, 阿姨, 无套, 全都愣住了。 他们当中, 只有小玉儿是一个人在一个谢。 而小玉儿显然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 一时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可怜兮兮地在场中站着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 红魔见到这一幕, 难得安慰了一句, 哦, 其实哪个脉都差不多, 各方世界的人来到这里, 几乎都会和自己的同伴分开。 小丫头, 你不是第一个, 安心学习提高, 修为就好。 说完, 她便抬手一挥, 空气中立刻闪烁出三只展翅高飞的火焰鸟雀, 活灵活现地在空中旋庭飞动。 一会儿, 你们各自跟着自己的火压走, 她会带你们去各自的脉袭。 说完, 火魔便大手一挥, 丝毫不给林小璐等人交流的机会, 直接将他们送下了瀑布山顶, 随后完成接待任务的她也直接消失, 果断地一逼。 学院内, 一处凉亭之中, 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突然在空中出现, 落在地板上, 林小璐还好, 抱着帅帅鸭也落得很稳, 上官哈密瓜稍训, 猝不及防之下, 差点没滑倒, 而在她俩落地之后, 便发现面前有一只不断飞舞的火焰鸟雀, 正一个劲地冲他们舞动翅膀。 大爷的, 老娘, 居然跟你在一个线。 上官哈密瓜看着身旁的林小璐, 臭着脸吐槽了一句。 娘的, 我居然不能跟我妹妹在一起。 林小璐已经没空搭理她了, 一脸气愤道, 咱们四个都有伴儿, 就我妹妹没有, 真特么太狗了。 没事啦老大, 小玉儿, 在这里很安全啊。 帅帅压卧在林小璐怀里, 安慰道, 回头我就去找我家先生, 让她好好照顾小玉儿, 老大你别担心。 凉亭之中, 上官哈密瓜见林小璐还在鼓着脸骂骂咧咧咧, 而活鸟已经一副跃跃欲试要飞走的模样, 便抬起小短腿, 踹了林小璐一脚。 别想那么多了, 都那么大人了, 小玉儿会照顾好自己的, 快走。 小孩子,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我警告你, 最好别惹我。 娘儿的嬉痞, 你走不走不走, 老娘走了, 你自己搁这儿等着吧。 哎, 你等等我啊。 剑火鸟带着上官哈密瓜离开, 林小璐也连忙追了上去, 不然一会儿火鸟飞没了, 他可不知道方向。 哎, 没想到刚来这个古怪的学院, 就诸事不顺, 也不知道这双将的系主和自己的班主, 又会是什么样的人。 展翅高飞的火焰鸟却, 在亭道里飞个不停, 林小璐和上官则紧紧跟着, 且一路打量周围的环境。 四周静悄悄的并没有什么人, 或许是各方世界的少年, 这会儿都在修行, 毕竟这座岛屿不小, 且许多地方都透露着玄妙神奇, 林小璐甚至在亭道的一根根柱子上 看到密密麻麻的符文, 估计这座岛屿是临时搭建起来的。 穿过一片花园, 来到一处有些荒芜的平地。 不久, 火焰鸟却带着二人来到一处巨大的深坑口。 深坑边缘处则插着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两个大字, 双将林小璐猛逼地看着面前可以用浩瀚来形容的大坑, 一脸呆滞道, 上官, 为啥我们的这个麦戏, 是在一个坑里上官哈密瓜, 脸色略黑, 似乎也是有点不满。 因为来的时候, 他曾看见过一座漂浮在空中的大山, 山门前也有石碑, 上面写着盲中二字。 合着别的麦戏都是高山, 到了自己这儿就是一个坑, 巨大的深坑边缘, 火鸟玄停在空中消散, 林小璐则抱着帅帅鸭走过去, 在边缘处探出头, 往深坑下面一看。 好家伙。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 一块块漂浮在空中的长条形石板, 这些石板漂在空中, 弯异而下, 仿佛一条长长的楼梯, 直通坑底。 而坑底的面积也着实不小, 仿佛一座小城池一般, 里面有着一座座小山丘, 簇拥着一排排的房屋, 中间还有一座非常巨大的宫殿。 这些房屋倒是没什么特别的, 和林小璐以前住的院子差不多, 估计应该就是双将一脉的学生洞府了。 少年瞅着坑中的景象, 惊叹至于询问道, 上官, 你觉得咋样挺一般的? 个头只到林小璐胸部的上官哈密瓜皱着秀眉道, 没有外面经验。 嗯, 我也这么觉得, 这个双将一脉居然在一个坑里, 你说我们双将的老大, 会不会也是个坑啊? 上官哈密瓜文言翻了个小白眼, 想让他说话小心点, 然而下一秒, 身后就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你说谁是坑上官哈密瓜? 声音毫无征兆地响起, 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皆是一惊。 他俩一个没感受到灵力, 一个没感受到气息和心跳, 就连帅帅鸭也毫无察觉。 故连忙转身, 林小璐更是在转身的过程中一把抽出大根青铜器。 此刻的少年少女皆是如临大敌, 而他们的面前则站着一个抱着胳膊, 身穿灰色长裙的中年女子。 女子身段极好, 五官也甚是精致, 却异常冰冷, 显得死气沉沉, 仿佛一具冰冷的尸体。 双眼更是不含一丝生气的死灰色, 身体周围则飘舞着不断化作灰烬的五代, 显得异常神秘诡异。 此刻, 女人看着面前的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 死灰色的瞳孔在帅帅鸭和大根青铜器上略微停留了一下, 随后不知想到了什么, 毫无色彩的薄唇微微一翘。 这位大姐您好, 请问您就是我们的喷? 啊, 林小璐礼貌的话刚说到一半, 忽然就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 一屁股跌坐在地, 鼻子直接就躺出了鼻血, 一身刀枪不入的体质更是如同纸壶的一样, 完全不起作用。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也梦了, 她都没反应过来。 你, 你干嘛打我? 林小璐捂着血流不止的鼻子, 愤怒地看着女人。 女人冷声一笑, 本座看你不顺眼。 说完, 女人一个闪身从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中间穿过, 飞入深坑之中, 同时声音冰冷道, 你二人且随我来。 深坑底部, 一座空旷的大殿中, 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坐在两张凳子上, 看着面前冰凉高冷的女人。 女人名叫洛乌静, 是双将系的系主, 今后便是他们的师长。 你俩大致的情况本座算是了解了。 洛乌静端坐在一张椅子上, 查看着桌上的花名册道, 上官哈密瓜。 你爹娘为何给你取这个名字? 听到洛乌静喊上官的名字, 林小璐乐出了声, 上官哈密瓜汹汹地瞪了他一眼, 随后对洛乌静尊敬道, 回系主, 我娘是因为生我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哈密瓜, 所以才给我取这个名字。 洛乌静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本座看了你的修为, 还不错, 磨到灵法修炼得很扎实。 说完, 他和上花名册, 冰冷地看向林小璐, 林小璐, 对吧, 册子上说, 你是原鹰妖兽之体, 然后练有一些奇怪的手段, 还带了一只鸭子说着, 他看了眼帅帅鸭, 帅帅鸭握在林小璐怀里, 抱着脑袋一声不吭, 明显是在认怂, 我是一名舞者。 林小璐解释, 随便你是什么? 你哪怕不是人都可以, 本座并不关心。 林小璐, 洛乌静继续开口道, 仲尼先生提倡, 有教无类, 你来这里没有问题, 只是你不是修仙者, 本座可能没什么好教你的, 修仙界的灵气虽然比下界浓郁得多, 但对你也没什么帮助, 你要有心理准备。 另外, 洛乌静停顿了一下, 用死灰似的瞳孔看着林小璐, 面无表情道, 你平时最好低调一些, 本座看你不顺眼, 明白吗林小璐?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 也疑惑地看了看林小璐, 有些不明所以。 洛大姐, 我能知道, 您为什么看我不顺眼吗? 林小璐迟疑着询问, 脸上也写满了悲状。 本座跟你师父有过节? 洛乌静回答, 听到原因, 出过节压场中, 洛乌静往椅背上一躺, 抱着胳膊, 高冷地看着林小璐道, 他不愿取本座为妻。 林小璐, 帅帅鸭, 上官哈密瓜。 宫殿中, 洛乌静没在搭理林小璐, 抬手敲了下桌子, 不久, 殿中便瞬间出现一道人影。 范英见过洛前辈, 一位身穿白色长裙, 气质出尘的女子, 对着洛乌静恭敬拜见。 而洛乌静则面无表情地说道, 阿英, 这两个小家伙就分给你的酒班, 一会儿, 你带他们去洞府。 说完, 洛乌静便不再废话, 直接化作灰烬消失。 郁闷的林小璐, 猛逼的帅帅鸭, 以及强行镇定的上官哈密瓜, 见他消失不见, 便看向起身的白衣女子。 而白衣女子也同样看向了他们, 并和善笑道, 你们就是最后一批学生吧, 你们好, 我叫范英, 原英静修士, 今后就是你们的班主了, 我代表酒班欢迎你们。 永远不会有黑夜的金黄色天空下, 林小璐抱着帅帅鸭, 跟着面前看不出年纪的女子, 路过一间间宅院。 她心头郁闷, 毕竟洛乌静看起来就不是好惹的人, 而且对自己有意见, 自己未来的一年, 估计不好过了。 奶奶的, 早知道就不来了。 老大, 你可真是害死你徒弟了。 现在所有的学生, 几乎都在自己的屋子里修行, 你们今天先休息一下, 明天咱们班就会集合, 到时候, 你们就可以认识其他人了。 相比于落无尽的冰冷, 眼前的范英倒是显得非常热情大方, 没有丝毫架子, 给人的压迫感也少了许多。 班主, 我们今后会在学院里学些什么上官哈密瓜好奇询问? 这个暂时还不太清楚。 范英笑道, 听说每一系的系主会给学生们准备相对凡间来说更加高级的灵法, 让大家更好地吸收修仙界的灵气提升修为, 然后学院还会经常带大家去一些秘境寻找机缘, 所以战斗厮杀什么的估计也会有很多。 因此, 你们来了这里以后一定要努力修行,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机缘。 范英似乎是个很热情的人, 笑着嘱咐道, 在学院, 没有允许你们不可以私自离开, 也不能去其他系, 要去的话必须要经过系主同意。 毕竟三千世界的学生足足有一万两千多人, 其中挣到弟子不少, 但邪魔妖鬼佛的也有很多, 鱼龙混杂, 彼此免不了私自斗殴。 而学院虽然不允许学生厮杀, 但也会有专门决斗的地方, 只要牵下生死状, 在那里就生死个安天命了。 闻言, 上官哈密瓜没什么反应, 他自己就是魔头, 因此没什么好怕的。 林小璐更加没放在心上, 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 比如眼前这个范英班主, 就不一定能打过他。 当然, 落雾镜他是不敢招惹的。 那女人神鬼莫测的一击, 让林小璐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走过一道山林小坡, 来到一处挂满植被藤蔓的碧绿小桥, 范英便笑着对二人抬手一指。 那, 咱们班的地盘, 只剩下三个空的院子了, 挨在一起, 里面的家具也几乎都有, 你俩今后就住这儿吧。 林小璐看了眼桥头一排排的小宅院, 觉得还不错。 接着, 范英分别给了林小璐和哈密瓜 各自一枚玉佩。 有什么事情, 德花点玉佩三下, 我就会顺一过来。 多谢班主。 谢谢班主大姐。 范英温和地笑了笑, 随即消失。 碧绿的桥上, 林小璐打量着手中洁白透亮的玉佩, 嘀咕道, 这个班主还不错, 不像那个落无尽, 一言不合就动手打我, 真是过分。 上官哈密瓜打量了一圈周围环境, 然后指了指靠最外边的院子, 我要外边那间。 林小璐瞅了瞅, 发现上官哈密瓜要的是最边上的那间, 旁边是山道, 没有人。 他也没多想, 便选择挨在上官哈密瓜旁边那间, 玩了自己旁边还有个小院, 只不过是空的, 空的院子在旁边就是住着人的宅院了。 林小璐还挺期待的, 他没见过其他世界的人, 因此有些好奇别的世界人会长什么样。 桥上, 上官哈密瓜见他在那发愣, 跳起来踢了一脚他的屁股, 别傻站着了, 走了。 哦, 好。 俩人来到桥头分开, 各自进了古色古香的小庭院, 打量起了里面的环境。 院子的环境还挺不错的, 每个院子中都栽种着一棵叫不出名字的参天大树, 然后院子与院子之间也有围墙隔开。 唯一令林小璐遗憾的是, 屋子里没有床, 只有打坐用的铺垫和休闲用的凉椅。 不过也能理解, 毕竟这是给修饰住的屋子, 不需要床榻, 只是苦了自己, 看来自己以后要在凉椅上练折龙睡单弓了。 抱着帅帅鸭, 在小院里来回打量一圈, 颇为满意的他便在院中的凉椅上躺下, 撸着帅帅鸭的毛, 惬意地打了个哈欠。 也不知道妹妹现在怎么样了, 自己有矮冬瓜培, 无垢也和阿姨在一起, 小月儿会不会害怕啊? 她躺在摇椅上, 看着头顶金黄色的天空, 一时间颇有些担忧, 似乎是察觉到了她的心事, 握在她肚皮上的帅帅鸭, 看了她一眼, 随后嘎嘎开口道, 老大, 我想去找我家先生。 你知道她在学院哪里吗? 林小璐问。 帅帅鸭点头, 能敢知道? 老大, 我可以带一进去找我家先生, 看看她能不能看出点啥, 顺便让她给你和月儿姐开个小灶, 多照顾你俩一下。 嗯哼, 这感情好, 你一个鸭去马, 会不会有危险帅帅鸭摇头? 老大你放心, 我家先生就在岛上, 我有危险, 他立刻就会出来, 我大概要去个几天, 然后再回来找你。 文言, 林小璐便点头同意。 对于帅帅鸭她还是很放心的, 这家伙虽然弱, 但却老奸巨滑得很, 自己确实不用担心, 故直接抬手一甩, 把帅帅鸭扑腾扑腾地甩飞。 你早点回来, 知道了老大。 与此同时, 学院某座深山的小院中, 穿着裙子的小月儿, 躺在一摇一摇的两椅上, 惬意地甩着小脚, 周围则横七竖八躺着四个少年。 打人也不知道, 会不会被班主骂。 小月嘀咕了一声, 然后看向最近的一位正在科学的少年, 都说了, 不想和你们搭伙结派, 怎么就听不懂呢? 非得来招惹我, 还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们是以为我年纪小好欺负吗? 说着, 他抬起手, 冲着少年一握。 咔嚓! 一声脆响, 少年的身躯直接被一张无形的大手握住, 肩膀骨骼瞬间粉碎, 整个人惨叫一声后, 便直接痛晕了过去。 其他三人见到这一幕, 顿时吓得一哆嗦, 其中一人更是强忍痛意起身, 对着小月儿就是一败。 这位道友, 是我们不识相, 今后我们愿以您马首是瞻。 还望道友开恩, 放过服软的话语还未说完, 下一秒, 这名少年便轰得一声飞出小院, 并在空中吐出一大口鲜红, 洋洋洒洒地落下一层血雾。 我不需要任何小弟。 小月儿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看着余下两个京剧的少年可爱一笑。 这是第一次, 今后你们要是再来招惹我, 我就把你们剁碎了, 喂大肥猪。 另外一边, 阿姨坐在参天大树之下, 左右手各抓着一只鸡腿, 一口一口吃的贼香。 无垢则在旁边, 老神在在坐着念经, 显得非常安静。 一棵翠绿的大树, 树下一个瞎子, 一个和尚, 一个胡吃海塞, 一个念经诵佛, 画面一时间倒是显得有些浪漫。 可没过多久, 就有声音响起。 哥们儿, 你吃了啥呀? 这么像阿姨吃鸡腿的动作一停, 扭头面向一旁的院墙, 院墙上正趴着一个只有一只胳膊的少年, 目光炯炯地望着他。 阿姨愣了一下, 然后猛地把嘴巴长大, 一口将两只鸡腿全部吞下, 接着冲着独臂少年一摊手, 鼓着脸含糊不轻道, 我吃完了, 没有了。 少年? 树下盘腿做得无垢睁开双眼, 叹了口气道, 阿姨施主要学会与人分享。 阿姨脑瓜之腰, 天上没有鸡腿, 吃完了就没有了, 除非鹿哥来, 不然我才不分。 无垢。 相比于小月, 无垢, 阿姨等人的遭遇, 林小璐这边倒是很安静, 似乎是他和上官哈密瓜的小院 都处于最边上的缘故, 因此, 一直没有其他世界的少年来找他们。 不过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 当林小璐在院中两椅上呼呼大睡, 上官哈密瓜也在自己屋子里打坐修行的时候, 一身白色长裙的范鹰 再次出现在院外的翠绿石桥上, 并带着一个有些奇怪的姑娘。 这个姑娘个子不高, 和上官哈密瓜不相上下, 有一双金黄色的大眼睛, 又圆又大又金, 脑袋上扎着两个锤到腰部的粗大马尾便, 身上穿着金灿灿的盔甲, 然后还扛着一个比他人还巨大的铜色大铁锤, 看起来非常奇怪。 尤其当他扛着大铁锤走路的时候, 两根粗粗的马尾便便会一颤一颤地, 滑稽地不行。 真没想到今天居然还有人来报到, 而且也是分在我们酒班。 范鹰看着面前怪模怪样的少女, 笑道, 院子刚好还有一间, 也是咱们双将戏最后一间房了, 诸葛同学, 你自己过去住吧, 哦对了, 五个时辰以后要去酒班学堂集合的, 我要和你们大家都好好认识一下。 哦哦, 谢谢班主, 点凝添麻烦了。 少女很有礼貌地鞠躬, 范鹰见此微微一笑, 觉得这奇怪的小女孩好乖, 随后原地消失。 见班主走了, 少女便扛着大铁锤, 双马尾一颤一颤, 一晃一晃, 一甩一甩地走向自己的小院。 过了碧绿桥头, 从上关哈密瓜的小院经过, 发现院子里空荡荡地没人, 少女也没多想, 继续往前走。 很快, 她就来到了林小璐的小院前, 并一眼看到, 躺在摇椅上打呼噜的林小璐。 见到人, 扛着大铁锤的少女愣了一下, 金黄色的大眼睛更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林小璐, 充满了好奇。 这就是其他世界的人吗? 以这个少年怎么在睡觉修仙者, 不是不睡觉的吗? 难不成, 他跟自己一样, 也是舞者, 生平第一次见到同龄舞者的少女愣了一下, 而愣着愣着, 他的脸颊就鼓了起来。 他生气了, 舞者应该要抓紧一切时间锻炼身体, 怎么能睡大觉? 这样子, 舞者什么时候才能超过修仙者? 怪不得舞到这么没落, 原来其他世界的舞者这么懒。 性格有点奇怪的少女, 扛着大铁锤就走了进去, 大踏步来到林小璐面前, 然后对着他呼呼大睡的脸, 举起大铁锤。 他要用自己的这把勇士之锤, 轻轻敲醒这名男孩子的心灵, 让他知道懒惰是不对的, 人要积极勇敢地挑战一切。 醒来吧! 少年! 蛤! 略显简陋的房屋中, 正在打坐的上官哈密瓜, 忽然听到一声惨叫。 他吓了一跳, 睁开双眼后, 整个人变化作一道黑光飞出屋子, 然后, 他就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只见隔壁林小璐的院子里, 一个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小姑娘, 正被嗷嗷大叫的林小璐, 单手锁住喉咙, 举起来一个罐摔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一下力道极大, 即便是上官哈密瓜都看得一惊。 还好修仙界的地面似乎特别结实, 这姑娘被林小璐这么摔地都没练。 你干嘛捶我? 院中, 林小璐气愤地大喊。 我要拯救你! 迷途的少年! 少女的脑瓜被按在地上, 红着脸直叫。 我救你大眼! 气急败坏的林小璐一把抓起姑娘的小短腿, 连人带锤将她甩飞到高空, 然后挥手一记辐射刀将她斩落。 啊, 姑娘的惨叫声在空中拉得好长好长。 玄庭在空中的上官哈密瓜, 看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特么都是些什么鬼。 一段时间之后, 我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捶你是我不对。 不过你, 稍微打两下就成了, 怎么能打我打得这么狠? 小院内, 少女捂着被打肿的眼睛, 用仅剩一只的金色眼睛看着林小璐。 咬牙切齿道, 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走把你的盔甲, 铁锤, 还有钱全部留下。 林小璐愤怒地大喊, 你知道你在我练功的时候, 一锤子砸下来, 会对我有多大的伤害吗? 我差点走火入魔。 我又不知道你在练功。 再说了, 哪有人睡觉练功的, 这世间根本没有这种武功。 怎么没有, 你仅比只娃懂个毛。 你有毛嘛, 一根都没有, 还学别人讲武功, 上官, 拉脱使给他看看, 让他见识见识。 院内, 看着两人不断争吵, 且越变越凶, 上官哈密瓜, 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他无奈地拉了一下林小璐, 示意他先闭嘴, 然后看着怪模怪样的少女道, 你是其他世界来的修士少女捂着眼睛,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看了看林小璐, 又看了看上官哈密瓜, 然后抬起铁锤一指林小璐, 气呼呼地说道, 你是我见过最强的舞者, 今天是我不对, 不过, 你一共打了我十三次, 我期间还跟你道歉解释了, 你还继续欺负我,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等着, 我诸葛丹, 以后一定刻苦锻炼, 然后打败你。 说完, 少女便扛起大铁锤, 两个大辫子一颤一颤地离开, 看着奇怪少女离开的背影, 林小璐气呼呼地嘀咕, 哼, 果然个子矮的女孩都奇奇怪怪的, 个儿不高, 脾气倒是不小。 上官哈密瓜文言一愣, 随后看了看林小璐, 然后跳起来给了他一记上勾拳, 你特么刚才叫谁拉屎, 老娘给你打出屎, 蛤? 所以修仙, 修着修着, 就掀了, 几个时辰的时间一会儿过, 上官哈密瓜在自己的房间内打坐, 脑海中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换他在半个时辰之内到酒班的学堂集合, 且在其脑海中布下了路线图。 少女睁开双眼, 知道这是范英班主在用神识给自己传递, 故直接起身。 轻车熟路地来到隔壁小院, 见林小璐还在睡觉, 上去甩起小手给了他一巴掌, 将他抽醒, 起床上学了。 说完, 上官哈密瓜便从那戒里掏出一枚洗尘丹, 林小璐嘴里, 拉着还没睡醒的他出了院子。 上官, 我这一觉睡得真香。 林小璐打着哈欠, 被上官哈密瓜牵着, 一边走一边左右, 欣赏着周围的环境。 远远的, 他看见一些少年少女, 正和自己一样, 像学堂行去。 你快点, 别瞎看。 上官哈密瓜不耐烦地吐槽道, 老娘怎么感觉, 带着你跟带傻狗弟弟差不多? 瞎说, 我比波罗强多了好吧? 嗯, 你瞅啥话说到一半的林小璐, 忽然发现, 一位路过的黑衣少年在打量自己, 顿时眼珠子一瞪, 没见过这么帅的爹黑衣少年闻言一愣, 没说话, 错开目光往前面走去。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 见到这一幕顿时无奈。 这家伙是真不怕死啊。 即便是自己这样的魔头, 在这种陌生环境下, 也会知道那脸低调一下。 等摸清楚其他人的底细再说, 你倒好, 居然这么嚣张, 别人看你一眼, 你就要呛回去。 这个熟悉的少女声响起。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少女扛铁锤妈死变态。 双马尾铁锤少女从他二人身边走过, 并用那双金光闪闪的大眼睛瞪了林小璐一眼, 随后哼的一声扭头离开。 上官哈密瓜, 真特么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原来舞者都这么勇的吗? 为啥感觉在他们眼里, 自己这些修仙者反而像是弱势群体, 把自己一个魔头都给搞不会了。 此刻, 绿柳成荫的街道中, 整个双将戏的少年少女已经全部出动, 纷纷往自己的学堂班级赶去, 让整个深坑都显得热闹了许多, 不像先前那么荒凉。 但这帮少年少女彼此之间却很少有交流, 大部分都是冷着脸, 一边偷偷打量其他人, 一边往自己的学堂赶。 人在一乡, 大部分人都在心里留着一丝警惕, 除了几个别人。 不久, 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来到一处颇为宽敞的宅院, 里面有一处明亮雅致的小宫殿, 牌匾上述一个九字。 这会儿, 宫殿内已经进了不少人, 里面摆放着50个打坐用的铺垫, 酒班的新生进来后也是随便下座, 但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来得比较晚, 现在这50个铺垫已经被人坐得七七八八, 并且没有两个连起来的位置, 这意味着他二人注定了要分开坐。 对此, 林小璐丝毫没有什么想法,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还有好的跟左右两边人笑笑, 而上官哈密瓜就有些梦了, 因为这个班内基本都是男的, 女孩寥寥无几, 此刻店中剩下的几个位置, 两边挨着的都是少年。 面对不认识的人, 尤其是男的, 这位魔刀大小姐顿时有些不乐意, 瞪了一眼, 已经老神在在坐下的林小璐。 她犹豫了一会儿, 随后深吸一口气, 往就近的空位走去, 结果看到, 那个空位边上有个男的正上下打量自己, 一边打量还一边舔舌头。 这家伙的舌头上还镶着亮晶晶的东西, 只看了一眼, 上官哈密瓜就差点没吐出来。 郁闷的大小姐停下脚步, 扭头来到林小璐旁边, 并看向她身旁一位金发闭眼的修士。 这位修士左边是林小璐, 右边是带着大铁锤的诸葛丹。 一边是林小璐, 一边是女孩, 上官哈密瓜觉得不错。 她小手一挥, 喝道, 去其他位置。 刚坐下, 屁股还没捂热的金发修士一愣, 随后猛逼地用神舟语道, 为什么上官哈密瓜懒得跟她废话, 甩手将一把极品零食砸她脸上, 而这修士被砸后立刻没开眼笑, 捡起零食就跑。 才可通神, 这是上官家的一贯作风。 然而, 上官哈密瓜开心地刚准备坐下, 一道冰冷的声音忽然在学堂中响起, 这位姑娘, 你是在嫌弃本公子吗上官哈密瓜? 安静的学堂中, 低调的学生们纷纷抬起头, 看向场中一位站起身的少年。 这名少年皮肤有黑, 身上, 舌头上, 脸上, 镶满了大大小小的灵精, 此刻正眼神完卫地看着上官哈密瓜。 而随后, 他就对那位收了零食, 准备坐在自己旁边的少年威胁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坐本公子旁边, 滚。 金发闭眼的少年, 看了看这名少年, 并没有因为被骂而生气, 他想了一下, 然后去了其他空位。 他并不是害怕, 毕竟也是一方世界的顶级天骄, 只是他明白, 修仙者学院这种地方, 卧虎藏龙, 自己出来乍到的, 还是尽量不要与人发生争执, 小心使得万年传才是王道, 所以他哪怕失了面子, 也要苟着。 而这也是大部分少年的想法, 大家都是各方世界的天骄, 几乎没有蠢人, 除了极个别对自己非常自信的人以外, 大部分人不会在第一天就惹事。 眼下, 这名主动惹事的湘金少年, 就被全场的少年少女们冷眼看着。 湘金少年倒也不惧, 宜然自得地看着上官哈密瓜, 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他的娃娃脸, 笑道, 怎么不说话, 是害怕了吗? 过来, 坐本公子边上, 本公子就放过你。 上官哈密瓜文言愣了愣, 随后看着这少年的双眼微微一眯。 刚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修仙界, 他也想低调一些, 观察一下周围人的实力, 如无必要, 他并不想惹事, 但这并不代表他就真的不敢惹。 魔道上官可从来没有真正怕过谁。 学堂内, 上官哈密瓜面无表情地站起, 美目冰冷地看着少年, 其他同学也安静看着他, 和着舌头相惊的家伙, 相助的意思。 诸葛丹疑惑地看了看上官哈密瓜, 然后又看了看自己旁边正在打哈欠的林小璐。 迟疑了一下, 小声对林小璐道, 喂, 你朋友被欺负了? 你作为男孩子不是应该出头的吗? 何况你还是个武者? 林小璐白了他一眼, 哼道, 我困。 诸葛丹。 面对林小璐的回答, 诸葛丹心中深深地鄙视了一下, 他觉得, 这家伙空有强大如魔神的武力, 但却没有一颗勇敢的心, 自己的好朋友被欺负都不敢出头, 算什么英雄好汉, 真是个不合格的男性。 当然他并不知道, 林小璐不起身, 是因为觉得上官哈密瓜可以自己解决。 作为魔道大小姐, 上官哈密瓜并不是个花瓶, 他的硬实力比阿姨差不了多少。 此刻, 学堂讲台之下, 上官哈密瓜看着不断打量自己的少年, 心里起了一丝深深的厌恶。 而少年, 见他脸色越来越冷, 却是丝毫不惧, 反而越发开始肆无忌惮。 他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 会给他足够的刺激。 看台上, 他继续盯着上官哈密瓜笑道, 本公子在问你话, 你居然冷着脸瞪我? 你是来自哪个世界的, 这么不知李树此话一出? 上官哈密瓜巴长大的小脸, 顿时阴沉到了极致。 其他的学生们, 也目不转睛地看着。 这是一个绝佳观察其他世界人实力的机会, 而结果也的确没让他们失望。 下一秒, 上官哈密瓜就直接动手了, 一瞬间, 学堂内魔气冲天。 今天是修仙者学院第一天正式开学的日子。 被厚土之主洛无尽任命为班主的范英很高兴。 他在修仙界实力低微, 虽然出生在这里, 但天赋着实一般, 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加上修仙界浓郁的灵力, 才一步一步成为了原因进修士。 因此, 第一次带学生的他, 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带自己的学生好好相处, 在学院里做出成绩, 获得洛前辈和孔先生的赏识。 然而理想很美好, 现实却很骨感。 当他整装待发, 带着笑容来到自己的酒班后, 他就直接梦了。 开学第一天, 一个看起来好乖好可爱的女学生, 就将一个男学生的眼珠子给挖了出来, 还特么给踩烂了。 修仙者学院开学的第一天, 学院的疗伤店就变得人满为患, 无数身受重伤, 奄奄一息的学生被送到这里, 满店都是哀嚎, 满场都是残肢断壁, 血腥程度犹如地狱, 将负责疗伤的先生们弄得焦头烂额。 一万两千人的学院, 因为厮杀摩擦, 一大早就送来了足足上百号人, 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几乎每个班都有重伤之人, 其中更是有一个学生, 在被班主发现的时候便已经死亡。 齐龙同学已经被送去了疗伤店, 我在这里说一下, 今后班里不允许再出现私斗, 上官同学, 你下手太狠了, 这次看在是齐龙同学先挑的事, 我就不再追究, 不过以后不许再这么干了。 学堂内, 心力焦脆的范英对下方49名学生举行着开学演讲, 而上官哈密瓜则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他已经很给面子了, 要是在凡间, 那色鬼早就被他磨成烂泥了, 能活着就已经是自己大发慈悲了。 听着班主在台上讲话, 少女看了看一旁的林小璐, 见这家伙老神在在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顿时气得不行。 好家伙, 合着妹妹叫自己照顾你, 你就真让自己照顾你了, 老娘被调戏的时候, 你站都不站起来一下, 然后老娘挖那杀笔眼珠子的时候, 你在旁边拍手, 真特么是个人才。 一肚子火得上官哈密瓜, 狠狠瞪了林小璐一眼, 然后扭过头, 不再搭理他。 下面大家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让同学们都认识你。 课堂上, 范英笑着对同学们说道, 为了让大家能够快速认识, 今后和睦相处, 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下自己, 就比如班主我。 我叫范英, 修仙界无量变弟子, 袁英靖, 今年85岁。 说完, 每位同学自告奋勇一下所有人。 班内, 少年少女们没有一个人举手, 更没有人起身, 气氛一时间显得尴尬无比。 谁都不想最早暴露自己。 而在范英这样的原音镜面前撒谎, 也很容易被发现, 因此, 没有人愿意做出头鸟。 一时间, 学堂内要多尴尬, 有多尴尬。 林小璐见范英热情微笑的脸都笑将了, 也没人愿意起身, 便叹了口气, 打算给她个面子, 上去讲两句, 可她还没来得及动, 扛着大铁锤的少女忽然率先起身。 班主, 我来做第一个吧。 范英见有人响应, 立刻开心地鼓掌道, 有女同学自告奋勇,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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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沥沥地几道掌声响起, 那画面, 尴尬地让人不忍直视。 诸葛丹扛着大铁锤走上讲台, 然后将大铁锤放下, 看着面前的一众少年少女, 声音响亮道, 大家好, 我叫诸葛丹, 是遥光界灵溪宗的弟子, 我不是修士, 是一名习武之人, 现在的境界等同于杰丹, 我的特长是锤人, 谢谢大家。 说完, 诸葛丹便扛起大铁锤, 一颤一颤, 甩着马尾下台, 路过林小路的时候, 还要舞杨威看了他一眼, 金黄色的大眼睛仿佛在说, 胆小鬼, 自我介绍, 还要排在女孩子后面, 别练舞了, 休先吧。 第一位女生自我介绍完, 范英立刻带领大家鼓起了掌, 然后再次问有没有人自告奋勇, 然而依旧没有什么响应, 而当林小路想要起身时,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忽然站了起来, 他一起来, 全班四十多双眼睛全都看向了他, 刚才他和那名叫骑龙的少年交手, 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灵力充盈, 手段很辣, 此刻的他在这些少年, 心里已经被排入了强者的位置, 堪称万众瞩目的目光中, 上官哈密瓜仿佛一个骄傲的女王走上台, 然后看着跟自己差不多高的讲台皱了皱眉, 随后直接飞起, 悬停在半空, 然后抱着胳膊, 居高临下的哼道, 老娘是思南界上官家的长女, 父姓上官, 以后你们叫老娘上官就行, 修为是杰丹静, 刚才教训那个宰种你们也都看见了, 今后有哪个不服气的都可以来找老娘, 说完, 他便从空中落下, 坐回到林小路和诸葛丹中间的铺垫上, 面对上官哈密瓜霸气外露的自我介绍, 范英苦笑了一下, 一脸尴尬道, 看得出上官同学也是很有活力的同学呢, 下面台下, 林小路以为又要自告奋勇了, 于是便准备起身, 谁知范英忽然改口, 对所有人笑道, 大家似乎都很腼腆, 到现在为止都是姑娘上来自我介绍, 那这样的话, 班主我就直接点名了, 来, 这位同学, 从你开始, 依次来自我介绍, 林小路, 讲台上, 一名又一名少年少女上台自我介绍, 猛逼的林小路也只好专注地看着, 她发现这些同学基本都是杰丹静, 年纪也确实都不大, 不过目前给她的感受下来, 好像没有一个是上官哈密瓜的对手, 最多也就是接近她, 这么看的话, 那自己妹妹应该是属于很牛逼的了, 而自己则更加牛逼, 这个结论不禁让林小路心情大好, 场中, 一段无聊的时间过后, 少年少女们依次介绍完毕, 终于轮到了林小路, 上官哈密瓜和诸葛丹也一同看向了她, 已经自认无敌的林小路嘴角一歪, 背着手, 大摇大摆地走上讲台, 然后看了看满场的少年少女, 语气和蔼可敬地笑道, 大家好, 我叫林小路, 我来自斯南界, 是峨眉夏医院掌门, 以德夫人帮的帮主, 目前的境界是老牛逼近, 今后的一年时间里, 请大家跟我好好相处, 不要不失台局, 谢谢大家, 所有人, 台下, 上官哈密瓜, 听到这嚣张到炸裂的自我介绍后, 直接就猛了, 然后啪, 德医生, 伸手捂住了脸, 林小路的初登场, 就把修仙者学院双将系全体9班的学生镇住了, 毕竟他是如此的趾高气扬, 如此的理所当然, 气场相当强劲, 猛一瞧, 确实挺唬人的, 就连班主范英, 都被他惊人的气势镇住, 他虽然是第一次做班主, 但刚才大伙的自我介绍都很正常, 个别嚣张一些的, 比如上官哈密瓜, 也都还在能够理解的范围内, 可林小路就不同了,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要求全体同学和我好好相处的, 这是何等霸气的自我介绍啊, 之前比较正常的学生, 一般也都是说我会好好和大家相处, 或是我会积极融入大家之类的话, 可他这, 场中, 学生们一个个张着嘴, 面面相去, 他们当中不乏心高气傲之辈, 但也有些拿不准林小路的实力, 因此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有上官哈密瓜旁边的诸葛丹点了点头, 用极低的声音道, 这还像个舞者的样子, 而且, 这家伙的实力确实深不可测, 他这么说也没毛病, 上官哈密瓜文言, 瞅了瞅这丫头, 然后翻了个白眼, 这帮练舞的, 都是这样的吗, 一个个自信的, 简直要乍天, 上官哈密瓜不知道的是, 同样的事情, 此时也发生在其他地方, 修仙者学院, 金哲戏一般, 可可爱爱的小月儿走上台, 看着台下一半都被自己抽过的少年少女们笑道, 大家好, 我叫林小玉, 今年十五岁, 一旁的班主听到这话惊讶了一下, 这孩子才十五岁, 全学院的少年里, 他应该是最小的了吧, 台上, 小月儿俯看着所有低下头的少年, 继续笑道, 我来自四南界的峨眉, 是以德夫人帮的二当家, 我哥哥也在学院里, 他很强的, 可以灭了你们所有人, 所以大家今后见到, 我都不要惹我, 把我当成娘亲就好, 谢谢大家, 所有人, 另一边, 修仙者学院, 历秋系, 五班, 一众少年们, 听到眼前的小和尚, 只有住鸡镜, 顿时纷纷吃笑出声, 其中有一名少年, 更是面露不屑, 不是说来的, 都是各方世界的顶级天骄吗, 这秃驴, 居然只有住鸡镜, 喂, 秃驴, 你们四南界都, 这么弱的马, 台上, 无垢脸色一红, 低着头没吭声, 而旁边的大胡子班主, 刚想让大伙安静一下, 不要嘲笑同学, 结果下面, 就站起了一个瞎眼少年, 大胡子班主一愣, 这不是那个叫阿姨的同学吗, 此刻, 蒙着眼睛的阿姨, 一手拿着鸡腿在吃, 吃得极香, 一手提着根竹杖, 然后一边吃, 一边走到笑话无垢的少年面前, 少年抬起头, 疑惑地看了看蒙着眼睛的阿姨, 下一秒, 阿姨突然出手, 当着班主的面, 一剑, 将她抽飞, 下午, 学生们回到了各自的小院, 一路上也没再发生斗殴事件, 林小璐无聊地跟着上官哈密瓜走, 一边走一边跟她说话, 上官哈密瓜还在生气, 因此完全没搭理她, 上官哈密瓜是属于那种, 很喜欢钻牛脚尖, 容易生气, 然后越想越气, 一气能气几十年的小气鬼, 二人一个说, 一个走, 后面还跟着扛大铁锤的诸葛丹, 他们三的小院排在一起, 因此顺路, 此刻, 诸葛丹正好奇盯着眼前林小璐的背影, 心中充满了疑惑, 这个家伙不用吃饭的嘛, 自己是因为体内有木尊血脉, 可以从周遭的植物中摄入养分, 他是因为啥, 第一次见到其他世界的舞者, 还是比自己强的舞者, 诸葛丹充满了好奇, 不过他昨天才被林小璐揍过, 因此不想跟他说话, 这个男生讨厌死了, 虽然有实力, 但就会欺负女孩子, 自己才不要主动跟他说话, 走过碧绿的小桥, 林小璐见上官不理自己, 心里也有了些许无聊, 想着一会儿回小院后, 出去跑个步啥的, 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而正这么想着, 前面冷着连走路的上官哈密瓜, 忽然脚下一停, 林小璐一时间没注意, 直接撞在了他背上, 扑通, 小小的上官哈密瓜, 顿时被撞到往地上一趴, 崛起圆圆的小屁股对着他, 林小璐, 诸葛丹, 上官, 画面一时间有些尴尬, 林, 小, 路, 老娘弄死你, 上官哈密瓜彻底炸了, 嗷嗷大叫着, 一把扑向林小璐, 声音中都带出了哭腔, 他真的生气了, 完全不管前方几个拦住去路的人, 而林小璐看到前方拦路的人影后, 也是一愣, 这些人中, 正站着早上被上官哈密瓜, 挖出眼珠子的骑龙, 此刻, 这家伙正愿毒的面向自己这边, 此刻的骑龙站在一群人中间, 左眼部位缠着白色的绷带, 用谨剩的毒眼, 残暴地看着桥上三人, 面对着少年充满爱的目光, 林小璐并未觉得有何不妥, 他拍了一下上官哈密瓜的脑瓜, 把愤怒的少女拍停, 随后挪了弩嘴, 上官, 他们好像是来找你的, 上官哈密瓜眼眶红红地瞪了他一眼, 丢下一句, 待会儿再跟你算账, 便转向了面前几人, 抱着胳膊冷笑, 早上挖你一颗眼球还不够, 还想让老娘挖你第二颗骑龙文言恐惧了一下, 而随后恐惧就被愤怒打碎, 整个人气得直哆嗦, 而他的身后还站着一个同样相满灵精的男子, 男子的容貌跟他很像, 但气势要比他浑厚许多, 周围几名少年看着人的目光也都带着一丝巨矣, 此刻, 这名男子往骑龙身旁一站, 皮笑若不笑地看向上官哈密瓜, 就是你, 挖了我弟弟一只眼上官哈密瓜冷哼, 是又怎么样男子笑了笑, 继续对上官哈密瓜说道, 我是四班的齐寒, 是四班最强的修士, 姑娘, 你知道你会有什么下场吗? 应该庆幸, 我在学院里不能直接杀你, 听到威胁的话语, 上官哈密瓜小嘴一撇, 哼哼, 接下来的时间中, 上官哈密瓜就和面前一众四班的修士, 开始互喷放狠话, 林小璐和诸葛丹则在后面无聊地看着, 原本林小璐是打算直接走, 让上官哈密瓜自己解决的, 可对方人好像有点多, 足足有五个结单进修士, 然后那个齐寒好像还有点东西, 因此他才留下看着, 诸葛丹扛着大铁锤也跟在他旁边, 影响还不错, 对方人多欺负一个女孩子, 他自己作为舞者, 肯定要路见不平一下, 场中, 上官哈密瓜和对方骂了一阵, 终于撸起袖子, 甩着白白的小胳膊准备动手, 诸葛丹扛着铁锤想去帮忙, 却被林小璐拦了下来, 诸葛丹, 你的实力也就结单近左右, 都不一定是矮冬瓜的对手, 别给他添乱, 诸葛丹闻言气得一愣, 美好气瞪了林小璐一眼, 这家伙好讨厌啊, 居然小看自己, 碧绿的桥下, 上官哈密瓜已经和面前五人对轰在了一起, 林法乱飞, 声势浩大, 林小璐则略显无聊地看着, 坦白说, 圆英镜以下的战斗已经很难让他提起兴趣了, 虽然修饰之间打架会特别好看, 流光一彩五光十色地像放烟花一样, 但他知道, 这种圆英以下的林法打在自己身上, 根本就是不疼不痒, 用他的话来说, 那就是华丽却没有拳拳到肉的张力感, 这会儿, 他就看着天空中被五人联手压制住的上官哈密瓜, 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太无聊了, 就会互相发光对轰, 金刚, 斑将印, 轰, 一道巨大的灵咒轰在上官哈密瓜身上, 直接将他矮小的身体轰飞落地, 他落地后连退束步, 小巧玲珑的娃娃脸变得有些凝重, 捂着胸口喘息着不停, 眼前这名叫齐寒的少年确实不俗, 但和自己也还有点差距, 如果是一对一, 自己受点伤拿下他倒也没啥问题, 可他毕竟还有四个结单, 少年帮忙, 这就有点扛不住了, 毕竟学院里的人每一个都是一方世界的顶级天骄, 都有些特殊的才华, 看着不远处满脸愿毒瞪着自己的独眼龙齐龙, 上官哈密瓜再次感到一阵反胃, 林小璐, 他冷着脸喊了一声, 身后, 穿着道袍的林小璐猛逼道, 你不跟他们打了不打了, 再打下去, 老娘得挨揍, 上官哈密瓜扭头看向他, 同时小短手一指, 你来抽他们, 哦, 好, 林小璐点了点头, 然后走到上官哈密瓜身边, 抬头看着天上的五个少年身影, 你们下来一下, 我要抽你们, 天空之中, 齐寒看着身上毫无灵力的林小璐冷笑一声, 随后一个顺身带着呼啸的风声俯冲下来, 而他旁边的四人也一同落下, 齐刷刷施展手段, 远处的诸葛丹见到这一幕吓了一跳, 即便他知道林小璐很强, 但面对五名劫单镜的联手进攻, 还是让他觉得有些惊恐, 然而下一刻, 更惊恐的一幕出现, 只见林小璐面对五名修饰的联手攻击, 身躯一颤, 下一秒直接化作五道一斗一斗的残影, 一时间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分别对上了五人, 那画面仿佛出现了五个林小璐一样, 而下一秒, 五个林小璐就同时展开不同的动作, 平静且温柔的迎敌, 八级, 铁山靠, 太极, 斑蓝锤, 八卦, 三船长, 心意, 展翅吧, 李三角, 猛龙白尾, 诸葛丹猛逼了, 看着少年的背影和少年脚下晕厥的五人, 彻底猛逼了, 金色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 眼神中满是不敢相信, 现在的他终于明白, 昨天这少年揍自己的时候, 是真的留了手, 这家伙要是真全力揍自己, 自己的天灵盖都能被他掀了, 场中, 林小璐看了看脚下五名修杰, 甩了甩手腕, 对一旁的上官哈密瓜笑道, 怎么样上官, 我厉不厉害上官哈密瓜翻了个白眼, 然后从那戒里取出一只弹弓法器, 瞎了一只眼的骑龙早就跑了, 他也懒得再管, 反正明天, 在学堂还能看到他, 到时候再收拾他, 现在自己要给面前这几人一个教训, 少女拿着弹弓, 走到晕倒趴在地上的齐寒身边, 一脚将他踢翻过来, 让他仰面朝天, 然后, 少女在弹弓里装上一枚钢球, 上官哈密瓜挨个将五名修士的裤装射爆, 每当有人惨叫着醒来他, 就用法宝小皮靴将其踢晕, 一番操作行云流水丝滑无比, 一看就是有经过大量的练习, 不久, 五人全部被废, 一个个仰天在地上躺着, 漆黑的裤裆中生着鸟鸟青烟, 好了, 搞定, 上官哈密瓜高兴地吹了吹弹弓上的灰, 随后转身, 也不知是不是还在生林小鹿将自己撞倒的事, 当他看向林小鹿后, 美丽的双眼便下意识下意, 落在了林小鹿的裤裆上, 且拿着弹弓露出一副跃跃欲试的可爱模样, 面对他的目光, 林小鹿不屑地笑了笑, 随后上前温柔地握住他柔软的小手, 将弹弓和钢珠接过, 然后果断对着自己裤裆一射, 哄, 裤裆炸了, 黑烟直冒, 林小鹿插着腰刃由黑烟涌动, 大笑, 上官你省省吧, 你这玩意儿对我完全没用,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少女见状, 好看得一瞪眼, 随后撅着嘴横道, 带着裤裆冒烟的林小鹿离开, 开学第一天, 只有上午有个自我介绍的课程, 下午没课, 自由活动, 因此, 回到院子的林小鹿便没什么事了, 在外面跑了一阵后, 便躺在自己的凉椅上乘凉, 一摇一摇地, 觉得还挺惬意, 听班主翻译说, 明天开始上午都需要上各种各样的课程, 然后下午和晚上都会用来给学生们修炼, 因为修仙界的灵气要远远比凡间充盈, 所以在这里修行不需要一天十二个时辰打坐, 可以空出一上午的时间来学学各种精妙小灵法什么的, 当然, 对于他这样的舞者来说, 估计不会有太多帮助, 算了, 就当时来天上见识一下了, 小鹿是一个心很大, 且很擅长给自己找乐子的人, 他觉得虽然目前学不到什么, 但长长见识也是挺不错的, 以后回峨眉还能跟大家吹吹牛逼, 也挺好的, 碧绿的树下, 少年怡然自得地躺着, 而躺了没多久, 他就扭过头, 看向左边雪白的院墙, 墙上正趴着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少女, 用一双金灿灿的大眼睛看自己, 少年少女对望, 少年目录猛逼, 少女目录好奇, 一时间有些尴尬, 你找我有事儿林小璐问, 双马尾点了点头, 林小璐无奈地招了下手, 进来说话, 嗯嗯, 好, 诸葛丹抬腿一胯, 翻过院墙, 力索地跳下, 这就是舞者和修仙者的区别了, 虽然诸葛丹和上官哈密瓜差不多高, 但如果是上官, 凭他那条小短腿, 一定跨不过来, 说不定还会挂在墙上喊救命, 院中, 一身金色盔甲, 扎着粗粗双马尾的诸葛丹, 好奇跑过来, 然后蹲在林小璐的梁蚁身边, 眨巴着好奇的金色大眼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什么怎么做到就是你的实力, 诸葛丹歪着小脑瓜好奇道, 你是怎么变这么强的, 我自己也是舞者, 可我到了现在这一步, 就已经走不下去了, 找不到变强的路, 吃什么草药都没用, 草药林小璐一愣, 吃草药干嘛, 他看了看眼前好奇宝宝似的少女, 疑惑道, 你的实力不是靠瘦血断体吗诸葛丹, 瘦血断体怎么断, 小院内, 清风微服, 翠绿的参天大树被吹得枝叶不停飘舞, 也为这阵清风渲染出一丝淡淡的树叶香味, 林小璐躺在树下, 摸索着下巴, 看着在自己面前展示武术的少女, 目中起了一丝惊讶, 诸葛丹告诉他, 他以前从来不知道可以用瘦血来断体, 他之所以身体可以变得强壮, 都是依靠草药, 用各种非常罕见稀有的草药, 然后合理搭配在一起做药语, 忍受百草焚身之痛后就可以提升身体, 与他的瘦血断体之法完全不同, 而且, 诸葛丹似乎很厉害, 在他的世界里, 年轻一辈的修饰中, 他是真正的无敌, 没有任何同辈修饰, 可以挡得下他一锤, 那个扎着粗粗双马尾, 扛着大铁锤的小姑娘, 是不知多少修饰的噩梦, 因为他总是会愉快地抡起大锤, 轻轻敲打他们的脑壳与心灵, 以一个舞者身份, 成为修仙者中最强的天骄, 这一点非常夸张, 其背后的艰难可想而知, 简直跟林小璐的经历一模一样, 这也引起了林小璐的好奇, 哈? 一声娇和, 诸葛丹一拳轰出, 气量蔓延十几米后, 猛地炸开, 看到这一幕的林小璐眼前一亮, 诸葛丹也会二重暗尽, 场中, 诸葛丹打完一套拳, 然后晃着大辫子回到林小璐身边, 骄傲道, 这是红拳, 是一种非常刚猛的拳法, 大开大合横扫八荒, 我从小就练了, 说完, 他便冲林小璐要求道, 我演示完了, 现在该你演示了, 林小璐闻言嗡了一声, 搭在两蚁扶手上的手掌抬起, 对着天空, 然后微微一发力, 呼, 一道轻响传出, 无形的气流瞬间冲上云霄, 直入得无影无踪, 施展完自己的内力, 林小璐嘚瑟地看向少女, 刚要吹嘘一下, 诸葛丹忽然放下小脑瓜, 满脸惊讶地看着林小璐, 你居然会失传的气功, 林小璐闻言一愣, 气功, 树下, 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舞蹈开拓者, 第一次深度交流了起来, 所在的与自己世界的不同, 在他们的遥光界, 内力不叫内力, 而是叫做气功, 已经失传多年, 然后诸葛丹擅长的武术林小璐, 也从未听说过, 像什么红拳, 五行拳, 太祖长拳, 醉拳等, 其中, 醉拳是这姑娘最大的绝杀, 他信誓旦旦地跟林小璐表示自己不能喝酒, 因为一旦喝醉了, 他的防御, 力气, 速度都会成数倍增加, 且会进入狂暴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配合他那由极地金铁打造的勇士之锤, 还可以施展出一个名叫小仙女转圈圈的可怕招式,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小仙女转圈圈林小璐一脸猛逼地看着面前的女孩, 这特么什么破名字这名字不好听吗, 我想了好久的, 诸葛丹郁闷了一下, 随后眼巴巴看着林小璐央求道, 你教我气功好不好, 我可以教你小仙女转圈圈, 可厉害了, 文言, 林小璐挠了挠头, 他不是很想学这种听名字就毫无杀伤性的武功, 不过他是一个大方的人, 故对诸葛丹开口道, 你的大招太厉害太牛逼了, 所以我就不学了, 内力我可以教给你, 不过修炼内力需要从一斤斤入手, 那玩意儿要用针灸, 你的世界有针灸吗有啊, 出乎意料的, 诸葛丹直接点头道, 我做药医断体的时候, 就是需要搭配针灸的, 而且, 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一起来这里修行, 他是修士, 会医术, 他就可以帮我针灸, 表示了解, 这样子的话, 确实就没问题了, 自己就把一斤斤交给这姑娘就行, 一个好的东西, 如果不去传播, 迟早会凋零在历史长河之中, 没有门户之间的他很明白这一点, 更何况, 大家都是舞者, 互相帮助也是正常的, 树下, 躺在梁椅上的林小璐和诸葛丹, 继续聊了聊两个世界的武学差异, 二人之前的小矛盾, 也渐渐消散, 两人都是不拘小杰的舞者, 性格其实在某些方面很像, 一样的豪爽, 不拘泥于小节, 诸葛丹同学, 你的眼睛为什么是金色的, 而且你都不用吃饭的吗? 林小璐问, 我的眼睛是因为服用大量的草药所引起的变化, 诸葛丹置物不言道, 我从小就用药玉断体, 里面有一种草药名叫玄英木, 使用久了以后, 身体会变成木尊体质, 可以从植物中摄入大量营养, 而且百毒不清, 说完, 他看了林小璐一眼, 好奇问道, 你的受血断体效果, 好像要比药玉断体强, 力量, 抗击打等各方面都强好多, 不过如果用不好, 人真的会崩溃吗? 会啊, 于何熊掌不可兼得? 林小璐难得拽了一次闻, 然后晃着脑瓜道, 我大致懂了, 你这什么药玉效果比较温和, 还有特殊体质的加成, 玩了受血断体变强的效果更大, 但容易变成人形妖兽, 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说完, 林小璐看了看有些呆萌的诸葛丹, 脸上露出一丝蠢蠢欲动, 要不, 切磋一下功夫, 只切磋技巧, 不用其他的。 文言, 诸葛丹大大咧咧一笑, 看来你对你的功夫很自信嘛, 不过我也很强大, 即便不用身体强度和武器, 也可以一个人打十几个普通人, 你要小心了。 哈哈, 好, 在将诸葛丹眼泪都垂出来以后, 林小璐便继续无聊起来, 其实诸葛丹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他并不是输在功夫本身的高低上, 而是输在了臂展和经验方面, 毕竟那姑娘胳膊短腿短, 同样的技巧之下, 自己作为男的能揍到她她却揍不到自己, 这就让林小璐很开心, 揍她揍得贼特么快乐。 之后的时间里, 林小璐就继续在梁椅上躺着, 脑海里一阵胡思乱想之后便沉沉睡去。 一夜无画, 第二日清晨, 沉时, 她睁开了眼, 脸上盖着一片自然掉落的树叶。 从梁椅上起来, 林小璐便打着哈欠去找上官哈密瓜。 她没有那戒, 洗尘丹都在哈密瓜那里, 因此得去找她拿。 少年走到院墙下, 把墙轰隆一声撞穿, 然后进入她的小院, 大喊, 上官, 你醒了吗? 我们该上学了。 来了来了, 你特么催什么催。 房间内, 泼辣的声音传来, 随后正在自己给自己剪头发的上官哈密瓜跑出来, 将洗尘丹丢给林小璐, 然后瞪了她一眼, 在门口等着。 你要是敢进来, 你就死定了。 被训斥的林小璐也不生气, 服下洗尘丹后便安静地等着, 也没等多久, 将头发剪好的上官哈密瓜就再次跑了出来。 她今天换了一个新发型, 将以前披塞着的长发剪成了奇尔的短发, 让整个脑瓜显得圆滚滚的。 这种发型对于从小在神州腹地长大的林小璐来说, 是很少见的, 她只见过上官十六剪过这种发型, 它是那种到肩膀的中短发。 而上官哈密瓜这个明显更短, 不过确实好像更可爱了一些, 整个人都显得清爽了许多。 林小璐瞅了她两眼, 疑惑道, 你为啥把自己的毛薅了上官哈密瓜? 少女当即抬起头, 凶凶地对着她怒目而视, 像急了一只小老虎。 你特么会不会说话, 这是头发? 什么毛? 你脑瓜上才是毛? 说完, 上官哈密瓜里这头发解释道, 我发现我的个子可能不是特别地高, 然后留长头发压着就会显得整个人更矮, 所以就把头发剪短了。 听到这话, 林小璐一脸赞同地点了下头。 你这么做很对, 现在的你已经瞅得不明显了。 上官哈密瓜, 林小璐, 老娘跟你拼了。 小院外, 出发上学的诸葛丹从道上走过, 经过院子的时候, 他正好听到动静, 然后便看到上官哈密瓜 飞起一脚揣在林小璐的屁股上。 林小璐, 上官, 你们走。 诸葛友好的冲俩人打招呼。 此时, 上官哈密瓜正咬牙切齿地掐着林小璐的脖子, 整个人都挂在他身上, 林小璐则礼貌得多, 他先是对诸葛丹回了一声早上好, 随后就一把孤住上官哈密瓜的脑瓜, 抬手一个罐摔将他摔倒在地, 然后一个劲踩他的脑瓜。 上官哈密瓜也不服输, 一边嗷嗷大叫, 一边抱住林小璐踩下的腿, 林小璐奋力挣脱, 长腿一甩, 带着上面的姑娘一起横扫在墙上, 把墙体都给踢烂一大片, 整个场景凶残到了极致。 看着俩人一副你死我活的模样, 诸葛丹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俩不是好朋友吗? 怎么看起来跟有血海深仇似的? 他连忙劝架道, 你俩别打了, 这院子都快被你俩打烂了。 然而他的劝架毫无作用, 上官哈密瓜明显不是上官十六, 当初上官十六被林小璐丹方面暴揍, 往往最后都会口是心非地认输, 然后下次继续搞事。 而上官哈密瓜则不会, 他比上官十六觉得多, 哪怕被揍得鼻青脸肿, 脑瓜都被林小璐按在地上摩擦, 嘴巴里都发不出声了, 也要用一双大眼睛瞪他, 然后用眼神告诉他, 老娘不服, 林小璐, 你特么别跑。 上官哈密瓜, 瞪着眉目怒吼, 一路追着林小璐打, 一双小短腿, 更是刀得飞快, 而且因为鼻子被打伤的缘故, 他一边追还在一边飙鼻血, 嘴巴里更是你特么你特么骂个不停, 二人你追我赶地跑上桥, 最终奔着学院的方向远去, 只留下诸葛丹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自己的这两个邻居, 都好凶残啊。 这, 就是黑暗的修仙界吗, 实在是太可怕了。 大清早, 双将戏的大坑之中, 便显得格外热闹, 路上随处可见去学堂准备上课的修士, 而当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到的时候, 酒班的学堂内已经来了不少人, 上官哈密瓜一进门就凶巴巴扫尸了一眼自己的同学, 结果没看到昨天逃跑的骑龙。 那家伙不见了, 他皱着眉头道, 估计是不敢来了吧。 林小璐往自己的铺垫上一坐, 懒洋洋打了下哈欠, 东张西望一番后, 他看向自己旁边坐着的同学, 并友好的打了声招呼, 你好, 你是那个, 踪拉为盟, 对吧像神界的修士。 忽然被打招呼, 肤色有些偏黑的少年, 羞涩一笑, 随后冲林小璐双掌合时, 然后用傲口的神舟语回应道, 萨娃迪卡, 小璐林。 林小璐一愣, 萨娃迪卡是什么意思少年温和地笑了笑, 是吉祥康乐的意思。 说着, 名叫宗拉为盟的少年, 便看着林小璐夸奖道, 小璐林, 你很帅。 突然被人夸帅气, 林小璐愣了一下, 随后哈哈大笑地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年轻人很有眼光吗? 现在像你这样有见识的人不多了, 以后跟我混吧。 哈哈哈哈一旁的上官哈密瓜, 看了看他大笑地傻样, 不禁翻了个白眼, 轻吐了声白痴。 这会儿离上课还比较早, 但也陆陆续续有不少修饰进来。 而林小璐却已经开始, 跟周围一圈新认识的少年们高谈阔论, 其言辞之犀利令人叹为观止, 只把这一群人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在我们四南界, 比我强的已经没几个了, 大家也知道, 四南界作为十大世界之一, 我用的神舟语就是主语。 你们以后在外面遇到什么事了, 都可以把我林小璐的名字保证好使, 哪怕是跑到大街上拉拖使, 只要边拉边喊你是跟我林小璐混的, 别人都会夸你拉得真帅。 不信你们回头, 就去试一试。 周围一圈的少年们都给听猛了, 一个猛逼地听着他吹。 而学堂的另一边, 一位正在打坐修行的少年似乎是被吵到, 睁开双眼对着林小璐一瞪眼, 大清早地吵什么吵。 活得不耐烦了, 被打断吹牛逼的林小璐一愣, 随后扭过头看向那名少年。 这个少年他有印象, 对方在昨天自我介绍时说过自己来自扶桑界, 叫什么来着他, 想不起来了。 小璐林, 那个同学很厉害的。 一旁, 宗拉为萌拉拉拉他的袖子, 低声解释道, 他叫方道年, 是来自扶桑界的, 和我的小院挨在一起。 林小璐闻言不屑一笑, 宗拉, 你鹿哥我最喜欢对那些自认为能力出众的人出手, 年轻人还是需要有一些挑战的。 说完, 他便迫不及待地起身, 准备去抽人。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 见状也没阻拦的意思, 他很清楚林小璐的实力, 知道这家伙和普通的天骄差距有多大。 这家伙估计打他们所有人都跟打小孩似的, 当然, 现在学堂里知道, 林小璐真实实力的也就只有自己和诸葛, 所以, 那个什么方道年才敢明目张胆招惹他。 毕竟他昨天的自我介绍太狂了, 估计现在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一个自大的蠢货。 场中, 林小璐从铺垫上站起, 而名叫方道年的少年也同样不甘示弱, 一脸孤傲地起身, 班里的其他人也纷纷注视着这一幕, 他们都很好奇, 这位敢说出请大家好好跟我相处的林小璐到底是什么实力。 一时间学堂内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在期待地看着, 然而就在双方都准备动手之际, 一身白色长裙的范鹰忽然走了进来。 班主一进来, 所有人立刻坐鸟受散, 对于这位性格温和的班主, 林小璐也给了个面子, 只瞪了一眼方道年, 用眼神告诉他, 放学别走, 然后便回到铺垫坐下。 同学们早上好, 范鹰翘生生地站在讲台旁, 对着49名少年少女微笑道, 昨天大家休息得怎么样, 相处都还融恰吗少年们听着这尴尬别角的话语, 要么抬头看天, 要么低头望裤裆, 没有一个人回答。 范鹰笑容一僵, 随后只好略显尴尬道, 今天的课程很短, 大家一会儿把自己修行的灵法写下来交给我, 我去交给系主, 然后学院会给大家安排对比凡间来说更加强大的灵法, 英才施教。 说完, 他就从那戒中取出一叠厚厚的纸张, 开始发放。 班主, 齐龙同学没来, 有同学喊, 齐龙同学回凡间了。 范鹰苦涩地笑了笑, 然后看着上官哈密瓜道, 上官同学, 以后动手, 还请注意一下, 不然, 我也是会罚你的。 上官哈密瓜臭着脸点了下头, 而班里的其他人也都纷纷看向了他。 昨天他挖了齐龙的眼珠子, 结果今天齐龙就退学了。 这一刻的上官哈密瓜, 已经被少年们在心里打上强者, 不好惹, 狠角色等标签。 就是不知道班里还有没有更加强悍的隐藏大佬, 上官哈密瓜在系里, 以及整个学院里又算不算强者。 场中, 范鹰给每个人发放了纸张合笔, 让他们写下自己的流派, 如是道魔妖鬼剑的。 小洛, 诸葛, 你俩就不用写了。 范鹰对林小璐和诸葛丹笑道, 你俩是舞者, 学院里暂时没有适合你俩的东西, 也没有合适的前辈能教导你俩的。 此话一出, 全班所有人立刻目光一转, 看向了林小璐和诸葛丹, 其中不少人的眼神中都戴上了一丝鄙夷, 方道年更是不屑吃笑, 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 原来只是个狂妄自大的凡人, 真是不知死活。 说完, 他便在纸上大咧咧写下一个道字。 林小璐没得写, 因此他就看别人写, 他看到上官哈密瓜在纸上写了一个摩字, 然后又看到身旁的宗拉维蒙写了一个妖字。 宗拉, 你是妖修林小璐有些好奇的, 看了看宗拉维蒙,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妖修。 宗拉维蒙点了点头, 脸色红红道, 在我们像神界, 妖修是第一大流派。 哦, 这样啊, 那你修的是什么妖林小璐问? 面对这个问题, 宗拉维蒙顿时脸更红了, 整个人不好意思地一笑, 我修的是人妖。 第一次听到人妖这个词汇, 林小璐立刻就觉得很刁, 而且认为非常合理, 不就是人修炼出妖怪吗? 挺理所当然的, 如此想的他心里只感叹,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自己这次来天上真是见到大世面了。 学堂内, 无所事事的他看着其他人将写好的纸张交给范英, 然后范英一一整理好, 脸上便挂着标志性的微笑, 对所有人倾道, 明天开始, 大家就会得到相对应修炼的灵法, 这些灵法都是非常厉害的珍宝, 如果不是仲弥先生的理念和纵横前辈的支持, 放在平时肯定要流血才能获得,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好好修行。 另外, 一个月以后, 学院会前往最近的古月秘境, 到时候, 大家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寻找机缘, 总之, 修行是为了自己而修的,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说完, 范英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见时间还早, 便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大家在班里坐一会儿, 注意不要发生争斗, 等别的班都放学了, 你们在一起放学, 我先把这些东西交给骆前辈。 说完, 范英便笑眯眯地拿着纸张离去。 班主一走, 少年们立刻活跃起来, 林小璐倒是也没在大理方道年, 自顾自地坐在那看上官哈密瓜跟诸葛丹聊天。 见两个矮冬瓜聊得兴起, 林小璐也有一搭没一搭, 和身旁的宗娃说起话来, 交流一下平时大家都有什么爱好, 一时间学堂里到处都是说话声。 而就在众人一起百无聊赖等着放学时, 学堂敞开的扇门忽然被人敲了敲。 一位相貌俊郎, 穿着华丽紫色道袍的少年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 身后还站着一帮少年少女。 你们好, 在下是一班的同学孙禅孝, 幸会。 突如其来地问好, 让原本热闹的酒班一静, 班内的少年更是全部看向门口的陌生人。 这位少年自称孙禅孝, 仪表不凡, 笑容温和, 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 而他的身后, 则是站着七八位少年少女, 也皆是气宇轩昂之人, 此刻都在不动声色打量酒班中的学生。 门口, 孙禅孝安静地等了一会儿, 见酒班内并没有人回应自己, 便再次笑道, 诸位道友, 在下有件事情, 想来和诸位商量。 你有什么事, 就站那说吧。 上官哈密瓜凶巴巴地说道, 听着这有些不客气的话, 孙禅孝倒是并未在意, 而是笑眯眯地开了口, 实不相瞒诸位, 在下目前已经是一般公认的最强之人, 巅峰, 只差一步就可到原因了。 轻飘飘的话语一出, 班内许多学生都是一惊, 就连上官哈密瓜和方道年二人都愣了一下, 林小璐也忍不住抬头看了孙禅孝眼。 这个掉毛居然跟阿姨一个境界, 她上下打量了孙禅孝极眼, 随后了然。 阿姨和自己童年都是17岁, 而这个孙禅孝看外貌应该有20岁了, 顾天赋上面应该不及阿姨, 只是多修炼了三年而已。 当然, 这确实已经算天纵其才了, 但在林小璐眼里还是差了点意思, 毕竟也就是一巴掌的事。 门口处, 孙禅孝继续温和地对所有人笑道, 在下这次来, 是想在双将戏中组织一个小团体, 让大家在今后的修行生涯中尽快认识, 并相互交流照应, 也让双将戏在学院成为第一大戏, 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顾孙某人不才, 想在下午召集大家一起商谈, 今后去秘境寻宝之事, 目前二班、三班、七班的同学都已经积极响应, 希望九班的同学到时也能赏脸一句, 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话语说出, 九班的人都是面无表情地看着, 一时间没有人有反应, 而林小璐则是有些疑惑。 这吊毛, 想当双将戏的老大, 卧槽, 他当老大了, 那自己是啥? 此刻, 九班的学生都会主动回应, 只有心直口快的上官哈密瓜, 不耐烦开了口。 你别跟老娘说, 这些有的没的, 我就问你, 你说的这个小团体, 是谁说了算孙禅笑笑了笑? 这个到时候, 也可以切磋交流一下, 评出一个领导者, 都行。 说完, 他便看着上官哈密瓜好奇道, 这位姑娘, 莫非就是九班的最强者文言, 上官哈密瓜没好意思说自己不是, 故小脸一板, 用一副不屑的语气道, 是不是和你没关系? 话说完了说完了, 你可以滚了, 别打扰我们班放学。 呛人的话语说出, 孙禅笑旁边的一位少年, 立刻眼睛一瞪, 对着上官哈密瓜喝道, 你说话最好客气一点, 我话还未说完, 少年就猛地一将, 愣愣地看着已经站起的上官哈密瓜。 此刻的他已经从铺垫上站起, 虽然个头不高, 但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冲天的黑色磨气, 一时间只给人极大的压迫感。 而这, 也让话到嘴边的少年, 生生将呵斥之鱼给咽了回去。 你刚才叫谁客气一点上官哈密瓜看着这少年, 眼神凶利道。 你信不信, 老娘在这儿宰了你威胁的话语说出, 少年顿时面如土色, 整个人都往后退了一步。 其他人也都吓了一跳, 眼前这姑娘的气势太强, 比起孙禅笑都不遑多让, 没想到这个酒班居然有这么强的高手作证。 而此刻酒班的少年们, 也是一脸崇拜地看着上官哈密瓜。 没办法, 他太耀眼了, 浑身的魔气如有实质, 配合他那可爱的个头, 只给人一种奇妙的反差感, 就连场中的方道年都忍不住感叹。 这位上官同学倒是挺漂亮的, 天赋也高, 今后要是能做自己的道理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和其他人的崇拜震惊不同, 林小璐看着上官哈密瓜和孙禅笑对阵, 感受着二人剑拔弩张的气势, 只感慨道, 年轻人果然还是太气盛了,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都已经不屑出去装逼了。 旁边, 宗拉维蒙有些好奇地看了看林小璐, 谁道, 小璐林, 你说, 你这样年龄的人, 那你今年多大了呀, 正常年龄就不说了, 心理年龄的话, 三百多岁吧。 林小璐恬不知耻地说道, 在林小璐和宗拉维蒙吹牛逼的同时, 孙禅笑正有些惊讶地看着上官哈密瓜, 似是被他的修为吓到, 但很快, 孙禅笑就洒脱一笑, 我们双将戏果然是卧虎藏龙, 这位姑娘好本事, 下午我们几个班的学生都在, 到时候, 希望您和酒班的同学可以赏脸一句。 文言, 上官哈密瓜红唇一翘, 不屑道, 行啊, 正好老娘这两天闲得发慌, 就当去找找乐子了。 孙禅笑点了下头, 说了声, 嗯, 在下敬后, 随后便带着人离开。 这帮人一走, 班里立刻就炸开了锅, 无数人都看着上官哈密瓜, 对他刚才一人震慑中那么多人的举动, 敬佩不已, 一时间满堂都是夸奖声, 上官哈密瓜自己倒是没什么反应, 淡定地看了看诸葛丹和其他同学。 你们要一起去吗? 要去的话就去看看。 去啊, 上官我也很强的。 诸葛丹笑以您的印象。 场中, 其他少年少女也是纷纷响应, 上官同学, 这次是个很好了解其他班实力的机会, 咱们去长长见识也是不错的。 没错, 而且我看刚才那个孙禅笑以外的其他人都被上官同学震慑住, 就说明除了孙禅笑以外, 其他人的实力也就那么回事, 大家一起去看看, 应该也没什么事。 一时间, 众人一致决定去见识一下, 毕竟他们虽然喜欢在平日里藏桌, 但面对其他班和观看其他班实力的事情, 他们还是很乐意的。 学堂内, 大伙说话交流吵闹个不停, 先前的那位方道年也走了过来, 来到上官哈密瓜身旁恭敬一笑, 道, 上官同学年纪轻轻, 就能有如此修行, 在下实在佩服, 下午在下院和上官同学一同前去, 如若要动手, 在下也愿意展示自己的手段。 文言, 上官哈密瓜抬起头看了一眼方道年, 随后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然后便扭头看向了林小璐。 林小璐, 你去不去正在和新朋友宗拉维蒙讨论之乐的林小璐, 脑瓜直摇? 我已经过了七分人的年纪了, 现在只想躺平。 难不成你, 需要我帮忙要你帮忙你想多了吧? 一向要强的上官哈密瓜果断摇头, 并傲娇地哼了一声, 只是问你要不要去看表演, 你不愿意去就算了, 老娘一个人就能打穿他们。 下午我就和丹丹一起去, 一旁的诸葛丹文言拍了拍小胸脯, 大笑, 我愿意和上官姐姐一起去揍人。 见两个女孩成了好朋友, 林小璐也就没再说什么, 继续和宗拉同学讨论的事情。 不久, 中午放学, 班内的少年们谈笑风生地一同出门, 在上官哈密瓜浩浩荡荡地带领下, 前往一班。 而林小璐和宗拉为盟则跟在后面, 出了学堂后, 在双将系的街道中闲逛起来。 宗拉为盟也没去, 他似乎并不是很喜欢争斗, 整个人很闷, 很少说话。 今天早上, 如果不是林小璐主动和他打招呼他, 估计都不会开口。 故林小璐觉得, 这家伙是一个很奇怪的少年。 而且听宗拉为盟说, 在他们的世界里, 名字是排在前面的, 姓氏则在后面, 所以他是姓为盟, 名宗拉, 很有意思。 学堂外, 一条青石板铺城的道路上, 两个少年边走边聊, 说笑着交流两个世界的不同, 相处得颇为愉快。 小璐灵, 在我们的世界, 刚开始修炼的孩童, 可以选择一只动物, 进行双修, 一起成长。 等长大以后, 动物变成灵兽, 人变成修仙者以后, 彼此之间, 就会因为长时间的陪伴, 灵魂产生依恋, 最后可以用秘法互换灵魂。 互换灵魂灵小璐愣了一下, 随后好奇到, 有什么用处很大的。 宗拉为盟介绍道, 就比如, 我把我的灵魂, 安放在一头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灵兽身上, 然后那头灵兽, 就可以同时拥有他自己的强大体魄, 和我这种修饰的各种灵法手段, 以此来变得更强。 这是我们向神界, 非常传统的修行方式。 听到这个回答, 灵小璐确实震撼了一下。 这个修炼方法, 听着奇奇怪怪的, 但好像确实还不错的样子。 他一边走, 一边看着面前个子矮小的宗拉好奇, 那你这个人妖, 怎么弄养个人文言, 宗拉维蒙脸色一红, 解释道, 我们人妖的话, 和这种修炼方法, 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修的是阴阳魂体双修之法, 这个是不外传的, 是宗门的秘书, 所以我也不好多说。 哦, 明白。 灵小璐点头表示理解, 同时心中有些感慨, 这三千世界, 真的是各种道路都有啊。 虽然殊途同归, 修饰的最终目的, 也都是为了长生, 但这条长生路, 倒是走得百花齐放, 各有所长。 也难怪, 万朵花, 天下道门是一家。 今时小道上, 灵小璐和宗拉维蒙继续说笑着散步, 而灵小璐正感慨着, 身后忽然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 弟弟, 原来你在这里。 听到声音, 灵小璐和宗拉维蒙同时扭头。 灵小璐发现, 身后不知何时站着一位皮肤白皙, 面容精致, 穿着粉色宫装长裙的少女, 少女生得很美, 且姿态迷人, 只安静地在那里站着不动, 便能显示出无尽的魅力。 灵小璐好奇地看了看女人, 然后对宗拉维蒙笑道, 原来你还有个姐姐。 谁知宗拉维蒙却摇了摇头, 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小璐, 灵你误会了, 这是我哥哥。 灵小璐。 双降细的大坑内, 某处凉亭之中, 灵小璐一脸怀疑, 人生地看着面前的少女, 听着她那温柔到骨子里的声音, 整个人头皮发麻道, 八宋, 维蒙你。 真的是男的少女看着灵小璐呆滞的模样, 扑痴, 一声就笑了出来, 捂着嘴风情万种地点了点头。 而一旁的宗拉维蒙也是笑道, 小璐灵, 我哥哥是很厉害的修士, 他的人妖密法就修炼到了极高深的地步, 估计论实力的话, 不会比咱们班那位上官同学差。 说完, 宗拉维蒙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小璐灵, 不怕你笑话, 我的实力其实挺弱的, 来得前两天才勉强刚到结单, 没有我哥哥那么厉害。 面前穿着长裙的巴宋维蒙也是对灵小璐笑了笑, 然后轻轻拉着他的手, 声音妩媚道, 我弟弟的性格从小就比较内向, 只知道埋头苦修, 然后又怕生, 本来他被分到双将戏酒班。 而我在立春戏一般, 我还有些不放心, 怕他被人欺负, 没想到他现在这么快就找到了第一个好朋友, 小璐灵, 谢谢你。 面对巴宋维蒙真诚地感谢, 灵小璐尴尬地笑了笑, 随后不动声色地抽回被他握着的手, 并表示大家都是道上的, 互相帮助那都是应该的。 灵小璐觉得, 修仙者学院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能够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和事。 看着一平一笑满是柔情的巴宋维蒙, 和满脸羞涩躺在他怀里的棕拉维蒙, 灵小璐感觉自己都快便秘了。 他木讷地看了一会儿, 然后深吸一口气, 在心里对自己说了几声少见多怪, 见怪不怪, 随后便对巴宋维蒙露出了一个笑脸, 那个, 巴宋大哥, 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从立春系跑到双将系的呀? 我有个妹妹在静哲系, 我也想去看她, 可是我们班主说, 学院规定学生不能随意出戏。 面对这个问题, 巴宋维蒙娇笑着解释道, 我们兄弟情况特殊, 是我们立春系的系主, 和你们双将系的系主商量过后决定的, 其实本来是打算把我们俩安排在一个系, 可是为了我弟弟能成长心静, 所以让我们兄弟俩先分开, 只可以偶尔聚一聚, 说完, 他一脸妩媚地感叹道, 第一次来天上, 本来还有些担心, 结果现在才发现, 修仙者学院, 其实也挺有人情味的。 听到这话, 林小璐点了点头, 想着自己, 要不要也去跟骆无尽说说, 让自己去金哲系看看妹妹, 然后再去立秋系看看吴狗和阿姨。 嗯, 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不成也没啥损失, 要是成了, 那不就赚到了? 虽然想想, 骆无尽那副生人物镜的模样, 还是有一些害怕,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场中, 林小璐和兄弟二人继续交流了几句, 而就在他们相谈甚欢时, 远处再次听到一阵呼喊声。 林小璐同学后方, 扛着大铁锤的诸葛丹, 一脸焦急地跑了过来, 将在场三人都看得一愣。 尤其当这姑娘甩着两条马尾到达后, 林小璐还未来得及开口, 他就满脸急切到, 上官同学跟他们打起来了。 他被孙缠笑音了。 小璐同学, 你快去看看吧。 中间的一处决斗场地中, 身穿华丽紫色长袍的孙缠笑站在一片修饰前方, 看着面前艰难起身的上官哈密瓜温和一笑。 上官同学, 你输了, 承让。 上官哈密瓜的脸上带着一道鲜红的巴掌印, 伤口甚至在微微渗着血珠。 而面对孙缠笑的话语, 一旁的方道年张了张嘴, 但最后看了一眼对方的人数后, 还是选择了闭嘴。 酒班的其他修饰此刻也是一脸犹豫, 刚才的决斗, 他们都看见了, 孙缠笑的硬实力确实很强, 但却还是要稍逊于上官的。 而他之所以能赢, 完全是因为中途突然使用了法器, 用一件威力巨大的空间法宝, 限制住了上官, 并以一技凶狠的五雷掌轰在了他脸上。 关于决斗, 一直有一句老话, 叫做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现在上官哈密瓜受了重伤, 再想用法器也不可能是孙缠笑的对手, 故只能认栽。 此刻, 孙缠笑就看着一脸杀意的上官哈密瓜笑道, 决斗之前, 大家说好了的, 酒班如果输了, 今后就要一起合作, 为我一般马首是瞻, 且比试之后不可伺机报复。 上官同学, 你也是下了誓言的, 应该不会反悔把此话一出, 上官哈密瓜的脸色顿时更加难看。 而周围的少年们确实也没说什么。 他们当中许多人在自己的世界就经历过不少尔虞我诈, 因此并没有觉得孙缠笑做得哪里不对。 上官哈密瓜从第一次动手就察觉到 孙缠笑不是对手, 因此完全不用法器, 但最后却阴沟里翻船, 这是他输给了自己的自大。 而落败之后, 按照学院规矩来也是应该, 故即便是酒班的学生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现在很明显, 这个孙缠笑很得人心, 除了他自己的一班以外, 还有足足四个班以他马首是瞻, 他们实在没必要和这样的人起冲突, 不然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而跟着这样不择手段的人物, 或许真能让双将戏团结成为第一大戏, 到时候大家也都有好处。 一番思量过后, 酒班的人很快就在心里算清楚利弊, 他们都是各方世界的天骄, 根本不会被一个只出现两天的班给束缚, 团队荣誉什么的, 对他们来说也是哄骗小孩子的话语, 他们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毕竟就集体而言, 上官哈密瓜再强, 也没有孙缠笑, 这短短两天时间掌控五个班学生的能耐强, 一般的修饰就更不用说了, 一个个跟在他后面仿佛中全, 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毕竟这里谁不是一方世界的天骄, 因此孙缠笑能做到这一点, 背后应该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或者说在学院里有什么靠山, 不然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让这么多人听命于他。 讨历到这些, 酒班的少年们集体放弃了上官哈密瓜, 选择投诚。 此刻, 上官哈密瓜气鼓鼓地站起身, 在所有人面前吐了口血水, 然后胸利地看着孙缠笑, 谁说老娘输了来, 接着打, 见到少女的倔强, 孙缠笑的目中露出一丝惊讶, 但很快这股惊讶就变成了不屑。 在他的世界里, 他见过太多像上官哈密瓜这样的莽夫修士, 最后他们的下场都不是太好。 虽然这丫头确实很强, 但这样只会靠莽的人, 或许在他的世界里可以肆意放纵, 但在由三千世界顶级天骄组成的修仙者学院, 还是不够看。 此刻, 上官哈密瓜的脸上顶着鲜红的五指印, 眼瞅着就要上去拼命, 一旁的方道年立刻劝道, 上官同学不要意气用事, 维兄刚才想了想, 孙大哥有勇有谋, 实力也不俗, 我们认他做老大也是可以的。 一个月后, 不是要去那个什么秘境吗? 咱们有他带领, 整个双将化作一块铁板, 一定可以获得许多机缘。 方道年一番投诚的话语说出, 孙禅孝立刻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觉得这家伙不错, 并温和地对上官哈密瓜笑道, 这位兄弟说得极是上官妹妹, 维兄知道你不服气, 不过在修仙界可不能全靠莽啊, 你本事虽强, 但也只是比维兄稍微强一点, 这一点点根本算不得什么。 而维兄已经有了这么多班的兄弟支持, 因此还是要认清现实, 你放心, 今后认为兄为尊, 少不了你的机缘。 此话一出, 其他修士无论是一班还是九班, 都有人聪明地上前劝诫, 道出一番番看似真诚的话语, 让性格直来直去的上官哈密瓜气的直想, 弄死这帮人。 实在太特么恶心了, 这一个个假惺惺的墙头草。 尤其孙禅孝更是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 准备上前给上官哈密瓜疗伤, 伤势极重的他目中满是愤怒, 面对孙禅孝伸过来的手本能往后一退, 结果却被方道年挡住。 上官同学伤得太重了, 快让孙大哥看看吧。 他一脸真诚地笑道, 目中满是将上官哈密瓜当作军令状投诚的产妹。 这一刻的上官哈密瓜见自己被这么多人围着, 连自己般的人都不向着自己, 极致的愤怒中更是带起了一丝委屈。 虚弱的他根本反抗不了, 眼见孙禅孝的手离自己的脸越来越近, 个头矮小的他终于忍受不住, 大眼睛一闭, 然后气愤的一跺脚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大喊, 林 小 路 上官哈密瓜这突然的一嗓子不仅嘹亮而且高昂, 把在场中人都吓了一跳。 而随后, 几乎每个人都露出忍俊不惊的笑容, 孙禅孝也是一脸好奇地问, 林小路是谁哈哈? 他是我们班一个非常自大的蠢货。 方道年笑道, 那家伙跟上官同学来自同一个世界, 然后是个不能修炼的舞者。 说完, 他还细写地看了看紧闭双眼的上官哈密瓜, 笑道, 上官同学, 你不会指望那家伙帮你解围吧? 要是在这里, 看到孙大哥带着这么多修仙者, 估计屁都不敢放一个, 得直接求饶。 在场所有人闻言纷纷哈哈大笑, 孙禅孝也在好笑, 至于装模作样, 训斥了一下方道年, 并风度翩翩地安慰道, 来自同一个世界, 上官同学, 觉得委屈呼喊自己的朋友也正常, 不过上官同学, 为兄可没有欺负你啊, 切莫错怪了为兄。 他眼神真诚, 语重心长地笑道, 上官同学实力不俗, 以后还是不要跟舞者这种人打交道了, 毕竟这种粗鄙的舞夫, 跟咱们混在一起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上官同学交友, 还是要多擦亮眼睛, 省得被别人骗啊。 而他说完后, 上官哈密瓜还未开口, 身后就有人问道, 你对舞者有意见吗? 听到这个问题, 孙禅笑, 直接就笑了出来, 意见我是对他们这样的人, 也能来修仙者学院有话说到一半。 孙禅笑, 忽然笑容一停, 察觉出身后的声音有些陌生, 下一秒, 他陡然扭头。 他的身后,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相貌清秀, 干净的眼神中满是玩味的少年。 见到少年, 在场的所有人集体愣了一下, 不知道这人什么时候出现的, 酒班的人倒是认出了他, 不过也有些猛逼, 不知林小璐什么时候出现在孙禅笑后面的。 只有上官哈密瓜睁开了眼睛, 抬起步着鲜红五指印的脸, 看了看少年, 然后眼眶一红, 委屈巴巴地哼道, 我妹妹让我照顾你的, 所以你也要照顾我。 你帮我废了他们所有人, 我要炸他们的裤裆。 文言, 林小璐有些为难, 他不是很想惹事, 所以有些纠结, 也不知道开学第二天, 炸好几个班同学的裤裆, 这种小事算不算惹事。 心里如此想着的林小璐, 再次看向有些猛的孙禅笑, 然后客客气气地问道, 同学, 你对舞者有意见吗? 要是有意见的话, 就对我说吧, 平淡。 而又和善的话语落下, 所有人都微微一正。 孙禅笑也挑了挑眉, 有些拿不准眼前这少年的实力, 他能直接出现在自己身后, 且这么多, 结单都没有察觉, 这是瞬移, 还是快到极致的速度, 他不是蠢才, 其他人也不是, 就像九班的方道年此刻也没继续说话, 而是退到九班同学中偷偷观察着这一切。 所有人都在看着林小璐, 他们都有些好奇, 眼前这个狂妄无比的少年, 到底是有什么底气这么狂? 气氛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而片刻之后, 孙禅笑就忽然笑了出来, 看着林小璐满脸热情道, 你就是上官同学说的林小璐吧, 幸会, 在下并未欺负上官同学, 是在下和他切磋, 还望小璐兄弟轰, 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打断了友好的问候, 在没有一个人看清楚的情况下, 孙禅笑整个人就已经倒在了地上, 风度翩翩脑瓜都被林小璐踩进了地里, 场中, 各个班将近七十名学生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完全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明明孙禅笑还在说话, 但现在忽然就倒在了地上, 满脸是血的被林小璐踩着, 整个人更是完全丧失战斗力, 俨然已经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这他们什么情况? 远处, 诸葛丹和宗拉维蒙俩人才姗姗赶来, 结果他俩刚倒就看到了这劲爆的一幕, 诸葛丹直接就猛了, 甩着双马尾惊呼, 哇, 宗拉维蒙也看猛了, 嘴唇哆嗦着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而在所有人震惊, 恐惧的目光中, 林小璐低着头, 看着脚下的孙禅笑, 略显生气地道, 你这个人真奇怪, 我问你是不是对舞者有意见, 结果你答非所问, 你瞧不起谁呢, 真是气人, 喝推, 此刻的孙禅笑已经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直到在地上微微抽搐着身体, 而林小璐则踩着他的头, 目光平静地扫尸一圈, 看了看, 包括自己班, 听到这个问题, 有位同学想了一下, 然后猛逼道, 我们确实没听过呀, 林小璐, 他噎了一下, 然后继续无奈道, 所以说, 你们也真是的, 出来修仙, 连我血手人徒的名号都没听过, 你们这还修得啥, 你说一会儿我把你们打残, 然后让矮冬瓜炸你们裤裆, 你们是不是活该所有人都听猛了, 眼前这个恐怖的家伙, 是怎么把这两件毫无关系的事, 说得这么理所当然的, 想打自己就直说, 还非得找个驴唇不对马嘴的理由, 场中有人想上前求和, 而他们还未来得及开口, 下一秒, 林小璐就直接动了, 他身形一闪, 非常友善地对所有人动了手, 对着酒班, 以及其他班, 近70名结单竞少年, 无论男女, 无差别进行碾压, 打架这种事情, 林小璐是比较擅长的, 因此没过多长时间, 他就悠哉悠哉地站在满地哀嚎惨叫的少年中间, 背着双手, 脑瓜呈45度角, 仰望天空, 摆出一副高手寂寞的模样, 上官哈密瓜站在他旁边, 看了一圈被放倒的羞逝, 擦了擦眼泪, 然后抬起小脸道, 你打伤了这么多人, 会不会被班主罚这会儿, 他也冷静下来了, 故有些担心林小璐, 没事, 你去炸他们裤裆吧, 正在努力装出一副绝世大佬之子的林小璐, 毫不在乎地笑道, 就欺负人这种事吧, 我八岁的时候就经常干, 还别说, 今天欺负这几个班的同学, 还真给了我一种找到童年的感觉, 嘖嘖, 真特娘的怀念, 文言, 上官哈密瓜轻轻呸了一声, 然后就眉开眼笑地跑到半死不活的方道年面前, 一拉弹弓, 方道年瞬间惨叫, 整个人疼得直打滚, 故当处更是黑烟, 猛窜一片漆黑, 而他刚好没几声, 就又被上官哈密瓜一脚踹晕, 其他重伤的少年, 见到这惨绝人寰的一幕, 立刻头皮发麻, 一个个直接求饶, 不少人更是挣扎着想要逃跑, 但伤势重的却根本起不来身, 只能无助哀嚎, 林小璐对他们很公平, 一人只有一下, 绝对没有第二下, 而这一下就把他们给直接垂废, 场中, 上官哈密瓜一脸开心地炸完方道年, 然后马不停蹄就跑向正艰难吐血的孙禅孝, 看着他朝自己跑过来, 孙禅孝立马慌了, 连忙大喊, 你别乱来, 一般班主跟我关系很好, 他是原因尽大呢, 你要是敢动我, 保证你活不到明天, 威胁的话语说出, 上官哈密瓜一愣, 远处的诸葛丹和宗拉维蒙也愣了一下, 怪不得他可以让那么多人听他的, 诸葛丹有些惊讶道, 原来他有这层关系, 对啊, 人家还以为他是靠人格魅力和实力, 原来他是走的后门, 宗拉维蒙羞答答地鄙视道, 这个人真讨厌, 此刻, 被威胁的上官哈密瓜愣了一下, 随后脱掉绣花鞋, 就对着孙禅孝的脸一抽, 力道之大, 直接将孙禅孝的脸抽出鞋印, 你特么还敢威胁老娘? 说完, 人狠话还多的上官哈密瓜就直接将弹弓拉满, 然后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闭, 笔直瞄准孙禅孝的裤裆, 孙禅孝差点没被吓哭, 整个人再无先前的风度翩翩, 反而眼泪鼻涕直冒得大声哭喊, 救命啊, 有人要杀我, 救命啊, 见他求饶, 上官哈密瓜直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 一对小虎牙也是闪闪发光, 接着果断一松小手, 咻, 钢珠瞬间飞出, 而就在钢珠即将打在孙禅孝的裤裆时, 钢珠忽然在空中自动炸开, 没能伤及他分毫, 情况突变, 上官哈密瓜顿时一愣, 大眼睛也猛逼地变成原形, 场中所有受伤的少年也猛逼地看着这一幕, 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丫头,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和你的同学已经打伤了这么多人, 难道还不够吗? 后方忽然传来一道不怒自威的浑厚声音, 而这严厉的声音响起, 原本半死不活的孙禅孝, 立刻像见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大喊, 班主, 班主救我, 上官哈密瓜眉头一皱, 扭头看向身后, 见到一个面容冷峻的中年修士, 而中年修士则是在看着一旁无所事事的林小璐, 班主, 这个人打伤了我们, 请班主为我们做主, 班主救命, 这两个人手段凶残狠毒, 求班主治他们的罪, 见到一般班主, 场中所有受伤的少年, 都纷纷痛斥林小璐的恶行, 诸葛丹和宗拉维蒙想要解释, 却也被这么多人的声音覆盖, 根本插不进去话, 此刻, 一身正气的一般班主, 看了看着满场重伤的修士, 心头微微惊了一下, 随后阴沉着脸, 看向上官哈密瓜, 冷声道, 居然伤了这么多人, 真是好大胆子, 你二人可知罪, 面对原因的气势, 上官哈密瓜, 确实惊恐了一下, 一时间, 整个人都有些颤抖起来, 而就在他憋屈地准备, 把弹弓收起来, 暂时低头时, 一旁的林小璐忽然面无表情道, 矮冬瓜, 不用怕, 炸了那家伙裤裆, 上官哈密瓜, 此话一出, 全场聚精, 每个人都不可思议地看向林小璐, 而林小璐只是平静地, 看着眼前的一般班主, 道, 出来混, 说到就要做到, 今天你不炸这些人裤裆, 以后还怎么当魔头, 而且我也会很没面子, 说完, 他双手一背, 看着面前的一般班主, 露出一个豪情万丈的笑容, 大叔, 也有个面子, 今天的事, 你少管, 如此霸道的话语一出, 一般班主倒真震了一下, 整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面前少年, 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 敢这样跟自己说话, 而听到他的话语, 上官哈密瓜, 居然也真的无所畏惧, 将弹弓再次拉满, 并瞄准孙缠孝的裤裆, 见到这一幕的一般班主, 顿时又惊又怒, 庶子, 你敢, 说完他一个顺移上前, 想要拿住上官哈密瓜,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 林小璐便以一种神鬼莫测的速度, 出现在哈密瓜身前, 并对着顺移而来的一般班主, 直接挥拳, 哄, 一声巨响, 孙缠孝的裤裆炸了, 在浓浓的黑烟下, 整个人彻底晕死过去, 哐, 又是一声巨响, 一般班主的林立护照, 被林小璐一拳轰碎, 整个人更是直接飞退了出去, 连退几步站稳身体后, 不敢置信地看着林小璐, 你居然是原鹰剑, 下午时分, 双将戏, 深坑大殿之中, 一身灰色长裙的洛无尽, 坐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用死灰色的瞳孔, 平静注视着面前几人, 他们分别是一般班主, 刚刚医治好裤裆的孙缠孝, 九般班主范英, 以及林小璐, 上官哈密瓜, 共五人, 此刻, 九般班主范英, 正对着洛无尽单膝下跪, 洛前辈, 是我教导无方, 让学生炸了那么多人的裤, 伤了那么多人, 我愿意受罚, 看着主动认错的范英, 洛无尽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不关你的事, 回去吧, 范英文言愣了愣, 有心想要说些什么, 却感受到洛无尽的目光在加重, 顿时身子一紧, 大气都不敢出, 他有些担心地, 看了林小璐和上官一眼, 随后无奈告退, 而带他走了以后, 落无尽才看向场中的林小璐等人, 可他还会说话, 一般班主就主动开口道, 系主, 九班的这个学生仗着自己修为高, 打伤了足足七十多名学生, 这个女娃娃还在老夫面前挨个炸烂他们的裤裆, 七十多个人的裤裆啊, 全炸了, 手段无比凶狠毒辣, 尤其这二人还敢对我动手, 简直目无尊障, 还望系主将他二人剥夺学生身份, 直接处死, 一般班主告状的话语一出, 林小璐顿时就不乐意了, 对着他一撇嘴, 少吃点屎, 伤胃, 一般班主闻言, 眼睛一瞪, 整个人清惊抱起, 冷声道, 死到临头还不自知, 真是阎浪, 落无尽出声, 打断了一般班主的话语, 名叫阎浪的他, 连忙恭敬低头, 店内, 落无尽看了看面前的一般班主, 梁九, 面无表情道, 说吧, 你收了孙禅孝多少好处, 落无尽的话语很平静, 平静地不含一丝感情, 仿佛在问中午吃的什么, 但这平静的话语一出, 却直接让孙禅孝猛了, 而一般班主言浪, 更是顿觉五雷轰顶, 整个人都僵在了店内,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 见状立刻不屑, 看着孙禅孝鄙鄙视道, 怪不得这杀笔, 能在两天之内, 让一般的人都听他的, 原来是由你这个一般班主给他做后台, 你们真会玩, 林小璐也是在一旁不屑道, 原来是这样, 要我说你们现在赶紧求个饶, 然后再拉脱使, 给戏主大姐看看, 或许还能活命, 说不定戏主大姐看你们拉得麦里拉得多就不罚你们了, 吼吼吼吼面对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的嘲讽, 阎浪丝毫不敢回嘴, 此刻的他已经汗如雨下, 堂堂原因都因为极端的恐惧, 而开始不断颤抖起来, 他明白, 面对天人静, 狡辩或者说谎, 完全是在找死, 三魂七魄, 已经一部分和天地结合的天人静, 可以察觉出自己的言语是否真实, 因此, 他直接就选择了求饶, 可还未来得及开口, 面无表情的落无尽, 就目光一宁, 下一秒, 阎浪和孙禅笑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两个人直接就崩溃成一堆灰烬, 莫说, 连灵魂都没剩下, 这夸张的一幕, 直接把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看猛了, 尤其是林小璐, 惊讶得整个人嘴巴都是张着的, 他猛逼地看了看在空中飞舞的灰烬, 又看了看面无表情的洛无尽, 心中诧异, 这, 这就杀了, 一个原因, 还是班主, 就这么没了, 这就是天人精的手段吗, 这洛无尽大姐好狠啊, 说杀就杀, 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人的, 这也不像正道人物啊, 难道老大, 就喜欢和这样的狠角色玩, 怪不得老大没娶她, 要是娶了这么一尊煞心放在家里, 以后出门被抓住, 岂不是废了, 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嗯, 果然还是, 掌门姐姐好一些, 不哭不闹, 可可哀哀的, 林小璐正在心中匪测着, 面前的洛无尽忽然扭过头, 死灰色的瞳孔直勾勾看向了她, 你在瞎想什么清冷的话语说出, 林小璐愣了一下, 然后果断下跪磕头, 血手人徒林小璐给师娘请安拉, 听到师娘二字, 洛无尽抿了名嘴, 苍白的脸稍微红了一下, 她看着面前的林小璐, 袖口清奇道, 你在学院里闹得挺欢啊, 才来两天连班主都敢打, 还打了那么多同学, 倒是挺像你师父年轻的时候, 闻言, 林小璐黑黑傻乐了一下,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 师娘您真有眼光, 大家都这么说, 看着那副像极了某个宰种的剑样, 洛无尽难得撇了下嘴, 随后继续恢复死人脸, 面无表情道, 今天的事情本作已经理清楚, 你二人, 下不为力吧, 此话一出, 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立刻欢喜起来, 一同对洛无尽道谢, 而随后, 林小璐就一脸期待地问道, 师娘, 我有一件事情想求您, 就是我想去金哲戏看到我妹妹, 我不知道她在那里过得怎么样, 您看被一口一个师娘叫着的洛无尽, 心情大好, 故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思考了一下后问道,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林小璐, 林小璐一脸激动地回道, 可谁知, 她刚一说出名字, 洛无尽就愣了一下, 而随后, 洛无尽就脸色古怪地打量了一番林小璐, 原来林小璐是你妹妹, 我说你们做的事情怎么有点像, 师娘, 明知道我妹妹少年一脸猛逼, 洛无尽点了点头, 你妹妹昨日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打了三个班的学生, 一个人群殴对方150人, 金哲戏的戏主库木道长, 是出了名的慈悲心肠, 见他年纪太小, 简单责罚了一下后, 便将他暂时禁足在自己的小院内, 让他写任错书, 说完, 洛无尽看了一眼林小璐, 道, 你不用去金哲戏了, 现在整个金哲戏的学生, 就没有人敢跟你妹妹大声说话的, 就连原英镜的班主,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都不一定能稳稳拿下他, 更何况, 洛无尽说到这里, 微微停了一下, 随后目中也难掩惊艳之色, 继续说道, 更何况, 他才十五岁, 十五岁就能有这样的实力, 简直闻所未闻, 一定会被枯木道长, 当成亲孙女, 来培养, 过得指定好得很, 所以, 你完全不需要担心, 一番话语落下, 林小璐顿时激动不已, 都是老林家的人, 下午, 金黄色的天空照耀下, 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一同走出了宫殿, 今天的事不用谢我, 你是花蝴蝶的姐姐, 帮你是应该的, 不过, 如果要给我磕个头表示感谢的话, 那我也不是不能答应, 得知妹妹生活得很好, 林小璐便也心情很好的胡周到, 话里话外都是满满的得意, 搞得上官哈密瓜一张小脸越来越臭, 不过她还是小声地道了生险, 这倒让林小璐意外了下, 觉得这矮冬瓜开窍了, 二人并排而行, 个头相差甚大, 上官哈密瓜觉得怪怪的, 便悄悄放慢脚步, 落后林小璐一点距离, 然后看着她的一双大长腿羡慕, 这家伙比自己的傻狗弟弟还要高一些, 要是能把她的腿砍一段下来, 接到自己腿上就好了, 她有些期待地想着, 而正当少女幻想, 自己长得跟林小璐一样高时, 前方的林小璐忽然好奇问道, 上官, 我上次听花蝴蝶说, 你小时候脾气挺好的, 现在怎么这么容易生气, 你是得了什么毛病吗滚蛋, 你才有毛病, 上官哈密瓜大眼睛瞪得溜圆, 气鼓鼓地道, 老娘本来脾气就好, 而且还讲道理, 是你一直气老娘, 林小璐猛逼, 我什么时候气你了你喊我矮冬瓜, 上官哈密瓜一提起这事情就来气, 踢了林小璐一脚, 然后抱着胳膊道, 我只是长得稍微短了一点点而已, 并不是矮, 你可拉倒吧, 短跟矮明明就是一个意思, 林小璐, 话没聊上两句, 脾气暴躁的上官哈密瓜再次发飙, 一路追着林小璐踢, 奈何他腿短, 跑得也慢, 林小璐就在前面溜他, 一边溜, 一边哈哈大笑, 踢不到踢不到, 哈哈哈哈, 腿短还学人家踢人, 略略略, 啊, 老娘踹死你个沙扁, 二人一前一后跑上了桥, 一路打闹到了小院, 吵闹声不断, 经过这次的事情, 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 彻底在双降一脉声明确起, 二人炸了七十多人裤裆的壮举, 在整个学院都开始传开, 以至于, 他俩还非常光荣地获得了一个外号, 调报了组合, 嗯, 就是字面意思, 调报了, 而在这之后的几天时间中, 林小璐每天都处在一个无所事事的状态, 班主范英给班里的每个同学, 都发放了专属的修行灵法, 除了他和诸葛丹没有以外其他人人守一份, 这些也都是学院系主之间, 经过反复商议后, 针对学生的道路而发放的, 所以现在整个班的同学都开始陷入修行狂潮, 毕竟在这里灵气充盈, 每个人修炼的速度都远超凡间, 就连上官哈密瓜每天放学第一件事, 就是回到小院修炼, 很少再出来玩, 只留下林小璐和诸葛丹两个舞者仙的蛋疼, 这天下午, 林小璐就跟往常一样, 在树荫底下躺着, 而扛着大铁锤的诸葛丹, 则在一旁不断挥舞大锤练功, 硕大的铁锤, 直挥出呼呼的风声, 林小璐也想过了, 如果自己能在天上寻到机缘也好, 要是寻不到的话, 就索性舒舒服服混上一年, 然后回凡间和阿宁成亲, 也挺好, 这样想着的他, 就会很惬意, 毕竟身上没有什么压力, 人嘛, 知足常乐, 也不失为一种幸福, 就像上官十六那样, 吃好喝好玩好, 这就是莫大的快乐了, 小璐, 你看我的这套锤法, 怎么样有没有精进一旁的诸葛丹, 一边挥舞大锤一边询问, 林小璐随意瞥了他一眼, 鼓励道, 很好, 很有精神, 继续努力, 说不定再练一百年你就能超过我了, 哈哈, 好嘞, 单纯的诸葛丹甩着两条大辫子, 继续挥舞着大铁锤, 看着这姑娘青春热情的模样, 林小璐惬意地在心中感叹, 年轻真好, 老大我回来了, 场中, 林小璐正悠哉悠哉地躺着, 一道熟悉的呼喊声, 忽然从院门外传来, 紧接着他就看到了帅帅鸭的身影, 这家伙突然回来了, 少年一喜, 从梁椅上坐起, 院内练功的诸葛丹也好奇看了过来, 场中, 一身洁白羽毛的帅帅鸭飞奔来, 张着翅膀蹦到一处石桌上, 他似乎累坏了, 回来后就抱起石桌上的茶壶, 痛敏了一番, 你见到你家先生的林小璐在一旁兴致勃勃地问, 见到了, 帅帅鸭喝了好大一口水, 然后嘎嘎叫道, 老大, 我和我家先生许久未见, 聊了好长一段时间, 所以回来晚了一两天, 嗯嗯, 仲宁先生破译出一惊了吗? 林小璐期待地问, 哈哈哈哈, 当然没有, 林小璐, 石桌上, 帅帅鸭挥着小翅膀, 连笔带滑道, 这次本鸭见到先生, 跟他说了, 咱们以德福人帮的事, 无够阿姨小院先生都会照顾的, 这一点, 老大你就放心好了, 不过那个一惊具体什么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先生拿到一惊, 以后就回了房间, 一连三天都没出门, 好不容易出来以后, 就让本鸭找你, 让你这两天去见他, 仲宁先生要见我林小璐愣了一下, 帅帅鸭点头, 然后神秘兮兮地对林小璐说道, 老大, 我怀疑我家先生应该是有了一点眉目, 但不好确定, 所以要见你问你一些东西, 而且, 我家先生是学院的代理院长, 地位只在纵横老人一人之下, 你见他绝对有好处, 此话一出, 林小璐立刻连连点头, 并开始期待起来, 他也一直很好奇, 能够交出妖如大圣的孔仲宁先生, 究竟是怎样一位智者, 第二日, 清晨, 林小璐和帅帅压起了个大早, 一人一压并行出了小院, 来到上官哈密瓜的院内, 矮冬瓜起床了, 上官大杀笔出发了, 一人一压, 毫无节操地对着女孩子的房屋大喊, 而没过多久, 屋内就传来上官哈密瓜愤怒的咆哮声, 院外, 扛着大铁锤的诸葛丹已经见怪不怪了, 见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在那里掐架, 顿时笑个不停, 他发现, 林小璐很喜欢气上官哈密瓜, 与其说每天早上把他喊醒去上学, 倒不如说是把他气醒, 而现在又来了一个更加气人的鸭子, 这一人一压一起气人的画面, 真是怎么看, 怎么有趣, 在上官哈密瓜怒气冲冲跑出来, 然后跟往常一样, 被林小璐一个过肩摔放倒之后, 一行人才一同往学堂走去, 一路上, 所有见到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的学生都会惊恐不已, 下意识捂着裆部跑开, 男女皆不例外, 帅帅鸭看得惊奇, 故询问这是什么情况, 而当他得知自己老大和上官在开学第二天炸了七十多人的裤裆, 荣获调爆了组合这个光荣外号后, 顿时惊为天人, 佩服的五体投地, 就这样, 一行人嘻嘻哈, 在所有双将同学, 畏惧惊恐的目光中进了九班学堂, 他们向来是属于来得晚的, 因此, 这会儿, 学堂里已经有了不少学生, 几个人一进来, 原本热热闹闹的九班就瞬间变得安静, 绝大多数学生都下意识捂住了自己的裤裆, 一个个惊恐地看着他们, 林小璐倒是没什么反应, 抱着帅帅鸭, 显得很随和, 坐到自己的铺垫上后, 便和一旁的宗拉为盟聊起天来, 上官哈密瓜就霸气多了, 个子虽矮, 但却昂着脑瓜扫射了全班, 然后才拉着诸葛丹亲密坐下, 直到这时, 班里才渐渐开始恢复热闹, 宗拉, 这是我的好兄弟, 帅帅鸭, 绰号秦胜, 帅帅鸭, 这是我的新朋友宗拉为盟, 性别男, 爱好男女, 林小璐介绍完, 宗拉为盟和帅帅鸭, 便友善地相互一点头, 热情到了生, 幸会, 一人一鸭认识完毕, 盘腿坐着的林小璐随口笑问, 宗拉, 你昨天修炼得怎么样还行吧, 小璐林, 我天赋比较平庸, 在同学当中算是修行得比较慢的, 宗拉为蒙羞答答地回答完, 然后说道, 小璐林, 我哥哥昨天来看我了, 他说, 你和上官同学的调报的组合已经传遍学院了, 现在他们立春系都有好多人知道你们, 哈哈,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林小璐抱着帅帅鸭笑道, 像我这么优秀的人, 到哪里都会成为重点人物, 我都已经习惯了, 这次矮冬瓜都沾了我的光, 旁边, 上官哈密瓜, 听这家伙又喊自己矮冬瓜, 顿时气愤的不行, 抓着他腰上的肉就是一宁, 结果林小璐根本不疼, 他跟往常一样, 跟宗拉为蒙继续悠闲吹起了牛逼, 这几天闲来无事, 故林小璐每天都在吹牛逼, 从修为到人生, 从学识到理想, 能吹的都挨个吹了个遍, 于是他今天开始吹自己的帅气, 宗拉, 实不相瞒, 我林小璐作为血手人徒, 绝非浪得虚名, 而且我从小到大, 就特别受人欢迎, 当时我在我们宗门里修行的时候, 就有好多女孩子喜欢我, 天天哭着喊着, 要嫁给我, 后来我老大觉得我太张扬了, 就打了我一顿, 还让我跟那些女孩分开, 笑死, 根本分不完, 宗拉为蒙都听傻了, 而一旁的上官哈密瓜, 也是听得小白眼直翻, 大清早, 班主还没来, 林小璐愣声声, 把宗拉为蒙吹猛逼了, 一直吹到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姓啥的程度, 上官哈密瓜, 也和诸葛丹一起窃窃私语地说着话, 两个女孩常常说着说着, 就开始哈哈大笑, 引得周围, 许多人不断侧目, 足足过了好一段时间, 当班主范英进来以后, 吵闹的少年们, 才渐渐安静下来, 现在每天上午的课程, 基本就是, 讲述一些灵法修行时的细节, 然后范英会挨个询问班里同学, 在修行时遇到的问题, 对林小璐和诸葛丹这种舞者来说, 毫无作用, 因此, 从范英进来的那一瞬间, 林小璐就开始抱着帅帅压睡觉, 毕竟只要他想, 他可以随时随地修炼折龙睡丹弓, 酝养自己的灵魂, 而对此, 范英也没有阻拦, 他和林小璐聊过, 知道这孩子有一些特殊的舞蹈功法, 所以只要不打扰别人, 就不会管, 大梦一场, 一直睡到中午放学, 林小璐被上官哈密瓜一巴掌抽醒, 然后嘻嘻哈哈地起身, 和大伙一起回小院, 林小璐, 学院赐给我的三十天魔诀, 这两天我已经修炼出了一些门道, 一会儿回去以后, 你跟我过过手, 路上, 上官哈密瓜一边消化着上午范英 对他修行问题的解答, 一边对林小璐说道, 行啊, 需要我压低境界吗? 林小璐问, 需要, 你最好把自己压低到住激境, 然后让我好好揍你一顿, 上官哈密瓜笑道, 闻言, 林小璐撇了撇嘴, 那你, 还不如找诸葛丹呢? 一旁的诸葛丹听了顿时脑瓜之谣, 我跟上官姐姐切磋过, 我打不过他, 丹丹你已经很强了, 上官哈密瓜搂着诸葛丹的肩膀笑道, 你这个年纪能和我打成那样确实已经不俗了, 比我那傻狗弟弟还要强好多, 听到夸赞的话, 诸葛丹心里开心了一下下, 然后看着正专注挖鼻孔的林小璐一脸期待, 小璐, 你能不能教我一些特别厉害的武功啊, 我也想变得更强, 你把你的大绝招交给我呗, 我给你付学费, 林小璐文言不屑地哼了哼, 一经经你都还没开始练, 还想学我的大绝招, 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 路要一步一步走, 是要一口一口吃, 古人云, 吃屎不忘拉屎人, 做人最重要, 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 直听得脑壳疼, 对着林小璐吐槽,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拜托你能不能不要把两个不想干的事情连在一起说, 吐槽完, 林小璐, 其实我也想知道, 你有没有什么大绝招废话, 当然有, 林小璐一脸骄傲, 那你的大绝招是什么上官哈密瓜, 满脸好奇地问, 诸葛丹和帅帅鸭也都好奇地看向林小璐, 面对身边朋友们的目光, 林小璐逼格满满的一笑, 惊鸿话语, 与您长思, 诶, 诸葛丹和上官哈密瓜同时惊讶了一下, 觉得这个大绝招的名字好有逼格,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啥, 但听起来却很有意境美, 就连帅帅鸭都端着下巴惊讶, 老大, 这个大绝招的名字是你自己起的, 还是别人给你起的, 听起来很不错呀, 当然, 是我自己起的了, 林小璐脸不红心不跳地傲娇道, 我这么有文化, 又爱学习, 学富舞车满富经轮, 林小璐, 那你这个大绝招, 威力大不大上官哈密瓜好奇问道, 威力还行吧, 也就一招下去, 可以打几百个你, 勉强能用, 林小璐一脸谦虚道, 上官哈密瓜 下午时分, 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简单过了下手, 帅帅鸭和诸葛丹则是在一旁做观众, 打斗很短暂, 不过树西, 上官哈密瓜的心灵法确实还不错, 而且, 修为精进极快, 当然对上林小璐, 那就完全有点不够看, 其中帅帅鸭见多识广, 给了上官哈密瓜一些建议, 随后这丫头便一脸思索地回了自己小院, 而在这之后, 林小璐就和帅帅鸭一起离开小院, 去了洛乌镜所在的系主店, 林小璐要去跟洛乌镜说一下, 去见仲妮先生的事, 第三次见到洛乌镜, 他还是一副生人物镜的冰冷面孔, 林小璐则抱着帅帅鸭, 在他面前老实站着, 这会儿是下午, 阳光从店外照耀进店内, 将店内的桌椅设施, 铺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辉, 显得很圣洁, 洛乌镜周身飘舞着不断化作灰烬的袋子, 胳膊肘撑在书桌上, 气宝物灵法等机缘, 来评价每一系的教学, 评价高的系, 从系主到学生, 都会获得纵横前辈的奖励, 说完, 洛乌镜瞥了一眼一脸乖巧的林小璐, 小兔崽子,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文言, 林小璐果断点头, 师娘放心, 我一定帮大伙抢机缘, 还抢别人弄到的机缘, 除了我妹妹的金哲系, 和阿易无垢所在的丽丘系以外, 别的都抢, 洛乌镜点了点头, 满意地道了声, 如子可教, 随后继续说道, 有件事本座提醒你一下, 你现在的实力, 在学院所有的学生中虽然出类拔萃, 但还并不是真正无敌, 林小璐文言一愣, 有些惊讶地抬头看向洛乌镜, 而洛乌镜则是继续清冷到, 白鹿, 谷雨, 冬至, 这三个系中都各自有一名原音镜的学生, 此话一出, 林小璐瞬间一惊, 就连帅帅鸭都狠狠震惊了一把, 见到这一人一压惊讶的神色, 洛乌镜并未意外, 而是老神在在地讲道, 三千世界, 每个世界都会有天之骄子, 而这么多天骄之中, 又怎会, 只有你林小璐一个妖孽, 现在开学已经有一段时间, 各个学生的实力也都陆续展露出来, 其中前十名学生已经大致排出, 师娘, 这十个人里都有谁啊, 林小璐眼巴巴地问, 文言, 洛乌镜说道, 前四名学生并列, 谁强谁弱, 暂时还不好说, 但都是堪比原音的少年人, 他们分别是白鹿系的刘伯阳, 冬智系的宫阳夏木, 古语系的冰桃, 以及你, 双将系的林小璐, 这四个人中, 你和那位冰桃最小, 同样都是17岁, 刘伯阳和宫阳夏木则是20岁, 而在你们四人之后, 排在第五位的是大雪系的赵木木, 第六位是金哲系的林小玉, 同时, 他也是整个学院年纪最小的人, 然后第七位是丽秋系的阿一, 第八位是小韩系的杨小, 第九位是盲种系的野狗, 第十位也是咱们双将系的上官哈密瓜, 长长的排名一出, 林小璐彻底猛了, 上官哈密瓜居然都只能排到第十, 这么变态的嘛, 排在小月和阿一上面的, 除了自己以外, 居然还有整整四个人, 修仙者学院还真特娘的是卧虎藏龙啊, 不愧是收集了三千世界所有顶级天交的学院, 似乎是感受到了林小璐的惊讶, 落无尽轻道, 你不用太过担心, 这些排名只是根据目前学生的表现, 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真正动过手, 除了前四名以外, 后面六名的排名并不按照先后顺序, 其实力相差, 也是微乎极微, 不过, 说到这里, 落无尽一眨不眨地看着林小璐道, 小兔崽子, 你师娘我, 天生就喜欢争第一, 你明白吧, 明白明白林小璐点头如同捣算, 他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女人有时候比男人更争强好胜, 而且心眼还小, 不像男人, 绝大多数心都比较大, 平时争的还都是一些无意义的东西, 他小时候就看见过两个男人碰面, 其中一个男人看到一棵树, 对另一个人说, 你能跳起来, 够到那个树枝吗, 然后另一个男人就一个劲地跳起来去够树枝, 乐此不疲, 就为了证明自己很厉害, 这种行为或许不是很聪明, 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 大多数男人在没有彻底长大前, 心里年纪是小于同龄的女人的, 她们往往都憨憨地, 一根筋, 心大, 而女人往往就要比同年龄的男人成熟很多, 所争取的东西也就更加现实, 当然, 及格别人除外, 比如某个吃了二百年水果, 或许平时看起来很聪明, 但只要师弟不在, 就会哇哇大哭地掌门, 店内, 林小璐一口答应落无尽, 并表示自己一定打败所有人给她长脸, 随后便得到了恩准, 然后抱着帅帅鸭, 风风火火出了殿堂, 直奔大坑的出口而去, 来了这个坑里, 几天她都快无聊死了, 这会儿终于能够出去, 还是剑帅帅鸭的上一任主人, 这就给了她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毕竟好像自己老大都特别尊敬这位仲尼先生, 故林小璐非常期待, 有智慧的人身上是有一种别样的魅力的, 和这种人相处往往会非常舒服, 仿佛思想都在接受洗涤一样, 就像无心禅师, 路上, 林小璐抱着帅帅鸭一路来到出口, 和守门的原因进守卫说明情况后, 便如愿以偿出了大坑, 帅帅鸭, 仲尼先生在哪里出了大坑, 林小璐立马迫不及待地询问, 在如店, 老大你一直走, 我给你指路, 嘿嘿, 好, 风景玄幻, 骑山一时遍地的学院中, 少年抱着帅帅鸭一路小跑, 而帅帅鸭一边握在林小璐怀里, 一边抬头对他说道, 老大, 你的这位戏主, 好像比一般的天人镜还要强一些, 这可是位大腿啊, 你一定要抱住, 是吗, 林小璐文言有点高兴, 他除了落无尽, 和刚来时带路的红魔道人以外, 还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天人镜, 故意只以为天人镜都像落无尽那么掉, 可以一个眼神秒杀原音镜, 怀中, 帅帅鸭认真点头道, 落无尽身上的气息强的惊人, 我问过我家先生, 他在后土为尊, 好像是后土娘娘的唯一传人, 后土娘娘, 那是谁, 呃, 怎么说呢, 帅帅鸭迟疑了一下, 随后解释道, 后土娘娘是太古时期的人物, 跟神话差不多, 你可以理解为, 只要一个东西会死, 那么这个东西, 就归后土娘娘管, 此话一出, 林小璐顿时惊为天人, 一边跑一边惊讶, 这么说的话, 后土娘娘就是地府老爷了林小璐小时候, 听过村里老人讲故事, 那时候他爹娘还在, 村里经常有老大爷闲得没事, 就吓唬他们小孩, 给他们讲地府因差勾魂之类的民间故事, 那时候, 林小璐也就四五岁, 因为是男孩, 故每次都光着屁股, 站在村口听老大爷讲完, 怀中, 帅帅鸭继续笑道, 地府老爷是虚构的, 不过六道轮回却是真的, 人死了以后, 灵魂就会投胎转世, 每个人, 每个生命, 那都是有前世今生的, 这样啊, 那我的前世一定很掉吧, 你说会不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官林小璐开心的问, 听到这个问题, 帅帅鸭微微沉思了一下, 然后道, 老大, 其实你的前世不一定就是人, 林小璐, 按照指路, 少年小跑到一处掌桥, 见到了一处满是红粉的桃园, 仲宁先生就住在这桃园里, 我还以为是那种很有逼格的宫殿呢,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宫殿的, 帅帅鸭解释道, 我家先生喜欢自然风光, 林小璐点了下头, 抱着帅帅鸭进入桃园, 心细的他发现, 桃园内的桃树上, 也都刻有许多复杂深奥的符路, 甚至连花瓣上都有, 这些符路是怎么回事我看学院的其他设施, 什么房梁, 木柱, 石板, 甲山上, 也都刻着这些很小很小的符路, 红魔道人说, 这是因为学院的这座岛屿是做出来的, 这些桃树不会是被做出来的吧, 不完全是, 帅帅鸭之无不言道, 这些符路好像是一种巨灵的深奥符文, 我家先生说是纵横道人刻下的, 用来凝聚修仙界的灵气, 来让学生们修行得更加顺畅, 说到这里, 他不禁感叹了一下, 这位纵横道人可真是位顶级大能, 不仅无中生有, 做出这么大一座岛屿, 还刻下了如此玄傲难懂的符文, 就为了让修仙界的天人静修士变得更多, 更好地对付域外, 他这是铁了心, 要为修仙界批量创造天人静修士啊, 那个域外到底是什么啊, 老听你们说,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帅帅鸭摇头道, 我先生也不跟我说, 回头老大你可以问问李明如, 他应该知道, 一人一压说着话, 彻底进入了桃园深处, 而没过多久, 林小璐就看到了一座篱笆小院, 篱笆小院很普通, 里面是几块菜地, 然后是灰蓬蓬的土屋, 感觉和乡野桥夫的房屋差不多, 林小璐仿佛回到了冬瓜村, 此刻, 篱笆小院内正有一位身材壮硕, 身穿藏蓝色长衫的魁梧老者, 安静地坐在一张木桌边, 他一手捧着书卷, 一手握着石锁, 正在一边看书, 一边练臂礼, 看到这奇怪的景象, 林小璐直接就梦了, 那左手持着书卷研读的儒雅模样, 和给他一种极大的反差感, 这就是帅帅鸭的先生如胜先生, 我带我老大来了, 帅帅鸭见到老者嘎嘎大叫, 领着林小璐进入小院, 林小璐也非常恭敬地拜见到, 峨眉李明如之徒林小璐, 见过众迷先生, 院中, 老者放下石锁和书卷, 抬起头, 捋着胡须看向林小璐, 他没有立刻说话, 而是笑眯眯地看着林小璐, 温和的目光将其从上打量到下, 反复数次, 直看得林小璐心里毛毛的, 两久, 他才终于开了口, 用一种独特的嗓音笑道, 有杀气却无恶气, 有邪气却无魔气, 有正气却无痴气, 不错, 果然是侠气凛然, 林小璐愣了一下, 有些不理解侠气凛然的意思, 不过他听得出来是夸自己, 顾开心道, 先生大才, 您真是未有啥说啥的智者, 扑吃, 老者笑出了声, 似乎很欣赏林小璐的幽默感和厚脸皮, 示意他坐下, 林小璐也不客气, 在桌边木墩子上一座, 和老者面对面, 静谧的农家小院中, 老者似乎并不怎么着急, 也没有提一经的事情, 而是先笑呵呵给他倒了杯茶, 仿佛一个普通长辈看晚辈一般笑道, 林中小璐, 对吧? 哪里人啊, 地方是小地方, 具体哪里说了, 先生可能也不知道, 不过我是乡下人, 林小璐回应, 那地方可不小了呀, 则则, 原来林小友也是来自大地方的, 老朽诗境, 林小璐, 他张了张嘴, 一时间有些答不上话, 他有些跟不上这样, 有大智慧人的思想, 场中, 老者看着林小璐, 似乎是对他很感兴趣, 继续问道, 林小友不曾修仙林小璐摇摇头, 不曾, 我是习武之人, 哦习武之人, 老者点点头, 冲林小璐端起茶杯, 作为晚辈, 林小璐也连忙端起, 然后装模作样品了一口, 茶怎么样没有酒和豆浆好喝? 林小璐如实回答, 为何老者笑问, 林小璐想了想, 然后老实回应道, 可能我很少喝茶吧, 我感觉茶太苦了, 虽然香是挺香的, 不过感觉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喝的, 反正我是品不出来好坏, 文言, 老者哈哈大笑, 似乎很高兴, 林小璐没有不懂装懂, 随后他看向帅帅鸭, 笑问道, 小马, 当初林小友, 是花了几文钱买下的你林小璐听到这话, 再次一愣, 小马帅帅鸭, 真名叫小马, 桌上, 帅帅鸭对老者恭敬回答道, 老大花六十文买的我, 老者一听, 忽然笑容一收, 整个人白眉倒数, 吹胡子瞪眼惊道, 就你这半肚子墨水, 也敢卖六十文小马, 你还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 帅帅鸭, 等一下众迷先生, 林小璐打断这一组一扑的说话, 身子前倾, 满脸一问道, 帅帅鸭的原名是叫小马我都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帅帅鸭是他的真实名字, 桌上, 帅帅鸭已经把脑瓜缩在了脖子里, 并用翅膀抱着, 而孔仲迷听了林小璐的话, 顿时更加生气, 看着他道, 你连老朽给你取的真名都没告诉林小友吗, 快告诉林小友你的真名, 闻言, 林小璐的目光转到了帅帅鸭身上, 而帅帅鸭则深埋着脑瓜, 一副羞于其耻的模样, 此刻的他尴尬不已, 但又没办法, 只好心不甘情不愿道, 帅帅鸭是我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 先生给我取的本名不叫这个, 我姓马, 哦, 那你全名叫啥林小璐继续好奇, 帅帅鸭纠结了许久, 最后鸭嘴一撅, 憋出一句, 马辣烫, 林小璐, 什么玩意儿, 面前, 仲迷先生摞着胡须笑道, 老朽曾读过无数书籍, 三教九流, 如是道魔, 以及各种小众书籍, 无所不包, 其中有一段时间, 一直向往书中所描写过的一种名为马辣烫的美食, 只可惜, 其制作方法已经失传, 不能一瓶美味, 真是爆汉终身, 正好那时候收养了他, 便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每日忘鸭念马辣烫, 以解老朽嘴馋之苦, 捧着茶杯的林小璐都听猛了, 合着眼前这位如胜, 实际上也是位吃货呀, 不过他也能理解, 帅帅鸭为啥不用真名, 这就和上官哈密瓜一个道理, 毕竟相比于马辣烫这么奇怪的名字, 帅帅鸭无疑要好听得多, 又喝了一口茶, 陪老者闲聊了几句, 性子比较急的林小璐便按捺不住了, 他又不是来闲聊的, 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先生, 帅帅鸭, 哦不, 马辣烫说, 您看了一惊, 以后有了些眉目, 因此喊我过来, 您孔仲尼见他终于开始急了, 于是洒脱一笑, 一惊, 林小璐期待地连连点头, 完全没有眉目, 林小璐, 见少年猛逼了, 一把年纪的孔仲尼, 再次笑出了声, 仿佛一个老顽童一般, 哈哈大笑, 开个玩笑年轻人, 你应该也很欣赏老朱的幽默感吧, 林小璐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仗红着脑瓜点头, 欣赏, 自己, 真是太TM欣赏了, 面前, 孔仲尼满脸红光地笑了好一阵, 随后才将笑容收起, 认真开口道, 老朱这几日, 确实研究了许多时间, 听小马说, 这一经, 是三丰道人传给小友的林小璐点头, 先生, 当初在折龙睡丹宫的睡神仙世界中, 三丰前辈跟在下说过, 这一经是由陈团老祖传给火龙真人, 然后由火龙真人传给三丰前辈的, 文言, 孔仲尼喝了口茶, 然后不急不慢地讲道, 三丰道人, 火龙, 还有陈团, 他们都是当年三重天界的人物, 都是了不起的人, 林小璐一愣, 三重天界, 孔仲尼点头, 三重天界, 三千世界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修仙者差点被五道打破垄断, 此话一出, 林小璐花, 被一生从木墩上起身, 满脸震惊地看着孔仲尼, 原来真的有大能前辈, 差点打破修仙的垄断, 之前自己就有想过, 像张三丰, 达摩, 火龙, 陈团这样的绝世五道宗师, 没理由比不上修仙者, 哪怕比不上原因, 比一比结单也行啊, 原来这些前辈真的试过, 木桌对面, 孔仲尼笑了笑, 示意他先坐下, 并给他续上一杯茶水, 随后继续开口道, 这已经啊, 意思方面, 老朽已经是完全看明白了, 确实拥有高山羊指般的大智慧, 但他里面有很多的点, 对于五道来说, 确实是死的, 是不可行的, 孔仲尼看着林小璐道, 《易经》的原作者, 老朽也不知道是何方高人, 但以现在的角度去看, 林小游想将其当作武术去练, 确实不现实, 听到这里, 林小璐的眼神彻底暗淡下来, 在他的认知里, 眼前的这位仲尼先生, 应该就是整个修仙界最有智慧, 知识最多的人, 而如果连他也说一经无法练, 那自己就真没办法了, 自己还能找谁找汤圆吗, 自己不想走火入魔, 或者菊花喷血, 少年心里乱糟糟的, 他仿佛看到, 自己这辈子都指不与老牛逼近了, 虽然老牛逼近也挺厉害, 但总归是有点不甘, 固执地无奈叹了口气, 而就在他准备起身告辞时, 孔仲尼却忽然神秘一笑, 林小友, 虽然这一经无法练, 林小友可以靠悟啊, 林小璐, 他微微一愣, 脱口而出, 怎么悟林小友想怎么悟孔仲尼, 喝着茶窃一反问, 林小璐想了想, 随后迟疑着道, 我想, 边拉屎边误扑, 孔仲尼当场破防, 热茶都喷了出来, 一旁的帅帅鸭也是忍俊不禁, 用翅膀捂着肚子, 嘎嘎直笑, 孔仲尼把持不住的失态了, 整个人吹胡子瞪眼睛地瞪着林小璐, 好啊, 真不愧是李明如那兔崽子的徒弟, 你们师徒俩说话, 真是一个德行, 一个尿得略高, 一个边拉屎边误, 真是大的小的, 都来呛老朽这个读书人, 奶奶个熊, 真是气煞老朽, 见仲尼先生生气, 林小璐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抱歉先生, 我见习惯了, 不过, 我和我老大的这种独特幽默感, 先生应该也挺喜欢的把孔仲尼文言翻了个白眼, 喜欢, 自己可真是太喜欢了, 喜欢的读书人的形象都差点丢没了, 不过作为长者, 他还是耐心地坐下, 并对眼前的后生耐心解释道, 所谓悟道, 自古就有, 而林小友便是要从一经中去悟一经的道, 去找寻自己对一经所认知的点, 老朽和小马告诉你的, 都是我们对一经的理解, 这并不能代表小友你自己, 小友要自己去理解, 就比方说一本书, 有的人喜欢看, 有的人不喜欢, 有的人能看出道理, 有的人看不出, 道也是如此, 有的人可以对花鸟鱼虫悟道, 有的人却悟不出, 故只能对梅兰竹菊悟道, 有的人可以对笔墨指焉悟道, 有的人也悟不出, 只能对锅碗瓢盆悟道, 所以同一个事情, 每个人悟出来的东西并不相通,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唯一, 桌前, 孔仲尼看着林小璐, 语众心长地说道, 武术, 可以靠炼, 灵法, 可以靠修, 知识, 可以靠学, 而道, 则只能自己去悟, 林小友, 你明白了吗? 看着孔仲尼先生, 慈祥且充满智慧的目光, 林小璐的呼吸都停了一下, 随后果断摇头, 这真不怪他, 悟到这种事情, 对于他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 还是有些太深了, 他读的佛经没有无够多, 读的儒藏, 也不及帅帅压, 读的道藏, 更不如妙心师姐, 就连小黄叔的学习, 也远远不及老大和上官大叔, 他能懂什么呀? 而对于这样的他, 孔仲尼也无奈了一下, 叹了口气后, 只好用大白话问道, 林小友, 你知道, 你师父李明如那个兔崽子, 他当年悟出来的道, 是什么吗? 林小璐摇头, 学生不知, 见少年自称学生, 孔仲尼眼中的温柔, 更厚了几分, 慈祥笑道, 你师父悟出的道, 是自在, 来, 老朽再问你, 你知道自在, 是什么模样吗? 林小璐一愣, 自在有模样, 自在不是一个心境的词汇吗? 这怎么会有模样? 见他猛逼, 孔仲尼便冲他摊开了双手, 笑道, 你看, 你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林小友从未切身误过, 自然不知道, 自在为何模样。 风景如画的桃源深处, 孔仲尼坐在黎巴小院内笑道, 李明如一生的追求, 便是自在, 洒脱, 逍遥, 最终他也就看到了自在本身, 虽然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但他误到了, 所以他也看到了。 赵文道惜死可以, 告诉了我们道的魅力, 世间万物皆有道, 道道不同。 当年李尔前辈从未修炼, 却能一朝悟道, 中毒不天下, 踏破虚空, 这, 就是道的魅力啊。 而易经中的周易, 龟藏, 连山三篇, 分别对应万物的过去, 未来, 以及气。 小马让林小友尝试去感受气, 控制气, 这是他对龟藏的理解, 不能说他的理解不对, 但却是有势偏颇的, 毕竟这只是他的看法, 而不是林小友自己的。 既然易经不能练, 那就去悟。 而悟, 又怎能和练一样,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玄虽深奥, 但道易简, 先道再玄, 后玄成道。 故老朽认为, 林小友应当自己去学习易经本身, 先完全理解其中意思, 然后就去游历, 去感受, 去看, 去悟。 易经描述了万物的过去, 未来, 以及气, 三者。 那林小友就去外界游历, 去看万物的过去, 未来, 气, 自己去感受它们, 自己去悟它们。 当林小友什么时候悟到过去, 悟到未来, 悟到气, 那么林小友, 也就悟到已经所有的奥妙了第一次接触所谓的悟到。 林小璐感受到了一种, 好像很简单, 但却又无从下手的感觉。 跟帅帅鸭学了那么久, 易经的意思他, 基本已经摸清楚了, 但让他去悟, 他就很猛圈, 毕竟像过去, 未来, 以及所谓的万物之气, 这些要么是一些抽象的概念, 要么就看不见摸不着, 这让他感觉自己连个参照物都没有, 这怎么悟自己脑瓜里幻想? 桌前, 林小璐皱着眉头, 然后有些迟疑地问出第一个问题, 先生, 这个悟到, 学生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随时可以开始。 桌对面的孔仲妮, 显得很放松, 悠哉悠哉品着清茶笑道, 人做的每一件事, 即便是毫无意义的小事, 也是有用处的。 老朽认为, 实际上每个人从出生开始, 到离世结束, 所以林小友不必担心, 因为你已经在悟到当中了。 闻言, 林小璐猛了一下, 随后他想起了, 当年在无心寺的时候, 无心禅师好像也对自己说过差不多的话, 那时候他每天练功之余, 都会陪着无心禅师种地, 浇浇水, 翻翻土, 虽然对于修仙者来说, 这些可能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小事, 但他确实在种地的时候, 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与快乐。 或许, 那就是所谓的悟到, 林小璐微微思量了一会儿, 然后尊敬地看向孔仲妮, 再次问道, 先生, 学生想问, 过去, 未来, 以及所有的气, 学生, 如果要悟这些, 应该从哪方面开始听到这个问题? 孔仲妮沉吟了一下, 一旁的帅帅鸭也露出思考的神情, 而没过多久, 孔仲妮就开口解答道, 林小友可以先从过去开始, 老朽认为这是比较简单的一步, 林小友可以去询问身边好友的一些过去, 也可以回望自己的过去, 看看从中能不能得到一些感悟, 听到这番话, 林小璐顿时觉得怪怪的, 她感觉这所谓的悟道, 有点云里雾里, 有点扯淡, 感悟这些, 会给自己带来实力的成长, 她觉得不现实, 因为林小璐本身是有一套自己的逻辑的, 在她的逻辑里, 一分耕耘不一定能有一分收获, 但肯定会获得一些东西, 哪怕是一分耕耘一个教训, 一份积累等等, 而她的目的从始至终也很明确, 那就是冲出老牛逼境, 成为可以比肩天人静修饰的逼亡静, 但在她的逻辑里, 询问别人过去, 回望自己过去这种事情, 和功力上的提升并没有必须的关系, 虽说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不假, 但自己是奔着提高修为来的, 而这种事情, 她觉得和修为毫无关系, 哪怕能收获一些感悟, 但也和提高修为不搭搭, 所以她并不太想做, 因此, 她纠结了一会儿后再次便直接质疑道, 先生, 人如果悟道成功了, 真的可以提高修为吗? 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学生真心觉得悟道和提高修为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问出, 一旁的帅帅鸭都冷冷地看了看林小璐, 她感觉老大现在问的问题自己已经完全答不上来了, 不像当初, 她问的每一个问题自己都能答出, 这就是成长吗? 桌对面, 孔仲尼沉思了一会儿后, 开口道, 人如果悟道成功, 最先得到的便是一份关于规则的理解, 其次, 会得到有关于道本身的拓展性融合, 她举起一根手指, 举个例子, 老夫于书本文字悟道, 创如, 之一道, 为天下读书人, 开创出了一条路, 这对修行上来说, 短时间内, 确实不会有什么作用, 但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起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首先就是, 老夫的灵魂与如道仅仅融合, 所说所言, 皆可影响天地世人, 任何文学作品, 老夫也都可轻松看出, 其中心思想与本质, 所以如果硬要做比较的话, 那么林小友可以理解为, 悟道成功之后, 就可以在某一个方面, 某一个点, 成为主宰, 成为先知, 因为你摸到了这一条道路上所有的规律, 而到了那个时候, 你悟道的这一切, 便会深深地在灵魂中打下其烙印, 和你达成一个相互成就的结果, 着前, 孔仲尼置无不言地教导道, 所谓修行, 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其最终目的, 永远都是心境上的感悟, 让修行者获得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快乐, 而林小友已一经过去, 未来, 万物之气参道, 一旦成功, 具体会得到什么? 老夫不得而知, 毕竟每个人的道不同, 人不同, 得到的东西自然也不同, 不过林小友其实并不需要纠结, 因为一件事情, 我们并不一定非得奔着目的去做, 最重要的是做这件事情, 能否让我们获得快乐? 林小友, 人生很长, 有的时候, 做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结果的事情, 反而会更加有趣且轻松, 而要是什么都奔着目的去做, 就难免会有压力, 会放不开, 老夫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经常喜欢说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 同伴们说, 老夫无聊, 他们才不懂, 人这一生中所说的话, 时有都是废话, 这是一种低调的闲情雅致, 说废话, 独废文学, 不仅快乐, 而且爽, 这就是一种快乐的修行方式。 扑哧, 林小露笑了一下, 他被充满幽默感的孔仲尼逗笑了, 他已经听明白意思, 仲尼先生想让自己先去做, 去尝试, 不用抱着极强的功力心, 轻松快乐的悟道, 他觉得很有道理, 也确实是自己把修行, 悟道, 想得太苦哈哈了, 局限了想法, 谁说修行就不能是快乐的, 自己今年才17岁, 又已经是老牛逼近了, 放在过去, 估计当个山大王都没问题, 所以, 有的是时间, 就算是悟出一坨屎, 自己也还年轻, 还可以继续悟别的。 顾想明白的他, 决定不再考虑结果, 放下心中执念, 不问结果的, 去尝试悟一经。 至于最终能悟出什么, 能得到什么, 统统见鬼去吧。 嗯, 回去就问问矮冬瓜诸葛丹他们的过去, 感受一下过去,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槽点, 可以让自己狠狠嘲笑他们一番的。 当天下午, 林小璐和孔仲尼聊了不知多久, 一时都忘记了时间, 而在最后他起身告辞后, 他就抱着帅帅鸭马, 不停蹄回了双将戏的大坑。 他决定听从仲尼先生的建议, 去问问别人的过去都是什么样的。 嗯, 反正也不累, 夜晚, 虚实, 穿着黑色小裙子的上官哈密瓜正在修炼。 他修炼得很专注, 很用心, 但却突然觉得怪怪的, 有一种被人监视的感觉。 顾在难受了一阵后, 他便从入定中醒来, 睁开双眼。 然后, 他就看见了目光炽热盯着自己的林小璐。 那一刻的他, 盘腿坐在铺垫上, 林小璐则抱着帅帅鸭蹲在他面前, 然后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一时间四目相对, 一个炽热, 一个猛逼, 啊, 啪, 一睁眼便看到有人盯着自己, 尤其是那么炽热地盯着自己。 上官哈密瓜顿时吓了一跳, 然后惊慌失措给了林小璐一巴掌。 你要干嘛? 挨了一巴掌的林小璐并没有什么反应, 他知道上官哈密瓜是一个手比脑瓜快的人, 故继续目光炽热地道, 上官, 我想要你的过去和未来。 上官哈密瓜一愣, 随后猛地惊恐起来, 一把捂住胸口, 结结巴巴地看着林小璐道, 不, 不行, 你已经有大唐女皇了, 而且, 而且我妹妹让我照顾你, 就算你也该照顾我, 你也不能, 不能这么照顾我, 这是不合适的。 林小璐, 他觉得上官哈密瓜怪怪的, 自己只是想要问问他的过去和对以后未来的想法, 当时看见他在修行, 所以自己才强忍住心思等他, 怎么他不仅打人, 说话还这么奇怪。 面前, 上官哈密瓜的娃娃脸羞中带怒, 脑瓜憋得通红, 大声骂道, 沙比鲁老娘警告你, 你要是敢对老娘有 非分之想, 老娘就炸你的裤裆, 笑死, 我的裤裆那么硬, 你能炸得动林小璐一脸不懈地骄傲道。 此话一出, 上官哈密瓜的脸色再次一红, 身子都有些微微颤抖, 但好在下一秒, 林小璐就问道, 你能跟我说说你的过去吗, 我想听一下你的故事。 上官哈密瓜, 听我的过去, 你想干嘛少女的双手还捂着胸, 并且满脸警惕, 不干嘛呀? 林小璐解释道, 我今天去见仲尼先生了, 先生让我悟到过去, 未来, 以及万物之气, 我准备从过去开始, 所以想来问问别人的过去, 然后试着去感同身受别人的人生。 你看, 双将戏只有你和我最熟, 其次才是诸葛丹和宗拉他们, 所以我肯定就来找你了呀。 听到这里, 上官哈密瓜终于大舒了一口气, 然后羞愤地瞪了他一眼, 自己差点没被吓死, 还以为这家伙忽然受性大发, 想要侮辱自己, 原来是虚惊一场。 他平复了一下心情, 然后没好气到, 我的过去很简单, 你要听什么就从你出声开始跟我说说吧, 上官你就当给我讲故事就行, 哦对了, 如果可以的话, 上官你尽量不要隐瞒, 也不要骗我, 我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 上官哈密瓜一听这话, 爆脾气又起来了, 气呼呼地瞪着他, 那我要是有, 也要告诉你, 呃, 林小璐脸色一红,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 这个你到时候就说嘛, 就说某些方面有, 然后就不用和我说了,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听到这话, 上官哈密瓜才哼了一下, 小声嘀咕了一句, 这还差不多。 随后, 他看着面前的少年, 想了想, 臭着脸开口说道, 我今年十八岁, 一直以来都是弟弟妹妹的榜样, 和父亲的骄傲。 上官哈密瓜, 是魔道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作为魔道魁首的大女儿, 在他过去十八年的人生中, 有过两次的高光时刻。 第一次, 便是他刚出生的时候, 整个南疆魔狱的魔头们都来祝贺, 父亲更是将他捧成了掌上明珠。 只可惜, 那个时候的他, 还是一个墙堡中的小婴儿, 并不记得具体的情况。 而第二次, 就是父亲发现他完美继承了父亲的罗刹体质, 且修行天赋还在父亲之上。 而从那以后, 他就被冠引了魔道长公主的称号。 在他的记忆中, 他的父亲一直是比较傻的大傻狗, 天天仗着实力强大胡作非为, 在南疆想怎么耍怎么耍。 而母亲则是个非常精明有手段的女人, 整个家里也只有母亲可以完美拿捏住父亲。 父母之外, 他的家庭中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其中弟弟名叫上官波罗, 相比于他, 弟弟无疑是比较不幸的, 只继承了父亲的傻, 其他的修行天赋和体质一个都没继承, 俨然是一个小傻狗, 还是一个实力一般的小傻狗。 而他的妹妹则叫做上官十六, 继承了母亲的精明和父亲的修行天赋, 但罗刹体质没有继承, 并且由于妹妹是家中年纪最小的, 所以, 无论是自己, 还是父母, 上官波罗, 全家人都宠着妹妹。 而这种宠爱, 也让妹妹养成了不爱修炼, 刁蛮任性的坏习惯。 因此, 从小父亲和母亲的希望, 就都寄托在他身上。 他同时拥有母亲的精明, 父亲的天赋和体质, 且非常努力, 完全没有妹妹的懒惰, 故被全家人都认为, 是魔刀未来的女王。 而弟弟妹妹, 也都以他这位姐姐, 马首是瞻, 非常听她的话。 所以, 虽然有些压力, 但好在家庭和睦, 他生活的还是很幸福的。 而如果硬要说, 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 那就只有两件。 一件是他的名字, 一件是他的身高。 他实在是太矮了, 和弟弟妹妹站在一起, 旁人完全看不出来他是姐姐, 仿佛他才是最小的妹妹。 记得有一次随父亲在南疆出巡, 许多魔道中人远远地在外面拜见, 他听到有人说, 哇, 那个就是魔道长公主啊, 长得真好看, 气场也好强, 不过他真的好矮。 也是从那以后, 身高变成了上官哈密瓜最大的心结。 哪怕父亲跟他说, 将来有一天, 整个南疆都会是他的, 他将会是新的魔道魁首, 他也丝毫高兴不起来。 毕竟, 哪有魔道魁首出去见人, 要养着头见的, 这让他觉得自己很丢人, 觉得自己不配。 铺垫上, 上官哈密瓜抱着光滑白皙的小膝盖, 闷着声音道, 我知道, 我拥有很多人没有的东西, 我从出生起, 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拥有别人没有的天赋, 资源, 背景。 我也知道, 没有哪个人的人生是十全十美的, 我不应该不满足,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因为身高自卑的原因, 我变得越来越容易生气。 记得小时候, 我跟当时八岁的菠萝吵架, 菠萝就笑话我, 说我矮得像的大萝卜, 不配当大姐, 导致我怒火攻心, 活活把自己弃成了重伤, 血都吐了出来。 而现在, 这种情况也没有变好, 在我离开魔狱来神舟游完后, 走在街上, 要是有人看我两眼, 我就会忍不住地瞎想, 想那个人是不是在心里笑话我, 这是我最大的心结。 说完, 他眼眸上台, 赌气式地看着林小璐, 我的过去就这么简单, 没什么东西, 我几乎每天都是在修炼, 打弟弟, 修炼, 打弟弟, 如此反复, 除了家人以外, 也没见过什么人, 不像石榴, 还能偷偷跑去神舟腹地玩, 能够认识你, 吴构, 大唐女皇, 帅帅压这么多好朋友, 我也没有对你隐瞒, 连身高的事情都跟你说了, 林小璐, 严格来说, 你算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好朋友, 我对你够意思了吧, 所以你以后不许再气我, 更不许说我矮。 屋内, 听到少女真心话的林小璐, 没再开玩笑, 而是正经地点了点头, 上官, 你这种心态, 我能理解。 林小璐抱着帅帅压道, 小时候我爹娘死得早, 我和我妹妹两个人在村子里生活, 那个时候, 我就特别敏感, 谁要是敢说我和妹妹是野种, 孤儿, 客死爹娘的煞心, 我就是被人打断腿, 也非得咬死他不可。 不过我现在也看开了, 人们往往就是这样, 不知道有时随口的一句玩笑, 就可能是别人已经忍受一生的痛苦, 这倒不能说, 那个开玩笑的人有多坏, 毕竟他可能也没有想到, 一句玩笑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但这样确实是不对的。 人嘛, 总是在不经意间伤害别人, 然后在不经意间被别人伤害, 我们要学会习惯。 听到这番话, 上官哈密瓜和帅帅鸭同时愣了一下, 帅帅鸭更是扬起鸭头看着林小璐, 惊讶道, 老大, 你居然也能说出这么有水准的话了, 你这样本鸭有点不适应啊。 上官哈密瓜也笑了一下, 然后有些好奇地看着林小璐, 你爹娘去世得这么早啊, 那你小时候和小月都怎么生活的呀, 主要是混日子和靠张老头帮衬。 林小璐没心没肺地说道, 张老头是谁上官哈密瓜问? 说书的。 林小璐回答, 回答完, 他就继续问道, 上官, 对于未来,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或者说, 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听到这个问题, 上官哈密瓜皱其好看的小鼻子想了想, 然后说道, 如果可以, 我希望我能在未来长高, 我要求也不高, 跟菠萝差不多高就行, 然后, 我应该会在修仙者学院成为原因静, 甚至天人静吧, 然后就回南疆, 接我老爹的班。 说完, 上官哈密瓜就不再说话, 而林小璐见他突然不说话, 愣了一下, 没了, 没了, 上官哈密瓜点点头, 不然未来还能有什么打算, 我肯定是要接老爹的班的, 然后就一直修行呗, 能修行到多少岁, 就到多少岁。 听到这番话, 第一次和修仙者谈论未来的林小璐, 明显有些失望。 像上官哈密瓜这样的修仙者, 明明寿命已经远超普通凡人了, 但他所说的这个未来, 怎么感觉还是惨兮兮的, 感觉和凡人就没什么区别, 虽然寿命长, 但同样是一眼看到头的人生, 真感觉还不如花蝴蝶的吃好喝好睡好玩好呢, 甚至感觉还不如一些生活不错的凡人。 屋内, 上官哈密瓜见林小璐低着头不说话, 于是有些好奇地看着他, 你怎么了没什么? 林小璐摇摇头, 随后默默起身, 天色不早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上官哈密瓜乖巧地嗡了一下, 然后看着林小璐离开的背影, 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老大, 第一次听别人的过去和未来, 你感觉怎么样院子的凉椅上, 帅帅鸭趴在林小璐的小肚子上问。 林小璐躺着凉椅, 一摇一摇地晃着, 他想了想, 回答道, 我感觉上官的过去很顺利, 要什么有什么。 而且智商天赋勤奋全都在线, 这样的人只要不夭折以后, 一定会非常厉害。 至于身高这个, 相信他以后会克服的。 那未来呢, 帅帅鸭继续问。 说到未来, 林小璐一摇一摇地凉椅停了下来, 随后他理了李思续, 感慨道, 他的未来,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反正我感觉不如花蝴蝶。 相比于上官, 我觉得, 花蝴蝶才是真正知道自己, 想要什么的人。 我现在甚至觉得, 花蝴蝶要比上官更聪明, 比如同样被欺负, 以花蝴蝶的性格会暂时服软, 然后再找机会报复回来。 而上官却不会, 哪怕他, 知道自己打不过, 也知道自己这么做会吃亏, 但就他那火爆的脾气, 铁定会跟人同归于尽。 此话一出, 帅帅鸭立马赞同地点头, 上官是有脑子的姑娘, 但他的性子, 是和他的脑子冲突的, 当然这也不怪他, 他个仔, 有心结, 再加上上官升天下第二的光环太高, 他又太想配得上自己父亲的位置, 所以就给他养成了, 这有些极端的性格。 说完, 帅帅鸭好奇地看向林小璐道, 老大, 你觉得他的过去未来, 和你比怎么样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想了一下, 然后缓慢说道, 那得看怎么比了, 我的过去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在村子, 一部分在峨眉。 至于未来, 树下, 少年顿住, 他沉寂了很久, 然后抬起头, 看向天空。 许久, 他开口道, 我的未来, 我也不晓得呀。 次日, 酒班学堂, 抱着帅帅鸭的林小璐一觉, 从上课睡到下课, 最后才在上官哈密瓜的拍打下迷蒙睁开眼, 一个和谐的上午, 便又过去了。 当然, 他并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 至少他问了诸葛丹和宗阿维蒙两个小可爱的过去和未来。 嗯, 他感觉自己什么也没误到。 学院的生活枯燥且无聊, 别人都在热火朝天的修行, 就连同为舞者的诸葛丹都在努力修炼一斤斤, 而林小璐则显得像的憨憨。 放学回到自己的院子, 无所事事的他便和帅帅鸭各自做了一个鱼竿, 然后拎着个水桶去了清澈的河边钓鱼。 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 后面是雅致的小院, 右侧是爬满植被的碧绿翠桥, 一人一压坐在岸边, 各自吃着一根鱼竿, 一边钓鱼, 一边闲聊扯淡。 自从来了学院, 我就再也没吃过东西, 每天都是靠折龙睡单宫的睡眠来补充精力, 用一斤斤练出的内力来补充养分。 我都快忘了红烧鱼是什么味道了。 一边说, 林小璐一边眼巴巴看着和水中游来游去的鱼儿。 老大,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难钓到鱼。 帅帅鸭扁着嘴道, 因为我们鸭根没有找到蚯蚓, 连虫子都没找到, 是用树叶做的鱼钩。 而且, 即便我们钓到了, 我们也没有做红烧鱼的材料, 这儿可没有酱油。 文言, 林小璐脸色一垮, 满脸的不高兴。 真是无趣, 今天他很不爽, 因为他问了班里不少人的过去和对未来的规划, 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感悟, 很尴尬。 也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可以误明白一惊。 即便现在一惊的道理, 自己都已经能够看懂, 但, 显然就只是看懂。 河岸边的草坪上, 少年握着鱼竿, 感受着长长的鱼线在水中慢慢荡漾, 并闭上眼睛去感受河水中的气, 可结果也显而易见, 他毛都没感受到, 反而变得有些困。 不久, 一个时辰过去, 一人一鸭一条鱼都没钓到, 隔壁小院的诸葛丹都锻炼完了, 扛着个大铁锤, 双马尾一晃一晃地走了出来。 小鹿, 鸭子, 你们还没钓到鱼骂, 少女眨着金色的瞳孔, 蹲在他俩身旁问。 正在钓鱼的林小鹿和帅帅鸭, 缓慢扭头, 一脸愤怒地瞪了他一眼。 被如此凶悍的目光一瞪, 诸葛丹立马笑道, 好吧, 你们继续, 我不催了, 我要去跑步了。 整整一个下午, 林小鹿和帅帅鸭都没钓到鱼, 最后林小鹿耐不住脾气了, 直接用内力将湖水中的鱼吸了上来, 然后在小院内起了一个小火堆, 准备做烤鱼翅。 修仙者学院的生活, 对于林小鹿来说非常平淡, 一天天就这么过着, 问着别人的过去, 经历, 听着别人对未来的展望和期待, 一时都忘了时间的流逝。 而就在这不知不觉当中, 他们迎来了第一次秘境探险的日子。 这日上午, 双将系的大殿外, 足足500名学生, 根据自己的班级列队, 而他们的目光, 则全都看着台上的戏主洛无尽。 来了修仙者学院一个月, 这些少年们每日修行, 在灵气极其充裕的环境下, 实力得到了难以想象的快速提升。 而今天, 他们就要进入一处名为古月秘境的空间, 去和其他的戏脉天骄一起争夺机缘。 当然对于这种事, 林小鹿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自认无敌的他, 听着洛无尽的长篇大论, 已经打起了哈欠, 嘴巴张得老大。 本作在这里再强调一次, 古月秘境里有许多妖兽, 其中, 圆英镜的妖兽也有几头, 如若遇到难以应对的危险, 必须立刻按下令牌脱离出来, 不要硬马。 另外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去抢夺机缘, 遇到对手, 可以直接打得他们退出, 但不可杀人。 看着台上滔滔不绝的洛无尽, 林小鹿抱着帅帅鸭, 一边打哈欠, 一边满脸无奈。 他没想到高冷的洛无尽, 还有这么画牢的一面。 他站在上官哈密瓜身后, 无所事事地低下头, 好奇研究起了上官哈密瓜的脑瓜。 这家伙的脑瓜是真的圆, 从高往下看可以看到, 上面全是毛, 黑漆漆圆溜溜地, 仿佛一颗毛球。 似乎是感受到了林小鹿的目光, 上官哈密瓜扭头瞪了他一眼, 然后脑瓜子一仰, 往后一撞, 结果林小鹿毫无反应, 反倒把自己撞得生疼。 上官哈密瓜顿时更加生气, 小脸都憋红了, 偷偷抬脚往后一蹬, 结果林小鹿这次学聪明了, 在他抬脚往后蹬的一瞬间, 两条小腿一开一合, 直接夹住了上官哈密瓜的脚。 只剩一只脚站立的上官哈密瓜, 顿时一个不稳, 踉跄着撑住身体, 然后不扭头, 气鼓鼓地小声威胁道, 你特么松开老娘。 不然, 老娘弄死你。 我就不, 你先踢我的。 林小鹿, 你是不是想死? 广场上, 洛乌镜讲完了话, 死灰色的瞳孔扫了一眼小动作不断的林小鹿和上官哈密瓜。 看着这俩人的小动作, 他似乎是想到了一些往事, 嘴角若有若无地起了一丝弧度。 接着, 他便恢复高冷, 并对所有人说道, 现在所有人随我出发去无尘殿, 你们将从那里前往古月秘境。 话音落下, 学生们便立刻开始动身, 脚丫被夹的上官哈密瓜也立刻回身要打林小鹿, 但他胳膊短, 直接就被林小鹿抓住。 林小鹿直乐, 觉得上官哈密瓜真好玩。 而被嘲笑的上官哈密瓜差点没被气死, 小嘴更是煞笔煞笔骂个不停。 最后, 他跟林小鹿换了位置, 跟在林小鹿屁股后面走, 一边走一边跳起来踢他的屁股, 虽然踢不疼他, 但也成功让林小鹿的屁股上硬满了鞋印。 不久, 五百名学生一个班一个班上了悬浮阶梯, 成长队出了大坑。 修仙者学院不允许大规模飞行, 故他们要一起步行去无尘殿, 由于人数众多, 长长的队伍里一时间到处都是学生的说话声, 滔滔不绝的林小鹿野士和上官哈密瓜、 诸葛丹、宗拉维蒙等人说笑个不停, 气氛显得很好。 他很期待, 因为在秘境里应该可以见到妹妹、 阿姨和吴够, 还可以去见识见识落无尽说的那几个原音镜少年。 吴臣殿是修仙者学院一座非常巨大的殿堂, 且独立悬浮于空中, 据说纵横道人就住在这里, 不过他平时很少现身, 而是全部交给各个系主搭理, 因此林小鹿虽然来学院一个月了, 也从未见过这位纵横道人。 此刻, 林小鹿和同学们跟着长长的队伍一同上了无尘殿, 他不会飞, 是被上官哈密瓜提着上去的, 一同被提着的还有诸葛丹。 飞行当中, 林小鹿还看到了其他卖戏的学生队伍, 但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了, 足足一万两千多人, 以至于他一时间没能找到妹妹和阿姨他们。 不久, 林小鹿抱着鸭子进入殿堂, 看到了里面仿佛另一方天地的壮观景象。 这里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宫殿, 而是另一方天地。 进入宫殿之后, 林小鹿看到头顶是一面无边无际的巨大壁画, 壁画上画的是凡间各种各样的街道景象, 城池、街道、高山、流水、皇宫、 名宅等应有尽有, 并且他可以清晰看到上面的人物人来人往, 甚是繁华, 简直神奇到了极致。 林小鹿都看猛了, 周围的少年少女也是纷纷惊叹不已, 兰凯这位纵横道人的强大, 竟然将三千世界的景象都用这壁画给展现出来。 帅帅鸭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壁画, 也是无比感叹。 上次先生跟我说, 纵横道人有通天彻地之能, 是最接近李前辈的存在,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只这一幅展现三千世界的壁画, 只怕就不比李前辈差多少了, 则则, 真是大能。 林小鹿抬着头, 同样看着上方的壁画愣神, 对着上面忙碌的农民, 砍柴的侨夫, 来去匆匆地捕快, 吟诗作对的书生, 大碗喝酒的江湖豪客, 玩耍兮兮的乡野孩童, 惊叹无比。 这到底得多厉害的人才能做到啊, 实在太他妈神奇了。 也不知道, 自己如果成为B王近一代B王, 能不能有如此神通。 他被上官哈密瓜, 提着一路飞行一路看, 不久, 便和大伙来到了一处巨大的湖面面前。 这确实是一面湖水, 只不过是竖过来的, 仿佛一堵墙壁, 林小鹿远远地, 最前方的洛乌镜开始嘱咐秘境的一些东西。 其他卖戏的戏主们也是如此, 纷纷对各自的学生讲话, 林小鹿跟在人群中好奇巴望着, 没过多久他就看到前面的同学 一个一个进入湖面消失不见。 少年立刻摩拳擦掌起来, 被上官哈密瓜笑道, 等我进了秘境以后, 我就到处去抢机缘, 咱俩要是遇见了, 我就送你几个。 上官哈密瓜文言翻了个白眼, 一脸不屑道, 你自己留着吧, 老娘才不需要。 哎呀, 上官你不要害羞嘛, 大家都是朋友。 听到少年称呼自己是朋友, 少女傲娇地哼哼了两声没说话。 随着队伍越来越往前, 不久便轮到了林小鹿, 他被上官哈密瓜提着衣领, 拉到了湖面面前, 旁边站着面无表情的落无尽。 见林小鹿来了, 落无尽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本座要第一。 背着充满寒气的目光一瞪, 林小鹿顿时吓得一缩脖子, 然后脑瓜指点。 师娘放心, 我一定给你拿到第一。 说完, 他就一头扎进了清澈的湖面。 严格来说, 这是林小鹿第二次来秘境, 第一次是去黄天圣楼。 不过相比于黄天圣楼当时的声势浩大, 这个所谓的古月秘境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 上到二十四节气息的各个系主, 下到各个班级的班主, 似乎都已经习以为常, 并没有太将其放在心上, 听说是因为在天上秘境有很多。 而这个所谓的古月秘境只是其中非常普通的一个。 当然, 这并不是说古月秘境内的机缘就会比黄天圣楼少, 相反, 黄天圣楼只是当年上三宗的遗址所画, 而古月秘境是正儿八经的天上秘境, 是另一方天地。 所以当林小鹿抱着帅帅鸭进来以后, 他还是对其充满了好奇的。 而此刻的他就站在一处柔软的沙滩上,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头顶则是温暖炽热的骄阳。 海风微服, 沁人心脾, 少年抱着鸭子, 看了一会儿大海, 然后惊讶道, 范英班主说古月秘境的范围还是很大的, 就跟一个满是妖兽的小世界一样, 果然, 这里居然连海都有了。 帅帅鸭打量了一会儿周围的环境, 随后笑道, 老大, 沙滩那边是树林, 你是要去树林还是要去海废话? 当然是去海上玩。 林小鹿抱着帅帅鸭, 一边往身后的一棵椰子树走去, 一边开口道, 我们以前天天都在地上跑, 多无聊, 今天正好在海上浪一浪。 说完, 他来到一棵椰子树下, 随意地将其连根拔起, 他要做一个木法。 有一说一, 林小鹿的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 尤其他力气比较大, 因此, 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拔出了海边几棵玩口粗的椰子树, 用手掌将树枝等杂物削掉, 使其成为光滑的树干后, 又用手指头将树干两头顶出孔, 全程暴力地一逼。 最后, 他将一些其他树木的枝条, 凝成绳子, 从一根根树孔中穿过, 将其里三层外三层绑在了一起, 没过多久, 一个非常稳固的木筏就彻底成型。 这一幕, 直接把帅帅鸭看猛了, 有一说一, 林小鹿做木筏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技巧, 所依靠的只是正常人不应该有的力气而已。 或许, 这就是大力出奇迹吧, 海边, 阳光笼罩之下, 少年高高举起木筏, 对着大海兴致昂扬的大喊, 出发吧, 牛逼轰轰号, 帅帅鸭听得直无脸, 好甘大的名字啊。 他哭笑不得地站在林小鹿肩上, 让他载着自己一路小跑, 然后刷。 得一声将木筏狠狠投掷出去。 木筏瞬间飞出十几米远, 腾飞到海面上空, 而下一秒, 林小鹿就带着帅帅鸭纵身一跃, 飞身跳到了木筏之上, 随后, 木筏就带着强大的惯性飞冲出去, 落到海面上激震出两道巨浪, 在漫天的浪花中飞速前进。 哇吼, 太帅了。 第一次冲浪的林小鹿嗷嗷大叫, 大游踩着木筏, 乘风破浪涌往直前之势, 而就在木筏载着他一路冲出百米开外时, 木筏底下的海水突然一个收缩, 下一刻, 一头巨大的深渊巨口便从海中冲出, 将他连人带木筏整个吞下。 万里无云的海面中, 一身受血的林小鹿正光着屁股在海里洗澡, 帅帅鸭则坐在一旁飘着的木筏上, 而离他俩不远处还漂浮着巨大的鲸鱼尸体, 其鲜红的血浆染红了好大一片海域。 秘境真的是个很麻烦的地方, 进来以后会和其他人分开, 搞得我都没有洗尘单用, 只能用海水洗。 听着林小鹿的抱怨, 躺在木筏上晒日光玉的帅帅鸭翘着二郎腿, 一脸惬意道, 老大, 你就当来旅游了吗? 说完, 他坐起身, 抱起一旁散发着奇特新臭味的礁石状物体, 和一枚晶莹剔透的圆形珠子欢喜道, 这鲸鱼的龙咸香和内丹, 即便是放在天上, 应该也能卖不少零食, 尤其是龙咸香, 这头鲸鱼的龙咸香居然这么醇厚, 这次我们真是捡到饱了。 这玩意儿这么臭, 真的可以做香料吗? 浑身湿漉漉的林小鹿, 一边问一边爬上木筏, 光着屁股用内里将身上的水蒸干。 当然可以, 这玩意儿很少见的。 帅帅鸭抱着白白的礁石状物体介绍道, 这个东西你别看它现在臭, 等它干了以后就会有一种奇特的异香, 可以做上好的香料。 而且这鲸鱼是杰丹妖兽, 凌厉充裕, 用它的龙咸香做香料的话对修行都有好处, 文之可安神尽魂, 还可以驱散邪碎, 妙用无穷。 那行, 回头我做成香料以后就给妹妹用, 她一定喜欢。 说完, 林小鹿想了想又补充道, 也留一点给阿宁吧, 虽然她不能修行, 但她应该也会喜欢的。 帅帅鸭文言点了点脑瓜, 然后鸭幕看向林小鹿的胯部, 一针小, 还没自己的头大呢。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 光溜溜的少年将身上的水分蒸干, 随后便准备穿上衣服, 而远处平静的海面却忽然传来异动, 帅帅鸭看了一眼, 开口道, 老大, 又有妖兽来了。 正准备穿衣服的林小鹿顿是不乐意了, 吐槽道, 这海上哪来那么多妖兽, 烦死了。 这能怪谁, 你杀了这么大一头鲸鱼, 那血腥味都不知道飘出多远了, 自然会吸引妖兽过来。 少年无奈, 光着屁股站起身, 看着远处汹涌澎湃的海水, 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帅帅鸭剑撞, 则连忙抱住木筏。 下一刻, 少年猛地对着海面大吼, 啊啊啊啊啊, 拉不出来啊, 冲天的怒吼赫然爆发, 阴浪之大, 响天彻地, 仿佛上古巨兽的咆哮, 直接将海面震战出一道小型海啸, 将无数妖兽先飞震退, 而木筏, 也被这无与伦比的阴浪阵的飞速倒退, 乘风破浪般, 冲出了血海范围。 与此同时, 在木筏上方的高空中, 正好有一名身穿紫色裙衫, 面容妩媚的女子飞过, 女子原本并未注意下方海面, 可忽然听到这冲天的咆哮, 顿时浑身凌厉一颤, 耳膜一疼, 整个人惊叫一声, 差点从空中跌落。 他连忙捂住耳朵, 稳住身形, 然后眉目往下方一看。 嗯, 这不是弟弟的好朋友? 那位林小璐兄弟吗? 巴颂为蒙目录惊讶, 随后一喜, 毫不犹豫地往下方飞去, 从天而降, 出现在了他和帅帅鸭面前。 小璐兄弟, 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气质优雅, 成熟抚媚的巴颂为蒙突然出现, 让林小璐和帅帅鸭同时一愣。 尤其林小璐, 他现在是光着的。 巴颂兄弟, 呃, 他愣了一下, 然后就手忙脚乱地开始穿衣服。 而见到他的反应, 巴颂为蒙顿时抿嘴一笑。 美人一笑, 百媚从生, 可这美人说的话, 就不是很美好了。 木筏上, 有着一双勾魂夺破大长腿的巴颂为蒙, 撇了一眼林小璐的裆部, 然后娇艳欲低地笑道, 小璐兄弟不必害羞, 咱俩都一样。 而且, 我的比你还要威武一些, 所以, 没什么大不了的。 正在穿裤子的林小璐, 动作一停, 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看着面前倾国倾城的绝代有物, 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他, 居然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他突然觉得, 和巴颂为蒙孤男寡男, 共处一只木筏, 有些慌。 所以说, 做人不能光看外表, 巴颂为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林小璐发现在, 巴颂为蒙性感美人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知书达里, 并且很讲义气的好汉心。 而且他, 还是一位不错的哥哥, 这一点, 林小璐觉得跟自己一样。 阳光明媚的海洋中, 巴颂为蒙看着远处的巨大鲸鱼尸体, 惊讶道, 想不到小璐兄弟真的这么强。 我之前还以为吊炸的组合都是那位上官妹妹的功劳, 原来始作俑者是小璐兄弟。 嘿嘿, 还行吧, 我跟官配合得不错, 我负责打残, 他负责炸弹, 分工很明确。 说完, 换上衣服的林小璐笑道, 巴颂大哥, 你现在得到机缘了吗? 巴颂为蒙摇摇头, 我也刚进秘境, 目前还没有得到宝物, 小璐兄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人。 说完, 他对林小璐笑了一下, 原本进来之前我还想着, 要是遇到其他系的同学, 说不定会发生争斗, 没想到让我遇到了小璐兄弟, 咱俩正好可以组成盟友。 嗯嗯, 当然可以, 林小璐对巴颂为蒙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人嘛, 海面上, 两男一鸦有说有笑地继续飘着, 商量着下一步去哪里探险, 而远在秘境空间另一边的某处树林中, 正有一个身穿白色裙衫, 踩着白色棉靴, 头上顶着一朵白色沙花, 连瞳孔都是白色的女孩, 独自行进着。 女孩年纪不大, 容貌虽不算极好, 但也算得上清秀, 只是其清秀的脸上, 写满了生人物镜的冰冷, 且所过之处, 周围的气温似乎都降低了几分。 此刻, 她漫不经心地穿行在绿柳成荫, 遮天蔽日的密林中, 苍白却又有些婴儿肥的手中, 抓着一串冰糖葫芦, 一边走一边吃, 两个脸颊都随之鼓了起来, 与其冰冷的气质完全不符, 显得有些滑稽。 而这红彤彤的冰糖葫芦, 便是她身上唯一的红色, 咔嚓。 树枝折断的声音响起, 吃着竹杖, 啃着鸡腿的阿姨自远处出现, 正好撞见了在舔糖葫芦的女孩。 发现人, 阿姨先是愣了一下, 吃鸡腿的动作也随之一停, 而随后, 她便用一双瞎眼看向女孩手中的糖葫芦。 你好同学, 你的糖葫芦还有吗? 我这个月天天吃鸡腿, 有点不想吃了, 我跟你换。 听到这有些奇怪的要求, 一身雪白的女孩先是愣了愣, 随后脑瓜直摇。 你不喜欢吃鸡腿吗?可香了, 不信你闻闻。 阿姨将鸡腿递过去, 想吸引女孩跟自己换, 可随着她的靠近, 女孩白茫茫的眼眸忽然变得一红, 仿佛受到了惊吓。 傻了吧唧的阿姨还没反应过来, 而下一刻, 她就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冰寒。 所以说, 阿姨是个有些特殊的好少年, 作为天骄, 他显得非常随和, 脾气上也没有什么缺点, 什么食材傲武, 架子高这些毛病, 他通通都没有。 哪怕是夏凡遇到凡人, 单纯的他, 也一向把凡人放在和自己同一个水平线上来交流, 似乎在他心里, 仙人和凡人就没什么不一样。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少年, 脑瓜却着实有些一根筋, 就像此刻, 他觉得自己莫名其妙被人揍了一顿, 要不是那个女孩没有下杀手, 只怕自己当场就没了。 咻! 高空之上, 浑身结满冰霜, 比血直躺的阿姨坐在舰上一边飞行, 一边自言自语, 不吃就不吃嘛, 打我干嘛。 不过这姑娘也太厉害了些, 她居然都原婴了, 只怕都快赶上鹿哥了, 真是个小妖孽。 少年盘腿坐在剑端处, 仰着头不断把鼻孔里躺出的血往回塞, 她在用这种方式补血。 而飞了没有多久, 她忽然感受到下方传来一簇浓郁的灵力。 阿姨愣了一下, 虾目往下一瞅, 发现两帮修士正在斗法, 他们似乎在争夺一个破碗模样的法器。 阿姨没有多想, 念头一动, 坐着竹中箭就冲了下去, 同时口中傻嘻嘻地大喊, 以德夫人帮第三站立杀到。 波光灵灵的岛屿交贪处, 木筏撞在了这里, 满脸兴奋的林小璐抱着帅帅鸭就跳了下来, 巴宋为盟也提着裙摆光着脚从木筏上下来。 他们在海上飘了很长一段时间, 随后无意中发现了这座岛屿。 当时帅帅鸭就一口咬定这里有大机缘。 根据她的经验, 机缘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在这种人际罕至, 鸟不拉屎的偏僻地方, 比如某个藏在瀑布后的山洞, 某个悬崖下的枯井, 某个从未被人发现的岛屿等等。 于是, 林小璐便驱使着木筏来到此处, 上了堆满了死珊瑚, 干贝壳, 以及各种硕石的沙滩。 老大, 你选择来海上, 真是选择对了。 这座岛屿看样子, 应该从来没什么人, 里面肯定有大机缘。 一旁的巴颂围盟也是激动点头, 这座岛屿很神奇, 我飞过海面上空的时候都没有注意, 原先这里的位置似乎是被雾气挡住了。 巴颂围盟从进入秘境的第一刻就直接出现在了海里, 然后他便起身飞出, 准备横跨整座海域, 当时他是有观察过海洋的,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机缘。 而那时候, 他就看到有一片海域笼罩着浓浓的大雾,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这片岛屿。 巴颂围盟将自己的发现跟帅帅鸭和林小璐一说, 而帅帅鸭听完后顿时更加笃定, 这里肯定有绝世大机缘。 沙滩上, 帅帅鸭非常自信地说道, 老大你看看周围的天空, 阳光明媚根本没有雾气, 如果巴颂所言非虚, 那就说明从天上往下看, 这座岛屿就会有迷雾, 不会被人发现。 而只有像你这样坐木伐渡海的人, 才能发现这里。 对啊, 很有可能。 巴颂围盟也是有些振奋着娇笑道, 进入古月秘境的都是修士, 没有哪个人会闲得淡疼坐木伐出海, 所以小璐兄弟才能发现这里, 真是有先见之名, 挨小璐兄弟。 你是不是早就算到, 这里有这样一座小岛突然被夸奖, 林小璐傻乐了一下, 虽然觉得有些怪怪的, 但还是很高兴, 故哈哈傻乐道。 巴颂你说的没错, 我早就算到, 这里有这样一座岛屿, 因此才坐木伐出海, 一会儿要是找到机缘, 咱俩就一起分, 狗富贵, 不相忘。 哇, 真是太感谢了小璐兄弟。 巴颂笑得花枝乱颤, 何不拢嘴。 二人一压谈笑着, 一起往岛屿深处走去, 一高人胆大的林小璐, 也根本不惧怕什么危险。 毕竟来的时候, 骆无尽就说了, 古月秘境里, 最厉害的妖兽, 就是袁英静。 而自己的实力, 就堪比袁英静, 即便遇上了, 也能五五开。 而且他觉得, 弱一些的袁英静, 可能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至少得是司徒掌门, 或者上官大叔那样的, 才能打败自己。 所以, 少年很膨胀, 觉得自己老牛逼老牛逼了。 阳光下的岛屿静悄悄的, 很安静, 空气中也带着海洋的淡淡咸味, 林小璐走在丛林之中, 怀里抱着一只椰子, 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 往嘴巴里倒着果肉, 帅帅鸭, 也跟在旁边吃得贼开心。 相比于这两个吃货, 八宋为盟就优雅多了, 他浑身上下充满了知性美, 裙摆浮动间, 总是不经意露出洁白的大腿, 风光无限。 然而, 不管是林小璐, 还是帅帅鸭都丝毫不感兴趣, 他们觉得椰子只好浩喝。 两人一鸭, 一边打量着岛屿中的植被, 一边闲聊, 林小璐更是和八宋为盟聊起了过去和未来, 并讨论了将来八宋找道理, 是找男的, 还是找女的, 还是各找一个的问题。 而对于这个问题, 八宋为盟明显有些害羞, 没肯告诉他。 这个岛屿还挺大的, 而且好安静, 好像都没什么妖兽。 八宋为盟一边四处打量密林, 一边笑道, 对啊, 我们来的时候, 这座岛屿明明看起来很小, 没想到上来以后这么大。 林小璐含糊不清地说道, 一旁的帅帅鸭无奈, 老大, 这叫做静大远小。 帅帅鸭我知道,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 还能不懂吗? 我只是感叹一下好不好, 真是, 吃椰子都堵不休。 话语说到一半的林小璐突然一个急转身, 在八宋为盟和帅帅鸭, 还在猛逼的瞬间一把抓住一枚飞来的箭矢, 异象来得毫无征兆, 而八宋为盟和帅帅鸭更是直接梦了。 尤其是八宋为盟, 他并未感受到任何灵力波动。 此刻, 林小璐的面容在无先前的煞笔模样, 而是变成了冷力的神色, 他看了看手中涂抹着绿色液体的箭矢, 然后歪着头, 冰冷地看向前方密铃。 下一秒, 林小璐一个闪身飞冲出去, 整个人带着一阵疾风扑进密铃, 草木乱飞的瞬间直接来到袭击者面前。 而随后, 他就看到了一名手持长弓的少女。 吃凡夜帽的密铃中, 少年带着冲天的威势冲来, 并看见一名穿着白色瘦皮衣物, 脸上涂抹着红色油彩, 手持长弓的短发少女。 少女有一双干净道灵魂, 好似婴儿般明亮的双眼, 此刻似乎正准备逃跑。 而当他见到林小璐, 和他对视的瞬间, 少女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随后发出一声小兽般的野蛮吼叫, 并从腰间拔出一把动物骨头制作的骨刀。 林小璐见到这一幕, 也是愣了一下, 然后一把掐住少女的喉咙, 甩过头顶, 抡圆了一记冠摔。 他没敢用力, 怕把这女孩直接摔死, 他还要问问情况。 而面对林小璐, 少女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 痛叫一声后, 便直接失去反抗能力。 与此同时, 八宋为盟和帅帅鸭也反应过来, 双双赶到此处, 惊讶地看着这已经晕厥的少女。 帅帅鸭满脸惊奇地惊到, 这座岛屿上居然有人真特么奇怪。 这女的身上没有灵力, 好像是个凡人。 林小璐瞅了两眼晕厥的女孩, 还好我是习武之人反应快, 要不然刚才那只剑就射中咱们了。 帅帅鸭文言翻了个白眼, 老大那只剑根本射不上你好吧。 一旁的八宋为盟检查了一下这名女孩的脉搏, 然后惊一不定道, 这女孩不是咱们学院的, 好像就是这座岛屿的原住民, 可是戏主们不是说古月秘境里只有妖兽, 没有人的马文言, 帅帅鸭的鸭幕闪烁了一下, 然后迟疑地看着女孩,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戏主们也不知道怎么可能。 八宋为盟坐不住了, 精致的脸上满是不敢相信, 学院既然敢让我们进古月秘境, 肯定是对古月秘境做过全方位的神识探查, 知道这里最高只有圆阴镜的妖兽, 所以才会让我们进来。 而这姑娘既然在这个世界, 她是怎么躲过神识地听到这番话, 帅帅鸭也愣了一下,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一旁的林小璐倒是没什么所谓, 满不在乎的道, 你俩别瞎猜了, 管她什么原因, 把这女的先弄醒再说呗。 说完, 她就拍了拍女孩的脸, 醒一醒, 大沙鼻醒一醒, 几个温柔的巴掌下去, 女孩悠悠睁开眼, 见到的第一幕便是林小璐, 巴颂为萌, 帅帅鸭等二人一压的脸。 啊啊, 女孩立刻惊恐尖叫, 挣扎着爬起身就跑, 二人一压猛猛地看着她跑远, 然后林小璐挠了挠挠挂, 无奈道, 这姑娘好像不会说话, 帅帅鸭赞同地点头, 嗯, 比你还没文化。 林小璐, 巴颂为萌哭笑不得看了她俩一眼, 行了, 追上去, 看看这姑娘到底是何方神圣。 文言, 二人一压不再犹豫, 不急不缓地跟在少女身后。 这名少女确实是普通人, 虽然伸手脚尖动作清零, 但并不会武功, 林小璐和巴颂为萌跟得非常轻松, 并且完全没被女孩发现。 一路上, 林小璐一边跟一边观察着周围, 她发现周围的草地中有很多布置下的陷阱, 而随着她的深入, 她也发现了一些动物, 不过基本都是些梅花鹿, 穿山甲, 野兔之类的小型动物, 只偶尔可以看见一两只一闪而过的肉食性动物, 但无一例外都是普通动物, 并不是妖兽。 见到这一幕, 林小璐不禁更加疑惑了, 这名少女生活在秘境里, 她知道自己生活在秘境里吗? 看着前方背对自己不断逃跑的少女, 少年露出了沉思的表情。 不久, 在一阵急行之后, 一座木屋出现在挤人的眼帘, 而少女见到木屋之后也明显松了口气, 似乎是觉得自己安全了。 二人一压藏在暗处, 见女孩来到木屋外怪叫两声, 随后屋内就传出动静, 接着, 一个面容温柔的老妇人从木屋内走出。 女孩见到老妇人后终于平静下来, 然后对着老妇人几里呱啦一通乱叫, 老妇人则耐心听着。 不久, 女孩说完了, 老妇人似乎是听懂了一般点点头, 然后微笑着抬头, 看向林小璐等人所在的方向, 笑道, 几位仙家, 老生这孙女差点伤到你们, 万分抱歉, 还望谅解。 密林中, 林小璐八宋为盟, 帅帅压文言皆是一愣, 随后微微迟疑了一下, 便面面相去地从密林中现身。 而见到他们, 尤其是见到打晕自己的林小璐后, 已经平静下来的少女再次受到惊吓, 兔子般地躲在老妇人身后, 只敢露出半个脑瓜, 小心张望。 老生名幻吕前世, 这是老生的女儿, 吴明。 木屋内, 坐在木头板凳上的林小璐, 看了看正在好奇看帅帅压的女孩, 心中满是疑惑。 老人家, 您和您的女儿怎么会住在这里? 而且, 您和您女儿的年纪相差好多? 你们, 究竟是什么人啊? 巴宋为盟好奇问道。 老妇人笑了笑, 道, 老生和吴明都是古月仙人对爱妻和女儿的思念所画。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一症。 木屋内, 在经得林小璐的同意后, 名叫吴明的女孩抱起了帅帅压, 咿咿压压地哼着不知名的曲儿抱着她玩。 而帅帅压的小白眼翻个不停, 不过终归也没拒绝, 任由她抱着。 老妇人则笑眯眯地继续说道, 古月仙人是很多年前一个非常厉害的天人静修士, 其妻子前世也同为天人静修士, 二人是同门师兄妹, 自幼相识, 两小无猜。 后来, 修仙界遭遇外来敌, 古月夫妇随所有修士一道出征, 出征前夕, 前世怀上了古月的骨肉。 在这之后, 近一年的时光中, 古月夫妇南征北战, 共退外敌, 彼此之间的感情也随着战乱而变得更加深厚。 但, 到了在战争后期, 在狱外即将败退之时, 即将临盆的前世却遭遇到了突然袭击, 最终不幸陨落, 一尸两命。 老妇人用最简单明了的语言, 诉说着一段悲伤的往事, 直听的林小璐一阵恍惚, 目光也随之落在了不会说话的无名身上。 她抱着帅帅鸭摇啊摇的, 口中哼着怪怪的歌谣, 仿佛母亲抱着婴儿, 目中满是温柔。 后面的事情, 林小璐一行人也知道了。 在前世, 带着古月仙人未出世的女儿一同陨落后, 古月仙人郁郁成吉, 即便是天人尽大能, 也放不下对王妻和死在腹中女儿的思念, 最终毅然决然在和域外敌人的战斗中赴死。 在那之后, 她的躯体化作一方天地, 而她的执念最终也塑造出了眼前的老妇人和无名。 古月仙人并未见过自己的女儿, 连名字都未曾娶过, 毕竟当时她还未出世, 所以无名实际上是她对自己女儿的想象构成, 就仿佛新生的婴儿一样干净, 连说话都无法交汇。 文言, 林小璐和巴宋为盟都是有些唏嘘, 其中林小璐唏嘘之余更多的则是惊讶。 她以前对天人静修饰的手段一直没有太过直观的感受, 只是单纯地以为很厉害, 威力毁天灭地, 但她现在彻底有了, 从那映射三千世界的壁画, 再到眼前有血有落的老妇人和无名, 她有了。 毕竟连帅帅鸭都直接表示, 不管是老妇人还是无名, 都是活生生的人, 有血有肉, 有思想有灵魂, 只是她们的灵魂和这个秘境空间牢牢融合在一起, 只要秘境空间还在, 她们便会一直在, 永远不会老去。 而至于为何老妇人, 无名和这座岛屿一直未被人发现, 老妇人也表示, 是因为外面的幻境迷雾, 拥有阻挡神识的能力, 古月仙人自己就是天人静, 因此, 除非修为超过她太多, 否则无法探查到迷雾中的这座岛屿。 屋内, 看着不会说话的无名, 林小璐在恍惚之中有了一丝感悟。 虽然故事很简单, 但不知为何她, 有了一种奇怪的悲伤感。 就比如面前的无名, 她既没有过去, 也不会有未来, 虽然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有灵魂, 但她承载更多的, 却是古月仙人对女儿的爱, 这或许并不是古月仙人的本意, 但她确实出现了, 并且会永远地生活在这里。 在她的世界里, 或许只会有这座岛屿, 和一直照顾她的老妇人。 看着无名纯粹如婴儿般的双眼, 看着她抱着帅帅压爱不释手的欢喜模样, 林小璐有了一丝明雾。 过去是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 未来是不可捉摸的主观判断, 最终过去可以代表现实, 未来也可以代表希望。 而眼前这名叫无名的女孩, 没有这两者, 换句话说, 如果不是自己等人的出现, 在她的人生中, 她的过去就是她的未来, 她的未来也终将成为她的过去, 因为一切都是永恒不变的。 而当一个人失去过去和未来, 那么这个人, 到底还算不算客观存在呢? 屋内,巴颂为蒙苦笑了一下, 对林小璐打拒道, 看来我们白高兴一场了, 并没有得到什么机缘。 林小璐倒是觉得还好, 她看着抱着帅帅鸭摇来摇去, 用脸颊蹭帅帅鸭柔软羽毛的少女, 觉得自己悟到了一丝难以捉摸的抽象概念。 过去就是未来, 未来就是过去, 如果过去和未来有模样的话, 那估计就是无名灵魂的模样吧, 又或者是古月仙人对妻女的爱, 毕竟这份爱过去存在, 死后的未来也同样存在。 这是不是代表着生命的情感、 思念既可以笼罩过去, 又同样可以映射未来, 二人一压没有多坐停留, 起身跟老妇人告辞, 无名似乎很舍不得帅帅鸭, 见他们要走, 张开嘴, 咿咿呀呀地喊了两声。 老妇人笑道, 几位仙家, 无名对你们很好奇, 你们是她第一次见到的人。 闻言, 林小璐想了一下, 拽下帅帅鸭的一根羽毛, 交到了少女手中。 哈哈哈哈。 少女高兴地握着羽毛, 看着少年的目中在无先前的害怕, 反而有了一丝亲近。 谢谢你无名, 你让我的悟到之旅, 有了第一次的突破, 无名眨了眨眼, 她没听懂林小璐话语中的意思, 但她还是甜甜笑了一下, 然后给了林小璐一个拥抱。 突然被拥抱, 一张厚脸皮的林小璐脸红了一下, 笑了笑。 一旁的巴送为蒙也是笑道, 真是奇妙的一天, 我感觉我很难忘记这个奇妙的姑娘了。 帅帅鸭看着仿佛拨开云雾 见青天的林小璐, 明白她心中对过去未来的感悟 有了一丝突破。 嗯, 老大虽然傻, 但傻得一般。 离开岛屿, 二人一压继续漂泊, 林小璐盘腿坐在木筏前端, 看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 独自思考着。 帅帅鸭看了她一会儿, 然后来到她身边坐下, 好奇道, 老大, 你悟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林小璐叹了口气, 道, 我从无名身上看到了一种既定的轮回, 我感觉我突破了一些, 但随之而来的, 我发现我的问题更多了。 欧帅帅鸭一愣, 静一不定道, 什么问题林小璐想了想, 开口道,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一旁的巴宋为盟, 听到这话一愣, 随后哭笑不得道, 小璐兄弟, 你咋了, 你是林小璐呀, 你从娘胎里来, 至于你要去哪, 那看你自己咯, 随自己高兴就好了呀。 林小璐, 帅帅鸭无奈了, 鄙视地看了一眼巴宋为盟, 解释道, 老大的意思是, 本我为何存在, 过去为何产生, 产生是否是必然, 产生后会对未来有何影响, 未来的影响能否改变, 老大问的是因果问题, 只是他不太会表达, 所以才问的有些啥, 说完, 他有些佩服地看了一眼林小璐, 惊叹道, 老大, 我觉得, 你离悟道成功不远了, 过去, 未来, 你已经懂得提问了, 以前的你, 完全跟无头苍蝇一样, 没有方向, 听到夸奖, 林小璐却并未高兴, 而是失落地摇了摇头, 他坐着木筏, 漫无目的地漂流在海上, 他发现, 他的悟道突然不快乐了, 充满了迷茫, 就像这没有方向的木筏一般, 不久, 他突然落下了一滴眼泪, 然后在帅帅鸭和巴颂为猛猛逼的目光中哭诉道, 孔先生骗我, 悟道一点都不快乐, 我突然感觉好猛, 道好难啊一旁的帅帅鸭听到抱怨, 也老气横丘地感慨了一下, 是啊, 悟道本是修行之本, 其目的是更好的认识本我, 认识自然, 掌控本我, 掌控自然, 而只有悟出道, 悟出属于自己的道, 才能拥有真正超越仙术的大神通, 可这又谈何容易? 老大, 别急, 慢慢来, 当年牢里只悟出一个大自在, 便可纵横三千世界, 而你, 若是能同时悟出过去, 未来, 万物之弃三者, 我估计, 老天爷见了你都得跪, 木筏继续漂泊, 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即那处岸边的沙滩上, 心有所悟, 收获颇丰的林小璐从木筏上走下, 刚下来就看到远处有两帮修士在打斗, 他想了想, 转身撒了泡尿, 小璐兄弟, 那两帮修士好像在争夺什么法宝,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巴颂为萌兴致勃勃勃地问, 林小璐摇头, 我现在心里空落落的, 上不来, 下不去, 没啥心情, 老大, 我觉得, 你现在心境得到了飞速的成长, 说话, 也要学着有逼格一点, 率率压建议到, 就比方心里空落落的, 你可以说, 心头七上八下, 如无根之叶, 漂泊不定, 不知归途, 正在撒尿的林小璐, 白了帅帅鸭一眼, 差点没忍住转身自他身上, 幼稚, 我现在已经过了装逼的年龄了, 说完, 他嚣张地抖了抖, 然后和巴颂为蒙帅帅鸭, 一起从战场边缘穿过, 期间也有修士注意到了他们, 但好在, 他们正斗法斗地专注, 没过来找死, 不过林小璐对法宝不感兴趣, 不代表巴颂没有, 美哒哒的他, 一步三回头, 看了又看, 最后发现, 两帮人争夺的是一卷古老的书籍, 当场走不动道了, 小璐兄弟, 你是武者, 我是修士, 那本灵法我感兴趣, 你们先走吧, 我去看他啊, 文言, 林小璐也没说什么, 大方地冲巴颂摆摆手, 并向他喊了声小心, 随后便抱着帅帅鸭, 向陆林伸处走去, 这方天地现在很热闹, 走在林中, 时不时就能看到, 头顶有修士飞过, 隔三差五, 还能听到战斗的喧嚣声, 和妖兽的嘶吼声, 而相比于其他修士们, 充满激情的热血探险, 他和帅帅鸭, 确实显得有些无聊, 他抱着鸭子, 鸭子抱着龙咸香, 就这么漫无目的逛了一圈, 没啥发现后, 便找了颗可以遮太阳的参天大树坐下, 靠着树背, 抱着帅帅鸭, 非常自然地打起了盹儿, 当别人都在热火朝天战斗找机缘的时候, 林小璐却能够呼呼大睡, 恐怕他也是第一人了, 逆境某处, 提借力的阿姨看着手中的破碗法器, 又看了看周围一圈被自己放倒的修士, 捋了捋额头前垂落的头发, 傲娇道,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说完, 他就美滋滋把破碗放进了那戒, 想着拿回去送给林小璐, 等小璐以后再额眉混不下去了, 就可以拿着破碗去要饭, 也算是一门谋生的手艺, 嗯, 鲁哥一定喜欢, 哈哈, 心情大好的少年, 开心地准备离开, 可就在他准备寄件升空时, 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头顶上方, 不知何时悬停着一位身穿暗金色长袍的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大约二十岁的模样, 比阿姨大了不少, 面容英俊, 脸部线条硬朗, 一双明亮的眼眸中含着唯我独尊的气势, 只是嘴角的一颗鱼前痣破坏了些许阴气, 论相貌, 阿姨比他略帅, 尤其是少年感, 但若论气势, 他则不知甩了阿姨多少条街, 毕竟阿姨虽说出身天上, 但下凡后, 也从来没有折线人的气势, 反而很平易近人, 一直都是个乖孩子, 这或许与他师父剑商老人的教导有关, 阿姨, 从来都是一把阳光温柔的剑, 此刻, 他站在一群被自己打败的结单镜修事之中, 抬着头, 用被黑色绷带缠住的双目, 看着上方的对方, 对方也同样看着他, 片刻之后, 对方面无表情地开了口, 立秋戏, 阿姨, 排行榜第七, 被称为鬼神剑客的少年, 就是你说完, 年轻人神情巨傲地开口道, 在下是白鹿系的刘伯扬, 四位原音镜学生中的一个, 你可敢与在下一站, 听着介绍语, 阿姨挠了挠头, 他有些搞不懂, 为什么自己运气这么好, 两次都能遇到原因, 他也不懂这些人都是怎么修炼的, 许多人终其一生, 也到不了原因, 而这些人能在这么小的年纪, 就成为原因, 这得是多大的机缘, 才能让他们做到, 自己也是天骄了, 尤其在剑道上, 师父说过, 他是祖坟诈尸了, 才能找到自己这么有见到天赋的弟子, 可现在自己遇上的这些人, 好像一个比一个妖孽, 要是师父遇到这些人, 那祖坟得诈尸多少次, 感受着头顶这名叫刘伯扬的少年, 散发出来的战役, 阿姨心里有点不爽了, 自己好歹也是来自天上, 之前被那个女同学打也就算了, 毕竟陆哥说过好男不跟女逗, 自己也不好拿剑捅他, 你这跟我嘚瑟个毛, 搞得原因就有多牛逼一样, 要是陆哥在这儿, 保证用屁股把你夹死, 刚经历过大战, 气还没喘云的他面朝刘伯扬, 一脸不爽道, 你想找我打架你, 以为自己是原因我就会怕你了吗? 两个问题连续一出, 刘伯扬了一下, 自己原因近的气势, 有意思, 他缓缓从空中落下, 看了看少年手里的竹杖, 然后笑道, 在下改变主意了, 阿姨兄弟, 你很强, 在下想跟你组队共探宝物, 阿姨, 什么宝物古月仙人的一件宝物, 水泽孤舟, 刘伯扬笑道, 这件宝物限制较少, 是古月仙人年轻时所用, 由三头元英镜妖兽看守, 在下一人无法取出, 目前正在找帮手, 说完, 刘伯扬继续邀请道, 阿姨兄弟, 这水泽孤舟所在的地方, 还藏有多箭制宝, 其中有一口上古仙剑, 和一门剑爵, 到时, 你我一同共取宝物, 阿姨想了想, 然后迟疑道, 三头元英镜妖兽, 咱俩也对付不了啊, 这个无妨, 刘伯扬笑眯眯地开口道, 在下会继续寻找强者结盟, 冬至系的公羊夏木, 古语系的冰桃儿, 以及双将系的林小璐, 都是在下想要结识的人, 听到林小璐的名字, 阿姨面容一喜, 随后开心地点头答应, 他也想早点找到林小璐, 觉得跟林小璐在一起会比较好玩, 场中, 刘伯扬见阿姨答应下来, 满意地露出笑容, 可他刚想上前和阿姨交流一下感情, 已经答应的阿姨, 却忽然眉头一皱, 一双虾目直勾勾朝向了他的袖袍, 那精致的烫金色袖袍上, 有着一道烧焦的痕迹, 是一个万字形, 见到这焦黑的万字, 阿姨原本温和的脸瞬间变冷, 面无表情道, 你的袖子怎么了听到询问, 刘伯扬看了眼自己的袖子, 随意笑道, 阿姨兄弟见笑, 之前在下遇到了一个只有住基金的小和尚, 本来想直接送他出场, 结果这小和尚虽然境界低微, 但却有些特殊手段, 居然让他伤了在下的袖袍, 说来惭愧, 最后让这小和尚重伤逃了, 在下也懒得再追, 真是三千世界无奇不有, 那和尚伤得重吗? 阿姨继续问, 应该还挺重的吧, 阿姨兄弟, 你认识这和尚不应该吧? 你好歹也是杰丹中的佼佼者, 怎会认识这样一个住基金的叉声, 阿姨点了点头, 然后忽然大声惊叫, 小心, 你后面有大怪兽, 刘伯扬被这突然的一嗓子吓了一跳, 下意识扭头往身后看, 而下一刻, 阿姨便瞬间拔出竹中剑, 一个踏步冲来, 当初在东海, 吴狗把自己的饭给我吃, 你敢欺负他, 老子捅你后脑瓜, 睡梦中, 林小璐觉得脸上痒痒的, 他摆了摆手, 迷迷糊糊地继续睡, 可发现脸上还是痒痒的, 如此反复数次, 他终于生气地睁开眼, 准备不管是谁戏弄自己, 都先一刀劈死再说, 结果刚睁眼, 他就看到了扎着双马尾, 拿着一只狗尾巴草辽自己脸的诸葛丹, 看着那熟悉的金黄色大眼睛, 林小璐愣了一下, 铁锤娃, 你怎么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诸葛丹抱着林小璐的帅帅鸭, 一边揉他的鸭头, 一边笑道, 小璐同学真巧, 居然让我碰上了你, 哈哈, 是好巧, 林小璐笑了一下, 然后一边起身一边笑问, 你有找到什么宝贝吗? 诸葛丹开心地点头, 然后从一旁的布包里, 抱出一头呼呼大睡的灰色小猪, 一脸炫耀地抱到林小璐面前, 你看, 我捡到了一头结丹镜大笨猪的仔, 可不可爱? 林小璐, 看着正在憨睡的小肥猪, 他整个人再次一猛, 诸葛丹则抱着小猪哀伤道, 这头小猪猪的妈妈被一头结丹镜抱腰吞吃了, 我赶到的时候, 他妈妈已经没了, 而抱腰似乎是吃撑了, 最后就没动小野猪, 他真可怜, 那抱腰估计是想等这头小猪长大再吃, 很有前瞻性, 帅帅鸭好奇看了看浑身土灰色, 已经长出两个小獠牙的野猪仔, 有些惊讶道, 你运气不错呀, 妖兽是可以传承血脉的, 就像巨龙的仔也不会很弱一样, 而野猪的生长周期也短, 这头小野猪过个五六月估计就能长大, 不出意外, 助击镜妖兽的战斗力就跑不了了, 要是过个一两年, 再为得好一点, 成为结丹镜妖兽也不是没可能, 而且, 你以后就可以骑猪冲锋了, 配合你的大铁锤, 威力一定不俗, 听到这话, 诸葛丹立刻眉开眼笑起来, 欢喜地抱着肉嘟嘟的小野猪亲了一下, 我准备给这头小猪取个名字, 小鹿, 鸭子先生, 你俩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他期待地问, 帅帅鸭想了一下, 道, 猪头肉, 林小鹿想了一下, 道, 猪头三, 诸葛丹, 少女不高兴地哼了一声, 然后继续抱着小猪, 满脸宠爱道, 我准备, 给这头小猪取名为猪个胖胖, 你们觉得好不好听林小鹿和帅帅鸭文言同时一正, 随后相互对视了一眼, 然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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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诸葛胖胖, 哈哈哈哈哈哈, 诸葛丹, 一人一压, 捂着肚子, 不断嘲笑少女取的名字, 气得少女想一锤子锤死他们, 而就在他打算以后再也不理这两个家伙时, 后方突然传来一声激动的大喊, 兄弟们, 这儿有灵兽幼崽, 快来啊, 叫声显得很突然, 诸葛丹惊了一下后, 赫然转身, 发现一伙少年不知何时出现在后方十几米处, 一个个直勾勾盯着自己的小猪, 林小鹿和帅帅鸭还在哈哈大笑, 诸葛丹则面色有些凝重, 对方人有点多, 林小鹿, 我打不过, 你帮我, 我以后把胖胖养大了, 借给你骑, 得了吧, 你还是自己骑吧, 骑出少女, 哈哈哈哈, 想想就好玩, 哭笑不得的林小鹿一边笑一边走到他跟前, 脸上挂着笑意, 看向远处的十几名少年, 笑喊, 喂, 你们是想死还是不想活正对灵兽幼崽垂涎欲滴的少年们一愣, 随后围首一人便满脸桀要道, 这位同学把小猪和鸭子留下, 不然我们就直接抢了, 大哥别跟他废话, 直接动手, 看看他们都得到什么好东西, 嘿嘿, 好, 这十几名少年似乎都是一个卖戏的学生, 一时间直截了当就准备动手, 在秘境之中也没什么规矩束缚, 就像戏主们说的, 机缘这种东西, 不是说你得到了就是你的, 你还得守得住, 场中学生们自信满满将林小璐围了起来, 而林小璐就显得很无所谓, 甚至悠哉悠哉哼起了群儿等他们围, 虽然现在的他已经渐渐对装逼失去了兴趣, 但偶尔装一装也还是可以的, 他见对方将自己围起来了, 便非常自然地对所有人笑问, 你们当中有人有特殊才艺吗, 比如屁股会咬人这种, 如果有的话, 我可以放过他, 别问, 问就是我以德夫人帮稀罕人才, 此话一出, 少年们的表情都变得有些古怪, 屁股会咬人, 这是什么神通吗, 想想就恐怖, 一群少年正疑惑着林小璐动了, 风景优美, 春风得意的午后, 从林中洋溢起少年们激情四射的叫喊声, 而当少年们全部倒下后, 林小璐便带着诸葛丹和帅帅压悠闲离开, 只在原地留下了十几名浑身哀嚎不已的少年, 除了女性以外, 其他人的衣物, 那剑, 首饰, 一个不剩, 其中个别几个少年矛都被拔了几根, 也是从这一刻起, 修仙者学院中关于神秘的以德夫人帮帮主, 血手人图的传说正式展开, 并在不久的将来给三千世界的无数少年天骄留下永恒的噩梦, 多年以后更是有受害者评价, 灭绝人性, 惨绝人寰, 丧心病狂等众多形容词都无法形容那个男人, 什么魔道公主, 鬼道邪王等反派在他面前简直连提鞋都不配, 毕竟有矛, 他是真板啊, 还是硬拔啊, 秘境, 另一处, 满是脆草的森林地面, 因为急迟而过的刚风而被扫荡出无数道巨大剑痕, 密密麻麻, 触目惊心, 周围的参天大树更是在剑峰, 舞洞之间化作成龙卷风状飞散的粉尘, 冲上云霄, 无影无踪, 双目蒙着不带的阿一持剑站在场中, 手中修长的竹中剑微微颤抖, 白白净净的嘴角, 亦是挂出一道烟红的血丝, 而他面前十几米处, 白露系的刘柏阳正又惊又怒地握着一缕断发, 他不明白, 自己可是原因静, 可眼前这瞎子不过杰丹静巅峰却能如此强悍, 尤其那灵魂出窍的一剑竟愣生生破开自己的灵法, 削下了一缕长发, 刘柏阳感受到一丝震撼, 明白眼前这人的修为只差半步原因, 倘若真是原因, 只怕瞬间就会超过自己, 说真的, 这还是自己第一次在面对杰丹静时感到微微棘手, 不过境界差在那儿, 就是差在那儿, 这瞎子已经败了, 刘柏阳满含杀意地看了一眼阿姨, 学院规定, 秘境不能杀人, 否则自己必将此人击杀, 毕竟他好像才十六七岁, 但天赋实际要比自己还高一些, 现在就截单巅峰了, 要是跟自己一样二十岁, 他必原因, 而且他是实打实靠天赋, 自己要不是有老祖传灵, 也绝达不到现在的境界, 二十岁到原因, 哪个不是靠的绝世机缘, 包括学院同为原因的宫阳夏木, 冰桃, 林小璐, 刘柏阳也认为他们都是有大纪元才成为的原因, 可这个阿姨, 看着这瞎子见客, 他沉声道, 学院里不能杀人, 你已经败了, 但在下敬佩, 你为有人报仇的执着, 我们化干戈为玉伯, 可好刘柏阳不想和一个未来的强大敌人惹恩怨, 既然不能杀, 那就求和, 然而他理会错了, 脑瓜一根筋的阿姨, 完全没懂他话里的意思, 反而硬逼着自己, 用颤抖的右手握紧逐中箭, 然后面无表情道, 我以前跟我那些原因近的师兄师姐们切磋过, 你是我遇见过最弱的原因, 比我在凡间的掌门还弱, 而且我感觉我快突破到须弥剑六了, 来来来, 我们再来打过, 刘柏阳眉头一皱, 此人竟如此不识好歹, 他声音再次沉了几分, 冷道, 阿姨兄弟, 在下为打伤那位小和尚的事情, 向你道歉, 你现阶段不是在下的对手, 等你原因再来吧, 说完, 刘柏阳见他持剑的手还不松, 想了想, 然后陡然瞬意消失, 他才不会和阿姨死斗, 自己又不能杀了他, 继续死斗, 只会白白给自己惹下一个未来的强敌, 这不划算, 刘柏阳消失了, 阿姨站在空无一人的草地上愣了愣, 最终气息一松, 一屁股跌坐在地, 大口大口喘息了起来, 对付原因还是不够啊, 太强了, 自己全力一见, 也只斩下他的一缕头发, 慢悠悠修复着体内伤势, 两久, 阿姨微微一笑, 嘿嘿, 须弥见六, 自己好像摸到窗户纸了, 刘柏阳一个瞬意在林中, 某处出现, 出现后便嘀嘀咕咕边走边骂, 这个阿姨简直脑子有屎, 一根筋, 好话坏话都听不出来, 自己一个原因想跟他交好他居然都不识抬举, 真是日了狗, 他一边骂, 一边环顾四周, 想着继续去找队友, 作为原因镜, 这座秘境里大部分的宝物他都看不上眼, 他只对古月仙人的水泽孤舟感兴趣, 奈何秘境里有限制, 他虽然能顺移, 但无法用神识笼罩整个秘境, 故根本不知道其他天骄在哪里, 只能一个一个慢慢找, 公羊下木, 冰糖儿, 林小璐三个原因不谈, 其他的像第五位的赵木木, 第六位的林小玉, 第八位的杨小, 第九位的野狗, 第十位的上官哈密瓜, 现在都是他所考虑的范围, 本来他是看不上杰丹镜的, 但见过阿一以后他就改变想法了, 毕竟能上榜的杰丹确实有点东西, 一个个都要远强于其他杰丹, 尤其是那个阿一, 即便自己是原因, 但在面对那神鬼莫测的一件事, 仍然有些头皮发麻, 那煞笔虽然傻, 但鬼神剑客之名, 确实名副其实, 一边走, 刘伯阳一边左看看右看看, 心情不好的他, 准备找几个弱姬欺负欺负, 平复下心情, 而不久, 他就听到, 远处传来了说话声这些人的毛还挺不错的, 不愧是修仙者的毛, 乌黑浓密有光泽, 帅帅压你闻闻看, 看上面有没有淡淡的枝子花香脑大, 我觉得, 你握着他们的毛不扔, 还让我闻, 实在是太不合情理了, 你这么做, 就不怕糟天浅吗怎么会, 大哥明明是在跟你分享好东西, 听见说话声, 刘伯阳立刻眼前一亮, 而很快, 他就看到了前方走来人, 两个人, 一男一女, 他先不着急, 感受了一下这对男女身上的气息, 但发现什么气息都没有后, 顿时不屑冷笑, 居然是两个凡人, 学院怎么搞的, 凡人也收上来, 古约秘境, 岂是你们这种人能染指的, 他一个闪身冲出, 准备暴打这二人, 一顿将他们送出场, 此时, 抱着帅帅鸭的林小璐, 正在跟帅帅鸭聊天, 手里, 还攥着一把毛, 然后他就突然看到, 一个紫衣少年, 飞身来到面前,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林小璐猛了一下, 看了看紫衣少年炽热的目光, 然后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毛, 忍不住惊讶, 真特么是三千世界无奇不有, 这毛巨啊, 又有人想试, 你看这孩子饿得, 眼珠子都绿了, 猛逼的林小璐, 右手放下帅帅压, 然后淡定地抬起右手, 在刘伯扬近身之后, 看似缓慢, 实则飞快地推碎刘伯扬的灵气护盾, 掐住他的喉咙, 然后便客气地将毛塞进了他嘴里, 正开心的刘伯扬, 自己的灵气护盾怎么一下子就没了, 还有, 这人给自己喂的啥, 呆住的他下意识在嘴里舔了舔, 回味了一下, 然后, 他就尝到了一股子令人神清气爽的味道, 那味道直冲击他的灵魂, 哦, 场中, 原因近大天骄刘伯扬跪倒在地, 一个近的疯狂肝偶, 而林小璐, 帅帅鸭, 诸葛丹, 以及刚睡醒的诸葛胖胖都在疑惑地看着他, 他怎么了诸葛丹问, 不知道, 好像是吃太快噎着了吧, 林小璐挠挠头, 然后蹲下身, 暖心地拍拍刘伯扬的背, 兄弟你这是, 饿了多久啊, 别急慢点吃, 不够我再去吧, 几乎快把胆汁吐出来的刘伯扬彻底愤怒, 红着眼睛立声嘶吼, 你喂我吃的这是什么, 毛呀, 你扑过来不是要吃毛的吗, 我看你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毛看, 林小璐一脸奇怪, 拍着他的后背道, 兄弟, 你这是什么爱好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玩意儿, 不会是你们世界的传统美食吧对啊, 本鸭也是第一次听说, 帅帅鸭唏嘻嘘了一下, 有些感慨地长叹, 果然本鸭的见识还是不够, 这世间竟有如此豪杰, 本鸭以前真是小看了天下英雄啊, 林小璐一脸赞同地点头, 对刘伯扬佩服道, 帅帅鸭说得对, 兄弟你, 居然喜欢吃毛, 真牛逼, 说来惭愧, 我西武这么久了, 连屎都不敢吃, 脑子特么弄思念, 刘伯扬彻底炸了, 看着这一人一压在那里, 你一句我一句地说骚话, 气急眼的他, 再不管眼前少年的手段古怪, 直接动手, 而见他突然抱起动手, 一旁的诸葛丹, 直接吓了一跳, 这个人是原因, 此刻, 怒急得刘伯扬全力出手, 掌中, 出现一道灵力漩涡, 狂风大作, 灵力暴涌, 一世间大有摧毁一切之事, 而面前的林小璐, 则是微微一愣, 然后, 用脑壳撞了他一下, 狂风停住, 灵力溃散, 刚才声势浩大的一切, 忽然全部消散, 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而刘伯扬愤怒的双眼, 也渐渐失去焦距, 然后脱离一般地倒下, 闭眼之前, 他看到少女对少年喊, 小璐, 这人好像是个原因, 少年点了点头, 原因哦, 我杀过, 笑, 陆林小璐, 为我吃毛的宰肿, 我特么迟早要弄, 意识思考到一半, 刘伯扬便彻底支撑不住, 一头晕了过去, 林小璐并未对晕倒的刘伯扬做什么搭理, 原因, 又或者是结丹, 对他来说都没什么所谓, 在拔光刘伯扬的毛后, 他便拉着诸葛丹离开继续逛自己的, 一路放松, 仿佛跟旅游一样, 转眼就把刘伯扬抛到了脑后, 而逛了没有多久, 他们便再次遇到一个不认识的少年, 这位少年很特殊, 跟林小璐抱鸭子, 诸葛丹抱猪一样, 他抱着条狗, 而且是条大的像骏马一样的大狗, 不过他没骑, 而是坐在地上抱着, 此刻, 狗的肚子趴在他腿上, 一人一狗正甜蜜地说笑, 他们的面前则摆放着一个火堆, 火堆上架着喷香的烤野兔, 狗狗很好看, 淡黄色的毛发非常浓密, 眼神中也带着人性化的温暖, 时不时还亲密舔一下少年的脸, 因为舌头较大的缘故, 总是能舔的少年一脸口水, 见到这一幕, 林小璐顿时来了兴趣, 诸葛丹也有些惊喜道, 好大的狗子呀, 这是一头灵兽, 帅帅鸭端向着大狗说道, 这条狗, 都好像有结单境的修为, 挺厉害啊, 汪汪大狗见到生人叫了两声, 少年转过头看向他们, 随后儒雅笑道, 几位同学, 你们要来找在下打架吗? 可否等在下先为宝犬星林小璐笑着解释道, 哥们儿别误会, 我们就好奇过来看看, 说完, 他来到篝火旁, 先流着口水, 看了眼喷香的烤野兔, 然后看向少年怀里的大狗, 好奇道, 你的狗好大, 他叫犬星少年见林小璐没有恶意, 便和善地点点头, 见林小璐抱着鸭子, 诸葛丹抱着小猪, 少年觉得这二人也是喜爱宠物之人, 顾笑道, 在下野狗, 为请叫林小璐, 诸葛丹, 说过你,排行榜第九的野狗, 野狗笑了笑, 我们系主也说过你, 你是原鹰, 才十七岁就能到原鹰, 林兄才是真厉害, 在下敬佩, 哈哈, 我不是原鹰, 我是老牛逼敬, 野狗, 林小璐和这新认识的少年寒暄了几句, 便好奇, 看向了非常乖巧, 一声, 不叫的黄毛大狗, 好奇道, 你的狗真大, 卖骂野狗一愣, 刚要摇头, 林小璐就兴致勃勃道, 我非常喜爱小动物, 如果你把它卖给我, 我会对它特别好的, 不信你可以问我的鸭子, 野狗少年文言笑了笑, 觉得这位同龄人还挺有意思, 笑问, 对犬心特别好有多好林小璐嘿嘿一笑, 大言不惭道, 以后我有钱了, 我吃啥狗吃啥, 缺钱了狗, 吃啥我吃啥, 没钱的时候厉害了, 我吃狗, 野狗, 哈哈哈哈, 小璐你这话说得太贱了, 一旁的诸葛丹被逗得咯咯直笑, 帅帅鸭也是笑得直捂肚子, 野狗道长, 我可以摸摸你的狗吗? 诸葛丹期待地问, 在经得野狗的同意后, 少女便欢喜地摸了摸大狗的狗头, 这条名叫犬心的大狗也很乖, 非常温顺地让诸葛丹摸, 野狗兄弟, 你为什么叫野狗这个名字听起来怪怪的? 林小璐问, 对呀, 难听死了, 野狗野狗的, 哪有人叫这个名字的文言, 野狗温和地笑了笑, 林兄弟, 诸葛姑娘见笑, 在下又是个孤儿, 无名无姓, 后来快活活饿死的时候, 曾受野狗一贩之恩, 故以野狗为名, 并将其一直带在身边, 说完, 他摸了摸犬心的头, 温柔笑道, 这条野狗就是犬心, 后来他随在下一起拜入宗门灵幻宗, 修炼出了灵性, 便一直陪伴在在下左右, 文言是这么一回事, 林小璐和诸葛丹都喜爱地摸了摸犬心的狗头, 帅帅鸭, 更是鸡里咕噜跟野狗说起了话, 不久, 考拖好了, 野狗见林小璐缠得厉害, 便分给了他一条兔腿, 这是林小璐第一次在秘境认识新朋友, 他觉得眼前这个野狗人还挺不错的, 世界观和他的世界很接近, 而且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他之前就发现了, 除了诸葛丹和宗拉为盟巴宋为盟姐弟俩以外, 大部分同学所在的世界似乎都非常凶险, 或许凡间都差不多, 但他们的修仙世界几乎都充满了掠夺与杀戮, 而眼前的野狗少见得挺对他的脾气, 性格很好, 温文尔雅, 人也大方。 场中, 林小璐和野狗相谈甚欢, 并询问了他的过去和对未来的展望。 他发现, 这位野狗兄弟是个很随和的人, 对未来的展望也只是想和自己的犬心平静生活, 共赴长生。 吃完考野兔, 林小璐一行人问了野狗下一步的打算, 野狗表示自己要和犬心一起去其他地方寻找机缘, 林小璐问了诸葛丹的意思后, 便与野狗辞别, 继续漫无目的地闲逛。 对于野狗这个萍水相逢的少年, 林小璐很有好感, 且非常感动他和犬心相依为命的故事。 一狗一人一场恩, 一人一狗一段情, 很有意境。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听别人的故事了。 路途上, 林小璐对诸葛丹和帅帅鸭笑道。 我觉得野狗兄弟的故事虽然平淡, 但却颇有些传奇。 文言, 帅帅鸭赞同的点点头, 修行就是这样的老大, 先路太难, 每个人能走到今天, 都有着一段可歌可泣的过往。 所有人的目标都是最后的长生大道, 虽然不知道这条路上会有多少天骄折戟沉沙, 但每个人都还是有努力的心的, 或许大家的过去不同, 但目标都是一样的呀。 文言, 林小璐愣了一下, 随后眼前一亮。 是啊, 未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每个人的目标啊。 当刘伯扬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面前正蹲着一个一身雪白的少女。 少女的头发, 眼睛, 裙子, 鞋子, 从头到脚都是一片雪白, 然后手里正拿着一串吃到一半的糖葫芦, 白嫩嫩的脸颊也被两颗糖葫芦塞成了圆形。 而此刻, 少女正好奇打量着她的裆部, 一边看, 一边将葫芦子吐在手心。 见到这一幕, 刘伯扬愣了一下, 随后顺着少女的目光, 看向了自己隐隐作痛的位置。 当看到光秃秃只剩血印的东西时, 刘伯扬瞬间凌乱了。 我的毛啊! 林小璐! 你划我毛! 一时间, 他光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把少女都吓了一跳。 少女瞅了瞅她的裆部, 随后白茫茫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鄙。 真小, 都快看不见了。 场中, 刘伯扬痛哭流涕, 一边手忙脚乱地穿衣服, 一边眼泪汪汪地看向少女, 然后感受了下她的气息, 原因。 感受到气息的她, 没冲女孩发火, 一边穿衣服, 一边擦干眼泪道, 姑娘, 在下白露系刘伯扬, 敢问姑娘是公羊下目, 还是冰桃女孩想了想, 声音懦懦地回答, 冰桃。 说完, 她上下打亮了一眼刘伯扬, 有些好奇道, 你被林小璐打了双降系的那个原因刘伯扬文言, 差点没再哭出来, 她忍着隐隐作痛的当不辩解道, 我是被她偷袭的, 那家伙虽然很强, 但一对一我并不输给她。 说完, 她就开始忽悠道, 林小璐抢夺杰丹镜学生获得的机缘, 我看不下去想阻止她, 结果反被她偷袭打伤, 她还拔了我的, 那啥, 冰桃儿同学, 你可以帮我一起找她报仇, 这个人心狠手辣, 所作所为有为天理公道, 我们可以联手给她一个教训。 文言, 吃着糖葫芦的冰桃猛了猛, 然后果断摇头, 我就是来玩的, 你们的事情不关我事, 而且那个林小璐抢别人东西, 本来就是学院允许的, 哪里有为天理公道了。 说完, 她便起身准备离开, 刘伯扬见状, 连忙起身拦住。 冰桃儿同学, 其实在下还有个发现, 你对古月仙人留下的机缘有兴趣吗? 在下知道在哪里? 冰桃儿, 少女的脚步停下, 转过身, 好奇地看了看她。 树林中, 刘伯扬将古月仙人留下的机缘跟冰桃儿说了一遍, 并表示那里有很多宝物, 她只对水泽孤舟感兴趣, 事成之后, 其他宝物都可以让给其他人。 冰桃儿同学, 咱们现在只要找到公阳夏木同学, 然后就可以对付那三头猿鹰镜妖兽, 大家一起获得机缘, 你看怎么样冰桃儿歪着脑瓜想了想, 然后有些迟疑道, 那里的宝物很多吗? 当然。 刘伯扬一脸笃定, 在下运气很好, 进入秘境之后, 直接出现在了藏宝处, 然后亲眼看到了水泽孤舟, 除此以外, 还有一口青铜骨顶, 几本灵法, 一口灵剑, 还有十几个装着丹药的瓶子, 可惜当时, 在下出现之后, 就立刻被三头猿鹰镜妖兽发现, 不得已才连忙顺移出来。 冰桃儿同学, 在下只想要水泽孤舟, 你放心, 等咱们谋得机缘之后, 除水泽孤舟外的所有东西, 你和公阳夏木都可以平分, 怎么样, 咱俩结盟吧, 共探宝物。 阳光下, 一身雪白的冰桃儿响了响, 然后懵懂地点点头。 他对宝物的兴趣其实不大, 但觉得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比自己一个人闲逛的墙, 于是便暂时答应了下来。 无边无际的森林, 某处轰。 一声巨响, 一位少年惨叫着, 从高空坠落, 一头撞碎一棵柳树的树干, 然后在无数的木屑柳叶纷飞之间, 一路翻滚, 最后撞进一条溪流之中, 溅起漫天的水花。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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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头极矮的上官哈密瓜凶巴巴 看着这最后一名被自己放倒的修士, 然后瞪着大眼睛, 扫射了一圈周围横七竖八倒下的众少年, 仿佛小老虎一样的霸气交和。 还有谁? 回应他的, 只有因为疼痛而发出的惨哼。 场中, 在霸气的上官哈密瓜远处, 小月儿坐在一块木桩上, 甩着小腿笑道, 瓜姐姐好强, 来学院一个月修为增长了好多。 被小月儿夸奖, 上官骄傲地哼了哼, 那是本大小节天赋一笔, 又努力。 我们系主传给我的三音诗魔诀我已经修炼得差不多了。 而且, 这里的灵力比凡间浓郁百倍, 修行一天抵得上一百天, 我有信心一年内升到原音。 说完, 他仿佛一只骄傲的小天鹅来到小月儿身边, 笑问, 小月儿, 你的系主没教你什么厉害的灵法吗? 文言, 小月儿乖巧回答道, 有的, 枯木道长给了我一门灵法, 名叫枯木方华诀, 是治疗用的, 只能救人, 不能杀人, 然后我没有练。 上官哈密瓜坐在小月儿身旁, 有着惊讶道, 治疗用的小月儿你天赋这么好, 那位枯木道长为何不赐你威力强大的法爵啊, 这不是浪费天才吗? 我也不晓得。 小月儿有些失弱地回答道, 枯木道长说我身上力气太重了, 所以只教我救人用的, 说是为了我好, 这好像也是代理院长孔先生的意思, 然后那个灵法, 我觉得没啥意思就没学。 听到这里, 上官哈密瓜顿时对那位枯木道长产生了不满, 搂着小月儿哼道, 那位道长真是瞎了眼。 你那么乖, 哪里力气重了? 我们系主都没说我和林小卢力气重。 我看你们那位枯木道长就是藏私不舍的, 赐予你厉害的灵法, 真是过分。 没关系啦瓜姐姐, 我有师父的摘心诀就行了。 小月儿甜甜一笑, 道, 师父说摘心诀是拥有无限成长的法爵, 所以我不及灵法的。 哎, 行吧行吧。 两个女孩坐在木桩上继续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而过了没多久, 她们就看到前方走来一个一边走路一边吃鸡腿的瞎眼少年。 两个女孩同时美目一亮。 哟, 这不是阿姨吗? 上官哈密瓜笑道。 阿姨哥哥。 小月儿乖巧地冲阿姨挥了挥手。 阿姨听到声音, 好奇走了过来, 然后想了想, 从那戒里掏出一只冒着热气的炸鸡腿, 递到小月儿面前。 小月儿要不要吃小月儿摇摇头? 这个吃多了会胖的。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打句道。 你怎么不问我吃不吃阿姨? 喝退。 上官哈密瓜? 阿姨哥哥, 你有看到我哥哥吗? 小月儿期待地问。 而阿姨则无奈地摇了摇头, 没见到啊。 这秘境还挺大的, 无垢和路哥我都没找到, 只见到了几个原因载种。 上官哈密瓜和小月儿见没有林小璐的消息, 当即都有些失落。 而他俩不知道的是, 在森林另外一头, 林小璐震过得非常滋润。 下一个。 林, 林大佬, 这是我获得的机缘, 白木雷光瓶, 引入灵力可自行释放白木雷霆, 威力极大, 非常好用。 嗯, 不错。 来, 把身过来, 我只拔一根。 大佬轻点。 大佬轻点。 好了, 下一个。 大佬我还没有获得机缘, 都几天了, 一点机缘没获得, 看来我要给你点动力了, 来, 把身过来, 拔十根。 不要啊, 林大佬, 救命啊。 森林深处, 足足二十位修士, 排队上贡抢夺到的机缘法宝, 凡提供法宝者, 拔毛一根, 空无一物者拔十根, 不服安排者, 拔光。 你们后面的不要吵, 快一点, 保护费交往我后面, 就不抢你们东西了。 你们到时可以再去找新的机缘, 否则我就把你们打得弃全回学院, 你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此刻的林小璐, 已经化身无恶不作的大魔王, 身旁堆满了各种法宝, 帅帅鸭和诸葛丹, 正在逐一检验这些法宝, 以防有人用灵法偷梁换柱, 蒙混过关。 看着这一个个哭爹喊娘的少年添骄, 诸葛丹一边检查法宝, 一边有些不太好意思的, 小璐这么做, 会不会太过分了些, 会被学院责罚的吧? 一旁的帅帅鸭, 无奈苦笑, 老大也没办法呀, 双将戏的洛无精那么凶, 老大要是不多, 带点法宝回去, 指定得挨揍。 而且来之前学院也说了, 修仙界弱肉强食, 可以抢取豪夺, 所以问题应该不大。 诸葛丹听完也是无奈, 然后也就不再说话, 继续检查新交上来的法宝灵器。 场中, 二十多位少年光着屁股逐个排完队, 林小璐这才心满意足的一挥手, 笑道, 感谢大家的配合, 秘境好像还有一段时间。 你们今后如果再遇上我, 就自觉把裤子脱了, 我看到拔毛的痕迹, 以后就会放你们走了, 大家山水有相逢, 后会有期。 少年们悲愤地听完, 然后才苦逼地提上裤子, 一个个心头大骂着离开。 待他们离开之后, 林小璐便开心地摆弄起 面前十几件法宝灵器, 他和诸葛丹都没有那戒, 所以就用诸葛丹带的布包包上, 然后背在身后。 今天的收获还不错, 等我把学院的同学全都抢一遍, 应该就可以交差了。 少年欢喜地笑道, 一旁的帅帅鸭哭笑不得, 这些法宝对于原音镜来说, 效果都不大, 也就老大你会抢夺了。 那没办法, 谁叫洛无敬喜欢第一呢? 拿不到第一他万一捶我怎么办? 他是一个眼神就能秒杀原音的猛人, 我可不敢招他。 老大, 你咋不叫洛无敬师娘了帅帅鸭打去的问? 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顿了一下, 随后见四下无人, 才小声解释道, 掌门姐姐对我那么好, 我怎么可能弃名头案? 她才是我师娘, 我现在只是迫于洛无敬大姐的淫威, 不得不暂时屈服罢了。 等回了峨眉, 我就找老大告状, 告诉她, 千万不能娶洛无敬, 最多纳她为妾。 打包完法器, 背在身上, 在胸前打个结, 林小璐就再次招呼诸葛丹上路, 她要继续去打结, 然后收集学院所有男性的毛。 而就在她刚准备起身的时候, 他们面前的空地处忽然亮起一道霞光。 霞光来得突然让他们微微一惊, 而随后就有一位手持算盘, 两并斑白, 身穿黑色道袍的中年人自霞光中现身, 并挡住了林小璐的去路。 中年人一出来, 林小璐就梦了。 这次进入秘境的不是都是学生吗? 这大叔是谁? 一旁的诸葛丹也是满脸疑惑地看着中年人, 以为此人是某个班主或者是戏主。 而就在两人都有些疑惑不解时, 中年人就开了口, 用一口少年的腔调冷道。 你就是双将系的林小璐, 我听说你抢了我们戏同学的法宝林小璐听个一愣, 然后猛逼地看着他。 是我。 你是谁中年人脸色泛冷? 道, 公羊夏目。 公羊夏目四个字一出, 林小璐和诸葛丹都猛了一下。 学院里的学生都是在二十岁以下, 最大的也就是二十岁, 可眼前这个公羊夏目虽没有胡子, 但确实有着一头黑白相间的头发, 两个鬓角更是完全斑白, 这也是少年人, 似乎是看出了这二人的疑惑。 公羊夏目娴熟道, 我学习珠蒜之法多年, 用脑过度, 因此才长得比较老成。 说完, 他继续冷道, 林小璐, 我听说你也是原音静, 不过我并不拒你, 所以请你把抢来的宝物放下, 不然的话,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威胁的话语一出, 林小璐就直接乐了, 多久没有同龄人敢跟自己这么说话了, 他一脸不屑道, 我抢夺机缘本就符合学院规定,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出来管事, 你毛多还是咋的叫嚣声落下, 公羊夏目当即瞳孔一缩, 下一秒就猛地顺身到林小璐跟前, 抬手抓向他的布包, 而林小璐也没跟他客气, 内力一展便直接震开他的手, 二人斗上了, 诸葛丹立刻抱着诸葛胖胖和帅帅压远离, 原音级别的鸡豆威力极大, 要是被波及, 很有可能被生死盗销。 男人, 尤其是厉害的男人, 皆是骄傲之人。 此刻见面, 林小璐和公羊夏目两个爵士添骄, 皆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语, 直接就动上了手。 啪, 哄, 接连两声爆响, 公羊夏目的蒜盘和林小璐的手刀相互一撞, 黄暴的灵力夹杂着内力四处飞散, 只一个瞬间就搅碎周遭大片大片的树木, 地表更是在巨响中震战出珠网状的军裂纹路。 此刻, 公羊夏目看着林小璐满是不屑的眼神, 感受着自己不受控制往后挪动的身躯, 惊讶无比, 随后猛地祭出蒜盘。 猪蒜, 百里杜鹃。 蒜盘赫然涌现光芒, 直接将林小璐整个笼罩, 紧接着就要将它吞噬, 但在吞噬之前, 林小璐愣是以一个快到极致的速度给了公羊夏目一拳, 把他打得鼻血直喷, 连连后退。 而下一秒, 林小璐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奇怪的空间内, 四周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霉红色杜鹃花。 这是, 换述, 林小璐看了一圈杜鹃花海, 然后身姿微微下蹲。 哄! 他一跃冲天, 地面都被骑踩塌, 无数杜鹃被震碎成残花败流。 而就在林小璐冲上白色空间顶部之时, 白茫茫的空间顶部居然同时绽放出数百多杜鹃, 一时间目光所至, 无论天上地下皆为一片花海, 美得令人心醉。 与此同时, 场外的公羊夏目捂着血流不止的鼻子, 整个人疼得直吸凉气, 他的鼻梁骨被打碎了, 鼻子里还有一股奇怪的气流在四处乱窜, 搞得想用灵力直直血都做不到, 简直难过得要命。 不过好在这林小璐被自己的灵法压制住了, 过不了多久就会被白里杜鹃散发出的梦魇花粉吞噬, 因此问题应该不大。 他忍痛擦了擦鼻血, 然后想去捡林小璐掉落的包袱, 可还没动不, 他就发现自己算盘内的算盘子再抖。 公羊夏目大惊, 整个人不敢置信地看着算盘。 此刻, 花海空间呢? 林小璐拖着巨大的大羹青铜器, 长刀横斩, 成千上万道刀器凝成的细丝铺天盖地的挥出, 催枯拉朽之间便将周身花海搅成花粉。 惊鸿化雨, 与宁长丝, 每一道刀器细丝都可蔓延百里, 而每次一挥刀, 浩如渊海的内力便会化作成千上万道刀器。 在如此快速且大范围的攻击下, 杜鹃花生长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刀器破坏的速度, 不多时就被林小璐砍出一大片针控地带。 而在杜鹃花还未生长的空隙, 林小璐赫然举刀, 内力化作的无数道细丝转瞬凝聚于刀尖之上, 仿佛一条无限狭长的巨大刀器。 哈? 一刀下斩, 光秃秃的空间地表瞬间崩溃。 外面, 宫阳夏木惊恐至极地看着彻底崩溃的算盘, 算盘子到处乱飞。 下一刻, 咔嚓! 一声, 算盘从中间崩裂成了两节, 而被吸进去的林小璐也赫然冲出, 于半空中挥刀, 对着宫阳夏木就是一盏。 筐! 宫阳夏木挥起一面黑色小旗帜, 用其展开的灵力护盾显之又显的挡下刀机, 但却依旧被强大的力量震飞出去, 摔在地上后一路翻滚, 黑色小旗上也是裂开了寸寸裂纹。 同学, 你的手段不怎么样啊? 落地后, 林小璐扛着大刀笑道, 你还有其他手段吗? 要是没有的话, 你最好保证自己有足够多的毛。 宫阳夏木亮呛着从自己摔出的泥坑中爬起, 整个人灰头土脸, 狼狈不堪。 他看了一眼林小璐, 然后吐出嘴里的泥巴, 直接了当道, 今日一战, 是在下输了。 林同学神通, 在下甘拜下话说到一半, 宫阳夏木就忽然一个瞬移来到林小璐身后, 毫无征兆, 对着他后脑勺一拍。 碰! 圆形俘虏图案亮起, 黄暴的灵力竟拍得林小璐一个亮枪。 话说到一半突然出手, 这让林小璐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 他也没想到, 看似一身正气出来主持公道的宫阳夏木会因自己, 当即暴怒转身, 一刀砍出。 而宫阳夏木却再次消失。 林小璐下意识环顾四周, 却再没发现他的身影。 老鹰别! 你特么有种出来刚正面! 他提着刀怒骂, 四周却静悄悄地再无人影。 林小璐看了几圈都没看到人, 以为这人走了, 便骂骂咧咧地想要收刀。 而就在这时, 下方土壤中猛地伸出一只手, 一把抓住林小璐的脚踝, 紧接着狂暴的灵力涌动, 一把将他拽进了地里。 远处的诸葛丹和帅帅鸭, 看到这一幕都吓了一跳, 只见地面开始不停翻涌, 似乎二人正在地下不断战斗, 搞得整个地面都在不断起伏, 犹如地震。 而过了没多久, 就听哄。 得一声巨响, 地面掀开一道冲天的土壤, 公羊夏木带着大片大片的血浆 从土壤中飞出, 然后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整个人再无起身之力。 接着, 林小璐就骂骂咧咧地 从土里爬了出来, 并不停清理鼻孔, 耳朵, 嘴巴里的泥。 我今天要把你的毛全部扒光, 然后给你做个剑子踢。 林小璐气愤地大喊, 踢着刀就要动手, 而已经身受重伤的公羊夏木 则吓得一个哆嗦, 再无反抗之心, 直接瞬移消失。 见人跑了, 林小璐顿时气得直骂, 哭骂得有种别跑。 不然以后, 我在学院里见你一次, 砍你一次。 发怒的林小璐原地挥了好几刀, 然后才气呼呼地将大根青铜器收起。 之后的一个下午, 林小璐又打劫了几拨学生, 布包都被塞得鼓鼓囊囊的, 仿佛一个大球似的背在身上, 七尖八骨的毛更是数不胜数, 一时间可谓是凶名显赫。 而到了夜晚时分, 虽然密尽空间的天空还是亮如白昼, 但他也着实感受到了困意, 便准备吃点东西休息。 和诸葛丹抓了两只肥美的兔子, 少年起了个火堆, 悠哉悠哉烤起了兔子, 也将和公羊夏木不愉快的战斗, 抛到了脑后。 唉, 可惜了, 没有盐, 光烤兔子干巴巴的, 不是很好吃。 树下, 少年握着插上烤兔的木枝, 看着滋滋冒游的兔肉, 一旁的帅帅鸭和诸葛胖胖也在眼巴巴地望着。 诸葛胖胖已经和他们混熟了, 而且把诸葛丹当成了自己的娘亲, 对他亲得不行, 对帅帅鸭也有一种天然的崇拜, 除了对林小璐爱达不理以外其他都很正常。 对于林小璐来说, 秘境里的生活其实还挺无聊的, 他觉得每天除了打架和打劫以外, 就没啥特别的了, 也没有什么自己能用的东西, 和诸葛丹俩人真仿佛来旅游的一样。 今天也没见到什么特别有趣的人, 除了抢了几十件法宝, 领教了一个原因的手段以外, 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兴致奄奄的他捧着下巴, 一边烤兔子, 一边看诸葛丹在那里练他的小仙女转圈圈, 无聊至极。 然而过了没多久, 他便又听到前方传来声音。 老大, 声音来了。 我们要去打劫吗? 听到声音, 帅帅鸭立刻激动地问, 一旁的诸葛胖胖也哼哧哼哧叫了两声, 四载帮枪。 算了吧, 都打劫一下午了, 我把毛都拔累了。 少年伸了个懒腰, 打着哈欠道, 吃饭的时候不聊工作。 而且, 今天一天打劫的东西也够交差了吧, 够应该是够了。 帅帅鸭嘎嘎笑道, 快舞实践法宝了, 全是其他戏的, 在获得机缘的数量上, 双将戏第一名, 应该是没跑了。 闻言, 林小璐开心地点了下头, 继续盯起了手里的烤兔子。 而他盯了没多久, 前方却突然传来一道泼辣的女声, 死秃驴。 你再刀逼刀, 本姑娘就送你去见佛主。 听到死秃驴这个称呼, 林小璐当场愣了一下, 然后果断扭头, 果不其然, 正是一身洁白僧衣的无垢, 以及一位头戴斗笠, 穿蓝色道裙, 外面套着白色纱衣, 手中提一根浮沉的小道姑。 见到无垢, 林小璐立刻高兴地大喊, 而正在跟道姑讲道理的无垢, 听到呼唤, 也是立刻双目放光。 待看到林小璐后, 顿时开心地跑了过来。 小璐施主, 原来你在这里。 哈哈, 无垢我终于找到你了, 嗯, 你结单了两个少年相遇。 无垢小和尚开心地点了点头, 略显害羞到, 天上灵力浓郁, 小僧前日又遇到了一位原音施主, 在他的欺负下, 成功突破。 哇, 不错不错, 你都跟无心大师一个境界了。 林小璐高兴地拉着无垢, 并给他介绍了诸葛丹和诸葛胖胖认识。 之后, 林小璐才好奇看向了无垢身旁的那位小道姑。 无垢, 这女的是你相好吗? 看起来好凶。 口无遮拦的林小璐, 说出相好二字, 把无垢和道姑都弄得一猛。 而无垢还未来得及反驳, 小道姑就炸毛式地骂道, 你特么说什么你? 无垢也一脸尴尬地解释, 小璐施主, 出家人是没有想好的。 场中, 小道姑瞪着信眼道, 福生无量天尊, 我是大雪系的赵木木。 这小和尚受了重伤, 是我给他治好的, 你嘴巴放干净点。 林小璐被凶得一愣, 闻言赵木木就过无垢, 便客气笑道, 道姑你好, 我是双将系的林小, 不许喊我道姑。 赵木木再次炸毛, 撸起袖子, 就想上来打架, 好在无垢连忙将他拦住。 小璐施主, 道姑是不雅地称火, 你就喊赵女士就好。 说完, 他又对赵木木抱歉道, 女士抱歉, 小璐施主虽是道门中人, 但不曾学过道门礼仪。 赵木木闻言, 抱着胳膊冷哼一声, 搞得无垢尴尬不已。 林小璐见状撇了撇嘴, 觉得这小道姑好凶, 无垢老实芭蕉的, 要是把他娶回家, 估计得天天被欺负。 嗯, 无垢老实, 容易被骗, 自己以后要多带他出去见见世面, 这样他就会明白, 世上好姑娘多得是。 不过这个赵木木好像还挺厉害的, 排行榜第五位, 原因以下据说是第一人, 比自己妹妹的排名还高。 场中, 林小璐拉着无垢闲弹起来, 头戴斗笠的赵木木则被诸葛丹抱着的诸葛胖胖蜥蜴, 两个女孩很快就混在了一起, 抱着诸葛胖胖撸来撸去, 把他撸得嗷嗷直叫, 那画面怎么看怎么奇怪。 来, 无垢, 随便挑。 大树之下, 林小璐大方地打开自己的包裹, 露出里面凌王满目的法器。 无垢被法器的数量吓到了, 满脸惊讶道, 这些都是小璐施主获得的机缘队啊, 我从别人那里要来的, 他们比较仰慕, 我的为人就送给我了, 人家太热情, 我也不好不给面子, 所以就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林小璐吹牛不眨眼地说道, 无垢闻言愣了又愣, 随后无奈地笑了笑, 他跟林小璐认识已经有很多年了, 从十二三岁还是孩童时期就认识了, 当下便猜到这些法器的来历。 小璐施主背着, 应该挺不方便的吧, 小僧, 用大姐帮你装不不不。 林小璐脑瓜直摇道, 我背着这么多法宝招摇过世, 才比较霸气, 我很享受别人羡慕的眼神。 呃, 好吧。 吴狗尴尬地点点头。 哎吴狗, 你看到阿姨和我妹妹, 他们了吗? 林小璐继续笑问。 小僧未曾见到。 吴狗老师回应道, 小僧进入秘境以来很少见到什么人, 包括路上也遇到过一些法器, 但都不适合小僧顾边畏惧。 文言, 林小璐只好点了点头, 想着明日再去找人。 不久, 香喷喷的烤兔肉好了, 林小璐和帅帅鸭, 诸葛胖胖一起分着吃。 而另一边的诸葛丹和赵木木, 却动起手来切磋, 林小璐就一边吃, 一边看两个女孩子打架。 赵木木确实挺强的, 但她发现并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强, 实力也就和妹妹、阿姨、哈密瓜等差不多, 虽然比诸葛丹强一点, 但也强得有限, 故林小璐基本能确定, 所谓的排名确实相差不大, 没有什么前后之分。 而且她还发现一件事, 这个新认识的赵木木, 似乎很喜欢找吴狗玩, 虽然她看起来凶巴巴的, 时不时就对着吴狗大呼小叫, 有时候还会拽她的耳朵, 捏她的鼻子, 但却很黏吴狗。 而每次, 她对吴狗动手动脚, 都会把吴狗吓得脸红不已, 一个劲地跟她说赵宇是男女瘦瘦不轻, 请自重之类的话, 把赵木木逗得咯咯直笑。 此刻, 林小璐就看着抢吴狗念珠的赵木木疑惑, 这姑娘, 好像是在贪图吴狗的美色。 嗯, 吴狗长得确实挺好看的, 虽然是和尚, 但却很清秀, 而且她常年修行, 身上自带一种独特的气质, 和江宁阿赫不同。 江宁阿赫, 都是可以用言语照顾到每个人, 让所有人都无法对其产生厌恶的聪慧, 吴狗则是用自身出尘的气质来影响身边人, 这种人很少见, 也难怪会吸引到姑娘了。 夜晚时分, 吴狗跟往常一样, 敲着木鱼鱼, 念诵着经文, 许久没听她念经的林小璐, 也不像小时候一样, 觉得不耐烦, 反而觉得异常舒服, 在温柔似水的经文下, 睡得很香, 连同诸葛丹, 诸葛胖胖, 帅帅鸭, 也一同呼呼大睡, 一男一女, 一猪一鸭睡的贼香, 而带着斗笠的赵木木, 则坐在吴狗旁边盘腿修炼, 一个小和尚, 一个小道姑, 一个诵经, 一个修行, 真是怎么看, 怎么觉得好看。 四日吼吼吼吼吼吼吼伴随着一声魔性的笑声, 少年打着哈欠起床, 跟吴狗要了颗洗尘丹, 随后就打醒诸葛丹, 拉着他一块练功。 赵木木也从打坐中睁开双眼, 欣赏了下吴狗清秀的面容后, 便开始捏吴狗的鼻子, 把吴狗凡的小脸通红。 而见吴狗脸红, 他便觉得更加有趣, 不顾阻拦, 继续嬉笑着, 摸吴狗的脸, 全程跟个女色狼似的。 不远处, 正在活动身体拉韧带的诸葛丹, 见到这一幕后, 有些好奇, 小鹿, 赵木木, 为啥总是欺负吴狗啊? 吴狗师父那么温柔的人。 很正常, 他缠吴狗身子呗。 林小鹿一边挥拳打着空机, 一边解释道, 小时候, 我们村友男孩喜欢女孩, 又不知道怎么表达, 就会欺负女孩, 来吸引人家的注意力, 救人家小辫子了, 笑话人家了, 我见多了, 这种大多是情斗初开的小孩干的事。 我这样啊。 诸葛丹萌猛猛地点点头, 继续看着赵木木缠着吴狗打的闹闹, 眼神中起了一丝羡慕。 虽然和尚和女道士的组合怪怪的, 但他俩看起来确实还挺好看的, 感觉还挺般配。 不久, 林小鹿和诸葛丹相继练完功, 一行人便准备出发去找找机缘, 林小鹿更是把鼓囊囊的包袱, 往身上一杯, 丝毫不嫌累地走在最前面, 这样, 别人一看就会知道他得到了不少宝物, 然后就可以好好炫耀一番。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 缠着黑色绷带的阿姨盘腿坐在一块丸石上, 竹中剑横置于膝前, 身上散发着流壮的剑意。 不远处, 上官哈密瓜和小鹿儿一同看着, 其中上官哈密瓜的目光中更是带着惊艳。 阿姨身上的剑意好浓厚啊, 他真的要原鹰了。 瓜姐姐, 阿姨哥哥不只是要变成原鹰。 小鹿儿感受着阿姨身上的气息, 认真道, 阿姨哥哥在下凡之前就是结丹巅峰, 此刻经过凡间一年修行, 以及天上这一个月的修炼, 体内灵丹修到极致, 临丹即将化阴, 但更可怕的是她的剑气, 她的须弥剑, 好像真的要到剑六了。 须弥剑六, 很强吗? 上官哈密瓜问。 听到这个问题, 小鹿儿也有些迷茫。 不过她还是回答道, 我哥哥说过, 阿姨哥哥的须弥剑一共八是, 须弥剑六对应原鹰镜, 须弥剑七对应天人镜, 也就是大荒剑古宗宗主剑商前辈的境界。 而须弥剑八, 是一个不知是否存在的猜想。 至于须弥剑有多强, 阿姨的须弥剑五你不是领教过吗? 文言, 上官哈密瓜回忆了一下自己, 跟阿姨切磋的时候, 精致的小脸上随之露出一丝惊恐。 须弥剑五是灵魂出窍的一剑, 这种剑招原鹰镜以下, 根本无法防御, 而即便是对上原鹰也有破镜之力, 神鬼莫测, 神乎奇迹。 那须弥剑五是魂剑, 须弥剑六又是什么? 两个女孩正说着话, 须弥剑上打坐的阿姨气息突然内敛, 并且脸上涌现出一抹不正常的红光, 整个人散发出的剑气都在抖动。 她卡住了! 上官哈密瓜吓了一跳, 小月儿也吃了一惊。 场中, 阿姨的脸色升起一抹不正常的红色, 呼吸也随之加重, 似乎随时都要爆炸一样, 小月儿想了一下, 然后跑到阿姨身旁, 开口喊道, 炸鸡腿, 炸鸡翅, 牛肉火锅, 五香烧鸡, 轻炖小牛肉, 冬瓜排骨汤, 一顿菜鸣喊出, 阿姨紊乱的灵力终于开始平复, 脸上的红光也开始渐渐退去, 最终恢复到了正常。 上官哈密瓜愣住了, 这也行, 不久, 在小月儿的一通菜鸣抱送下, 阿姨整个人都开始散发出淡淡的蓝色光辉, 脑瓜上更是凝聚出一个淡蓝色的光屁股小娃娃。 小娃娃的眉眼与阿姨有几分相似, 似乎就是阿姨小时候的模样, 此刻这小娃娃正隐着手指, 馋兮兮兮地听小月儿报菜鸣, 见到这一幕的上官哈密瓜彻底猛逼, 阿姨的原因原本不愿出来, 结果被小月儿用一通菜鸣给勾了出来, 这货究竟是有多馋鱼香肉丝, 糖醋排骨, 铁板猪蹄, 大肉包子, 小月儿报菜鸣报个不停, 小娃娃也听得越来越馋, 最后, 小娃娃的手中忽然凝聚出一把幽蓝色的剑, 升到阿姨头顶处开始光着屁股舞剑, 两久, 小娃娃一套剑法舞完, 然后在空中一蹦, 顿入阿姨的脑壳消失不见, 而在这之后, 阿姨就从打坐中醒了过来, 面前, 小月儿甜甜一笑, 恭喜阿姨哥哥成为元英镜, 十七岁元英天下无双, 上官哈密瓜也不可置信地看着, 然后没好气冲他竖起了大拇指, 恭喜了小瞎子, 今后同辈之中, 一直在领小鹿一人之下, 阿姨愣了愣, 感受了下体内的原因, 然后默默掏出了鸡腿, 啃了一大口, 含糊不清道, 我觉得我现在是帮内第二站立了, 嘻嘻, 阿姨哥哥确实已经超过我了, 小月儿期待地问道, 阿姨哥哥, 你可以施展须弥剑六了可以了, 回头找到鹿哥, 我就跟他切磋一下, 阿姨很开心地边吃边道, 剑六, 须弥剑哥, 须弥剑哥上官哈密瓜咀嚼了一下名字, 好奇道, 这名字还挺奇怪的, 须弥剑七是啥剑七是浮生剑梦, 阿姨一边吃, 一边鼓着脸颊解释道, 这一事, 只有我师父才会, 我们大荒剑古宗的师兄师姐, 最多就是练到剑六, 至于剑八苍天化须弥, 则从未有人练成, 那个威力大不大, 苍天化须弥不知道, 应该挺大的吧, 师父说, 我只要领悟出剑八, 就可以打败慕昭哥了, 说完, 刚成为原因的阿姨, 便从丸石上跳下, 兴奋笑道, 咱们去找陆哥吧, 现在再遇到原因, 我就不怕他们了, 啊, 小仙女转圈圈, 一座平原之中, 诸葛丹甩着两条大辫子, 轮着大铁锤疯狂旋转, 将周围靠近的妖兽, 一个接一个锤飞, 彪悍至极, 把林小鹿, 吴够, 赵木木三人都看得一惊一惊的, 想不到诸葛施主还挺猛的, 有小鹿施主当年的气势, 无够评价, 确实不错, 赵木木也是点头道, 转那么多圈, 真是看着都晕, 场中, 诸葛丹一锤温飞一头狮撞妖兽, 然后嗷嗷大叫着飞冲上前, 跳起来一锤轰趴一头妖兽, 是, 都给妖兽锤了出来, 而随后, 他就美滋滋捡起了战利品, 一件波浪鼓法宝, 并丢给了林小鹿, 他是舞者, 法宝对他没用, 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法宝数量已经超过70了, 别的地方看看, 一行人在平原上继续前进, 一行人有说有笑的, 全程欢声笑语不断, 而没过多久, 林小鹿就又遇上一群修士, 然后友好的打劫了他们, 打劫这种事情, 他现在做起来已经非常娴熟, 先干嘛, 再干嘛, 思路非常清晰, 有着一整套的流程, 而打劫完这一次, 他背包里的法器, 就成功突破到了一百件, 平原上, 一群光着屁股被拔过毛的少年, 愤愤不平地看着他在那里数法器, 一个个都是敢怒不敢言, 而林小鹿则是开心地不行, 乐呵呵地将包裹砸好, 兄弟们不要不服气, 以后好好修炼, 是有找我报仇的机会的, 实不相瞒, 我毛贼多, 等着你们来吧, 说完, 林小鹿就嘚瑟地将比他人还大的包裹往身上一杯, 吹着口哨准备离开, 而就在他准备带着无垢等人继续前进时, 远处的一座翠绿山峰中突然传来一声炽热的嘶吼, 吼声来得突然, 将在场所有的少年都吓了一跳, 无垢, 诸葛丹也同时一惊, 一个个惊疑不定地看着远处, 一行人正惊疑不定着, 下一秒, 远处的翠绿山峰忽然从中间位置开始崩裂, 大片大片的山石灰四处蔓延, 紧接着就看到一头浑身金色毛发的巨猿从山体中跳出, 猿鹰妖兽, 见到巨猿的瞬间, 光着屁股的少年们就纷纷惊恐大喊, 一个个裤子都来不及穿就四处惊叫逃顿, 而林小璐等人则猛猛地看着, 我去, 好大的猴子, 吾狗你看他的那么大, 我估计少说也有个几百斤, 听到林小璐的话, 吾狗张了张嘴,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 只好双手合十, 低头回应了一句, 阿弥陀佛, 此刻翠绿的山峰整个崩断, 漫天灰烬, 而在金色巨猿冲出之后, 紧接着, 山脉就再一次崩裂, 地下再次冲出一条黑色的冲天巨鳄, 看到这里, 即便是林小璐都忍不住皱了皱眉, 两头猿鹰妖兽了, 而下一刻, 异象再起, 已经化作废墟的山脉中, 竟再次冲出一头巨兽, 赫然是一头展翅高飞的九头老鹰, 三头猿鹰妖兽, 这一幕动静极大, 整座大山连同地下的山脉都一起崩塌, 天崩地裂, 沙石遍地, 即便离得极远, 林小璐等人也能感受到地面的不断振战, 而就在他迟疑要不要躲一躲时, 山体灰烬中突然飞出三道身影, 白鹿系刘伯阳, 东智系公阳夏木, 这两个人林小璐都认识, 印象很深, 而除此以外, 三人中还有一个一身雪白的少女, 他没见过, 乖乖, 原来是三个猿鹰镜联手夺宝, 哈哈, 能让三头猿鹰镜妖兽守护的宝物, 那一定是大机缘, 林小璐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开心的招呼无够, 诸葛丹, 赵木木三人道, 兄弟们, 来大活了, 与此同时, 山脉废墟之中, 三位猿鹰镜少年人正各自对战, 一头猿鹰镜妖兽, 林力催动之下铺天盖地, 方圆百里皆为战场, 场中, 一身紫色长袍的刘伯阳, 化作一道紫色霞光, 飞冲之下, 一把扑住天空中震翅高飞的九头神鹰, 嘶吼之间, 林力化作紫色火焰, 并卷成龙卷风飞速翻滚, 生生破开九头神鹰的防御, 将其压制, 地面上, 一身雪白的冰桃, 抬手往地面一拍, 顷刻间白色冰滑浮动, 飞速蔓延, 连同周遭的碎石废墟, 全部冻结成冰雕, 也一同冻住金色巨猿的双腿, 将其死死压制, 而相比于冰桃和刘伯阳, 失去算盘的公羊下目, 就显得有些不如人意, 被巨大的黑色鳄鱼一路横推, 整个人狼狈不已, 你们快来帮我, 这头鳄鱼我一个人对付不了, 公羊下目急得大喊, 而远处的冰桃儿, 却并未理会他, 他本来就是来玩的, 天空中和九头神鹰激战的刘伯阳, 看了一眼, 也是冷笑一声, 少一个人分机缘正好, 好, 巨大的黑色鳄鱼, 顶着公羊下目一路横推, 公羊下目死死用灵器罩子护住自己, 身躯一路倒退, 撞碎无数树木完石, 他见刘伯阳和冰桃儿都不管自己, 立刻明白二人所想, 顿时心头悲愤, 刺激被卖了, 双掌死死按着巨恶血口, 公羊下目咬牙切齿间一路后退, 最终彻底支撑不住一个瞬移躲开, 直接出现在天空, 刘伯阳? 你什么意思? 他来到正在对付九头神鹰的刘伯阳身边, 红着脸怒问, 那头恶腰我一个人对付不了, 见公羊下目发怒, 刘伯阳歪嘴一笑, 公羊凶莫及, 我对付完这头鹰腰就来助你。 说完, 他就不再理会公羊下目, 继续和九头神鹰缠斗。 而公羊下目虽然气愤, 但也无计可施, 毕竟哪怕自己退开, 让刘伯阳和冰桃儿以二敌三, 他们对付不过瞬移逃跑, 还是没问题的, 但事后二人要是联手找自己算账, 那吃亏的还是自己。 想到这里, 他就无比气愤, 都是那个林小鹿害的。 自己的算盘要是还在, 也不至于被恶妖打得这般狼狈, 更不至于被刘伯阳和冰桃儿侵蚀。 而公羊下目虽然气愤, 但也确实无计可施, 眼看下方的黑色巨鳄冲天起, 巨大的身躯直立起来扑向自己, 他猛一咬牙, 便再次冲了下去。 猪蒜, 九节天猪, 战场边缘处计划是这样的, 他们现在不是打得厉害吗? 一会儿我和诸葛就偷偷溜进去偷宝物, 我俩没有灵力, 那三个仔种发现不了我们, 吴够你和赵木木同学就原地待命接应我们就好。 小鹿施主, 会不会有危险哈哈? 吴够放心, 我贼抗噪, 不会有危险的。 废墟边缘的角落里, 林小鹿和一群伙伴们蹲在地上, 谭笑间拍了拍大伙的肩膀, 然后便意气风发地起身。 他准备先偷宝物, 然后让吴够用那戒把宝物带走, 自己则留下来看情况。 到时候, 如果这三个小仔种打不过妖兽, 自己就出手救他们, 然后拔他们的毛。 如果他们打过了, 那自己就出手打他们一顿, 然后还是要拔他们的毛。 没错, 无论他们打不打得过, 他们的毛自己都拔定了。 吼吼吼吼吼, 死吼。 仿佛擎天巨人一般的金色巨猿, 被冰糖而死死束缚住身躯, 只能不甘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 而下方林小鹿正和诸葛丹 混迹在废墟隙中快速集行, 他俩要绕过战场去后方。 这个女孩好凶啊, 和公羊下目都强。 林小鹿一边跑, 一边看了眼天空中冰糖的身姿, 有些感叹, 那小小的身躯里居然蕴含 如此澎湃浩瀚的灵力, 诸葛丹也是看得惊讶连连。 这个白白净净的女孩, 确实强得不像话, 明明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年龄, 但展现出来的实力却远胜自己。 哼! 一块树杖刀的山岩落下, 林小鹿和诸葛丹同时往左右跃开, 躲过山岩后继续狂奔。 而高空之上, 正在对战金色巨猿的冰糖忽然心有所感, 下意识瞥了下方一眼。 看到诸葛丹, 他并没有什么反应。 而当他看到狂奔中的林小鹿后, 洁白的瞳孔突然不受控制的一颤。 看着那飞速奔跑的少年, 冰糖直接忘记了自己正在和巨猿战斗。 而战场中速度飞快, 只一个恍惚, 金色巨猿便正脱开身上的寒冰, 挥起如同山峰大小的拳头, 对着冰糖重重一拳。 哼! 巨大的拳头仿佛一栋房屋, 带着洪荒巨粒将发愣的冰糖狠狠击飞。 冰糖痛叫一声, 一身雪白的身子在高空中一路旋转着, 摔进废墟之中, 乍起漫天尘土后一路长推, 留下一道又长又直的勾曲。 正好看到这一幕的诸葛丹惊呼, 小鹿, 那个女孩被打败了。 啊, 林小鹿微微一愣, 看了看远处正垂胸顿足, 已是强悍的巨猿, 然后无奈感慨, 年轻人就是不禁夸啊, 刚说他厉害就被打飞, 真是太心服气躁了, 诸葛, 我们习武之人可不能学他们, 人要有一颗谦虚的心。 诸葛丹撇了撇嘴, 心到你一点都不谦虚, 每天狂得要死, 随后便继续和林小鹿顺着废墟边缘奔入后方。 战场另一处, 发现冰糖被打退的刘伯扬也梦了, 他不明白冰糖为什么会被巨猿打飞, 一时间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这特么什么情况? 公羊夏木打不过也就算了, 冰糖也被打败了, 这两个原因都是假的吧? 这样下去, 自己怎么拿水则咕咒对方可是三头猿鹰妖兽啊? 自己一挑三, 他看着面前还活蹦乱跳的九头神鹰, 然后又看了看嗷嗷大叫垂胸顿足的巨猿, 以及下方把公羊夏木打得爆头鼠窜的黑色巨鳄, 脸色顿时难看到了极致, 都特么的是一群废物。 情况不妙, 纵使万般不甘, 刘伯扬也只能先退开再做打算, 不然要是被这三头妖兽打伤, 那后面再想取宝就难了。 生性果断的他在短暂犹豫后, 就准备放弃这次行动, 毕竟冰糖已经没了动静, 自己这边短时间也拿不下九头神鹰, 死豆下去绝对没好果子吃。 而就在他想要瞬移离开的时候, 远处的天空中忽然泛起一道亮光。 看着那刺眼的幽蓝亮光, 刘伯扬愣了一下。 谁来了? 咻。 一声轻响, 幽蓝色的亮光瞬间划破整个苍穹, 在天地间留下一道笔直的长痕。 远处的吴构, 帅帅鸭, 赵木木等看的都是一惊, 就连肉嘟嘟的诸葛胖胖都哼吃哼吃受了惊。 而下一刻, 一道冲天怒吼便自蓝色霞光中响起, 以德夫人帮第二战力杀到。 刘伯扬面前, 巨大的九头神鹰惊叫一声, 还未来得及反抗, 布满英语的胸口, 就猛地穿出一道琉璃状的剑尖。 长剑入体, 黄暴的剑气瞬间撕碎九头神鹰的身躯, 连同元鹰一并斩杀, 直接将其消散成灰烬。 九头神鹰在不甘的鸣叫中陨落, 化作漫天灰烬。 而之后, 刘伯扬便看到了阿一的脸。 见到阿一刘伯扬, 直接就猛了。 这不是那个被自己揍过的瞎子吗? 他居然成元鹰镜了。 还一剑杀了元鹰妖兽, 天空之中, 缠着黑色绷带的阿一, 面容冷峻, 随后竹中剑一挥, 一本正经地掏出一枚鸡腿, 边吃边倒。 上次, 我们未奋出胜负, 你就跑了, 我们再来下一场。 文言, 刘伯扬脸色一僵, 有些吃不透眼前阿一的实力。 而就在他迟疑之际, 下方的巨恶和后方的金色巨猿, 似乎都被九头神鹰的陨落吸引, 竟同时看向了此处。 刘伯扬见状, 连忙开口道, 阿一兄弟, 这里有两头元鹰禁妖兽, 我们先对付完他们, 随后在下再与你做个了断。 文言, 阿一想了想, 然后点头, 另一边, 战场边缘处。 吴够师父, 你看到我哥哥了吗? 小秃驴, 沙比鸭子, 林小璐跑哪儿去了? 突然现身的上官哈密瓜和小玉儿美答答跑过来, 对着吴够询问。 而吴够也立刻告知了林小璐和诸葛丹去寻宝的事情, 吴够顿时开心不已, 笑得执念善灾, 那模样仿佛比自己突破还要高兴一般。 与此同时, 小玉儿和上官念叨着的林小璐, 正和诸葛丹一起, 身处一座洞府之内, 看着眼前堆积成山的法器惊艳无比。 吼吼吼吼, 这里果然有好多宝物, 这次真是发大财了。 开怀不已的少年, 坐在灵石堆积的小山上, 拿着诸葛丹给的麻袋, 大把大把地往里面装灵石, 而除了闪闪发亮的灵石外, 灵法秘籍, 无名灵剑, 各种奇形怪状的法器药品等小玩意儿, 也被他通通往麻袋里装。 灵小璐一边装一边傻乐, 诸葛丹也开心不已, 俩人虽然是舞者, 这些法宝对他俩没用, 但拿出去以后, 戏主肯定会给他俩额外赏赐, 必经历了这么大的功劳。 场中, 诸葛丹蹲在灵石小山上, 一边看着灵小璐装东西, 一边摇头晃脑, 丹药瓶四瓶, 小璐灵石就不数了吧, 太多了。 嗯嗯, 灵石不用数, 哇你看, 那里还有个好漂亮的大船。 灵小璐把装得满满当当的麻袋, 往肩膀上一扛, 然后来到山洞深处, 一艘巨大的水晶灵船下, 看着灵船嘖嘖称奇。 这一定是个好宝贝, 诸葛, 你来背麻袋, 我来背这个大船。 哦哦好, 诸葛丹利索地接过麻袋, 灵小璐则来到灵船底部, 双手伸到地下, 想要将灵船抱起。 而就在她的手掌触碰到灵船的瞬间, 外面正在和阿一, 刘伯扬斗的两头猿鹰腰兽, 忽然心有所感, 竟同时对着此处一吼。 这股嘶吼来得非常突然, 而下一刻, 无论是金色巨猿, 还是黑色巨鳄, 皆是狂暴起来, 愣声声冲破阿一和刘伯扬的压制, 对着此处冲来。 对此还不知晓得灵小璐, 双脚用力一沉, 将地面踩崩, 竟真的将整座水晶灵船抱起。 而抱起的瞬间, 灵船便自动缩小, 化作一道巴掌大的小船模型, 把灵小璐看得嘖嘖称奇。 宝贝都装差不多了吧, 宝贝是差不多了, 不过还有灵石, 灵石太多了, 一个麻袋装不下。 诸葛丹有些郁闷地说道, 他只带了一个布包, 和一个折起来的麻袋。 好在灵小璐也不是迂腐之人, 当即招呼, 灵石就不要了, 咱们走, 吼吼吼吼, 这次寻宝真开心。 灵小璐把浑身的兜兜塞满, 结果麻袋, 刚欲和诸葛丹离开, 山洞外就忽然传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吼。 听到动静, 诸葛丹顿时吓得花蓉失色, 小璐, 原因妖兽来了。 灵小璐也愣了一下, 随后淡定地将麻袋放下, 一边往山洞外走, 无尽的废墟中, 黄金巨猿和黑色巨鳄同时飞扑过来, 在其狂暴的状态下, 无论是阿一还是刘伯扬都难以阻止。 而就在两人不明所以, 为何这两头妖兽会突然发狂时, 一个拖刀而行的少年身影, 忽然从山洞中冲出, 以一个快到极致的速度, 对着两头猿鹰妖兽冲去。 陆哥! 林小璐! 阿一和刘伯扬见到少年同时一惊, 而下一秒, 少年就抄刀斩碎飞射而来的完食, 然后飞跃到空中, 游下至上回出大根青铜器, 斩出无数道气浪细丝, 尽数轰击在两头巨兽的身躯之上。 吼! 千百道锋利的气浪细丝轰出, 两头猿鹰妖兽纷纷吃痛大吼, 扑击的身躯也被其声声掀开。 剑撞, 阿一毫不犹豫, 抬手祭出竹中剑, 下一刻, 剑光万千, 漫天飞舞。 说说说说说! 无数道飞剑之声响起, 竹中剑的剑影如同莲花一般绽放, 随后竞数在长空中汇聚, 化作一道蜿蜒扭曲的剑刃龙卷, 随后剑指移动, 其不断旋转, 且尖锐的顶部便对着巨恶的头部由上至下一钻, 生生将其头颅搅碎。 而林小璐也猛地甩出腰上挂着的幽州大锁, 漆黑的锁链瞬间无限延长, 直接搭在黄金巨元的脖子上, 紧接着林小璐奋力一拉, 将自己的身躯拉上天空的同时, 其恐怖的力量也拉着黄金巨元一个亮呛, 小扇一样的脑瓜就此滴了下来。 下一刻, 飞尸而上的少年和黄金巨元的巨大头颅在空中相遇, 少年面无表情, 抬手就是一刀, 砍你脑瓜子。 阳光下, 仿佛大山一样屹立不倒的黄金巨元发出一声长长的乌烟, 最终一边倒下, 一边化作灰烬。 旁边的巨鳄也一同灰飞烟灭, 至此, 三头猿鹰巨兽, 尽数毕命。 路哥, 战斗结束, 从天而降的阿一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抓着林小璐开心笑道, 路哥, 我总算找到你了, 路哥我成为猿鹰了, 还练成了须弥剑六, 刚才那一剑你看到了吧, 厉不厉害? 你啥时候带我啊, 我等很久了。 哈哈, 威力感觉比我的大绝招还要再强一点, 阿一有前途, 等咱们回了峨眉大哥就带你去见识见识。 说完, 林小璐抱着阿一略有深意地笑道, 到时候把全真的欧阳瑞雪也喊上, 让他看着你瞟, 不光是看, 你瞟的时候还要让他在旁边鼓掌。 阿一, 林小璐意味深长地说笑完, 便将诸葛丹从山洞内喊了出来。 阿一你看, 这些都是我在山洞里得到的, 里面有好多宝物, 我还看到了一把剑和几个剑绝, 你看看用不用得上。 哦对了, 这位是诸葛同学, 我新收的小弟, 诸葛, 这是我们以德福人帮的阿一, 怎么样, 掉不掉? 我们以德福人帮都是阿一, 这样的优秀人才, 要不要加入我们帮加入以后, 有你好果子吃? 诸葛丹文言, 嫌弃地哼了一声, 然后冲林小璐扮了个鬼脸。 废墟中, 阿一兴致勃勃勃翻看起了麻袋内的宝贝, 正当他准备好好挑剑一番时, 一身紫色长袍的刘伯扬忽忽然从天而降。 刘伯扬出现后, 先是面色难看的看了看林小璐和阿一, 随后就直勾勾看向了麻袋。 恰逢此刻, 不远处的冰桃儿和龚羊夏木同时从废墟中飞出, 而见到这俩人出现, 刘伯扬便毫不犹豫直接一指林小璐手里的麻袋、 冰桃、 龚羊、 宝物被他们俩拿了。 此话一出, 龚羊夏木立刻看向林小璐, 再次看到林小璐, 龚羊夏木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 就是这个宰种打碎了自己的算盘。 场中, 刘伯扬继续开口说道, 林小璐和这个阿一是原因, 不过他们只有两个人, 我们有三个, 咱们三一起联手, 共分宝物。 说完, 他便一个急行扑向林小璐, 掌中更是带起了冲天的紫色雷光。 虽然先前和龚羊夏木有过节, 但他也知道龚羊夏木和林小璐有仇的事情, 因此, 那家伙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 而自己也正好可以报林小璐的拔毛之仇。 大家都是原因, 虽然龚羊现在弱了些, 但毕竟是三对二, 林小璐绝无胜算。 看着越来越近的少年, 刘伯扬的脸色变得越发猙獰。 就是这个宰种, 为自己吃别人的毛, 还把光了自己的毛, 自己跟他不共带天。 怒到极致, 他忍不住愤声大吼, 林小璐, 我要弄矿。 飞到一半, 正欲报仇的刘伯扬忽然被一道白色的身影劫击, 整个人在惊恶之中被半路杀出的冰桃一脚踹在脸上, 那雪白的小布鞋和白色脚面踩得他整张脸都变了形。 他被踢飞了, 哄, 被一声摔撞进右侧废墟之中, 溅起漫天尘土。 突如其来的一幕, 把所有人都看猛了, 刚准备动手砍傻刘伯扬的林小璐、 诸葛丹、 公羊夏目, 以及阿姨等人全部愣在了原地。 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看着那一身雪白的女孩, 不明白她为何会临阵倒戈。 而在林小璐有些猛圈的时候, 穿着白色短裙的冰桃却看向了她, 然后一个闪身来到她面前, 抬起雪白的毛子, 静静看着她的脸。 看着近在咫尺的少女面容, 林小璐愣了一下, 然后猛逼道, 要跟我打架废墟中央, 冰桃一眨不眨地看着林小璐, 其他人也疑惑地注视着。 而过了没多久, 冰桃就从那界中取出一只红色的冰糖葫芦, 递到了林小璐嘴边, 同时, 声音软糯糯地说道, 没想到还能再见, 谢谢你的冰桃葫芦, 看着面前红彤彤的冰桃葫芦, 林小璐一脸猛逼, 我们认识她看着冰桃问, 少女想了一下, 开口道, 你可能忘记我了, 但我一直把你记在心里。 九年前, 峨眉境内, 大月, 熙熙攘攘的官道中, 一名面黄激瘦的小女孩, 孤零零地站在乞丐堆里, 她左手抓着一把糖葫芦, 右手握着一枚沉甸的银子, 睁着明亮的双目, 遥望那名男孩的背影, 带男孩走后, 小女孩看着鲜红玉滴的冰桃葫芦, 吸了吸鼻子, 然后试探性地舔了一口, 那味道, 甜丝丝的。 冰桃将当时的画面描述完毕, 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林小璐, 白皙的脸上挂着期待问道, 你还有印象吗? 林小璐一脸呆滞, 然后果断摇头, 她完全没印象。 冰桃的面容上, 透着一丝失望。 林小璐挠了挠头, 随后到处心中不解。 你说你和我认识, 那你是怎么来学院的四南界, 一共就五个名额? 你我是从其他世界上来的。 女孩飞快解释道, 我师父是天机界北遥宗的老祖, 当初是他老人家去, 场中, 林小璐猛猛地, 听着眼前这陌生的女孩, 说她的过往, 恰逢此刻, 小月, 上官哈密瓜, 无垢, 赵木木也赶了过来, 几乎是刚看到林小璐, 诸葛丹便冲他们招呼笑道, 大家都过来, 这里有戏看。 一群人顺理成章地在诸葛丹旁边蹲下, 目光炯炯地看着林小璐和冰桃。 不远处的公羊下目见状, 先是迟疑地看了看林小璐和冰桃, 接着又看了看阿姨, 小月等一群人, 最后又看了一眼, 还在废墟中昏迷的刘柏阳。 虽然他不明白冰桃为何会临阵倒戈, 但他清楚, 自己再待下去可能会被揍, 因此当即便准备离开, 然而他几乎是刚要顺移, 同样已成原因的阿姨就先一步来到他身后, 冰梁的竹中剑也架在了他脖子上。 这位大哥, 陆哥还没完事呢, 他估计要等一会儿才能来揍你, 你先别走好不好, 我请你看我吃鸡腿。 听着阿姨的话语, 感受着脖梗上见风的冰梁, 公羊下目吃笑, 学院规定不许杀人, 你难道还敢杀我不成文言? 阿姨想了一下, 默默将竹中剑从公羊下目的脖子上挪开, 然后放到了他的裤裆上。 公羊下目。 此刻, 林小璐猛猛地听完冰桃的字述, 随后终于有了极小的印象。 八岁那年, 自己和陈儿愣子、阿旦, 以及罗刹鬼婆去大跃收徒, 当时自己和张勇大叔去拜访太极宗师故宫, 路上遇到了一群乞丐, 其中就有那是无名无姓的冰桃。 那时候, 八岁的自己给了冰桃一把冰桃葫芦和一些银两, 随后就将此事抛到了脑后。 而冰桃说, 在那之后, 他就遇到了一位道号天机子的老者。 老者告诉他, 他本是天机界人, 不属于私南, 并身怀特殊体制, 故老者将他带离了私南界。 你师父可以跨世界收徒弟听到这里的林小璐一脸震惊。 而冰桃则连忙摇头, 不光是这样, 我从一开始就不是私南界人, 我一直都是天机界的人, 是因为我幼年时期天机界遭逢大难。 我爹娘和师尊, 为了让当时还是婴儿的我能活下去, 才冒着生死到萧的危险, 强行打开三千世界的结界, 绕开天上, 将我送到了较为安全的私南界。 后来大难平定, 我爹娘都死在了那场危机之中。 而我师尊是天机界最强的修仙者, 最终存活了下来, 并历经千辛万苦, 再次进入三千世界的结界, 将我找回。 说完, 冰桃看着手中的糖葫芦, 白色的眼眸中带着一丝回忆, 请笑道, 师尊说, 我是三千世界第一天交, 但我童年最美的印象, 却是你给我的那串冰桃葫芦。 不远处, 听到俩人对话的少年们纷纷一惊, 三千世界第一天交这女的居然这么嚣张。 上官哈密瓜一脸不服气, 赵木木看了他一眼, 打趣道, 上官, 这个冰桃比你还小一岁吧, 人家都是原因了。 而且, 好像比刘伯扬和公扬夏木 那两个二十岁的人都要强, 这样的人物说自己是三千世界第一天交, 也无可厚非吧, 是吗? 上官哈密瓜一脸不服气地搂住小月儿的肩膀, 养着脑瓜傲娇道, 我这位妹妹十五岁结丹, 原因以下谁来谁死, 应该就不比那个冰桃差吧对啊。 那位阿姨兄弟好像也和冰桃一样大, 他不也是原因? 诸葛丹帮腔道, 我觉得阿姨就不比冰桃差, 反而比冰桃强。 几个女孩身旁, 无够看了看正拿剑指着公扬夏木裤当的阿姨, 又看了看冰桃和小月儿, 一时间也有些好奇这三人谁的天赋更高。 场中几个姑娘一时间分不出这几人的高下, 激烈地吵了起来, 有的说小月儿只是年纪小, 还没有发挥出来, 有的说阿姨无论是修行天赋, 还是用剑天赋都天下无双, 有的说冰桃岂不修炼的时间晚, 毕竟阿姨, 小月儿都是五六岁就开始修行, 而冰桃八岁才认识的林小璐, 因此至少也是八岁以后才开始修炼, 天赋可见一般。 上官哈密瓜, 赵木木, 诸葛单个执己见, 争论不休, 吵闹的声音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而到最后, 一只不说话的帅帅鸭忽然翻了个白眼, 吵什么吵, 有什么好吵的, 我月儿姐天下第一, 我老大可排第二, 阿姨和冰桃并列吧。 一旁, 诸葛胖胖哼哼了两下, 似乎在赞成帅帅鸭的说法。 废墟中, 林小璐听完了冰桃的过往, 理清楚了一切后, 哈哈大笑, 想不到我小时候随意帮助的一个人, 居然会变得这么厉害。 冰桃你不用谢我, 我们出来混的, 帮助人那都是应该的, 以后大家都是兄弟了。 说完, 他就急吼吼地准备去拔公娘下木的毛, 刘伯阳的毛已经被拔光了, 这次就先放过他。 而事与愿违的是, 冰桃挡在了他面前。 林小璐, 看着兰在自己面前的少女, 林小璐愣了一下, 随后疑惑道, 还有什么事吗? 在他面前, 白色眼眸的女孩, 压低双目, 脸色微红道, 林小璐。 可以做你道理吗? 林小璐, 冰桃的声音不大也不小, 在场几人全都听见, 一时间所有人都梦了。 这女的, 要以身相许诸葛丹惊讶道。 我去, 有毛病吧, 因为一串糖葫芦, 以身相许正在恰无垢鼻子的赵木木, 表示自己完全不能理解。 这些姑娘都眼瞎了吗? 会看上林小璐这煞笔上官哈密瓜, 一脸不服, 觉得冰桃特别蠢, 没自己聪明。 很正常呀, 我哥哥那么优秀。 小月儿哥哥直笑, 鼻子被掐得无够问声问气, 念了句, 善灾场中的林小璐也是一脸猛。 随后他笑道, 姑娘你不用这样, 糖葫芦很便宜, 没几文钱, 小时候杨先生教导过我, 人做好事不求回报。 而且, 我已经有喂过门的气子了。 说完, 不等冰桃说话, 林小璐就直接错开了他, 静止走向惊恐不已的公羊下目。 看着少年的背影, 冰桃而苍白的眼眸中, 泛起了一层淡淡的光泽。 你可能不知道, 你给我的那串冰桃胡萝, 是我此生唯一的光了。 七天之后, 啊, 终于到了可以离开秘境的时候了。 林小璐牵着小月儿, 抱着帅帅鸭, 和伙伴们并排走在森林之中, 一边走一边开心问道, 吴够, 我在你的那戒里, 存了多少法宝了正在被赵木木掐脖子的吴够, 一边变红耳赤的努力挣脱, 一边回应道, 小璐施主, 扣除你赠予小僧, 小月儿施主, 阿姨施主, 上官施主, 赵雨氏的以外, 还剩下236件。 哈哈, 这次的第一一定稳妥了。 林小璐开心地直了, 为林小璐, 那个冰桃还在后面跟着。 上官哈密瓜抱着胳膊, 上下打亮了林小璐一眼, 然后嘖嘖称其道, 我看那姑娘不只是想要报恩啊, 她好像真的对你有意思, 怎么样要不要收个小妾哥哥要收小妾吗? 小月儿开心不已道, 我觉得冰桃还挺好的, 长得好漂亮, 一串糖葫芦留下的姻缘, 很浪漫。 洛哥, 我觉得他一般, 阿姨一边啃鸡腿, 一边含糊不清道。 我们几个人当中他这笔哈密瓜高, 这笔大嫂差远了。 死瞎子你说什么你? 上官哈密瓜见阿姨说自己矮立马乍毛, 跳起来给了阿姨一脚。 在上官哈密瓜施展飞踢的时候, 诸葛丹下意识目测了一下他显露出来的腿, 嗯, 比自己胳膊还短。 一行少年少女嘻嘻哈哈地在前面说笑而行, 浑身雪白的冰桃则不急不慢地在后面跟着。 他已经跟了一个星期, 一直以来都是一言不发的模样, 期间无垢, 阿姨、 小月儿等人也都有跟他说过话, 但他基本都是简单地回应, 或许是性格使然, 他并不是一个活泼的女孩, 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随着前行, 林小璐等人陆陆续续遇到了其他的同学, 今天是离开秘境的日子, 巨大的森林深处已经降下了白色的光柱, 只要再过一个时辰就可以进入光柱离开。 而现在的林小璐也已经彻底成了名人, 四大原因, 除了冰桃以外, 公羊夏木和刘伯阳都被他拔光了毛, 其他的普通学生就不说了, 毕竟后面的一个星期以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打劫几次, 一直到今天被他腊手催的少年已达一千。 因此, 许多准备回去的学生看到林小璐后都会下意识惊恐, 更有许多人直接就对他脱下了裤子, 以表示自己被拔过, 交过了保护费。 这一幕让少年少女们尴尬不已, 而林小璐却丝毫不觉得, 看着周围那么多同学光秃秃对着自己, 他立刻抬头挺胸, 昂首阔步地走在最前面, 脸上更是露出一副慈祥和蔼的笑容, 一一冲着他们点头, 微笑, 仿佛绝世大佬视察一般。 不久, 他带着小育儿和一群伙伴们到了光柱之下, 两旁的学生们自动奋出一条道路, 一个个低着头不敢直视其面容, 只有最前方同样准备离开的刘伯扬, 供扬夏末二人狠狠盯着他。 看到这两个少年, 林小璐瞅了他俩一眼, 笑问, 你俩不托马话语刚落, 身后的阿姨就刷。 被一声拔出了琉璃色的竹中剑, 后方的冰糖身上也闪烁起了冰冷的气息, 脚下草地都开始一株株结成寒霜。 面对林小璐, 阿姨, 冰糖三人的威压, 供扬夏末大喘息了几口, 刚想宁死不屈一下, 刘伯扬却直接了当脱下了裤子, 露出一片光滑, 虽然裤子脱下了, 但他的脸上却依旧挂着不服, 抱着胳膊仰着头, 一副我现在裤子脱了, 你就不能拿我怎么样的气势。 见到这一幕, 供扬夏末犹豫了一下, 随后也慢吞吞脱下了裤子。 罢了罢了, 刘伯扬都脱了, 那就不止自己一个人丢脸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几日的空荡时间, 自己也得到了一点点机缘, 要是再被打一顿, 然后机缘再被抢, 那这一趟就真是白来了, 大不了以后再找林小璐算账。 嗯, 人。 见二人都脱了裤子, 林小璐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来到光柱面前, 转身, 对着满场光屁股的少年挥了挥手, 大家都穿上吧, 不要动着小兄弟, 吼吼吼吼吼吼。 无尘店外, 二十四位戏主接在, 他们的身后则站着各自十个班的班主, 仿佛一身皆由灰烬凝聚而成的洛无尽, 静静地站着, 他抱着胳膊, 闭着眼睛, 纤细的手指在胳膊上一搭一搭算着时间。 洛无尽身旁, 一位头发上别着枯稿树枝的老者, 拖着胡须笑道, 吴静, 这次赌局, 你连灰飞烟灭金都压上了, 看来是对戏里的学生很有信心啊。 听到话语, 洛无尽睁开死灰色的双目, 抱着胳膊, 面无表情道, 枯木道长说笑了, 本作只是不满白鹿和东智那么狂妄而已, 搞得他们戏所能抢夺到的宝物一定最多一样。 闻言, 道号枯木的老者笑了笑, 古语系那个丫头, 对法宝好像并不感兴趣, 你双将戏的小子又是个舞者, 白鹿和东智自然有信心了, 毕竟他们有两个原鹰小子。 听到这话, 洛无尽顿时不屑冷哼, 舞者也好, 修仙者也罢, 我那学生背后站着的是李明如。 说完, 他看了一眼枯木道长, 意味深长的一笑, 对了枯木道长, 林小玉怎么样说起林小玉, 枯木慈祥的面容短暂愣了一下, 随后评价道, 魔科无量。 四个字一出, 洛无尽死灰色的瞳孔陡然一缩。 魔科无量的意思, 是无限大。 被惊到的洛无尽想了片刻, 然后薄唇微翘, 看来李明如, 那个负心汉, 对自己这小徒儿很放心了。 枯木笑着点了点头, 有仲尼先生在, 明如有什么不放心的, 仲尼先生和老夫会交好小月的。 纵横前辈可知晓洛无尽问, 枯木摇头, 纵横前辈去往欲爱了, 目前不在界中。 说完, 枯木道长迟疑了一下, 然后看着洛无尽, 用神识在他脑海中问道, 吴静, 你这几日觉不觉得神魂有些不舒服? 老夫和仲尼先生都有些奇怪的感觉, 但又说不上来。 文言, 洛无尽疑惑地看了眼枯木道长, 不知他为何有话不说, 而是要用神识来和自己交流, 不过他也没问, 想了想后, 便用神识回复, 本座未曾感觉不适。 听到回应, 枯木道长也就放心地点了点头, 毕竟洛无尽是最熟悉阴暗仙法的修士, 出身于后土的他, 天生对一切诅咒、 毒障、 阴魂之类见不得光的东西敏感, 他说没有, 那就一定没有。 场中, 枯木道长笑了笑, 刚准备问问脾气火爆的洛无尽, 当老师感觉如何, 眼前的湖面忽然一亮。 学生们出来了! 二十四位戏主面前, 巨大的湖面散发出一阵阵的波纹, 随后就见到一批又一批的少年, 从里面飞出。 戏主我们回来了? 啊, 啊, 我活下来了? 戏主, 秘境里面有一个家伙好恐怖, 专门拔人毛, 一个个少年少女从湖面飞出, 二十四位戏主也一一迎接。 而没过多久, 刘柏阳和龚阳夏木就一同出现。 两位原音学生出现, 东智和白露系的戏主便立刻看了过去。 柏阳, 你这次获得了多少机缘? 给本座看看。 夏木, 本座和其他戏主打了赌, 本座下了众主, 快亮亮你获得的宝贝。 一时间, 所有学生少年都在展示自己获得的机缘, 他们也没有隐瞒, 毕竟戏主皆是天人静强者, 根本隐瞒不了。 而且, 天人静也确实不会贪图他们这点东西, 故纷纷倾囊炫宝。 而没过多久, 一声声质问, 便在各个戏主之中想起。 怎么就这么点, 你在秘境里都干什么了, 睡大觉吗? 这什么破烂? 妖兽的眼睫毛? 你特吗? 许多戏主都郁闷了, 因为自己的学生带出来的宝物, 少得简直吓人。 其中更是有不少人是空着手回来的。 最过分, 有个家伙拿了一枚黑色的肉球回来, 说是结弹妖兽的痔疮, 吃了能治顽固性便秘。 场中, 刘伯扬也打开了自己的那件露出里面可怜兮兮的几件宝物, 然后他就看到自己戏主的脸色完全阴沉下去。 刘伯扬顿时欲哭无泪, 刚想说都是双将戏那个叫林小璐的宅种抢的自己。 而下一秒, 他就发现戏主的脸色又好看了许多, 一看, 原来是公扬夏目获得的机缘更少, 只有几块瘦骨和一本记录双修秘术的灵法, 他的戏主已经差点气晕过去。 场中, 各个戏主们恨铁不成钢的训斥声此起彼伏, 而没过多久, 林小璐等人也一同飞了出来。 他和诸葛丹被上官哈密瓜提在手里, 一出来就眉飞色舞地看向暴毙等待的洛无尽。 狮鸟我们出来了! 听到声音, 洛无尽眼眸一台, 一片灰烬便自动凝结于林小璐和诸葛丹的脚下。 而林小璐就这么踩着灰烬来到他面前, 哈哈大笑道, 上官, 把那剑打开, 让我师娘看看。 上官哈密瓜立刻开启那剑。 下一刻, 整整二百多件法宝铺天盖地地飞出, 各种法器法宝秘籍丹药层出不穷。 这一幕一出, 其他戏主顿时全部看了过来, 学生们也是愤愤不平地看着, 尤其当水泽孤舟出现的时候, 刘伯扬的眼珠子都红了。 但他也没办法, 毕竟机缘是可以抢夺的, 从一开始规定就是如此, 自己的戏主也不会因为自己机缘被夺而找林小璐算账, 戏主没那么小气, 只会觉得是自己技不如人。 场中, 林小璐在所有人和洛乌镜面前一边展示自己抢夺来的机缘, 一边快速说道, 师娘, 我这次进去大杀四方, 刘伯扬和龚扬夏木都不是我的对手。 而且, 他们非常仰恶我, 并且为了表示对我的尊敬, 主动把毛给我拔, 我本想拒绝。 但他们说, 要是不拔, 就是看不起他们, 师娘你也知道我这人心软, 所以我就勉为齐男拔了他们的毛, 他们被我拔得可开心了, 走的时候都是一蹦一跳哼着歌走的, 还有其他同学, 大家当时都排队让我拔毛, 好多人甚至为了能早点让我拔, 还插队, 插不上队, 还大打出手。 哎呀, 同学们真是好热情啊, 我特别喜欢他们。 听到这一番话语, 少年们全都恨恨瞪着林小璐, 刘伯扬更是嘎哒一声, 生生咬碎了一颗牙。 这个逼是在太特么不要脸了。 修仙界虽然黑暗, 但也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 在所有人恨不得掐死他的目光下, 林小璐站在二百多件宝物前献宝似的炫耀道, 师娘, 您看看满一部面无表情的洛乌镜, 抱着胳膊, 看着面前二百多件法宝, 然后又看了看其他戏学生, 那些可怜兮兮的破烂, 以及他们戏主便秘的表情, 梁九, 他终于嘴角一翘。 还不错, 这次进你一宫。 古月秘境结束, 双将戏成了最大的赢家, 骆无尽不但赢得了冬至, 白鲁二戏戏主的赌注, 还获得了仲尼先生的额外赏赐。 而心情大好的他, 也给予了十个班主各自奖励。 除此以外, 小玉儿所在的金哲戏, 阿易无垢所在的丽秋戏, 巴宋维蒙所在的丽春戏, 赵木木所在的大雪戏, 冰堂儿所在的谷语戏, 野狗所在的芒仲戏, 收获不高也不低, 威猎中等, 至于剩下十七个戏, 则一次垫底, 惨不忍睹。 至于林小璐, 骆无尽也表示, 会赐予他一件合适的机缘。 下午十分, 双将戏, 大坑主殿中。 看着面前一脸期待的少年, 骆无尽抱着胳膊, 翘着二郎腿, 声音清朗地开口道, 你这次确实有功, 本座赏罚分明, 会赐予你合适机缘, 不过你先别急, 你是舞者, 机缘不好找, 本座要好好想想。 而在此之前, 本座有另一件事要问你。 师娘请讲。 林小璐一脸乖巧地笑道。 面前, 骆无尽先是微微一笑, 随后笑容一收, 身子前倾, 一双死灰色的瞳孔, 死死盯着他。 你在秘境中, 说要让谁做李明如的小妾林小璐, 骆无尽确实称得上是个恩怨分明的人, 尤其当林小璐鼻青脸肿, 一瘸一拐地出来时, 他格外感受到了这一点。 嗯, 抛去被打的事情, 今天其实还算是比较美好的一天。 回到小院, 帅帅鸭见到他惨兮兮的模样, 已经见怪不怪, 继续摊在石桌上, 眯着眼睛打短。 哈密瓜呢, 修炼呢。 帅帅鸭懒洋扬地答道, 他好像受刺激了, 估计是在秘境里面, 发现强者太多了吧, 一回来就可敬修炼。 林小璐一边擦鼻血, 一边呕了一声, 来到桌边放着的摇椅上, 舒服一躺, 又问, 诸葛丹娜牵着诸葛胖胖去串门了。 知无不言地帅帅鸭回道, 老大你, 现在在双将系学生的地位, 可谓是空前绝后, 他作为你的头号马仔, 自然也是受到好多人的恭维, 就连他的宠物诸葛胖胖出去, 别人见到了都要对其打声招呼, 威风的一逼。 闻言, 林小璐直接乐出了声, 双手整着脑瓜, 望着金灿灿的天空道, 之后几天应该没什么事儿了, 我也要继续悟道了。 老大你想好怎么误了帅帅鸭好奇地望着他问。 闻言, 林小璐摇了摇头, 完全没想好, 要不你背一惊给我听帅帅鸭。 他卧在石桌上, 瞅了瞅林小璐, 鸭幕中显露出一丝关怀, 随后闭上鸭幕, 不急不缓地开口背道, 钱, 元亨, 力真。 初九, 乾隆勿用。 九二, 献龙在田, 力见大人。 九三, 君子终日前前, 息涕若丽, 无救。 九四, 霍月在渊, 无救。 九五, 飞龙在天, 力见大人。 上九, 抗龙有悔。 用九, 见群龙无首。 即, 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下, 少年躺着摇椅, 脑袋整着胳膊, 旁边的圆形石桌上鸭子, 舒服地握着闭幕诵经, 清脆的经纹, 悠然回荡于天地之间, 显得既惬意, 又逍遥。 偶尔清风一过, 翠绿色的树柳微荡, 为这静美的场景, 添加了几分灵动。 这一刻, 美极了。 三天后, 中午, 放学后, 酒班门口的石阶处棕拉, 现在我在学院里有了个新的外号。 林小璐蹲在地上, 一脸无奈地看着同样蹲着的棕拉维盟。 你知道我的新外号叫什么吗? 皮肤黑黑的棕拉维盟, 老实摇头。 见他猜不出, 林小璐叹气道, 我的新外号叫某些人, 范英班主取的。 棕拉维盟一愣, 随后就想起了上午因为林小璐打呼噜, 被范英班主称呼为某些人的事情。 他尴尬地拍了拍林小璐的肩膀, 安慰道, 没关系啦, 小璐林诸葛同学也有差不多的外号呀。 范英班主就称呼他为个别人扑斥。 林小璐被逗乐了, 他觉得棕拉也开始有幽默感了。 嗯, 不错, 一个成熟的男人, 怎么可以没有一点幽默感呢? 说书先生曾经说过, 男人可以不帅, 可以没钱, 但是一定要有幽默感, 一定要骚。 台阶上, 蹲着的他一手抱着帅帅压, 一手捧着下巴, 看着来来往往的少年少女们, 觉得好无聊。 自从古月秘境结束以后, 自己就好无聊, 每天无所事事, 一惊的感悟又开始迟迟不动, 自己想破大天都想不出新的东西来。 而骆无尽说, 要给自己的机缘也一直没有动静, 自己还不敢催, 毕竟那娘们动手是真的很, 比掌门姐姐还狠。 哼, 走着瞧, 你等我回凡间呢? 我回凡间, 就跟老大告状。 心里愤愤不平地他起身, 见同学们陆续都回各自的小院修炼, 综拉为盟也准备回去后, 他就抱着帅帅压, 独自在双将戏的大坑里溜达。 他是真找不到事情做, 诸葛丹已经快练成一斤斤了, 现在每天一下课, 就去找他的一个好姐妹给他针灸, 没时间陪自己玩, 因此, 自己只能一个人瞎转悠。 走在渐渐冷清的小道上, 无所事事的林小璐, 抱着帅帅压吐槽道, 我想出去冒险了, 不想待在这么安逸的环境里, 一斤我还是没有头绪。 了解林小璐性格的帅帅压想了想, 没说话, 戏与戏之间是不能随便乱窜的, 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帮林小璐。 除一斤以外, 林小璐的所有武学都已经练到了大圆满的地步, 而且, 鉴于他原音妖兽的身体, 他也确实不会出现功夫不练就倒退的情况, 毕竟这家伙即便是瞎逛, 都会用特定的呼吸法呼吸, 以此来酝养内丹。 因此, 他只能闲着。 老大, 你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帅帅压安慰道, 多悠闲, 闲云野喝的日子不好吗? 一点都不好。 林小璐一脸郁闷, 我喜欢热闹, 如果诸葛, 哈密瓜, 吴够阿姨妹妹都在我身边, 那我还好一点, 但大家几乎都在修炼, 我还不能随便离开双将戏, 我就觉得好冷清。 而且我有点想老大, 阿宁, 花蝴蝶了, 自从来了天上, 花蝴蝶的手镯都联系不了, 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帅帅鸭, 你别多想哈, 你不算人的, 帅帅鸭。 怀中, 帅帅鸭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开口道, 现在戏里面闲着的只有洛无尽了, 毕竟就算是范英班主, 他们也是要修炼的, 而到了天人尽以后, 修炼方式并不相同, 且寿命都是以千年来计算, 日子优越, 所以老大, 你要真无聊, 可以找洛无尽聊一聊, 别, 我前两天被他打成, 什么样你又不是没看见, 他锁我后, 还摆我胳膊, 搞得我胳膊到现在还疼, 哎呀, 老大你不要光想坏事嘛, 凡事都有两面性的, 帅帅鸭开口给他分析道, 你这段时间, 问了无数人的过去和未来, 在对于易经和人生上, 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这还不够啊, 那说明什么说明, 你没有问过什么重量级人物, 你想, 你问的人最多也就是原音静了, 所以, 你可以去跟洛无尽聊聊, 他是天人静, 精力丰富, 说不定就能帮到你呢, 而且, 帅帅鸭仰起头, 看着少年笑道, 你难道没发现, 其实洛无尽很宠你吗, 听到这里, 林小璐撇了撇嘴, 没说话, 洛无尽其实很宠自己, 这一点他能感受到, 不过女人的想法, 往往很奇怪, 他们好像都觉得, 宠爱后辈的表现, 就是暴打一顿, 很少出现, 像妙心师姐那样讲道理的, 原地, 少年想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抱着帅帅鸭, 往洛无尽的宫殿走去, 去看看师父未来的小妾吧, 嗯, 顺便看看能不能得到点好处, 比如一惊的感悟, 再次突破啥的, 林小璐抱着帅帅鸭, 大摇大摆地往双降主殿溜达, 而当他进入主殿, 看到洛无尽的时候, 发现自己这位不苟言笑杀法果断的师娘, 正在看书, 雅致的污殿中, 气息冰冷的洛无尽坐在椅子上, 捧着一本没有名字的灰色书本, 一边怡然自得地翻着书页, 一边清冷开口, 你想问本座的过去对呀师娘, 我现在正在悟到, 悟过去未来, 林小璐一脸乖巧地说道, 所以我想听听, 师娘, 您和我师父的爱情故事, 听到爱情故事四个字, 洛无尽冰冷的脸略微柔和了一些, 他难得赞同了一次, 看着林小璐笑道, 你这小鬼, 话粗里不粗, 还知道我和你师父有一段爱情过往, 不错, 很机智, 说完, 林小璐身后, 就凝聚出一片灰烬, 而洛无尽也和善地示意他做, 盘腿坐在保纸一样的灰烬上, 林小璐便抱着帅帅压, 迫不及待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师娘, 您和我老大是怎么认识的呀, 翻书的洛无尽想了想, 死灰色的瞳孔中, 也开始显露一丝回忆, 那是, 188年前还是189年的时候了, 好像有些记不清了无尽师姐, 说什么师父欠他两壶美酒不还, 再不出去就要灭了我们后土, 灭后土和真是豪大的口气, 师姐, 师父去知方天还没回来, 我们要不要先等师父回来, 那倒是好像和师父挺熟的, 管他呢, 人家都打进门了, 先绑起来抽一顿再说, 一百多年以前, 修仙界, 后土, 脾气火爆, 穿着长裙的少女撸起袖子, 一个瞬移出现在灰色大陆的边缘处, 站在一群原音镜师弟师妹前方, 用一双死灰色的眼眸看向大陆之外, 那提着九葫芦的青年道士, 道士相貌堂堂, 但穿着却很普通, 无论是身上的衣裳, 腰上的玉佩, 还是手里的葫芦都不是什么稀罕物件, 而除此以外, 道士的脸上还挂着一抹骚里骚气的笑容, 让原本挺好看的外表变得见兮兮的, 尤其当自己出来的时候, 这个道士更是嘚瑟地打亮了自己一眼, 然后抱着九葫芦直摇头, 龟君前辈的大徒弟, 怎么长得灰蓬蓬的, 真是可惜了这么长的腿。 此话一出, 骆无尽对这名道士的印象顿时跌进谷底, 原本想叫嚣两句的话, 也懒得说了, 他眼眸压低, 然后就直接对眼前的道士动了手。 屋内, 骆无尽一只手撑着自己的脑袋, 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 不急不慢地回忆道, 那时候的本作, 跟随师父在天上修行很多年, 已经是天人静修为, 但面对李明如, 还是完全被虐。 因为他是那种完全不讲道理的墙, 明明他是下界飞升上来的天人, 但相比于本作这种祖辈, 就是天人静的大能来说, 他反而更像是天上人, 本作到现在, 都清楚地记得, 他那仿佛可以捏碎时间空间, 甚至六道轮回的虚空大手, 记忆犹新。 面前, 林小璐一愣一愣地听着, 他没见过老大的全盛时期, 而无论是无心禅师, 还是上官大叔, 亦或者是掌门姐姐, 好像也都是知之甚少, 他们只知道打不过自己老大, 知道自己面对老大会被秒杀, 知道老大全盛时期很强, 但具体有多强, 却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 因为老大从未在凡间放开手脚过。 而现在林小璐有概念了, 因为骆无尽信誓旦旦地表示, 那时候的李明如对付他, 至少用了七成气力, 最终, 李明如以自己改良过的摘星觉中的夺天造化手, 击败了他引以为傲的灰飞烟灭金。 即便是本作, 有时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世界上是有真正的天才的, 那是一种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诡异生命, 而你师父就是这样的人。 骆无尽不急不缓地回忆道, 据我所知, 你师父出身平凡, 早年间是在凡尘中跟自己爷爷唱影子戏的。 林小璐, 怀里的帅帅鸭, 第一次听到李明如出生的林小璐和帅帅鸭都梦了。 皮影戏爷爷, 屋内跑提了的骆无尽说道, 他小时候家乡遭逢干旱, 娘亲跑了, 他爹跟乡亲一起出去谋出路, 结果也再无消息, 他便从小跟着爷爷靠祖传的影子戏手艺, 一路逃荒去了峨眉地界, 恰巧赶上当时的峨眉招收徒弟。 那一次招收徒弟也巧, 正好峨眉的掌门在, 而当时已经十二岁, 是大孩子的李明如在人群中被峨眉掌门一眼相中, 便直接收下了他。 虽然当时他并未参加, 只是跟着爷爷在路边摆摊。 说完, 骆无尽似乎想起了什么高兴的事情一样, 脸上难得挂起了笑容, 开心地看向林小璐。 李明如那个复兴汉, 还给本作一个人表演过影子戏, 皮影都是他自己制作的。 你峨眉那个小掌门, 有着带鱼马场中, 林小璐和帅帅鸭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尤其帅帅鸭, 他一脸震撼道, 李明如的过去居然是这样。 一个和爷爷相依为命, 靠影子戏谋生的少年, 居然成为了三千世界一代剧情, 成为无数天骄都只渴望其背影的存在。 我滴个乖乖, 这真特娘的, 是活着的传奇啊。 一人一压, 震惊了足足好一会儿, 林小璐才渐渐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老大厉害地传说, 他听得太多了, 如此接地气地过去,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他好奇地继续问道, 师娘, 那你和我老大, 后来是怎么好上的呀? 听到好上二字, 落雾镜脸上笑容更甚, 灰色的皮肤更难得起了一丝红韵。 他略显不好意思地说道, 也不算是好上吧, 就那时候, 本座没去过凡间, 他当时打了本座一顿, 然后本座被打哭了, 他见本座哭得厉害, 就有些不太好意思, 跟本座讲大道理, 他越讲, 本座就哭得越凶, 然后他就给本座讲述凡间好玩的事情。 那时, 本座心智尚浅, 就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听到这里, 林小璐一时间有些迷茫。 这个操作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场中, 落雾镜显露出了一丝少女般的欢喜, 似乎沉醉于当初和李明如的相识之中, 搞得林小璐和帅帅鸭, 一时间都不敢再说话。 林小璐明白, 这个时候的女人是最喜慕无常的, 万一说错话, 自己可能就被落雾镜眼瞪死了。 好在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 落雾镜很快就回过神来, 其脸色再次变得阴沉道, 后来你师父在天上各个地方闯荡, 本座也就一直跟着他, 那段时间还挺开心的, 直到遇到了太古东皇宗那个煞比加雀。 林小璐一愣, 太古东皇宗煞比加雀那是谁? 然而落雾镜似乎并不想多说, 估计是想起来就生气的缘故。 他直接跳过话题道, 本座以前过得很自在, 每天就是待在厚土修炼, 未曾有什么特别, 遇到你师父以后, 游历了一段时间, 期间也获得过一些机缘, 之后和其他修士并无什么不同。 那师娘, 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吗? 除了对我师父以外林小璐问。 听到这个问题, 落雾镜歪着头想了想。 随后轻道, 如果可以, 本座想除掉穆昭哥, 然后最大的梦想是成为归虚镜吧。 不过本座有自知之明, 虽然修为天父, 自认都还不俗, 但归虚镜九成九是没希望了, 毕竟你师父都未曾做到。 听到归虚镜这三个字, 林小璐再次一愣。 来到学院以后, 他在课堂上听范英班主说起过, 天人之上的境界就是归虚,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境界, 好像只有一个人达到过。 而当时, 自己也立刻给武道设立了一个对应归虚, 排在逼王镜之后的境界, 名唤逼神。 当时帅帅鸭听到逼神这个名字以后, 直接就沉默了, 咋问他都不发表意见, 搞得自己郁闷了好一段时间。 哼, 真是没品味, 逼神, 逼众之神爱, 掉炸了好吗? 屋内, 林小璐继续询问了关于穆昭哥的事情, 但似乎事件李明如没跟林小璐说过, 落无尽便也不愿多说。 直言, 这不是你这种小孩该知道的, 滚回去误你的意境吧。 无奈, 林小璐只好抱着帅帅鸭败行而归。 走过翠绿的小桥, 路过上官哈密瓜的小院子, 林小璐听见里面上官哈密瓜和诸葛丹说笑的声音。 他稍微听了一下, 发现这两个傻妞儿在撩穿什么衣服好看, 顿时觉得无趣, 便想直接路过。 然而事与愿违, 她还是被眼尖的上官哈密瓜瞅见。 林小璐, 你去哪儿了瞥了一眼院内露珠的少女? 林小璐随意回应道, 我去找洛无尽喝茶了, 她很仰慕我, 想任我做大哥。 见林小璐又在湖州, 两个女孩当即笑了出来, 上官哈密瓜抱着诸葛胖胖, 开心笑道, 我的三世音魔诀又突破了, 我感觉我很快就能突破到原因境了。 听到这个消息, 林小璐并没什么反应, 毕竟学院里的灵气浓郁的吓人, 上官哈密瓜突破是很正常的事, 她随意点了下头, 然后便转身离开。 见林小璐一声不吭地离开, 脸上挂着笑容的上官哈密瓜愣了一下, 诸葛胖也猛逼了。 上官, 小璐她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 上官哈密瓜猛猛地点了下头, 她不清楚林小璐咋了, 只觉得她今天怪怪的。 第二日, 上午, 学堂酒班内最近大家修行, 还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穿着白色长裙的范英, 对一众少年们笑道, 如果有问题, 一定要及早跟班主说, 避免修行上出岔子, 那今天我们继续讲课, 昨天咱们讲了理念的根源性,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神魂方面的知识, 林小璐坐在铺垫上, 一手抱着已经睡着的帅帅鸭, 一手拖着自己的下巴, 整个人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 她正在顽强抵抗脑海中的睡意。 左右两边, 宗拉维蒙和上官哈密瓜都听得聚精会神, 而一直被冠以某些人称号的她, 则毫无反应, 感觉范英班主说的每个字都带有浓浓的催眠性, 把自己困得不要不要的。 唉, 学院的生活真是太无聊了, 简直无聊透顶。 一上午折磨人的时光终于熬完, 同学们开始放学, 林小璐也打了个哈欠, 感慨着终于放学了, 她准备回去睡个午觉, 而身旁的上官哈密瓜突然对着她的脑瓜拍了一下, 啪, 一声脆响。 林大沙比, 下午我和丹丹准备去水潭逛逛, 你去不去林小璐一乐, 随后一脸猛逼道, 什么水潭就坑里新建的水潭啊, 你不知道上官哈密瓜惊讶? 林小璐这几日的无聊, 顿时一扫而光。 娘的, 自己终于又可以找点乐子了吗? 心情大好的她立刻点头答应, 并急吼吼地拽着伙伴们往所谓的水滩去。 有一说一, 在装修逼格这块, 修仙者学院确实从来没有让林小璐失望过, 除了双降系的大坑。 此刻, 大坑南边就有一道巨大的圆形水池, 说是水池, 其实比一般的湖泊还要大上不少, 水池中间更是有一道水柱流动升空, 在水面上化成一道尾岸的半圆, 晶莹剔透, 不断流动的半圆形水柱, 看起来如梦似幻。 而当林小璐等人到的时候, 这座于昨日建立起来的水潭已经布满了人。 游泳的, 钓鱼的, 弄个小船在船上吟诗作对的数不胜数, 水池中心更是有几个人在盘腿修炼, 他们坐在水面上一个个专注修行, 时不时周围就会有水流化作成各种小动物小物件飞涌而出, 煞是好看。 看到这热火朝天的一幕, 无聊了好几天的林小璐也终于来了兴臣。